这段时间网上的新闻不是很多,游戏圈的消息基本上全都围绕着这几个关键的事件,腾达和纸透公司的烧钱大战,515游戏节,健身大作战,和智能健身晾衣架,IOI手游等等。 玩家们都有点不知道该干啥好了。 腾达那边有好几款游戏,只要玩就送东西,IOI这边的折扣也很划算,而且,还有新出的IOI手游和健身大作战。 也正是因为两家公司现在的竞争特别激烈,所以玩家们也处于一种渔翁得力的状态,随时关注着两家公司的动向。 昨天IOI手游上线之后,就有不少玩家对手游中有一些独特收费点的事情表达了不满,并且这种情绪还在持续发酵之中。 显然,指头公司和龙宇集团的反应很快,这个新出的抽奖活动就是他们为了安抚玩家所释放出的诚意。 乔良把这个抽奖活动的公告和规则看了一遍,不由得感慨,真下血本啊。 目前抽奖活动只是放出了公告,正式开启要等明天,也就是周六。 但具体的规则已经写得清清楚楚。 这次的抽奖的奖池涵盖了IOI中大量的珍贵皮肤,甚至许多已经决版的限定皮肤也全都放入了奖池中供玩家们抽取。 更重要的是,这次抽奖的奖池中不只有虚拟物品,还有一些食物。 比如最新款的波罗手机、品牌电脑、显卡、鼠标、耳机等等。 凡是玩家们可能会喜欢的数码产品,在这里边都有安排。 最多人眼求的是,官方声明在整个奖池中有一辆车。 不是什么天价豪车,也就三十多万,但对于一般的玩家们来说,这一金足够让很多人疯狂啊。 更何况,这次抽奖的折扣是三折,不限次数,看起来怎么抽都不会亏,反而是不抽才亏了。 当然,抽奖的概率肯定是经过严格计算的。 游戏皮肤,尤其是一些垃圾皮肤被抽到的概率会高一些,而皮肤越是稀有,抽到的概率越低。 那些数码产品,概率比限定皮肤更低。 至于那辆车,整个奖池中只有一辆,而且不是纯看概率的,至少得在整个抽奖过程中砸进十万以上,才有可能会抽到,这是基本条件。 对于龙宇集团来说,三十多万的车不算什么,关键是,这车的起到足够的宣传效果。 像这种东西,最好还是回馈给土豪。 当然,有一些比较美品的游戏公司,搞活动会玩暗箱操作,表面上准备了一大堆礼品,实际上最后都分给了公司的内部人员。 反正这抽奖活动,又莫公正,莫监督,半个活动把关注度炒起来就行了,至于奖品吗? 肥水不留外人田顺便发员工福利了。 一份钱荡两份花,非常的计划通。 当然,指托公司和龙宇集团莫纳摩干,他们毕竟是大公司,还是要脸的。 现在是关键时期,万一搞暗箱操作被发现了,那就是大丑闻,得不尝试。 所以,除了给抽奖加了点限定条件之外,让土豪更容易拿到之外,其他的地方整体来说,还是非常公平公正的。 就连乔梁这种一向很擅长抵制诱惑的人,也都有点心痒痒了。 但是他刚升起一丝要冲钱的念头,又觉得有点不对劲。 如果只有指托公司的这个抽奖活动的话,那他肯定不会有什么其他的想法。 但在体验完了《健身大作战》的抽奖之后,乔梁在看指托公司的这个抽奖活动总觉得哪里怪怪的。 倒不是说奖持的奖励不好,也不是折扣不够多,就是有点说不上来的感觉。 其实指托公司的这个抽奖活动就是再常见不过的抽奖活动,而且平心而论,很良心了。 只是,《健身大作战》的抽奖系统跟常见的抽奖系统有很大的差别,这一对比才会觉得差别挺大。 但是话说回来,《健身大作战》为什么要做这样一个抽奖系统呢? 乔梁突然陷入了沉思。 《健身大作战》的抽奖系统看起来并不复杂,但这种设计绝对不是普通设计师做的。 原因很简单,这玩意完全不限制玩家退款,哪个设计师有这重权限? 设计到这模大一笔钱,肯定得裴总亲自拍板。 裴总亲自设计了一个抽奖系统,这其中的原因就很值得深究了。 是为了标新利益跟其他游戏的抽奖系统做出区别? 还是为了把游戏做得更加良心,赢得玩家的口碑起到薄利多销的效果? 总不能是为了少赚点钱吧? 这些理由似乎都有点不太充分。 裴总应该还不至于就为了跟其他游戏做出区别这种肤浅的理由,就费心自己去设计游戏。 现在腾达的项目这么多,能让裴总亲自拍板的项目,那肯定都是有深意的。 乔良想了很久,依旧毫无头绪,还是去网上看看吧,跟我有同样感觉的应该不在少数。 乔良很轻松地找到了很多关于这次抽奖的讨论。 很显然,指头公司和龙宇集团是有备而来,这个抽奖活动应该是没少花钱做宣传,应该还请了水军。 抽一辆车在游戏场上办的活动中本身就是比较少见的,再加上强大的宣传攻势,很快就在玩家群体中传开了。 有不少玩家纷纷表示,真香。 虽说之前大家都喷指头公司的活动抠门,不如腾达的515游细节大方,IOI手游上线之后又被骂了一毒,但评仙论,那毕竟是跟腾达比。 跟其他的游戏公司比,指头公司这活动本来就已经挺良心了。 而这次指头公司又如此下血本店搞了个抽奖活动,除了抽皮肤之外,还能抽数麻产品甚至车。 很多之前抱怨过的玩家们已经当场失忆了。 讨论健身大作战抽奖系统的倒是也有,但相对莫那莫多。 一方面是因为腾达莫买水军也莫做宣传,另一方面是因为抽奖只能抽游戏里的道具,没有食物,所以热度会差一些。 不过参与讨论的大部分玩家也是深感良心。 论坛里有很多在秀戏有道具的,几乎所有人都退了款,只不过是退款多少的问题。 有些人本来只打算充个两三百的,结果因为能随便退款,所以没忍住充了两千多。 最后退款之后,还是花了四百多。 还有人根据充值记录算起了里面各种道具的概率,看看哪些人过了0.8的几格线,哪些飞球脸最黑。 玩家们似乎从没有对抽奖系统的玩法本身产生如此大的兴趣。 乔良眉头微皱。 难道说,裴总做这个抽奖系统的用意不仅仅是为了完成一个游戏功能, 也是为了通过这个独特的抽奖系统,解构游戏中非常流行的抽奖这种玩法。 在冒出这个想法之后,乔良先是被自己吓了一跳,觉得自己可能是想多了, 但转头越是分析,就又觉得确实存在这种可能性。 凡裴总所为,必有深意。 对于《健身大作战》这款游戏来说,这个抽奖系统具体如何去做, 其实对游戏本身的盈利能力不见得有多大的影响。 哪怕换成常规抽奖,该抽的玩家们还是会抽的。 而既然裴总如此激进地将抽奖系统做成现在的状态, 肯定是有一定的意图在里面。 这种意图目前还看不出来,但很可能是裴总预估了玩家们可能会有的反应。 所以,想要真正地分析出裴总的意图,还是得从玩家们的反应上着手。 乔良立刻在网上寻找关于《健身大作战》抽奖的帖子, 对不同的用户群体进行画像分析。 他很快就找到了很多案例。 因为《健身大作战》的玩家们晒单的欲望似乎远比其他游戏要高得多。 不管是运气特别好的,还是运气特别差的, 都很热衷于把抽奖的结果再往上晒出来。 如果按照传统的课金游戏来分析, 一般是把会冲前的玩家群体分为微课、中课和重课, 其中的界限比较模糊,而且可以互相转化, 但总体是以冲前多少为分界。 但在《健身大作战》中, 这重区分方式似乎不太行得通了。 就比如,某个人充了十万, 咔咔一顿抽之后,把自己最喜欢的几单留下, 其他的全都退款了, 最后一算只花了一千多块, 那这到底算是中课,还是重课呢? 这种情况虽然比较少见, 但肯定存在。 乔良在网上看了很多案例, 发现还真是五花八门, 无奇不有。 比如,有人连续抽了五个十连抽, 结果全是蓝天白云, 就出了一件紫色道具, 结果还不是他想要的。 于是,这哥们哭笑不得的, 全都退款了。 如果是在其他游戏, 他可能得找客服讨个说法, 但既然, 《健身大作战》随便退款, 那就三天后再来吧。 也有人连续抽了三个十连抽, 全都爆成了。 本来他是打算挑一个结果最好的十连抽保留, 其他两个十连抽全都退款的, 这一下也不退款了, 在网上兴奋地炫耀。 还有一个最奇葩的, 真就抽了五十几个十连抽, 就保留了一个连报两成的十连抽, 其他的全部退款了。 还非常骄傲地发帖称自己是羊毛之王, 建议大家都向自己学习, 把腾打给嚎吐了。 甚至还有人把这个抽奖系统当成了一个试验场, 反正全都能退款, 抽了再退箱当于没花钱, 可以好好地过一把抽奖的瘾了。 这些奇葩的情况, 在其他游戏的抽奖系统中, 可是从来不会见到的。 其他游戏的玩家, 就算是晒恐怕, 也只有欧和飞两种结果。 当然, 欧的可能很欧, 但飞的也不现得会太飞。 腾达的这个抽奖机制, 好像是真概率。 乔良突然灵机一动, 在文档上罗列出了传统的抽奖模式, 和健身大作战抽奖模式的不同。 真概率是相对于假概率而言的。 如果认为传统的抽奖模式就是纯看概率, 那就大错特错了。 乔良也有一时地恶补了许多游戏设计的知识, 很清楚游戏中的抽奖从来就不是真概率, 而是假概率。 当然, 假概率不全是商家为了捞钱, 有时候也是为了保证玩家的感受。 这一点, 必须的有比较基础的概率知识才能理解。 比如, 商家设定某个商品的暴率为20%, 这已经很高了。 纳摩, 在玩家的人数足够多, 样本足够大的情况下, 第一次就抽出这个商品的玩家, 大概就是20%的人数着很好理解。 但是, 连抽5次都没出的概率, 是5个80%相乘, 也就是0.32768这意味着, 大概30%的玩家连抽5次都不会出。 而连抽10次都不会出的概率, 是10个80%相乘, 大概是0.1, 也就是10%。 一个20%暴率的道具, 如果按照概率来计算的话, 有10%的玩家, 是连抽10次都不会出的。 而如果再加, 连抽20次都不会出的概率, 是1%。 假设有10万人生予了这个抽奖, 1%就是1000人。 有1000人连抽20次都抽不出一个, 暴率为20%的东西, 他们能接受膜。 这显然与他们的直觉不符, 20%暴率的东西, 不是5次就肯定出吗? 但概率这东西, 本来就是因人而异的, 20%暴率并不等于5次一定出, 甚至无法保证10次一定出。 概率是无法精确到某个个体上面的, 只有在数据样本足够大的时候, 真实概率, 才会无限区近于理论数据。 也就是说, 抽一次, 什么都有可能发生, 但抽一亿次, 出的概率会无限区近于2000万次。 但不懂概率基础知识的人, 是不知道这一点的。 可想而知, 这1000人连抽20次都没抽出一个, 暴率为20%的东西, 肯定会跑到论坛上去闹事, 到那时会产生多大的舆论压力。 而且, 这其中大多数人都是中课或者重课玩家, 获得这样的抽奖体验, 以后他们还会再参加活动模, 不直接卸载游戏都算是脾气好的了。 所以, 很多游戏厂商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发生, 都会在游戏中设置甲概率。 也就是说, 一个20%暴率的东西, 如果玩家第一次莫抽出来, 那第二次的暴率就提升一些, 到第五次还没出, 那就100%必出。 这样就可以保证, 玩家的运气再差, 也总有个保底。 从这一点来说, 假概率确实有一定保护玩家的效果。 但问题在于, 游戏商既然已经做了假概率, 那就肯定不可能只保障玩家的利益, 他们自然也要保障自己的利益。 比如说, 某个非常珍贵的, 价值几千上万块的道具, 哪怕暴率是0.1%, 如果有10万玩家参与抽奖的话, 也会有100名信任, 一发入魂, 90多名信任, 两次就出。 如果是不限数量的珍贵道具, 那倒是无所谓。 但如果为了这个道具能够保值, 而官方想限量500份, 1000份呢? 照这个抽法, 真正拿到道具的, 不见得是充钱最多的人, 而多半是那些真正的欧皇。 可能土豪充了几千块, 也没出。 而有人一发就出了, 被这些欧皇抽走了, 那土豪不管有没有抽出来, 都会心里不平衡, 因为, 即使土豪抽到了, 肯定也花了远远多余欧皇的钱。 运气和超能力, 就不平衡了。 所以, 游戏商这时候, 往往会设置, 一个先决条件, 就是在累计消费某某的钱数之后, 才有可能抽到这个东西, 并且充钱越多, 抽到的几率越大。 而这样做, 也符合大部分玩家的心理预期。 我只抽了一次, 莫出是正常的, 土豪抽了几十次, 出了也合理。 但实际上, 这早都是游戏厂商通过假概率给安排好的。 通过这种方式, 游戏商保证了土豪的消费感受, 从而保住了他们的消费欲望, 自然也就保住了自己的收益和口碑。 牺牲的是那一小撮纯欧皇的利益, 但这莫关系, 因为他们也不知道自己其实是纯欧皇, 不知道自己其实可以一发就抽出这个珍贵道具, 还以为自己莫抽出来是正常的。 而且, 玩家们也根本无从验证数据的真伪, 因为不管是抽奖的详细规则, 还是抽奖后的数据, 都在游戏公司手里, 玩家们是根本没有渠道接触的。 而裴总的抽奖模式, 显然是真概率, 也就是说, 百分之二十, 就是百分之二十, 有一千人连抽二十次都抽不出来, 也没关系。 我给你们全额退款就完事了。 深入对比, 两种不同的抽奖模式之后, 桥梁突然产生了一个想法。 难道说, 裴总是想通过这种新型的抽奖模式, 解构传统的抽奖模式, 让一些玩家意识到, 他们认为的抽奖, 只不过是在游戏公司画好的框架下进行的。 而腾达的抽奖, 其实就是主动打破了这个框架, 给了玩家们一个绝对公平, 但让人有点不舒服的真概率。 那, 这可是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啊。 桥梁不由地对裴总肃然起敬, 假概率早就伴随着抽奖系统出现了, 甚至在很多游戏出抽奖功能之前, 一些网站, APP就已经做过。 但这磨多年过去了, 却很少有人对这种事情提出过质疑。 反而是越来越多的玩家开始习惯, 热衷于抽奖。 越来越多的商家研究出了各种名面上照顾玩家感受, 实际上更便于自己赚钱的抽奖。 而对于游戏商来说, 抽奖系统就等于一颗稳定的摇钱树, 以至于不管是端游、手游, 甚至是很多商家随便搞个活动都开始频繁地抽奖。 有人赚了, 那么自然就有人亏了。 游戏公司这摩喜欢做抽奖活动, 他们肯定不亏。 那谁亏了, 这不是明摆着的事情吗? 而裴总的这个抽奖系统, 显然是要戳破这层面纱, 告诉玩家们残酷的真相, 改变这种现状。 当然, 目前的情况并不乐观。 因为绝大多数玩家都不具备游戏设计的相关之实, 而且, 人的天性就是喜欢碰运气, 占便宜。 很多人喜欢抽奖, 你跟他说这儿八经的奖概率, 奖期望值, 奖抽奖很坑, 他都根本听不进去, 一定认为自己是幸运, 甚至被坑了。 花了一大笔钱, 抽出一堆垃圾之后, 还嘴硬说, 只是自己这次运气不好, 下次一定能抽出想要的东西。 而一般的商家显然也只会想尽一切办法告诉消费者, 抽奖这种事情是一种优惠活动, 玩家和商家互惠互利, 抽一抽奖很划算的。 顶多也就是在抽奖活动中用极小的一行字提示一下, 抽奖有风险, 充值需谨慎。 但是这种提示肯定会小之又小, 而且大部分人也根本不会放在心上。 这一通分析之后, 乔良得出了一个相当惊人的结论。 裴总这重行为, 岂不是在断绝所有抽奖的财路? 虽说不一定会成功, 但裴总确实是在努力地通过 健身大作战的抽奖系统去反衬其他的抽奖, 让所有人更能看清所谓抽奖得失时。 哪怕最终不会有多少人领情, 哪怕会引来其他指望着抽奖赚钱的公司疯狂攻击, 也毫不在意。 真是用心良苦啊。 乔良不由的感慨, 这种事情也只有裴总会做, 愿做, 敢做。 只是大部分人反应太迟钝了, 完全没有感知到裴总的良苦用心。 必须得出一个视频, 把这其中的关键好好说到说到, 不能让裴总的心血白费。 指头公司和龙宇集团的抽奖活动看起来很良心, 但那也只是跟其他那些黑的不能再黑的抽奖相比, 才显得良心。 实际上, 还是换汤不换药, 哪怕打了三折, 也仍旧, 是在想办法, 从玩家手里赚钱的。 跟腾达的做法相比, 有何良心可言? 5月19日, 周六, 龙宇集团正常上班, 艾瑞克跟赵旭明这两个人都以身作则来加班了, 其他普通员工自然也不敢在家休息。 更何况, 现在还处于跟的腾达烧钱大战期间, 龙宇集团的员工们觉悟很高, 全都是自觉来加班的。 其实有一些员工原本是没有这种觉悟的, 但那种员工基本上都不可能留下来。 会议室内, 赵旭明正在眉飞色舞地向艾瑞克做汇报。 自从我们的抽奖活动上线以来, 玩家们的反响相当热烈, 之前IOI手游的事件热度也被冲淡了。 很多玩家当场失忆, 甚至觉得我们的活动比腾达那边515游戏节的活动更有吸引力。 到目前为止, 我们的抽奖活动热度还在持续上升中。 最关键的是, 我们这次抽奖活动不仅没烧太多钱, 反而还赚了一些。 虽然是三折, 但在精确的计算之下, 还是有一些利润空间的。 赵旭明显然很骄傲, 毕竟抽奖这个点子是他想出来的。 虽说抽奖不是什么新鲜玩法, 但在那种情况下, 能在诸多烧钱的办法中准确地选中抽奖, 这种玩法, 应该也算是殊为不义吧。 虽说, 他把大部分功劳都让给了艾瑞克, 但如果这是成了, 艾瑞克肯定也不会亏待自己。 而失败的话, 最大的锅肯定也是艾瑞克来背。 所以, 赵旭明汇报的时候, 比往常更加卖力。 艾瑞克微微点头, 问道, 腾达那边的情况如何? 赵旭明迟疑了一下, 回答道, 据我所知, 他们这个周末还是正常休息, 对于515游戏节的活动, 似乎也没有做出任何的调整。 艾瑞克脸上也不由地露出了惊奇的表情。 裴总, 这磨沉得住气。 艾瑞克本来以为, 裴总肯定会不甘示弱地再开一个新活动, 不管是抽奖还是什么, 一定会努力盖过自己。 万万没想到, 裴总竟然什么都没做, 反而周末还正常休息了。 艾瑞克寻思着, 按照裴总办事雷厉风行的性格, 周五一天时间足够他想出对策, 周末火速上线。 但裴总什么都没做, 无非是两种情况。 第一种是, 裴总觉得什么都不需要做。 第二种是, 裴总无能为力。 真的什么都不需要做吗? 艾瑞克可不这么觉得, 毕竟从目前网上的反馈来看, 龙玉集团这边搞的抽奖活动反响很热烈, 明显抢走了不少本属于515游戏节的热度。 那就只能是第二种情况了。 裴总想做点什么, 但无能为力。 艾瑞克不由得露出笑容, 果然不出我所料。 像裴总那摩烧钱, 虽然痛快, 却不够长久。 哪像我们这样精打细算, 细水长流划算。 赵旭明瞬间明白了些什么, 双眼微微睁大。 您是说, 腾达的资金终于不够了。 艾瑞克微微一笑, 话不能说死, 但很有可能。 这非常符合他们之前的推断。 腾达集团的资金, 扑到了那么多的项目中, 之前, 使命与抉择的回款尚未到账, 只能健身量一价, 又积压了大量的备货。 强撑着办515游戏节, 恐怕已经消耗掉裴总, 能够动用的最后一笔大额资金。 现在裴总就算再想办法筹错款项, 肯定也需要一定的时间。 所以, 裴总裁没有立刻反击, 而是顺其自然任由龙宇集团这个抽奖活动, 抢夺515游戏节, 辛辛苦苦烧出来的热度。 等资金筹错到位之后, 才能展开反击。 赵旭明不由得眼前一亮。 分析一下的话, 好像还真是这模回事。 当然, 永远不能低估裴总, 但一件一件的事实, 越来越符合这种大胆的推断。 突然, 赵旭明想到一件事情, 他也是刚刚才知道这件事情, 正好敢在现在艾瑞克心情好的时候汇报一下。 对了, 有件事情, 我也是刚刚知道, 跟您汇报一下。 健身大作战里, 似乎也有抽奖系统。 只不过, 这个抽奖系统是要打通第一章才解锁的, 所以之前并没有注意到我也是看到网上的讨论才发现的。 这个抽奖很特别, 是可以无条件退款的。 您看这个会不会是裴总的后招? 健身大作战, 才刚上线末两天赵旭明现在发现, 已经算是比较快的了。 本来作为竞品游戏, 赵旭明以及他手下的人是该玩一下的, 但问题是, 健身大作战, 又不是那种挂挂机, 动动手指, 就能升级的手游, 他可是要真的花很多时间去锻炼的。 赵旭明和手下的人全都在忙着搞抽奖的事情, 手头一大堆的工作, 哪有时间争取健身大作战, 里面锻炼。 要不是这两天, 网上晒健身大作战, 抽奖结果的帖子, 多了, 赵旭明怕是要再晚个一两天才能发现。 艾瑞克愣了一下, 抽奖无条件退款, 这抽奖是只抽游戏内道具? 有其他游戏的东西吗? 有实物吗? 除了能退款之外, 还有没有其他的特别之处? 赵旭明如实回答, 只是游戏内的抽奖系统, 自然也只能抽游戏内的道具, 没有实物, 也没有其他的特别之处, 很简陋的一个抽奖系统。 艾瑞克陷入了沉思, 艾瑞克之后他说道, 虽说可退款这一点, 确实比我们良心, 但只有游戏内道具, 对玩家们的吸引力, 应该不强。 我们的抽奖活动, 是可以回血的, 健身大作战的, 抽奖活动, 却会大大降低游戏的收入。 更何况, 健身大作战, 早就开发完成了, 这个抽奖系统, 做得可能比我们更早, 多半是一个巧合, 无伤大雅。 赵旭明立刻点头, 对, 我也是这么觉得。 我仔细看过了, 健身大作战, 抽奖系统, 虽然在网上引发了一定的讨论, 但以目前的舆论, 根本不会对我们的抽奖, 构成任何威胁, 也无从抢夺热度。 艾瑞克心情很不错, 他整理了一下手头的工作, 然后说道, 好了, 今天加班结束之后, 明天大家就不用来了。 既然裴总休息了, 那我们也休息。 腾达那边, 显然是已经放弃了, 员工不上班, 裴总就算想搞事, 也默认配合。 既然如此, 周一再来盯着就可以。 反正515游戏节到下周二的晚上24点就结束了。 目前这种热度一直维持下去, 显然是指头公司和龙羽集团小胜一些。 一想到这里, 艾瑞克就露出了笑容。 这种情绪, 显然也感染了底下的员工们。 辛苦了这么久, 终于要见到光明亮。 虽然没人敢打包票, 但大部分人都笃信, 腾达的资金, 可能确实是出了一点问题。 裴总没有第一时间回击, 就是证明。 就算没到很危急的程度, 但这总归是一个很长士气的好事。 在这种乐观的情绪下, 这个消息自然也就慢慢地扩散开来。 与此同时, 裴谦才刚刚起床。 周四的时候, 他买了一款3A大作, 实在是有点好玩。 所以, 周五一整天, 包括昨天晚上, 他都一直宅在家里打游戏。 昨天熬夜, 把游戏直接打通, 所以今天直到中午才起床。 洗漱完毕之后, 裴谦才不情不愿地拿出手机看了一眼。 没石磨新消息, 尤其是新助理没有发来消息, 让他深感遗憾。 因为这就意味着, 腾达的资金还没有出现问题, 不需要他准备卖楼。 这就让人有点难受了。 515游戏节都往狠了花了, 按理说应该花钱挺快了吧。 继续翻手机, 查看这两天的新闻。 嗯? 龙宇集团搞了个抽奖活动, 特等奖是一辆车。 这也行。 我特模怎么没想到这个? 裴谦人晕了。 他这两天打游戏打得昏天黑地, 根本莫怎么关注网上的消息。 公司那边他也不用一直盯着, 因为真有什么事情, 自然会有人给他打电话。 莫人打电话就意味着一切安好。 结果莫想到就一天莫关注, 龙宇集团就搞出来这某个活动。 按理说, 一般的抽奖活动裴谦是根本看不上眼的。 但这抽一辆车, 确实挺多人眼球的。 不对啊, 这种活动不受限制魔。 裴谦突然意识到有点不对劲。 因为在他的记忆中, 只有某些公司的年会奖品是车, 从没献过这种消费活动的奖品是车的。 见过抽奖活动价值最高的奖品, 也就是笔记本电脑之类的东西。 似乎是因为有奖销售类行为, 奖品的最高价值不得超过五万。 这一条有明文规定。 年会类可以抽车, 是因为不属于消费类活动。 裴谦赶忙搜了一下, 发现原来是因为世界变化的原因, 相关的规定变得宽松了许多, 从原本的五万放宽到了四十万。 也就是说, 龙羽集团这个特等奖是正好卡在四十万的这个键上, 不算违规。 靠! 早知道, 我也搞个抽奖啊。 你抽一辆, 我抽十辆不就完事了吗? 系统你看到了呀, 这是他们先动手的, 我加大力度回击一下不过分吧。 可惜了, 今天不是工作日, 这抽奖活动就算要搞, 也只能等周一了。 等开发出来之后, 515游戏节都过去了, 裴谦不由得有些惋惜, 让员工们周末来加班做功能, 那是万万不可能的, 这是原则问题。 不过转念一想, 让龙羽集团那边闹腾一个周末也好, 他们多抢点热度, 裴谦才好在加大力度烧钱, 否则系统那边不同意。 艾瑞克总是误以为热度对裴总很重要, 但还真不是这么回事。 裴总压根不在乎热度, 他只在乎如何才能多少钱。 紧接着, 他又看了看健身大作战那边的消息, 看到玩家们一个个全都纷纷退款, 还有那种充了几万块, 最后就只保留一个十连抽结果的奇葩玩家, 裴谦简直是笑开了花。 如此可教! 这些玩家真是太让人省心了, 都不用教, 就非常准确地领会了我的意图。 怎么还有个别玩家懒得退款呢? 是我设计的退款机制还不够方便吗? 加把劲啊! 薅羊毛都莫利益, 还敢说自己是羊毛党? 看着一笔笔的退款, 赔欠的心情也好了起来。 目前似乎一切都很顺利, 等下周二,也就是515游戏结结束之后, 再想想办法突击花钱, 一定能有所建树。 然而就在这时, 裴谦手机上的爱立岛网站API弹出了一个推送, 特别关注的UP主更新视频了。 裴谦脸色瞬间一变, 因为这视频是乔老师发的, 而标题是游戏杂谈, 抽奖那些事。 但是看清楚游戏标题之后, 裴谦稍稍稍安心了一些。 还好, 不是风神制作系列的视频。 看着标题的意思, 似乎是一个科普性质的视频。 应该不会造成什么伤害。 仍旧是熟悉的视频风格, 只不过这次视频的内容, 似乎并没有拘泥于某一款游戏, 而是作为一种科普性质, 为所有观众捋了一下抽奖这种玩法, 在游戏行业中的前世今生。 从最早出现抽奖玩法的游戏, 再到抽奖在国内游戏中的盛行, 最后讲到为何游戏设计者, 尤其是国内的设计者们, 如此青睐抽奖。 显然, 最大的驱动力只有一个, 就是增加营收。 抽奖在某种程度上, 利用了人类心理的弱点, 正是因为绝大多数人喜欢赌运气, 喜欢不劳而获的感觉, 所以抽奖活动才能如此备受追捧, 经久不衰。 换言之, 抽奖之所以让人感觉到愉悦, 并不全是因为抽到的奖品有多珍贵, 这只是一个方面, 更重要的是, 抽奖给人带来的心理满足感。 换言之, 这是一种不劳而获的感觉。 用十块钱抽出了一百块的东西, 这对于大多数普通人来说, 都是一种情感上强烈的刺激, 就是占便宜的心态在作怪。 桥梁的画风一转, 其实, 在商业活动中, 也存在很多类似的情况。 许多商家利用消费者, 想要不劳而获, 想要占便宜的心理, 搞出一些看起来很划算, 实际上在套路消费者的活动。 只不过在商业活动中, 相关部门的监管会更加严格, 涉及到虚假宣传, 诱导消费的营销案例时, 处罚会更加严厉, 所以类似的情况出现的较少。 而游戏领域, 却逐渐变成了重灾区。 因为游戏毕竟不是单纯的商业活动, 它更倾向于一种文化娱乐活动, 虚拟物品的价值, 也一直没有非常明确地界定, 相关部门的监管比较弱, 所以很多游戏中的抽奖行为, 成为游戏商的敛财工具, 抽奖规则也是五花八门, 群魔乱舞, 玩家们冲钱之后的利益难以得到保障。 在这里, 乔良还点名批评了几款游戏, 例如, 某手游前段时间就爆出了一件丑闻, 官方搞的抽奖活动, 大奖全都被几个反复改名的小号给抽去了, 而且有心的玩家发现了这几个小号, 只要参加抽奖活动就必定中奖。 看到这里, 裴谦总算是尝出了一口气, 还好还好, 还以为老乔又要祸害我呢? 看起来应该是跟我没石磨关系, 跟龙宇集团也没石磨关系。 龙宇集团那边虽然也搞了个抽奖, 但应该干不出把奖品抽给自家小号的蠢事。 只要他们那边的抽奖完全合法合规, 应该就不会被乔老师的这个视频给一忧一抖。 裴谦也是怕了, 每次看到乔梁出新视频都觉得好像是冲自己来的。 然而, 他高兴了还没两分钟, 就听到乔梁画风一转。 那有些观众爸爸可能要问了, 如果是合法合规, 不搞暗箱操作的抽奖活动, 是不是就没问题呢? 当然不是。 我之前已经说过了, 商家之所以如此热衷于抽奖, 就是因为利用了玩家们想占便宜, 想不劳而获的心理。 即使是不搞暗箱操作的抽奖, 无论他看起来有多划算, 也都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 你可能小赚, 但商家永远不亏。 因为, 你要确定一点, 商家永远比你更懂概率。 尤其是游戏商, 凡是设计抽奖系统, 肯定都要由公司内的高阶数值策划操刀, 绝对会保证整个抽奖活动对游戏公司的收益为正。 请大家牢记一点, 运气永远无法战胜数据。 更何况, 游戏中的抽奖概率从来都不是真概率, 而是附加了无数条件的假概率。 虽然从结果上来看差不多, 但内在的运作方式却有着天壤之别。 玩家实际上参与的是一个期望收益是负数 且你永远不知道真正的具体规则的游戏。 你以为暴率20%就是规则, 可实际上, 这一条后面还有无数条细微的规则 写在抽奖程序的代码中, 你无从知晓。 对于某些个体而言, 获得的实际收益很高, 但如果平均到每个人的头上, 这是一场稳赔不赚的游戏。 只要样本足够大以整个玩家群体的视角来看, 一定是亏的。 而游戏商根本不需要按箱操作, 也一定是赚的。 只不过, 人人都觉得自己会是那个信任而已, 所以才会一次又一次地上当受骗。 乔良在视频中旁征博引, 疯狂秀自己的游戏和概率知识, 包括游戏中假概率与真概率的区别, 假概率的内在逻辑和运作模式等等。 核心论点是, 抽奖其实只是一种变相的促销活动。 实际上, 他利用了人们想要不劳而获的心理, 通过概率让一部分玩家去承担了另一部分玩家的损失, 而游戏商从中余利。 任何抽奖活动, 不管看起来多么划算, 折扣多大, 只要他还符合传统抽奖规则的基本特征, 那么他最终的结果就一定是玩家受损, 商家获利。 视频上的谈目是一片惊叹之声。 受教了! 兄弟们把保护打在公屏上! 作为一个前游戏行业的从业人员, 可以说老乔说的句句属实。 其实, 抽奖无非就是利用人们想要不劳而获的心理赚钱, 不管你是欧皇还是飞球, 实际上最后赚的一定是游戏商。 而且, 抽奖真正的规则从来不是单纯的真概率, 而是被数值设计师曾曾计算过的假概率, 保证大部分玩家最终的结果都在预期之内。 还真就是那句话! 你可能小赚, 但我永远不亏。 老乔这是要得罪全国的游戏商啊! 现在还有几款游戏不做抽奖的? 谁都知道抽奖来钱快, 这是断人财路啊! 看完了这个视频, 我果断按住了想要抽奖的手。 有一句话说得对, 其实喜欢抽奖的人, 喜欢的根本不是里边的奖品, 而是抽到好东西的感觉。 确实, 就算抽到再好的道具, 其实也就刚抽到的那一瞬间很爽, 晚两三天, 最多一周也就腻了。 但想要抽奖, 获得好东西的想法, 却会一直存在。 所以, 下次抽奖依旧会控制不住自己的手。 不知不觉中, 这钱就不知道都花到哪去了。 老乔真是大胆啊, 这种揭露内幕的视频也敢做, 似乎是预见到了谈目可能的反应。 视频中, 乔梁画风一转, 其实, 这个视频也是有感而发。 真正站出来, 揭露这以前规则的, 也不是我, 而是腾达集团的陪总。 大家都知道, 最近游戏圈有两个很大的热点, 一个是指头公司和龙语集团联合举办的抽奖活动, 特等奖是一辆车, 吸引了大批玩家参与。 另一个是腾达集团的新游戏《健身大作战》采用了一种全新的抽奖模式, 可以自由退款。 现在, 前者的热度明显高于后者。 而很多玩家也觉得, 指头公司和龙语集团的抽奖活动折扣力度这么大, 又抽了一辆车, 肯定会比健身大作战的抽奖更加良心。 这显然是错的。 因为指头公司和龙语集团的抽奖活动, 实际上就是我之前讲述的抽奖活动。 表面上产品丰厚, 实际却是羊毛出在羊身上。 如果大家不信的话, 可以让土豪们晒一下抽奖记录, 在扣出自己不想要的那些垃圾皮肤之后, 大概算一算实际的收益, 看看到底是谁赚了。 当然, 跟其他黑心的抽奖活动相比, 也许这个抽奖会, 显得很良心。 但跟健身大作战的抽奖相比, 就差远了。 因为, 健身大作战的抽奖, 实际上是彻底打破了原本的常规模式。 因为玩家可以随意退款, 只保留自己满意的抽奖内容。 所以, 实际上, 这种抽奖的期望值不再为负数。 它在保留了抽奖带来的惊喜感的同时, 并没有让玩家们成为概率的奴隶。 当然, 健身大作战中, 全都是虚拟物品。 所以, 定价再怎么低, 也依旧会盈利。 但重要的, 不是具体的价格。 而是腾达集团, 借由, 健身大作战的抽奖模式, 所传达的理念。 抽奖确实可以给人带来惊喜, 带来快乐, 这是人之常情。 但越来越多的商家, 游戏公司, 利用了这种心理, 实际上把抽奖变成了自己的敛财工具, 把它常态化, 合理化, 让玩家们实际上利益受损而不自知。 反观, 健身大作战的商城模式, 所有道具全都可以用卡路里必购买, 鼓励玩家多健身, 即使是抽奖, 也可以全额退款, 让玩家们不必沦为被欲望驱动的消费机器, 也绝不用人的劣根性来敛财。 二者相比, 高下立判。 在考虑到515游戏节的活动, 腾达集团一直是在滋滋不倦地向玩家们送福利, 而且是真正的送, 不是优惠, 不是变相盈利。 腾达一直在努力地打造一种与玩家的和谐关系, 做出物有所值的产品, 确保一分钱, 一分货, 不玩各种复杂的规则, 搞弯弯绕绕, 也不用各种歪门邪道哄骗玩家, 反而在滋滋不倦地引导玩家们重新树立一种健康的消费观念。 而反观指头公司和龙宇集团, 从IOI手游到抽奖活动, 不管他们看起来让利了多少, 实际上内心想要捞钱的冲动仍旧有迹可循。 这种理念上的区别, 才是两家公司最大的差距。 那辆车, 最后也一定会被某位土豪抽走, 而这位土豪充的钱绝对会远高于十万。 在这位土豪抽到车之后, 指头公司和龙宇集团一定会大张旗鼓地借题炒作, 通过这个案例来论证自家的抽奖活动多么良心。 但其实, 这都是安排好的常规流程, 用小部分充钱很多的欧皇去刺激大多数玩家, 让飞球来为欧皇买单, 游戏公司从中获利。 在视频的最后, 我还想提醒各位观众爸爸一句, 抽奖有风险, 充值需谨慎。 这并不是一句空话, 因为只要是常规的抽奖, 就一定是一个富期望值的投资行为, 这不是明智之举。 如果非要抽, 还是来健身大作战里抽到聚过过瘾吧, 毕竟, 这里还能随便退款, 不会有什么损失。 老乔, 你特魔, 看完了最后这一段, 裴迁差点背过气去。 你看看, 你看看, 这是人钱的事吗? 你科普游戏抽奖规则, 揭露行业内幕, 这些我管不着。 但是, 你别把黑锅往我头上扣啊。 尤其是乔良的那句真正站出来, 揭露这一切的是裴总, 把锅甩得这叫一个干净。 到时候, 就算这个视频产生的影响力再大, 大家也会觉得裴总才是那个真正的揭露者, 而乔良只不过是一个恰好解读了一下的视频作者而已。 这不是搞事情吗? 其实裴迁根本就没理想过这么多, 他看到指头公司和龙语集团的抽奖活动还挺羡慕来着。 至于健身大作战, 那边可以随便退款, 也只是为了让玩家们多退款, 少花钱而已。 结果又被乔良给曲解了。 按照现在这个架势, 按照之前的经验, 现在澄清也根本没用了。 因为玩家们已经受到乔良的蛊惑, 这个话题的热度正在快速升温。 就算解释, 玩家们也根本不会信的。 毕竟相比于单纯是想亏钱这种理由, 乔良给出的理由更合理, 更充分, 也更有说服力。 这就是最让裴迁难受的地方了。 不管他前点什么事情, 似乎乔良总能给出一个比他原本动机更能让玩家们相信的理由。 眼瞅着这个视频的热度越来越高, 裴迁感觉到情况不妙。 因为双方的舆论已经在前因默化的发生改变。 原本很多人觉得纸头公司和龙语集团这个抽奖活动搞得挺良心的, 对他们的印象有了很大的改观。 之前的那些不愉快也有了逐渐失忆的迹象。 但是看完这个视频之后, 很多人觉得味道有点不对了。 说是抽奖回馈玩家, 但按照乔老师这视频中说的, 这种抽奖实际上还是在赚钱啊。 很多土豪已经开始行动起来, 纷纷晒单了。 概率是一个很难证实的东西, 因为只有数据足够庞大的时候, 算出来的概率才会无限接近真实概率。 如果样本不够大, 纳摩算出来的概率自然也不准。 也正是因为很难证实, 所以很多游戏商才有恃无恐地搞各种小动作。 但这次纸头公司和龙语集团的抽奖活动搞得很大, 参与的土豪很多, 所以当土豪们纷纷晒出自己的抽奖记录之后, 还是会有一些参考价值。 最为关键的是, 很多人都在盯着那辆车最后的归属。 乔老师已经在视频中下了判断, 按照抽奖规则, 这辆车一定不可能抽给普通玩家, 绝对会设置消费门槛, 充值到一定程度之后, 才有可能获得。 如果最后的结果, 如乔老师预言的一样, 纳摩就可以证明, 抽奖确实是假概率, 确实有一些墨写出来的, 藏在代码里的规则。 虽然这些是很多人都已经习以为常的潜规则, 可一旦挑明了, 就不是那么回事了。 这抽奖确实比很多抽奖都良心, 而且, 即使乔良的这个视频发出来之后, 那些该抽奖的人, 还是会继续抽奖, 不可能达到让所有人联合抵制的效果。 但关键是, 网上的风向。 之前有不少人都因为这个抽奖活动失忆了, 觉得指头公司和龙语集团的这个抽奖活动比腾达更良心, 但这个视频却揭露了一个事实, 这个抽奖只是看起来良心, 实际上跟腾达的诚意还是没法比。 于是, 网络上关注的热点, 再一次向腾达这边倾斜了。 包括, 健身大作战, 全自动智能抬杠机和515游戏节的讨论, 又再度占据了上风。 那些原本想要去参与抽奖, 捞几个耳机或者键盘玩玩的人, 看完了这个视频之后, 也有不少人打消了自己的念头。 与其为了虚无缥缈, 期望值为负数的抽奖, 而花很多钱, 还不如去买智能健身晾衣架, 去健身大作战, 里冲钱, 或者去参加515游戏节的活动。 至少那边诚意满满, 看着网上的风向, 变得越来越不对劲了, 赔钱简直是悲从中来。 这不是搞事情吗? 本来好好的, 怎么突然来了这么一出? 更不妙的是, 智能健身晾衣架和健身大作战合体之后, 玩家们对他的兴趣似乎正在飞速增长。 乔良不是第一个介绍智能健身晾衣架的主播, 这玩意似乎已经快要形成一股风潮, 很多主播, UP主都在体验。 而智能健身晾衣架的销量, 也有了快速上升的趋势。 就算裴谦想让他卖慢点, 也不好使, 因为库存太多了。 逆风物流那边也全都是自动发货的, 根本就插不上手。 这个周末过去, 情况很有可能发生巨大变化。 裴谦有点坐不住了。 不行, 得做点什么? 现在所有部门都下班了, 想再出个新的烧钱活动, 肯定是来不及了。 有没有我能直接动手改的地方? 裴谦苦思冥想许久, 突然灵机一动。 有了! 他立刻打开515游戏节活动的后台, 然后用自己的最高权限, 修改了几个奖励条目的数值。 515游戏节的活动, 分成了很多个部分, 比如随机奖励使试道具, 稀有皮肤的礼包, 购买游戏随机免单, 在线一定时间, 获得随机红包, 返利等等。 而这里面的一些奖励, 也是看概率的。 就比如随机免单这个, 概率是5%, 也就是说, 每20笔订单里, 就可能会有一笔免单。 裴谦想了想, 直接把类似的概率, 全都翻了个倍。 原本免单的概率是5%, 改成了10%, 获得稀有道具, 稀有皮肤和红包的各档次概率, 也全都提升了。 因为只要改动几个数字就可以, 所以不需要麻烦相关部门的员工, 自己亲自动手, 就能很顺利地完成。 改完之后, 裴谦心理稍微踏实了一点。 再多送一点钱, 希望腾达手头的资金, 能早日烧完吧? 谢谢了。 而且, 概率这东西, 对玩家们来说, 很难验证。 就算改了, 也不一定会被发现。 足够低调, 风险自然也降低了许多。 总之, 竟然是, 听天命吧。 周末本来就是玩家们活跃的高峰期, 这些概率改掉之后, 515游戏节送出去的钱, 肯定会大幅增长。 如果到时候情况乐观的话, 还是有希望把钱花光的。 裴谦也不再多想了, 决定等周一到公司看看情况之后, 再做打算。 5月21日, 周一, 裴谦一边翻着手机, 一边忧心忡忡地来到公司。 他正在看智能健身量一价的销售记录。 显然, 在周末两天, 智能健身量一价的销量又有了一次暴涨。 而, 健身大作战, 那边的收入同样也不容小觑。 智能健身量一价本身就具有很高的话题性, 搭配上健身大作战之后, 有不少玩家已经认可了他的健身效果。 再加上很多主播和UP主的推播助澜, 销量可以说是节节攀升。 之前本来有大笔资金是作为库存积压起来的, 但随着智能健身量一价的快速售出和健身大作战的收入, 自然能够快速回款。 这对裴谦来说, 显然是个非常糟糕的消息。 只是不知道改了概率之后的515游戏节, 能不能把这部分钱也变本加厉地花出去。 两个员工见到裴总从旁边走过, 不由地嘀咕起来。 裴总今天的脸色不太好啊。 你还不知道吗? 网上的小道消息都传封了, 说咱们公司的现金流可能出了点小问题。 啊? 现金流出问题怎么会是小问题? 肯定是大问题啊。 搞不好, 公司都要陷入危机了。 咱们公司不是一直运转得很好吗? 游戏全都在赚钱, 怎么会遇到这种情况? 赚得多, 但开销也大呀。 你想想, 使命与抉择, 那边电影密要延期了, 还莫拿到回款。 这摩多的项目全都要花钱, 再加上515游戏节, 送了那摩多的福利。 这消息从哪传出来的? 准确吗? 这都是商业机密, 怎么可能有准确消息? 但看裴总的表情, 多半是八九不离十。 而且, 你有没有注意到新助理最近去裴总办公室, 特别频繁? 显然是有很要紧的事情。 当然, 可能没我们想得那么严重, 以裴总的面子, 筹错一点资金度过危机应该不难, 但估计也莫那么轻松。 那, 那我们能做点什么? 除了认真工作, 还能做什么? 要不我们减少一点开销吧。 之前我一直是来公司蹭吃蹭喝的, 又是喝咖啡, 又是吃零食, 咱们公司的零食又贵, 连巧克力都是最高档的。 每天被我吃掉的, 估计都得有个上百块钱。 我决定了, 以后在公司一口零食都不吃了, 以后下班也不打车去报销了, 坐公交车。 嗯, 也对, 虽然这些没多少钱, 但积少成多, 集业成球, 也算是我们的一点心意。 我以后也不喝咖啡了, 喝白开水, 倡导健康生活。 其他部门的人知道吗? 肯定都知道了, 我已经看到好几个内部群在讨论了。 关键是, 这件事情的可信度还挺高, 宁可信其有, 不可信其无。 公司都这样了, 裴总都没有想着, 要削减我们的福利和待遇。 而是想着, 如何靠自己渡过难关, 真是太让人感动了。 两个人交头接耳了一阵之后, 继续认真工作起来。 办公室里, 裴千刚坐下莫多久, 新助理就敲门了。 裴总, 515游戏节活动的概率, 是您改的。 裴千点点头, 嗯, 我发现这个概率定得低了一点, 力度不够, 所以就改了。 我们的资金, 现在是什么情况? 新助理如实回答, 本来有些坚持不住了, 但是这个周末, 智能健身量一价的销量突然上去了, 健身大作战的充值收入, 很快也会到账。 这笔前一道, 资金的情况, 有了很大的缓解。 不过, 515游戏节的活动改了概率, 让我们原本预估的开销又暴涨了30%以上。 这样的话, 我们目前的资金强撑着, 把515游戏节办完, 应该是没尸磨问题, 但之后, 恐怕就没有余力再搞新的活动了。 当然, 您改概率的目的也达到了, 现在网上已经有玩家发现了概率的变化, 再加上之前的抽奖事件, 目前网上的风向已经完全倒向了我们这边。 裴谦的心情就如同过山车一样, 随着新助理的汇报, 疯狂起伏。 听到515游戏节的开销, 暴涨了30%以上, 裴谦本来还挺高兴的, 但是听到最后一段, 裴谦的脸又垮了下来。 什么玩意? 已经被玩家们发现了。 而且, 风向已经完全倒向了我们这边。 你们这些玩家, 要不要这么敏锐啊? 周末才改的概率, 这才一两天时间就被发现了。 裴谦本来还以为, 这些玩家们, 直到515游戏节结束, 都不一定发现呢。 他稍稍叹了口气。 算了, 发现了就发现了吧。 反正钱是已经花出去了, 制造的热度和口碑, 虽然从长远来看, 对自己亏钱有危害, 但也顾不得那么多了。 总之, 资金总算是花得差不多了, 现在能卖楼了吧? 之前买了那么多的楼, 实际上是为了快速花钱, 而做得无奈之举。 买楼虽然能快速花钱, 但也会占系统资金的额度, 影响最后亏损的数额。 卖掉一栋楼继续烧钱, 结算时的阻碍也会少一点。 裴谦说道, 你去稍微放出一点风声, 找找买主, 看看卖哪栋楼何事。 515游戏节之后, 我们可能还要继续烧钱, 必须保证手头资金的充足。 无名餐厅的那个别墅, 肯定是不卖的, 最好是卖掉近期刚买下不久, 还没多少人入住的树栏公寓。 当然, 已经入住的树栏公寓, 在不影响租客利益的前提下, 也可以考虑整体转让。 具体怎么安排, 你看着办吧。 新助理点点头, 好的裴总, 我会随时跟您汇报的。 摩都, 龙宇集团, 会议室里, 一片愁云惨物。 赵旭明缩着脖子, 像是一只屠宰厂里的小鸡仔, 努力地降低自己的存在感。 而艾瑞克, 则是看着汇报, 脸色越来越难看。 显然, 周末这两天发生的事情, 这边也已经知道了。 随着乔老师的那个视频, 网上的风向彻底发生了逆转, 本来都被抽奖活动搞得快失忆的玩家们, 突然又不领情了, 觉得还是腾达那边的福利更良心。 尤其是健身大作战的抽奖模式, 不只是良心, 还非常具有教育意义, 一下子从思想境界上就拉开了差距。 艾瑞克跟赵旭明本来以为腾达那边周末都放假了, 应该不会再有什么反击的动作了吧。 所以, 龙宇集团这边周日也放假了, 没有全员戒备。 等网络上的舆论形成了, 想要再应对也已经来不及了。 只能等今天周一看着汇报干瞪眼。 不愧是裴总, 原来早就已经安排好了后手, 才安心放假的。 这一手简直是釜底抽薪, 没有跟我们搞竞赛, 而是对我们这次抽奖活动的动机进行了解够。 这就是所谓的降维打击啊。 只是, 他到底是如何预判我们会采用抽奖活动的? 艾瑞克不自觉地瞥了一眼赵旭明。 赵旭明连忙前可两声, 这个, 我觉得是我们上了裴总的圈套。 因为我们原本的活动, 以及515游细节的活动, 把大部分的优惠, 促销方式都用上了, 唯有抽奖这种方式还没用。 而裴总预判, 我们必然会采用抽奖的模式, 所以才提前做好文章。 赵旭明一顿强行分析, 竹与清一色的, 全都是我们。 显然, 这个竹艺是他出的, 但这个锅, 他绝对不能一个人背。 既然是大家一同拍板的, 默认, 提出异议, 那大家, 肯定得一起背这个锅。 艾瑞克也很够意思, 没有再继续追问下去, 而是换了个话题。 好了, 不说这个了。 裴总金鱼算计, 我们偶尔失误一次, 也难以避免。 现在的关键问题是, 这次的抽奖活动, 我们要如何收场? 乔老师在视频中已经预言了, 龙语集团的抽奖活动的特等奖, 也就是那辆车, 最后一定会被土豪抽到, 而且, 土豪抽的前决兑会远远大于十万块钱。 这一招实在是太杀人诛心了。 现在大量的网友, 不管是参与, 还是莫参与抽奖的, 全都在盯着这个特等奖, 到底花落谁家。 如果真被一个花钱很多的土豪给抽走了, 那就说明乔老师在视频里说的完全正确, 这个抽奖是假概率, 赚钱的稀有奖品, 只有充钱多才能拿到, 普通玩家充了钱, 也只能赔跑, 根本抽不到这辆车。 事实上, 龙语集团的这个抽奖程序, 也确实是这模设计的, 乔老师猜对了。 所以, 龙语集团这边就考虑, 是不是为了证明乔老师说的不对, 强行把这个奖给某个普通的信任。 但是这样一来, 网友们又会怀疑, 这是不是在暗箱操作, 那些在抽奖活动里, 充了很多钱的土豪们, 也会非常不爽。 凭什么, 我充了十几万莫抽到车, 他充了几百块, 就抽到车了? 这事就给尬住了。 好像不管这辆车怎么分配, 都会得罪人, 都会挨骂。 按照原本的办法来做, 就是禽兽。 但如果改了, 那就是禽兽不如。 众人全都低头沉默。 艾瑞克轻轻叹了口气, 继续说道, 更要命的是, 昨天腾达似乎按改了515活动的概率。 虽然没有切实的证据, 但很多玩家猜测, 各种稀有道具, 甚至现金红包的暴率, 至少是翻倍提升了。 腾达的是真概率, 按改是提高暴率。 而我们的是假概率。 以至于现在玩家们对我们的信任大幅下降, 而对腾达的信任, 则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众人继续沉默头, 似乎埋得更低了。 大家都清楚, 这件事情的严重性。 网上很多玩家都在调侃, 想不到腾达你这个浓眉大眼的, 也按改概率了。 但其他的公司按改概率, 都是把概率改底, 暗中坑人。 腾达反而是偷偷地把概率改高, 给玩家们翻着背的发福利。 如果515游戏节活动, 需要付费的话, 这种按改概率的行为, 肯定会让之前消费的玩家不满。 但活动又莫让玩家花钱, 之前拿了奖励的, 现在还可以继续, 拿所以, 玩家们全都是一片欢腾。 这件事情被爆出来之后, 玩家们对腾达的515游戏节, 热情更加高涨了。 此消彼偿之下, 这次烧钱大战虽然还没有完全结束, 但在热度和口碑上, 隐约已经是腾达全面胜利的结局了。 艾瑞克考虑许久, 只好自问自答, 车的事情还是按照原本的办法来吧。 已经有不少人在这个抽奖活动里, 抽了几万块, 十几万块, 这辆车给到这部分人, 他们才不会心态失衡。 至于网上的舆论, 只能等这段时间过去了, 再慢慢想办法了。 两害向全取其轻, 相对来说, 还是得照故土豪们的心态。 而且, 这个抽奖活动, 虽然因为裴总的降维打击, 而热度骤降, 但也只是比不过腾达而已。 跟其他游戏公司相比, 仍旧是很良心, 划算的。 所以, 玩家们也不至于赶尽杀绝, 往死里喷。 只要避开风头, 不要跟腾达死磕, 一些玩家还是会领情的。 赵旭敏赶忙说道, 没错, 我们还是不能被裴总给牵着鼻子走, 得按照自己的节奏来。 艾瑞克看了他一眼, 稍微有点心累。 就在这时, 赵旭敏手机上收到一条信息, 他反复确认了两遍, 然后洗上煤烧。 好消息, 腾达已经在考虑卖楼了。 艾瑞克听到这个, 也瞬间来了精神, 确定吗? 消息来源可靠吗? 赵旭敏说道, 应该可靠。 腾达似乎有意出售树览公寓, 前段时间才刚刚买下, 装修完毕的大楼, 而且据说在价格方面, 也没有漫天要价, 显然是想要快些成交。 这给消息, 是经过多方验证的, 应该不会是假消息。 会议室里, 众人的脸色, 全都快速地好转了。 艾瑞克脸上, 果然也露出了笑容。 果然, 我们的做法是对的。 腾达的资金, 终于撑不住了, 要考虑卖楼进行周转了。 不得不感慨, 腾达的资金是真充裕, 硬是坚持到现在。 我们还要继续烧钱, 至少在裴总成功把楼卖掉。 拿到这笔钱之前, 腾达应该是无力, 跟我们竞争了。 我们只要在腾达的515游戏结束之后, 再做新的活动, 就可以让腾达单方面的挨打, 尽情地把之前丢掉的热度, 全都给抢回来。 这段真空期, 我们烧钱, 一定会有非常大的收获。 会议室中的众人脸上洋溢着笑容。 坚持了这么久, 终于看到了胜利的曙光。 当然, 腾达的楼多的是, 一栋一栋卖的话, 还能坚持很久。 这场烧钱大战还会, 持续很长时间, 这是毋庸置疑的。 但这代表着一个信号。 在持久的烧钱之后, 腾达也终于开始入不敷出了。 之前腾达不管怎么烧钱, 似乎都能赚回来, 就像是一个永远不会流血的神秘。 可神秘一旦流血, 就意味着, 他也是可以被战胜的。 下午五点钟, 裴谦准备下班了。 准备卖楼的他, 感到神清气爽, 似乎看到了这个周期 大亏一笔的曙光。 然而, 刚走出办公室, 扫了一眼办公区的员工们, 他突然停下了脚步, 觉得似乎有哪里不对劲。 哪里不对劲呢? 大家桌上的零食都哪去了? 裴谦记得之前来的时候, 大多数员工们的桌上 都摆满了零食, 吃起来一刻不停的。 只有个别正在认真减肥的员工 才不太吃零食, 但多半也会拿一些低卡的零食 或者无糖的饮料。 但今天, 大家的办公桌上 全都空空如也, 既没有零食, 也没有饮料。 裴谦猛了, 这什么情况? 今天, 大家都不饿吗? 他特意去水坝间看了一眼, 零食区这不是满满当当地 堆满了零食吗? 没有断货啊。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裴谦本来也莫太在意, 毕竟零食嘛, 大家想吃就吃, 不想吃就不吃。 腾达内部又没有吃零食的指标, 没食膜可大惊小怪的。 但是裴谦总觉得, 这些员工们的态度 似乎有点怪怪的。 原本那重轻松的氛围 似乎消失不见了, 取而代之的, 是一种稍显凝重的氛围, 甚至还有几名员工 在偷偷地观察自己。 这让裴谦觉得, 肯定有情况。 他来到一位员工的办公桌旁, 问道, 我记得之前你一直吃很多零食的, 今天怎么一点都没吃? 是最近的零食吃腻了? 要不明天再换一批? 这位员工赶忙摇头, 不不不, 裴总, 我就是想减减肥, 临时暂时戒掉一段时间。 减肥? 裴谦上下打量, 这哥们身高一米七多, 体重目测, 也就才六十多公斤, 这减个锤子。 找借口, 也稍微找个像样点的吧。 裴谦又看向旁边的另一位员工, 这位员工赶忙说道, 对, 对, 裴总我也减肥。 裴千面带狐疑, 零食区不是有低卡的零食吗? 不会长胖的。 到底怎么回事? 你们不说的话, 我就让行政再换一批新的零食了。 一听说要再换一批新的零食, 两个员工有点沉不住气了。 因为他们不吃零食的本意, 是为了给裴总节省一点资金, 让公司少一点日常开支。 如果裴总误以为是大家不爱, 吃换了一批零食, 那不是更浪费了吗? 这两个员工互相看了看, 知道自己减肥的理由完全站不住脚, 只好说道, 裴总, 我们这不是听说公司的资金出了一点点小问题吗? 我们毕竟也都是腾达的一份子, 节约开支, 人人有责。 另一个员工立刻补上一句, 是的, 裴总您放心, 关键时刻, 我们绝对不会给公司拖后腿。 裴千眉毛一挑, 当时就不乐意了。 节约开支, 人人有责。 这说的是人话吗? 不吃零食才能节省多少钱? 你们连这点小钱都不愿意给我花, 还好意思当我的员工? 你们这叫不给公司拖后腿。 你们确实不给公司拖后腿, 是在给我拖后腿。 裴千本来想呵斥他们一番的, 但是看到其他, 也眼巴巴巴地盯着自己的员工, 又忍了下来。 不行, 不能呵斥。 现在自己的一举一动, 都在员工们的注视之下, 如果出现一些过激的表现, 很可能会让员工们, 更加确定原本的猜想, 甚至可能, 会通过小道消息传到其他的部门。 万亿腾达的所有员工, 都觉得公司遇到了困难, 要同舟共计, 以至于整个公司的各项开支都降了下来, 那岂不是出大事了? 遇到这种情况, 一定要冷静处理。 想到这里, 裴千换上了一副和蔼可亲的表情, 面带微笑, 让人如暮春风。 你们怎么会有这种想法呢? 公司什么时候遇到资金问题了? 不要相信外面的那些小道消息, 那都是其他公司放出来的假消息, 是对我们公司的无端功绩。 使命与抉择, 电影和游戏的成绩, 你们也看到了。 欧图科技新出的手机, 还有智能健身量一架, 也都备受好评, 怎么可能会出现资金问题呢? 咱们公司的资金流足够充裕, 大家千万不要启人忧天。 再说了, 公司要发展, 不是靠省出来的。 就你们平时吃点零食, 打车报销等各项福利, 这能花多少钱呢? 还不如把这些精力放在工作上, 零食吃得多。 工作做得好, 这样才是真正的为公司做贡献吗? 两位员工赶忙点头, 好的裴总, 我们明白了。 裴千立刻说道, 快, 都去拿零食, 趁着还没下班, 赶紧多吃点, 都去都去。 在裴千的催促下, 员工们纷纷来到水吧间, 各自拿了鸡包零食, 回到工位上。 看到这里, 裴千才满意地点点头。 很好, 就该这样。 现在他对这些员工, 已经没事摸别的要求了, 指望着员工们摸鱼滑水, 拖一拖工作进度, 似乎多有点过于奢望了, 但你们多吃点零食, 喝点饮料, 总是应该的吧。 要是连这个都没了, 那我养着你们, 还有个锤子用? 听到办公区, 响起了一片脚鼠片的声音, 裴千心满意足地走了。 明天说不定就能找到买主卖楼了, 开心。 眼瞅着裴总离开了, 两位员工一边吃着零食, 一边焦头接耳。 坏了, 看来自今出问题的事情, 是八九不离时了。 怎么说? 逆境的裴总啊。 你看裴总跟我们讲话和颜月色, 一副云淡风轻的样子, 显得似乎很轻松。 但是熟悉他的老员工都知道, 越是这样, 越说明裴总正处于逆境中啊。 否则有必要跟我们解释这磨多磨? 对啊。 顺境的裴总会冷静地思考问题, 提前为下一阶段的发展而烦恼。 逆境的裴总会用乐观的精神感染大家。 这样看来, 确实是处于逆境没错了。 怎么办? 我觉得, 我们的相信裴总, 不能让他的一番苦心白费。 裴总说得对, 不吃零食也省不了多少钱, 我们还是得努力工作, 为公司创造更多业绩。 至于这次, 我相信裴总一定可以带领我们渡过难关。 嗯, 相信裴总, 两人吃着零食继续认真工作了。 而与此同时, 也有一些员工打开内部聊天软件, 跟其他各部门比较熟悉的同事, 朋友, 聊起了这件事情。 当天晚上, 明云山庄的一栋别墅内, 神话娱乐的林长, 赋辉资本的李时, 富二代薛哲兵, 天火工作室的周慕妍, 金鼎集团的姚波, 萨克俱乐部的老板丁干, 还有跟李时一起的其他几个荆州当地的投资人, 全都齐聚一堂。 这里边有机位本来不在荆州, 是今天白天才当当赶到的。 林长看向李时, 消息可靠吗? 裴总真要卖楼了? 李时点点头, 千真万确。 周慕妍显得有些意外, 不至于吧。 裴总的两款新游戏, 全都大获成功, 会缺钱。 他常年在魔独盲天火工作室的事情, 对腾达的情况并没有太多关注, 所以, 在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本能的不幸。 李时微微点头, 算一算腾达近期的开销就知道, 以裴总真磨个花法, 资金链顶得住, 那才是神了。 他简单地把腾达的情况分析了一下, 包括, 使命与抉择, 尚未回款, 智能健身量一价, 大量积压备货, 为了跟指头公司, 和龙宇集团, 对开开启515游细节, 大规模撒钱等等。 简单解释了一遍之后, 李时说道, 腾达那边确实是放出异象, 说要卖一栋楼, 并且希望资金, 能够尽快到账。 临场有些懊恼地一拍大腿, 竟然有这回事? 这怪我! 要不是裴总为了, 帮忙筹建持新工作室, 拿出了一大笔资金, 现在也不至于就为了这点周转资金而卖楼啊。 当时裴总非常慷慨地说出钱, 跟我们一起成立持新工作室, 还亲自设计了第一款游戏, 敲定了第一款产品, 甚至让商洋游戏的人来帮忙, 我当时也没多想。 谁能想到, 腾达内部的资金其实也挺紧张了呢。 在这重情况下, 裴总竟然还硬挤出来一笔钱, 宁可卖楼也要帮忙, 我真是有点无的自容啊。 腾达集团的营收能力, 肯定是毋庸置疑的。 新出的几款游戏和两款数码产品, 全都大获成功, 赚钱肯定能赚很多。 所以, 裴总卖楼那肯定不是公司内部的问题, 只能说是为了周转一下资金, 应对一下指头公司和龙羽集团的价格战。 但即便如此, 把公司宝贵的流动资金拿出来帮忙成立持新工作室, 这也是一种非常让人感动的行为啊。 李时一脸严肃, 我们平时受到裴总的恩惠很多, 现在裴总遇到一点小困难, 我们绝对不能坐视不理。 众人纷纷点头, 李时跟荆州当地的几个投资人就不用说了, 跟着裴总喝汤已经赚了很多钱, 就差把裴总当成才神业一样给供起来了。 而其他的这几位, 比如天火工作室的周慕炎, 金鼎集团的姚波, 虽然跟腾达没有太多业务上的往来, 但都从GPL联赛中获益良多。 当初大家一起出高价买下GPL联赛的名额, 现在证明绝对是买对了。 因为GPL联赛的名额已经绝版, 外面如果还有俱乐部想要入场的话, 就要从他们这些人手里买名额。 以GPL联赛现在的热度, 名额的价格已经接近翻倍, 而且, 未来肯定还会继续上涨。 就算不考虑名额的价格, GPL联赛的热度如此之高, 给他们带来的广告效应, 也早就把当初买名额的那点费用给赚回来了。 而且, 裴总为了推广, GPL联赛一直是不遗余力, 他们也都是受益者。 姚伯说道, 虽说表面上是GOG和IOI两款游戏在打价格战, 涉及到腾达集团和纸透公司, 但对我们显然也是有影响的。 纸透公司和龙宇集团搞了ICL联赛, 就是为了对抗GPL, 我们都指着GPL的热度, 实际上是一荣俱荣, 一损俱损的关系。 周沐妍也点点头, 嗯, 这个忙于情于脸, 我们都必须吧。 自从天火工作室买下了一个GPL名额之后, 也尝到了甜头, 通过GPL的热度给自家游戏导流, 游戏的流水都大幅提升。 GPL的热度就等于是天火工作室的收入, 能不上心吗? 看到大家很快达成了一致意见, 李时问道, 那我们具体应该怎么帮? 金鼎集团的姚伯想了想, 其实说白了, 裴总不就是缺点钱周转吗? 我们在座的几位随便凑凑, 凑个几千万上亿的资金不成什么问题。 这笔资金给裴总拿来稍微周转一下, 反正很快腾达游戏和其他产业的盈利, 就能填上这个缺口。 李时微微摇头, 不妥。 你们什么时候听说过裴总找银行贷款吗? 从来没有吧? 如果只是缺钱周转, 以腾达目前的状况, 只要一通电话, 那些银行肯定会踏破门槛, 抢着给腾达贷款。 或者, 裴总稍微运作一下, 想办法让公司上市, 也可以瞬间获得大量的资金。 但是裴总却从未想过这种办法, 甚至连碰一下的想法都完全没有。 姚伯点点头, 嗯, 这确实挺奇怪的。 为什么呢? 李时稍微顿了读, 然后解释道, 裴总跟其他的企业家不一样。 我分析, 可能有三方面的原因。 第一, 裴总认为不需要外部资金, 光靠腾达自己, 就可以发展得足够好。 不想贷款之后, 给银行那么多的利息。 第二, 裴总希望对整个公司有绝对的掌控权, 莫必要也不愿意向股东负责, 也不希望公司因为外界经济, 环境波动而受到影响。 第三, 可能这就是裴总对商道的理解。 他可能是认为, 在这种严苛竞争条件下, 才能保持公司的竞争力。 和忧患一时。 所以, 我们直接向裴总提供资金, 以裴总骄傲的性格, 是绝对不会收的。 众人纷纷点头, 显然是对李时的分析极其赞同。 另外一位投资人说道, 要不这样, 我们一同出资, 把裴总的那栋楼买下来吗? 价格方面, 可以多给一点, 以示我们的诚意。 李时想了想, 还是摇头, 还是不妥。 这模作的意图, 还是太明显了。 难道你们觉得, 裴总会看不出来吗? 而且, 这些楼虽然地段各有不同, 但凡是裴总看上的, 全都有巨大的升值潜力。 这栋楼, 还是按树揽公寓, 标准装修的, 不论是卖还是租, 都可以说是摇钱树。 咱们现在把楼买下来, 以后升值了, 赚钱了, 这到底算是我们, 在帮裴总啊, 还是在趁火打劫啊? 众人全都沉默了。 好像还真是这么回事。 裴总看上的地方, 不管是明云山庄的别墅, 还是树揽公寓的冰湖小区, 刚开始都不被看好, 但后来都被证明, 有巨大的升值潜力。 不是地段不行, 是不懂开发。 而裴总却能看出这些楼的潜力, 找到适合他们的开发方法, 从而完成了快速升值。 如果现在出资, 把裴总的楼买下来, 那就会出现两重情况。 出价高了, 帮裴总的意图太明显了, 好像在故意卖给裴总人情一样, 强行让裴总欠个人情, 有点说不过去。 正常出价吧, 买这样一个注定升值的地方, 好像是在趁火打劫。 这就很难办。 周沐妍皱眉说道, 要这么说的话, 楼肯定是买不得。 但如果我们不买, 也会有其他的买家到时候, 岂不是让别人占了这个大便宜? 李氏说道, 所以也不能让别人买。 林长点点头, 我明白了。 我们的目标其实有两个, 第一是无论如何, 不能让这栋楼被卖出去, 第二是想办法把一笔钱送到裴总手上, 完成资金周转。 楼的事情, 我来安排。 我会让神华地产给有一项的地产公司提前打招呼, 告诉他们不管这楼出多少钱, 神华地产都会出更高的价格, 提前劝退他们。 相信他们都会卖这个面子。 只要没有买家, 这楼一事半会, 肯定卖不出去。 然后咱们想着巧妙的办法, 把钱给裴总送过去, 资金周转开了。 裴总自然也就没理由再卖楼了。 李氏点点头, 嗯, 是这个道理。 所以, 现在的关键在于, 我们如何巧妙地把这笔钱送到裴总手上, 最好不要被裴总发现。 周慕言想了想, 据我所知, 裴总虽然跟官方平台的关系不错, 但对于一些小渠道商的关系, 一直是不屑于去维护的。 就比如手机游戏的渠道商, 零零总总, 至少有几十个。 而裴总对手游, 一向是顺其自然的态度, 在这些小渠道上, 好推荐位, 都是给了一些乱七八糟的游戏, 腾达的游戏, 基本都在很靠后的位置。 我们天火工作室, 跟这些渠道商的关系还可以。 我可以用内部价跟他们谈谈, 给腾达的手游, 安排一批推荐位。 有了推荐位, 就有新玩家。 有了新玩家, 收入就能上升。 这块的收入, 应该很快就能有明显提升。 而且, 官方平台那边, 应该也还不知道, 腾达遇到了一些资金问题。 我去打个招呼。 那边应该也会给腾达游戏, 安排一些推荐位的。 林长深受启发。 对啊。 我在让神华应用商店, 安排一些推荐位。 分账也走快点, 也是一笔钱。 而且, 最近神华有新手机要发布。 我去问问, 能不能跟腾达的游戏, 做一个联名款, 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分钱。 使命与抉择, 那边的网络版权, 也一直没有消息。 我找人去跟几家视频网站提前沟通一下。 虽然电影还在上映中, 但版权的事情, 也可以提前谈一下了吗? 理事考虑了一下。 荆州这边, 我也投资了一些产业, 比如网吧, 咖啡厅, 酒吧等等。 虽然规模比不上墨鱼网咖, 但也还有一定的影响力。 我可以跟墨鱼网咖的负责人谈一谈, 搞个联合活动, 我们出钱做一些墨鱼网咖, 墨鱼外卖之类产业的消费券, 让顾客去那边消费, 我们得报销一部分。 这样不也相当于变相送过去一些钱吗? 姚伯有点为难了。 周沐妍, 临场有各自的关系, 理事则是在荆州当地有关系, 都能跟腾达的业务搭上边。 但是金鼎集团不在荆州, 跟腾达在业务上又没有什么交集, 如何巧妙地把钱送到裴总手里, 又不被发现, 这是个难题。 他考虑片刻之后, 突然想到了办法, 有了, 腾达最近是不是新出了一款手机, 一台智能健身晾衣价。 我已给员工发福利的名义, 指定给欧图G1手机补贴, 员工们购机可以直接半价减免, 由我们公司补差价。 正好这手机的价值比较高, 都不用多买, 哪怕只是几千台, 那也是几千万的资金了。 智能健身晾衣价也是一样。 听说这台设备的库存压力很大, 我们可以批量购买, 送到我们仓库中暂存起来, 不需要上门安装, 也不拆封, 不激活。 等有人购买的时候, 我们在原价或者折价, 以二手的形式卖出, 这不就帮裴总大大的缓解了库存压力吗? 薛哲冰眼前一亮, 好主意啊。 这些份额你得分我一点, 可不能全都独吞了, 我肯定也得出脸。 众人七嘴八舌, 很快就想出很多好办法。 这些办法都比较隐蔽, 不是直接送钱, 最多就是跟裴总手下的部门负责人 稍微谈一下, 就能敲定下来, 非常符合最初的分析。 一位投资人稍微有些迟疑, 我有个小问题。 裴总对我们恩重如山, 现在遇到困难了, 我们亲尽所能帮一把, 肯定是义不容辞。 但是, 我们做得这么隐蔽, 裴总能知道吗? 万一我们各自开销很大, 裴总却并不知情, 岂不是有点白费功夫? 李时白了他一眼, 都这么久了。 你怎么还对裴总的个性有所怀疑? 裴总是何等聪明的人, 我们顶多瞒他一时, 还能一直瞒下去。 裴总迟早是会意识到的, 只不过那时候, 资金问题已经解决了, 他只好默默地记下这个人情, 以后再翻倍地回报我们。 当然了, 就算没有回报也无所谓, 我们从裴总身上, 拿到这么多的好处, 适当回报一些, 又有何不可? 腾达渡过难关, 发展起来, GPL联赛更加壮大, 对我们来说, 依旧能获得实实在在的好处。 不要总是盯着眼前的, 那点赢头小利, 太小家子气了。 这个投资人, 有些羞愧地低下了头, 是这个道理。 临常看了看表, 好, 那就这么定了。 时间不早了, 得抓紧安排, 否则以裴总的效率, 万一把楼卖出去, 那就糟糕了。 5月22日, 周二, 腾达515游戏节的最后一天。 裴迁的心情不错, 一大早就来到公司, 在自己的办公室里, 等着新助理来汇报工作。 那栋楼, 应该已经找到买主了吧? 按理说, 树懒公寓新买的楼地段都还不错, 再加上里面梁清帆 亲自设计的精装修, 以及树懒公寓的名声。 买下来之后, 不管是转卖还是出租, 都是不错的选择。 为了能够尽快成交, 赔钱也没有, 狮子大开口地要高价。 整个报价仍在合理范围之内, 应该会有很多公司, 尤其是地产公司, 有一项购买。 咦? 什么情况? 赔钱稍微有点纳闷。 新助理办事是很靠谱的, 如果已经找到了合适的买主, 肯定会第一时间来汇报。 现在还没找到买主? 不能够吧? 赔钱隐约觉得, 事情有点不对劲, 立刻给新助理打了个电话, 询问一下现在的情况。 新助理如实汇报, 赔总, 昨天我去联系了几家地产公司, 他们当时确实表现出了, 要收购的意向。 但是今天上午去确认的时候, 他们都说考虑了一下, 又改变了主意, 都放弃了。 目前还在联系新的买主, 赔钱眉头微皱, 很是费解。 这楼莫人要? 不能够啊, 这楼的地段还可以的。 而且, 要价也不是很高啊。 这也就是, 我自己都理莫钱。 我要是有那么多的个人财产, 我都恨不得自己买下来收租了。 美美地当个包租工他不香吗? 不过他转念一想, 虽说这楼确实不错, 但各家公司可能也都有各自的问题, 比如, 没有那么多资金, 或者有更好的项目需要钱之类的。 现在放出消息, 才不到一天时间, 莫找到合适的买主也正常。 毕竟正常的买卖二手房也莫限一天就成交的, 怎么也得等个几天。 想到这里裴千说道, 好, 那就继续找买家吧。 挂断了电话, 裴千有点手足无措。 他本来以为, 今天上班就可以听到楼卖出去的喜讯, 可以继续筹划下一轮的烧钱计划了, 结果期待落空了。 现在有点不知道该干啥。 想了一下, 决定刷一刷网页, 看看玩家们的反应。 毕竟, 今天是515游戏节的最后一天了, 之前的那些烧钱活动到今天就全部截止了。 裴千想着看看, 玩家们对515游戏节有什么意见或者建议, 能不能在想点新的烧钱路子等楼卖出去之后, 就可以立刻筹划下一阶段的烧钱计划。 在周末暗改了515游戏节活动的概率之后, 玩家们的热情更加高涨了, 到处都能看到关于515游戏节的讨论。 大部分玩家仍旧有点意犹未尽, 不过差不多也已经满足了。 毕竟整个515游戏节活动持续了整整一周, 薅羊毛虽然薅得很爽, 但一直这么薅也是会累的。 想要拿到奖励就得上线打游戏, 天天打也有点难顶。 总之,这次515游戏节的反响很好, 玩家们都很开心, 裴谦也很开心, 可能这就是双赢吧? 然而翻着翻着, 裴谦脸上的笑容消失了, 取而代之的是一脸凝重。 因为他看到了一些意料之外的讨论。 一个标题名为听说腾达自经周转出现问题, 正在卖楼的帖子, 在一种515游戏节的帖子中显得非常突兀, 但他从昨天发出来到现在, 短短的十几个小时之内已经有了几百条回复, 热度很高。 听说腾达最近资金似乎出问题了, 正在卖楼。 有很多个消息来源可以作为佐证, 绝对是真实。 怎么会? 腾达最近的几个项目不是都赚了吗? 赚了? 但钱还莫拿到手啊。 使命与抉择的密要延期了, 智能健身量一价的存货, 也都还没有清空。 卖楼这是我也听说了。 而且卖的还是树懒公寓, 一栋刚刚装修好没多久的楼这, 显然是杀鸡取卵啊。 要不是资金紧张, 谁会这么干? 我有个朋友在腾达上班, 好像是确有歧视, 好多腾达员工都不吃零食, 自发给公司省钱了。 腾达都这么困难了, 还搞515游戏节, 甚至还自己调高了活动的概率。 坏了, 羊毛薅舒服了, 但是羊要被薅死了, 可怎么办? 腾达绝对不能出事啊。 这可是国产游戏的希望, 要是真倒了。 那岂不是又要回到很多年以前的黑暗时代了? 黑暗时代倒是不至于, 但肯定是国内玩家。 是全世界玩家的巨大损失。 可不只是游戏, 腾达的电影, 数码产品, 还有实体产业, 哪个不都是行业标杆? 要真是出点什么问题? 那损失可太大了。 不可想象, 白嫖了腾达纳摩多福利, 这时候可不能再坐视不理了。 我决定了, 再买几款游戏支持一下。 我买台智能健身量一价吧。 我这几天, 就都吃墨鱼外卖了。 我在Gout里刻几个皮肤支持一下。 刚开始, 很多人都不信腾达会出现资金问题, 毕竟从现有的信息来看, 腾达发展得很不错, 各种项目也都赚钱了。 但越来越多的网友加入讨论, 其中不乏认识腾达内部人员, 和荆州当地企业的人, 证实了腾达最近确实遇到了一点困难, 而且正在卖楼。 于是, 玩家们淡定不了了。 515游戏节还没过去, 几乎所有玩家都受了腾达的恩惠。 现在听说, 腾达为了给玩家们发福利, 都不得不卖楼周转资金了。 这怎么能行呢? 网友们决定, 有钱出钱, 有力出力, 哪怕花几块钱买个皮肤呢? 也算是为腾达尽了绵薄之力。 刚刚才加紧生产, 恢复供货的记忆手机, 又有了断货的趋势。 看着沙雕网友们的讨论, 裴迁整个人都梦了。 什么情况? 这些玩家们, 是不是都疯了? 我这, 就是正常做生意而已。 卖楼也纯粹是正常的资金周转。 怎么感觉这些玩家一个个的, 都跟公司股东一样, 比我还上心呢? 腾达竟然有这么多精神股东可还行。 裴迁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他赶紧打开欧图科技的官网, 查看记忆手机的商品页面。 果然, 受庆! 其实, 记忆手机在开完发布会后的第二天就受庆了, 但欧图科技那边立刻就进行了第二批备货, 前段时间已经再度开售。 这样一边备货一边卖, 总算是把之前预约的手机都交付了之后, 还保证了现货, 不用再耍猴了。 结果现在, 又卖光了。 裴迁强忍着弹疼, 再度找到智能健身晾衣架的页面。 刷新一下, 显示库存还有十二台剩余。 再刷新一下, 受庆! 裴迁人晕了。 他一下子靠在老板椅上, 感觉身体被掏空。 我的智能健身晾衣架啊, 我那魔兜的备货呀, 都哪去了? 裴迁俭只是气得锤胸顿足。 之前, 本来以为智能健身晾衣架, 绝对不可能卖出去很多的。 所以裴迁为了多花钱, 让欧图科技那边使劲备货, 把腾达在荆州的几个仓库, 全都堆满了, 整整备了一万台。 那可是一万台! 裴迁记得前两天看的时候, 虽然卖得也很快, 但还有大几千台的库存莫卖掉呢? 怎么今天再一看, 就售庆了? 玩家们有这魔狠? 还是说, 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给买走了? 比如说, 黄牛党, 赶忙在网上搜索智能健身晾衣架的关键词, 查看网友们的讨论。 靠! 刚想买个晾衣架, 回家健身了, 竟然售庆了? 这种大件备货比较少, 售庆也正常吧? 根本不正常好吗? 之前常总不是在发布会上说备货了整整一万台, 绝对不会受庆的吗? 健身大作战, 出来之后这个晾衣架也火了, 好多主播和UP主都在播, 一万台分到全国其实也没多少吧? 我觉得有点不对劲, 这东西没有限购, 多半是被黄牛盯上了。 那些没能买到智能健身晾衣架的网友们都很无语, 在网上大骂黄牛当。 裴谦的第一反应跟网友们一样, 觉得多半是遭了黄牛了。 毕竟智能健身晾衣架跟G1手机不一样, G1手机为了防黄牛是有限购政策的, 但智能健身晾衣架没有任何的限购政策, 因为裴谦压根就默想到这东西能卖出去很多。 但转念一想, 又觉得可能性比较低。 哪有黄牛会炒这种东西啊? 黄牛比较喜欢炒的都是演唱会门票或者手机之类比较小件的东西, 毕竟这些东西单价高, 不占地方, 炒起来收益比较可观。 智能健身晾衣架这磨大一坨, 不嫌占地方吗? 到时候黄牛买个几百件, 放哪? 自己还得租个大仓库才能放得下, 发快地费还要再掏一笔钱。 当然, 这种推测的前提是炒智能健身晾衣架的收益不高。 如果收益很高的话, 黄牛们肯定也会克服重重困难炒起来的。 虽然裴谦非常痛恨黄牛, 但这个时候反而内心中隐约有重期待, 期待是黄牛钱的。 因为如果不是黄牛的话, 就意味着智能健身晾衣架太受欢迎了, 卖爆了。 查, 必须彻查。 裴谦立刻打电话给常有, 让他查一下智能健身晾衣架的订单记录, 看看到底有没有黄牛活动的迹象。 过了末多久, 常有回电话了, 裴总, 确实有一丝黄牛的迹象。 记录上显示, 有好几笔大额订单。 其中最大的两笔, 分别买了两千台智能健身晾衣架。 还有十几笔额度比较小的, 有买几十台的, 有买两三百台的。 假如排除整体采购的可能性, 多半就是黄牛党在作祟了。 相对来说, 这些几十台的订单更像是黄牛。 这两笔直接买了两千台的, 身份有点搞不清楚了。 按理说, 一般的黄牛不太可能动用这磨一大笔资金。 对不起裴总, 这次是我疏忽了, 我以为智能健身晾衣架的单价值膜高, 运送也不方便, 不会有黄牛挡钉上的, 所以就没有指定相关的限购措施。 裴总, 您看现在怎么办? 还是按照之前的处理办法, 继续加大备货吗? 裴谦默默地长叹一声, 该死黄牛, 怎么就杀不尽呢? 太可恨了。 一恨这些黄牛, 把智能健身晾衣架的库存买空了, 让真正想玩的玩家们买不到。 二恨黄牛加速消耗完了库存, 让腾达这边莫名其妙多了一大笔资金。 裴谦想了半天, 最后很无奈地说道, 还是按之前的办法处理吧, 使尽备货, 总之, 一定不能让黄牛获利。 常有立刻点头, 好的裴总, 我这, 就去安排。 不过, 智能健身晾衣架的生产, 也需要一定的时间, 断货一两周, 怕是在所难免了。 咱们要不要安抚一下玩家们? 裴谦想了想, 这样吧, 在网站上开一个预定, 根据玩家们订购之后的等待时间, 给个折扣。 只要让玩家们相信, 迟早能买到, 他们就不会去从黄牛那边买了。 没有提防, 黄牛是我们的工作失误, 给顾客们一点补偿, 这无可厚非吧。 裴谦最后一句话, 显然是在试探系统的态度。 按理说智能健身晾衣架, 目前的定价已经比较低了, 本来就没有多少利润空间。 想要再降价的话, 就得有一个能够说服系统的理由。 裴谦正好借着打击黄牛, 补偿顾客的理由, 再变相给一个折扣。 这样不就可以让利润空间再低一点了吗? 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 挂断电话之后, 常有立刻去催手下人, 让他们去跟代工厂沟通, 抓紧备货。 他万万没想到, 离开了手机部门, 竟然还是摆脱不了耍猴的命运。 结果刚安排完了工作, 就有手下人找了过来。 常总! 常总, 那两笔大额订单的人找到了, 不是黄牛。 常有愣了一下, 哦? 不是黄牛? 那是谁? 他稍微有点意外。 不是黄牛, 一下子买两千台智能健身量衣架, 是什么意思? 员工汇报道, 俩人分别是金鼎科技的姚总, 还有裴总的那个富二代朋友薛哲斌。 姚总说了, 他们买智能健身量衣架, 单纯只是听说, 腾达最近资金紧张, 所以帮个小忙。 那些设备不用发货, 金鼎集团旗下有体育服饰和运动饮料的业务, 所以准备搞一个抽奖活动, 随机赠送智能健身量衣架, 也算是给自家打打广告。 您看行吗? 常有眉毛微微一挑。 哦? 还有这种事? 那当然好啊。 没想到, 不是黄牛, 而是裴总的朋友伸出援手了呀。 这就是裴总的人格魅力魔。 做个阵魔拐弯抹角的, 应该是怕裴总拒绝吧。 真是有心了。 员工又说道, 那些一个人买几十台的, 都已经发货了, 是黄牛的概率很高。 不过这些订单, 基本上都是在姚总和薛总那两笔大额订单之后的。 显然是看到, 我们库存的智能健身量衣架比较少了, 热度又比较高, 所以才有了囤货的心思。 常有微微点头, 他也是同样的判断。 显然黄牛刚开始并没有想要炒智能健身量衣架, 毕竟这玩意又大又重, 很占地方, 而且备货比较充足。 但是, 在姚波和薛哲冰一下子买走四千台之后, 本来很充裕库存一下子紧张起来, 而且造成了一种智能健身量衣架非常紧俏的假象。 于是, 很多黄牛党们就坐不住了。 这毕竟是腾达数码产品中少数不限购的, 库存又这么紧张, 这些黄牛党们就纷纷下手, 想要囤积一些, 转卖赚钱。 而这又进一步加剧了智能健身量衣架缺货的情况, 让他提前售庆了。 常有说到, 原定计划不变, 还是要抓紧时间备货。 至于那些黄牛党, 应该蹦跋不了几天了。 与此同时, 荆州当地的某个仓库中, 几个黄牛正盯着逆风物流的小哥卸货。 放这里就行了, 不用组装了。 辛苦辛苦! 不得不说在荆州当地, 逆风物流是真的快, 不管多晚下单, 都能做到隔天送达。 一连运来几十件智能健身量衣架, 全都堆在了黄牛们的仓库中。 逆风物流的小哥, 已经判断出了这几个人的身份, 毕竟一下子买这么多件, 又不拆封, 不安装, 除了是黄牛倒卖, 还能是什么。 不过物流小哥也莫多说什么, 他们的工作职责, 就是送货上门, 至于如何限制黄牛。 那是公司领导要考虑的事情。 没有规定, 那就只能当正常的消费者对待。 费了好大劲, 把所有的智能健身量衣架, 全都卸货之后, 物流小哥们纷纷离开。 黄牛们看着堆成小山的智能健身量衣架, 庞扶在, 看着一座金山。 作为职业黄牛, 他们平时的工作, 就是倒腾各种产品, 包括门票, 和各种数码产品, 然后转手卖钱。 开演唱会的时候, 在门口站岗收票卖票的, 就是他们这群人。 但是倒腾这种大件, 还是第一次。 这东西真能赚钱, 咱们要在往外卖的话, 还得掏物流费, 安装也得要成本。 其中一个黄牛, 显然对这次的投资, 有点担心。 为首的黄牛笑了笑, 放心吧, 我都看准了, 这东西, 绝对有成为年度最佳理财产品的潜力。 你看, 健身大作战, 都火成什么样了? 好多主播都在推荐。 而且, 这智能健身量一价, 卖得太好了, 说是备货一万台, 结果我眼瞅着前后, 也就两三个小时, 就卖出去了四千多台。 你想想, 这得有多大的需求缺口。 就算腾达那边抓紧备货, 能赌上这么大的缺口吗? 肯定不行。 而且这东西利润不高, 它的实际价值绝对高于五千块, 能买得起的绝对不介意再加价各一两千。 这几十台, 咱们每台不多说, 赚一千块, 那也是几万块呢。 要是咱们要价高点, 还能赚得更多。 最关键的是, 这次腾达自己疏忽了, 以为备货一万台足够了, 所以没有限购。 以前想炒腾达的手机莫机会, 现在好不容易逮到了, 还不得好好地薅一笔。 另外一名黄牛刷着手机, 笑道, 网上那些莫买到智能健身晾衣价的, 又骂我们呢。 为首的黄牛哈哈一笑, 那不是他们活该吗? 之前智能健身晾衣价, 可是根本没人要。 随便买, 他们不买。 现在活起来了, 在想买没有了, 这能怪我们吗? 黄牛们纷纷发笑, 显然对于网上的骂声, 根本无动于衷。 然而就在这时, 正在看手机的那名黄牛, 脸色一变。 这, 这是怎么回事? 大哥你快看, 不好了。 为首的黄牛愣了一下, 接过手机一看, 发现是欧图科技刚刚发布的一条公告。 智能健身晾衣价开启预定, 根据预定当天的日期与实际到货日期差进行返例, 最高优惠200块。 这个200块, 常有在发布会上提到过, 是因为智能健身晾衣价的利润本来就比较低, 所以降价200块是极限, 不会降得更低了。 而这个预定开启之后就意味着, 玩家们根本没理由到其他渠道加价购买, 只要在官网预定, 然后等到货就行了。 等的时间越涨, 还能越便宜, 谁还去从黄牛手里加价买? 为首的黄牛也是脸色骤变。 昨天才刚刚下单开吵, 今天腾达的政策就已经出来了, 未免太快了。 不过它很快镇定下来, 没关系, 问题不大。 200块的优惠不是很多, 而且以腾达的速度, 就算全力备货, 下一批产品肯定也得一两周之后了。 更何况下一批产品出来, 肯定也还是有人买不到。 我们抓紧时间, 在两周之内把这几十台全都卖出去, 还是能小赚一些的。 以现在的市场需求来说, 吃下我们这几十台不成问题, 我们不会亏的。 然而他还没说完, 旁边的黄牛又是一声惊呼。 大哥, 你再看这个。 为首的黄牛拿过手机一看, 发现是金鼎集团的一个活动公告。 这次, 他淡定不能了。 从即日起, 购买金鼎集团旗下健身饮品或运动服饰, 即有一定几率抽中智能健身量一架。 数量为500台, 累计消费满8000, 赠送智能健身量一架一台, 总数量为1000台。 还能直接购买健身大礼包, 一箱饮料, 一套贴身运动服, 再加智能健身量一架, 价格5199, 数量为2500台, 先到先得。 在场的黄牛, 全都僵在了原地。 金鼎集团相当于是提供了三重方案, 欧皇只要购买饮料或者运动服就有机会抽到, 土豪的话累计消费满8000, 也可以直接赠送。 如果既不欧, 也舍不得消费8000块买他家的东西, 那还有最后一种办法, 就是花5199直接买。 智能健身量一架的原价是4999, 但是金鼎集团这边送了一个健身大礼包, 里边有一箱饮料和一套运动服, 按照原价来计算, 也已经远高于200块钱了。 最关键的是, 这些所有的额度加在一起, 一共有4000台智能健身量一架得备货。 这4000台量一架的活动, 足够搞个一两周。 到时候, 腾达的下一批货都已经到了。 有了腾达官方的预定 和金鼎集团的这个活动, 谁还会脑子进水了 从黄牛这高价买智能健身量一架? 肯定是砸手里了。 就算这些黄牛 能够以5199的价格出, 他们也还是亏的, 因为还得承担物流成本和仓储成本。 更何况, 5199根本不可能卖得出去。 一台机器亏个两三百, 这几十台机器至少要亏个一两万。 刚才到货, 磨几分钟就已经确定了要亏, 都不隔夜。 黄牛们面面相去, 全都面如死灰。 腾达的羊毛, 耗不动啊。 5月23日, 周三, 赔谦还是跟昨天一样, 一大早就来到公司, 美滋滋地等着新助理来汇报工作。 昨天一天, 这楼总该是卖出去了吧? 本来要价就不高, 这模划算的买卖, 不该是大家都抢着来吗? 至少有很多人有交易的意向吧。 然而, 裴谦等了许久, 仍旧不见新助理过来汇报。 奇怪, 新助理人呢? 最近怎么感觉这模不靠谱? 卖个楼而已, 有那么难吗? 裴谦掏出手机, 给新助理打了个电话。 卖楼的事情, 安排得如何了? 找到买主没有? 就算没有拍板, 也总该有公司有购买意向吧。 是不是他们觉得价格太高? 具体的条件, 还可以再谈吗? 新助理回道, 呃, 裴总, 咱们那栋楼还卖吗? 裴谦愣了一下, 这话什么意思? 当然卖啊。 新助理稍微迟疑了一下, 但是, 裴总, 到目前为止, 都没有公司对那栋楼有任何的收购意向, 甚至都不愿意详谈。 我问了几家公司的老板, 他们说对腾达非常敬重, 不想做出这种趁火打劫的事情。 而且, 智能健身量一价, 已经销售一空, 近期我们公司几款游戏的销量, 尤其是手游的流水, 也都有了大幅的增长, 还有墨鱼网咖, 墨鱼外卖等实体产业, 似乎也迎来了客流量的高峰, 再算上手机, 还有其他产业的收入。 我们的周转资金足够了, 之前虽然有些缺口, 但现在不仅全都补上了, 而且还赚了很多。 既然资金莫问题了, 我们何必再去卖楼呢? 那毕竟是您精挑细选的楼, 准备用来开树缆公寓的。 能不卖, 最好还是别卖吧。 电话这头, 赔钱一时语色, 陷入了呆滞状态。 什么玩意? 他们说什么? 不想趁火打劫。 陪迁差点以为自己听错了。 腾达虽然在荆州当地发展得不错, 但其实并没有刻意地跟荆州当地的企业结交, 外地的大企业就更别提了。 只有跟李总的富辉资本, 还有林家的神花集团有所联系, 但那也不是陪迁去主动结交的, 完全是巧合。 所以, 腾达集团跟荆州当地的企业, 还有一些大的地产集团, 其实是没石磨交情的。 结果这些人竟然说, 对腾达非常敬重, 不想趁火打劫。 陪迁差点无语了, 恨不得求着他们赶紧来趁火打劫, 给自己分担一点压力。 新助理说道, 是的, 陪总, 我跟几位老板聊了一下, 他们都表示, 腾达是荆州企业的楷模, 非常敬佩陪总您白手起家创造的商业神话。 他们还说, 腾达现在遇到困难, 如果需要帮助的话, 他们随时都可以伸出援手。 至于买楼就不必了, 他们说, 自己虽然是生意人, 但也懂得有所为, 有所不为, 不能干这种被荆州人民戳几两骨的事情。 陪迁, 突然有种想把手机摔在地上的冲动。 商场如战场这又不是讲究人情味的地方, 你跟我客气你马呢。 陪迁缓了很久, 这才继续问道, 那游戏的流水增长, 又是怎么回事? 新助理回答道, 这个我没有仔细调查, 不过我猜测, 应该是因为在网上爆出, 腾达陷入资金危机之后, 玩家们自发地购买我们游戏进行消费, 再加上515游戏节活动的余波, 所以才让我们游戏的收入有了明显增长。 其他实体产业的收入增长, 有可能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还有就是一些企业知道我们陷入困境之后, 似乎也力所能及地帮了一些, 可能也会有一定的影响。 陪谦眉头微皱, 力所能及地帮了一些。 新助理, 是的, 神华集团, 金鼎集团, 还有复辉资本, 似乎都在寻求和我们公司的商业合作, 对我们有一定的让利。 陪谦彻底无语了。 李时, 林长, 又是你们俩, 这不是坑爹呢吗? 你们瞎掺和什么啊? 陪谦简直是气不打一处来, 本来计划得好好的515游戏节撒钱之后卖动楼, 然后继续撒钱, 玩家们开心, 陪总也开心。 结果莫想到, 这楼硬是卖不出去。 更糟糕的是, 不仅楼墨卖出去, 钱还越花越多了。 腾达要卖楼的消息一传出去, 不管是玩家们, 还是跟腾达有过合作的企业, 全都一窝蜂地涌了过来, 拼了命地给腾达送钱。 这可咋整? 新助理问道, 陪总, 楼还卖吗? 陪谦沉默许久, 不卖了。 现在这种情况, 还怎么卖啊? 这栋楼, 在很多人眼中, 已经不是简单的一栋楼了。 它是腾达资金现状的情余表。 卖楼, 就说明腾达的资金流不太好。 玩家们就会爆发出空前的热情, 在游戏中充值, 不能让腾达倒了。 只有放弃卖楼, 玩家们才会觉得, 腾达的危机已经过去, 不再继续充钱。 更何况, 现在资金已经很多了。 如果把楼卖了, 多出来的这一大笔钱, 又该怎么花? 挂了电话, 赔钱感到很惆怅。 虽说卖了楼, 也要重新考虑如何花钱, 但现在莫卖楼, 也要考虑重新花钱。 这两重心情, 简直是天壤之别。 裴迁大致考虑了一下新的花钱计划。 515游戏节, 已经搞过一波活动了。 如果指头公司和龙羽集团那边, 不再继续升级烧钱大战的话, 系统多半也不会允许在大规模的烧钱。 不过, 裴迁觉得, 艾瑞克应该不会那么简单, 就善罢甘休。 当初说好的, 要烧钱烧到腾达的资金链锻炼, 我已经信了。 你可别骗我啊。 所以, 裴迁打算把目前手头上 以及未来能够获取的资金, 分成三个部分。 一部分留给国内, 用于应对指头公司和龙羽集团 可能升级的烧钱大战, 一部分撒到海外, 继续烧钱推广Gog在海外的联赛。 还有一部分, 则是留给即将正式营业的第一家大型门店。 目前, 腾达在商场里有一家门店, 但规模太小了, 只是租来给田墨练手的。 练了这么久, 田墨应该已经把销售部门守则给, 背得滚瓜烂熟了。 裴迁也偷偷去过几次, 确定了田墨确实是严格按照自己的要求来, 接待顾客的, 基本上可以放心了。 新的大型门店, 已经交给梁清帆去设计了。 这周应该就能完成装修, 正式入住。 裴迁打算单独留出一笔钱, 进行门店的布置, 还有招聘销售人员, 以及其他的各项开销。 如果这个销售部门, 能够完全按照计划运转的话, 门店越开越多, 销售人员越招越多, 却不会对商品的销量, 有什么太大的影响, 那不就能花很多钱了吗? 裴迁打开电脑, 苦逼的筹划下一阶段的花钱目标。 与此同时, 摩都、龙宇集团总部, 赵旭明急匆匆地敲开了爱瑞克办公室的门。 不好了, 腾达的楼, 不卖了。 爱瑞克不由得一惊, 怎么会呢? 难道腾达的资金已经周转开了? 赵旭明点头。 好像是的。 腾达资金出问题的消息传出来之后, 玩家们纷纷去消费, 智能健身量一价的库存很快销售一空, 而且似乎还有好几家企业暗中给予了帮助。 赵旭明快速地将自己了解到的情况给汇报了一番。 虽然他没办法了解得那么清楚, 但腾达各项游戏在畅销榜上的排名, 各家墨语网咖人流量 以及智能健身量一价的销量变化情况, 全都是明摆着的, 一查就能查到。 综合这些数据, 再加上腾达不在卖楼的信息, 就连沙雕网友都能推测出来一个简单的事实, 腾达又有钱了。 爱瑞克整个人都僵住了, 满脸写着不可思议。 他一时之间还难以接受这个事实。 指头公司和龙语集团拼命烧钱, 达亚克集团那边也特意拿出一大笔资金帮忙。 而且, 他们还是有所保留地烧钱, 各种烧钱活动, 不管是抽奖还是打折, 都能有一定程度的回血。 即使这样, 也都烧钱, 烧得十分肉疼。 如果不是爱瑞克有足够的决心和毅力, 根本就坚持不下去。 而腾达搞了个515游戏节, 纯白送, 烧的钱显然比指头公司这边更多, 效果也更好。 本来以为总算是把腾达逼到极限了, 都开始卖楼了, 虽说看到胜利的曙光还为时尚早, 但至少证明了腾达不是不可战胜的, 神也会流血。 然而现在的情况是, 神确实流血了, 但过了末两分钟, 伤口自己愈合了。 要知道, 腾达还有好几笔回款没有收到, 各种项目的开销也还在照常进行。 在这种情况下, 腾达竟然光是靠着玩家们自发的书写, 以及一些兄弟公司的帮助, 就毫无悬念地度过了危机。 艾瑞克本来想的是, 趁着腾达资金周转的空荡期, 就可以继续搞活动, 抢占市场。 结果他们的活动还末开始呢, 腾达那边就又准备就续了。 艾瑞克感觉自己的三观都被颠覆了, 竟然还能这样? 只是稍微传出了一点资金紧张的消息, 玩家们就争先恐后地送钱。 这也太不可思议了。 艾瑞克无法想象, 这到底是怎样的一种情景。 如果纸透公司的资金链也出问题, 玩家们会纷纷出钱买皮肤, 帮纸透公司渡过难关吗? 用脚想想都知道, 根本不可能。 这世界上只有极少数, 极少数的公司才有这种号召力。 这种公司不仅仅是做出了好的产品, 更是成为很多人心目中的精神支撑, 才有可能这样一呼百应。 赵旭明也感慨道, 本来以为裴总的这一手操作是在作死, 万万没想到, 竟然是向死而生。 难道说裴总早就预料到, 腾达多年经营起来的口碑会在这种时候, 发挥关键作用, 所以才如此放心大胆地花钱, 完全不担心资金链的问题。 那我们接下来, 赵旭明的声音越来越小, 他们两个都非常清楚现在的处境, 就像是在打BOSS, 本来拼尽全力, 药也磕了, 道具也用了, 眼瞅着BOSS, 有点顶不住了, 看到了胜利的曙光。 结果万万没想到, BOSS蹲在地上喘了两口气, 然后血条又回满了。 这种感觉, 实在是令人绝望。 艾瑞克沉默片刻, 突然想到了什么, 赶忙说道, 之前定的新一阶段的营销方案, 暂时搁置, 不要上网。 这其中肯定有诈。 他们本来以为, 腾达那边的资金已经捉襟见肘, 短期内周转不过来, 所以早就制定好了下一阶段的烧钱方案, 想着趁腾达比较虚弱的关键时期, 一举抢下一大块市场。 然而, 在发现腾达的似乎早就做好了准备, 正在严阵以待之后, 艾瑞克突然怂了。 裴总的手段, 简直是神出鬼没, 防不胜防, 更可怕的是, 裴总似乎总是能走在前面。 万一这次, 裴总也提前预估了龙羽集团这边烧钱的方案, 已经做好准备, 等着阻击了呢? 如果再傻呵呵地按照原定计划烧钱, 说不定就要落入裴总的圈套。 艾瑞克说道, 所有计划全部取消, 我们先按兵不动, 看看裴总那边有什么动作。 绝对不能再被裴总给套路了。 赵旭明立刻点头, 明白。 5月24日, 周四, 上午十点, 裴千先到墨鱼网咖吃了个早午饭之后, 才慢悠悠地来到公司。 前两天他来得很早, 主要是非常期待卖楼的事情。 现在楼不卖了, 自然没事磨动力早来。 一来到办公区, 就看到员工们从水吧间拿了很多的零食和咖啡, 似乎又回到了之前的样子。 不对, 好像比之前拿得更多了。 裴千不由地微微点头。 很好, 这才是我的好员工吗? 虽然员工们使劲吃, 也吃不了多少钱, 但总归是让裴总看了心情愉悦的一件好事。 本该露出一些笑容的, 但是一想到巨大的花钱压力, 裴千又高兴不起来了。 所以, 还是默默地进入自己的办公室中。 两个员工抬头看了一眼裴总的背影, 开始焦头接耳。 看裴总这样子, 咱们公司的危机真的过去了。 嗯, 这就是顺境中的裴总啊。 看裴总这严肃的样子, 公司的资金问题肯定已经解决了, 我们可以放心吃了。 这么快就解决了, 也不知道是这个问题, 本来就莫多打, 还是裴总太厉害了。 肯定是因为裴总太厉害了。 资金问题说白了, 就是钱的问题, 想搞来钱怎么可能容易。 但是, 裴总这几天在办公室里做了做, 立刻就有大笔资金入账, 玩家们纷纷掏钱, 其他的公司也全都伸出援手, 对其他人来说难如登天的困难, 腾达就这么解决了。 对了, 我还听说, 这次的危机事件, 帮腾达树立了很高的威望, 起到了震慑竞争对手的作用。 怎么说? 腾达在各个领域, 都有一些竞争对手, 对吧? 之前我听说, 其实有一些公司, 是打算趁着腾达资金链出问题的关头, 落井下石的。 但这些公司的阴招还没用出来, 腾达的危机已经解除了。 啊, 这只算是防患于未然吧? 怎么会是震慑对手? 你想啊, 一般公司遇到资金问题, 往往都是焦头烂额, 拆东墙补西墙, 狼狈不堪。 但是, 腾达遇到资金问题呢? 云淡风轻, 借力打力, 潇洒自如。 玩家们纷纷掏钱, 其他公司也伸出援手, 轻而易举的就解决掉了。 那些竞争对手的公司, 看到此情此景, 还敢跟腾达打架个战吗? 原来如此, 那指头公司和龙羽集团呢? 哼, 他们? 估计他们是最受震撼的吧? 本来想着趁腾达虚弱的时候吓死手, 结果莫想到被裴总这么轻易地就化解了。 我觉得, 他们应该要消停一阵了, 至少短期内不敢再搞事。 但我觉得, 裴总有可能不会放过他们。 俗话说, 伤其食指不如断其一指, 等我们缓过近来不得, 好好清算一下。 这就不知道了, 不过以裴总的性格, 肯定不会轻易放过他们的吧。 办公室里裴谦打了个喷嚏, 阿铁! 空调开得有点大。 裴谦默默地又裹了裹身上的小毯子, 马上就要进入六月份了。 荆州的天气是一天比一天炎热, 所以大楼里的冷气开得很足。 所有人上班都得戴着一件外套, 以免在公司太冷被吹感冒了。 裴谦一个冬天都莫怎么用过的小毯子, 再度派上了用场。 他打开电脑, 查看了一下指头中国的官网。 没有找到自己想要的东西。 又查看了龙语集团的官网, 以及指头公司和龙语集团的官方微博等等各种相关渠道。 结果,一无所获。 什么情况? 按理说现在不该是到了艾瑞克反击的时候了吗? 怎么完全没动静啊? 裴谦本来预判艾瑞克会在515游戏节之后继续烧钱, 持续不断地对腾达造成压力。 为此,他特意预留了一部分资金, 用来应对艾瑞克的烧钱计划。 敌不动,我不动。 敌一动,我乱动。 反正只要艾瑞克一烧钱, 裴谦这边就找到了糊弄系统。 哦不,正当反击的理由, 就可以按照对方烧钱的大致规模上浮一下之后, 制定一个烧钱计划。 结果万万莫想到, 对面竟然像是死了一样,莫动静了。 效率太低了, 515游戏节期间, 你们不就早该制定好新的计划了吗? 怎么现在还莫出? 再等等, 裴谦裹好小毯子, 养在老板椅上美美地看了一部电影, 又追了几集番剧, 最后又打了一会儿游戏。 一眨眼, 四个多小时过去了, 已经快到下午三点钟了。 裴谦在早上十点吃的算是早午饭, 所以现在一点都不饿, 准备四点钟开溜, 再到墨鱼网咖吃一读, 今天的伙食就解决了。 但是在此之前, 得先花一个小时的时间, 把新的烧钱计划给敲定一下, 把之前预留的钱安排好, 才能踏踏实实地离开。 然而, 再度打开指头公司和龙羽集团的官网, 以及微博上的官方账号等等, 查看一番之后, 裴谦猛了。 还是没有任何的新公告出现, 裴谦终于意识到, 不对劲。 昨天515游戏节就已经结束了, 艾瑞克那边就算是效率再低, 今天也该有新的烧钱方案出来了吧。 结果一直到下午三点钟了, 还是没动静。 这就说明, 短期内, 艾瑞克多半不会再有新的动作了。 裴谦有一种纯情少年被欺骗了的感觉。 骗子啊! 之前不是还说要烧到不死不休吗? 怎么遇到一点挫折就放弃了? 那我新赚来的钱怎么办啊? 裴谦很无语, 因为艾瑞克那边如果不再烧钱的话, 他虽然也能继续搞活动烧钱, 但额度上肯定会受到很多的限制。 如果是一般的营销活动, 系统是不会管的, 但这些活动多半是会赚钱的。 而纯撒钱的话, 系统的监管是弹性的, 市场竞争越激烈, 系统允许的撒钱额度就越高。 如果撒着, 撒着对方收手了, 那裴谦也没法再名正言顺地撒钱了呀。 一想到这里, 裴谦对艾瑞克所剩不多的好感, 又被消耗了一大截。 当初是艾瑞克要打烧钱大战的, 裴谦欣喜若狂, 立刻奉陪。 可万万没想到, 艾瑞克中途突然怂了。 而裴谦这边撒钱撒出了效果, 玩家们纷纷掏钱支持, 智能健身晾衣架也大卖, 这一来一去, 不仅赚到了钱, 也赚到了口碑。 然后裴谦想把赚到的钱再花出去吧。 艾瑞克不玩了? 你说气人不气人。 裴谦又刷新了几次页面, 这才非常不情愿地接受了艾瑞克短期内 不会再打烧钱大战的事实。 白期待了。 裴谦瞬间感觉索然无味, 早知道这样就不来公司了, 在家里舒舒服服地睡大觉他不香吗? 当然, 裴谦也不打算, 就这么放过艾瑞克。 你不想烧钱, 就不烧了。 天底下, 哪有这样的美事? 之前, 裴谦已经预留了一部分钱, 用于Gaulk海外联赛的宣传推广。 接下来, 腾达还会有更多的资金入涨。 到时候, 就找个合适的时机, 再搞一波烧钱活动, 强行让艾瑞克跟上节奏。 撩一下就想跑。 哪那么容易? 裴谦刚打算离开公司回家睡觉, 电话响了。 一看来电显示, 竟然是零碗打来的。 嗯? 难道是持行工作室遇到了什么困难? 裴谦赶忙接了起来。 裴总, 有个事情想跟你商量一下。 VR眼镜那边的研发工作已经在进行中了, 但是方案几经改版之后, 发现原定的研发经费似乎有些不够。 现在想要达到最好的表现效果, 就得加钱, 或者要稍微降低一下硬件配置的水平。 裴谦一听, 就来精神了。 钱不够了? 那可太好了。 这简直是雪中送炭啊。 裴谦立刻说道, 这还犹豫什么? 加钱啊。 具体加多少? 嗯, 你稍等一下, 我这就过去。 不到半个小时之后, 裴谦已经赶到了迟行工作室。 这次来不仅是为了钱的事, 也是想顺便看看, 迟行工作室现在怎么样了。 只见跟腾达配置基本一模一样的办公区已经坐满了人, 陌生几个空位置了。 员工们全都在各司其职, 认真工作着。 林婉介绍道, 裴总, 这些人都是我精挑戏选招来的, 只有一小部分是荆州本地人, 很多人都是脱家带口, 从阳城, 帝都, 魔都等地方挖来的。 你看大家的工作态度还可以吧? 有没有什么需要再改进的地方? 迟行工作室的第一款游戏就直接敲定了VR游戏。 而且, VR眼镜虽然是由神华集团那边的人负责研发, 但迟行工作室也是需要参与设计和对接的, 必须做到游戏和设备的高度匹配。 所以, 迟行工作室中的一些核心员工是必须要有VR相关设计经验的, 至少要有比较深入的了解。 毕竟, VR游戏相比于传统的端游、 手游而言是一种不同的游戏形态, 从游戏的界面布局、 操作方式、 还有玩法, 都有很大的差别。 荆州当地没这么多的专业人才, 所以林婉还派人去帝都、 魔都、 阳城等一线城市挖人, 才凑齐了现在的班底。 这其中很多人本来都不愿意换城市, 但持行工作室给开出了很高的待遇, 并且给了很多补贴, 再加上腾达集团这几年的经营, 让荆州成了很多上班族心目中的圣地, 所以才能顺利地将他们挖来。 陪迁扫过办公区, 非要说改进的话, 我觉得大家的零食吃得太少了。 林婉愣了一下, 啊? 陪迁解释道, 在腾达, 每个员工日均消耗零食是3.2包, 咖啡和饮料另算, 基本上从上班到下班都不停的。 这还是在很多员工决定减肥, 有所控制的前提下。 但持行工作室距离这个数值显然还有很大的差距, 还是得再接再厉。 吃零食的多少, 能够看出员工工作的投入程度, 零食吃得多, 说明员工在认真工作, 努力思考, 消耗能量比较大, 所以需要吃很多的零食作为补充。 所以, 这一方面还得努力。 林婉的表情稍显差异, 吃零食吃得少, 这也算是需要改进的问题吗? 还是说, 这背后其实有更深层的信息可以挖掘。 林婉眉头微皱, 思考片刻之后, 突然灵光一闪。 我明白了, 裴总, 你是说, 这些员工才刚刚入职不久, 不吃零食, 实际上反映出, 他们在工作中的态度仍旧比较古板, 不够放松。 而游戏创造是一个需要灵感的行业, 只有充分放松, 才能做出好的设计。 只有处于一个轻松的氛围中, 同事之间的交流, 才更加和谐, 顺畅。 所以, 零食吃得少, 反映出团队的磨合不够, 气氛也不够活跃。 这其实是会影响日常工作状态, 和游戏成品质量的。 见微知著, 只有大家能够踏踏实实, 放心地吃很多零食, 才能让整个团队更快地走上正轨。 那我一会儿就给大家发个通知, 鼓励大家以后要多吃零食。 照着每人每天二包的分量摊派, 裴谦震惊了。 他本来只是随口一说, 希望持勤工作室的员工们能多吃零食少干活, 结果默想到, 零碗不到一秒钟的时间, 就挠不出了这么多东西。 果然, 这就是腾达老员工吗? 裴谦不由得想要一手扶扼, 心想, 到底是什么情况? 自己到底是怎么培养出, 这么多奇形怪状的员工的? 但是现在, 也没法解释了, 裴谦只能默认了零碗的说法, 立刻转移话题, 咱们还是说VR眼镜的事吧? 零碗点点头, 去会议室吧? 我哥正好也在。 一进会议室, 裴谦就看到了正在低头玩手机的灵长。 灵长抬头看到裴谦立刻露出笑容, 哟, 裴总你到了? 腾达那边资金周转的事情, 是不是已经解决了? 裴谦嘴角微微抽动, 这不是明知故问吗? 别以为我不知道, 就是你在背后搞鬼的。 虽然裴谦刚开始默想这么多, 但这两天越琢磨, 就越不对劲。 按理说树懒公寓那栋楼, 应该是很受欢迎才对, 怎么就是没人要呢? 如果说所有公司都不想趁火打劫, 这其实是有点牵强的, 因为不可能所有有意向的公司, 都对腾达敬重到放弃这么大的一块肥肉。 所以, 多半是有人在背后给他们通气了。 至于这个人具体是谁, 其实很好猜, 无非就是李时或者林长中的一个。 而李时并没有这么大的能量, 他的影响力仅限于荆州, 对于国内一些大的地产公司, 其实是说不上话的。 这样一排除, 答案就很明显了。 在这次阻碍麦楼的事件中, 林长绝对发挥出了巨大的能量。 裴谦呵呵一笑, 这还是得多谢林总的帮忙了。 虽然裴谦已经努力地, 在用阴阳怪气的语气说了, 但林长却仍旧毫无察觉, 反而有些不好意思地摆了摆手。 挨裴总这就太客气了, 咱俩谁跟谁啊, 不用谢。 其实, 我这也都是举手之劳, 就是打几个电话的事情。 裴总为持行工作室出力这么大, 甚至宁愿卖楼也要出这笔资金, 这种交情, 岂能用钱来衡量。 这点小忙都说不上帮, 裴总千万不要放在心上, 裴谦? 怎么听不出好赖话呢? 我这是在谢你吗? 要不是系统管着我的嘴, 我早对你口吐芬芳了好吗? 裴谦很是无语, 在会议桌旁, 随便找了个椅子坐下。 还是说正式吧? 听说, VR眼镜的研发经费不够了? 林婉点点头, 嗯是的, 之前我们原本定的研发资金, 游戏跟VR眼镜都是2000万。 游戏是绝对没问题的, 肯定足够, 但VR眼镜就遇到了一点问题。 其实, 按照我们原本的设计, 这笔前是差不多的, 但在具体的设计, 还有跟工厂那边的沟通之后, 改了几版方案, 老宋那边又想采用一些新的技术, 这样一来二去, 成本就上去了。 老宋就是神花集团那边负责这个, VR眼镜项目的产品经理。 像这种硬件研发的投入, 可多可少, 上下浮动其实很大, 关键看要做到什么程度。 别说是一台设备了, 就连研发一个小小的手柄, 微软公司都砸进去了上一刀的资金。 但这种都是过于重视细节了, 比如手柄中的人体工学设计, 耐用性, 手感, 还有独特的外观, 这些都是要反复修改, 反复调整测试的。 但是很多国内厂商, 其实也会做手柄, 这种手柄的研发经费, 就要低很多很多了。 当然, 好手柄和差手柄, 手感和实际的使用, 这种体验也会有差距, 但差距不会那么大。 也就是说, 便宜的手柄也不是不能用。 毕竟一分钱一分货, 十分钱两分货, 在这种体感设备上, 手感每提高一分所付出的代价, 都是十分巨大的。 而在VR设备上来说, 非常轰动的初代, Oculus Rift也仅仅是众筹了250万刀就做出来的。 这其中, 还包括了一部分生产和备货的钱。 很多国内公司开发, VR眼镜也都是采用众筹的方式, 比如, 某以8K为噱头的国产, VR眼镜众筹了300万刀, 就研发出了目前世界上分辨率最高的VR眼镜。 虽然基站和手柄都适用的线程技术, 但也足以说明, VR眼镜的研发其实花不了那么多钱。 目前的VR眼镜其实并没有多高深的技术含量, 跟传统显示器的区别仅仅是显示方式不同而已。 VR眼镜的两个透镜, 基于不同的视觉场, 以及在局部空间中营造出不同画面的深度认知, 在用户大脑中形成一个虚拟的现实市场, 就做出了一种区别于传统屏幕的显示效果。 也就是说, 信息还是那些信息, 无非是换了一种形式向玩家展示这些画面而已。 而持行工作室投入2000万, 可以折算成300万刀, 其实已经算是目前比较大的投入了, 一般的公司根本不敢自己掏这个钱做VR, 怕赔得血本无归。 更何况, VR眼镜跟手机有共通之处, 比如, 它们都需要有芯片, 都需要有基础的艾卓操作系统。 而这些, 无疑是神华集团的强项, 在这方面, 可以节省很大一笔资金。 原本这个钱是够的, 但老宋作为产品经理, 是比较极客的性格, 在设计的过程中有了一些新点子。 而且, 手柄的研发, 确实比原本预想中的难度要高, 所以, 出了几版设计方案之后, 才发现, 资金方面有些捉襟见肘, 这才向林婉这边打报告请示。 老宋甚至奇思妙想地提出了一个提杆手套的方案, 但很快自己就否掉了。 因为做手套的话会有几个问题, 以目前的技术条件很难解决。 比如, 玩家手的尺寸有很大区别, 做手套意味着要做很多个尺码, 而且, 即使做了很多尺码, 也不一定跟玩家的手完全适配。 而手套这种东西, 大一点小一点都会很难受。 如果是手柄的话, 就可以做成军马, 所有玩家都能很舒服地使用。 而且, 为了完成相应功能, 手柄上必须要有电池、 感应器、 摇杆和按钮等配置。 手套加上这些东西, 肯定会过于臃肿、 沉重、 操作起来也会很不方便。 所以, 手套的方案, 以目前的技术水平来说, 是行不通的。 即使勉强做出来, 使用体验也不会好, 还是老老实实地回归到了手柄的方案。 但即使是手柄方案, 因为跟现有的VR手柄都不同, 所以研发起来所需要的的钱, 也比之前预想的要多。 一听这个, 赔钱来精神了, 瞬间双眼放光。 我当时就说, 钱肯定不够。 你们当时, 还说一千五百万就能做出来, 我担心钱不够, 加到了两千万。 现在看来, 两千万也不够啊。 必须再往上加。 听到这里, 灵场赶忙说道, 莫问题。 裴总你加多少? 我们神华这边也加多少? 裴千瞥了他一眼, 有点无语。 你哥这下掺和什么呢? 裴千本来是不想带灵场玩的, 因为裴千是奔着血亏去的。 如果灵场也出一样的钱, 那不也是一样要亏吗? 这种事情, 还是让裴总自己独自承受就好。 但是一想到前几天灵场前的好事, 裴千瞬间就不同情他了。 亏那也是活该。 裴千呵呵一笑, 那行, 腾达这边再追头一千万。 灵场愣了一下, 啊? 需要这么多吗? 裴千轻渴两声, 说道, 如果灵总那边不方便的话, 全都是腾达这边出眼墨问题的。 灵场赶忙一百手, 没有问题。 这能有什么问题? 神华这边也在追头一千万, 妥妥的。 四千万, 差不多等于是将近六百万刀了。 这已经比之前引发轰动的那款国外的 VR眼镜经费要充裕一倍了。 这一下总没问题了吧? 虽说是支持自己妹妹, 但灵场还是本能地觉得有点虚。 一千万对神华集团来说不是什么大的数目。 她担心的是, 投入这些钱之后, 万一项目失败, 会不会对林婉造成巨大打击。 不过, 既然是裴总拍板, 决定要加钱, 那就加吧。 林婉点点头, 这样绝对够了。 不过, 裴总, 腾达那边的资金真的没问题吗? 要不你还是把钱收着, 这两千万全都让我哥来出吧。 赔钱脸色瞬间一黑, 腾达的资金没问题, 好的很。 这个你就不用担心了。 与其担心这个, 还不如把精力全都放在设备的研发和游戏的设计上面, 争取让产品早日问世。 反正这个产品问世的那天, 离血亏也就不远了。 林婉点点头, 好的, 我回头就跟老宋说。 这样一来, 他之前的那些设计就可以落实了, 肯定会很高兴。 对了裴总, 好不容易来一趟, 要不要看看动物海岛现在的美术概念图? 裴千想了想, 也行。 毕竟距离出游戏Demo还有比较长的时间, 看看美术概念图, 也可以大概知道游戏的大致风格, 挠不出游戏画面。 林婉从旁边拿过来一台笔记本电脑, 找到几张游戏的概念图, 向裴千和临场展示。 裴千扫了一眼, 不由得有些诧异。 这Q版概念图画的, 很完美啊。 概念图的背景是一个海上的小岛, 岛上植被茂盛, 风景如画。 而图画的主体部分, 是各种擬人画的小动物, 比如小猫, 小狗, 狮子, 狗熊, 兔子等等, 有的手上拿着鱼竿在钓鱼, 有的拿着斧头在砍树, 还有的拿着锄头在种田。 还有个带着点蒸汽风格的古怪机器人, 在协助这些小动物管理农田, 搞了一套蒸汽朋克风十足的农田浇灌系统, 当然, 也是Q版的。 对于画师而言, 跟写式画风比起来, Q版是相对比较容易上手的, 因为只要不是特别的天赋异禀, Q版画出来就不会太丑。 但Q版想要精通却很难, 因为Q版的关键在于抽取原本形象中的突出特点进行在创作, 如何在保留核心精髓的情况下, 让Q版角色足够可爱又有辨识度, 是一件很有难度的事情。 而这几幅图显然都是大师之作。 裴谦很高兴, 大师之作就意味着贵啊。 能多花钱肯定是好事。 这图一看就是大师手笔, 花了不少钱吧? 裴谦随口一问, 林婉笑了笑, 跟阮大佬还谈什么钱不钱的, 不是有长期的合作价吗? 裴谦愣了一下, 头上瞬间飘出一个问号, 这是软光剑画的。 裴谦感到有些茫然, 因为他记得, 软光剑似乎主要是画写实画风的。 林婉点点头, 对啊, 只能说大佬就是大佬, Q版画的也这么好。 裴谦漠然无语, 他突然想起来了, 软光剑写实画风画得多, 不代表他不会画Q版。 当初裴谦为了鬼江到网上找画师的时候, 就是因为看到软光剑的代表作品, 全都是青一色的Q版, 怀疑他根本不会写实画风, 所以才找他来着。 使命与抉择, 这才刚发售莫多久, 软光剑就跑来忙活, 动物还倒了。 裴谦嘴角微微抽动, 感慨道, 你们这衔接的挺好啊。 VR眼镜追加投资的事情, 就这么定下来了。 腾达集团和神华集团在各处一千万, 凑够四千万, 研发一款VR眼镜已经是绰绰有余了, 而且最终的成品肯定是在目前市面上技术水平最先进的那一批。 不过, 这也带来了巨大的风险。 毕竟目前的VR产业的发展很缓慢, 在国内更是一片空白。 不出意外的话, 这款眼镜多半会定价到四千块以上, 而且利润不会太高。 有多少人会花钱购买, 又得卖出去多少眼镜, 才能收回四千万的研发成本。 假如每个VR眼镜能赚到四百块的话, 销量也得达到十万才能回本。 目前想在国内找出十万愿意花四千多买VR眼镜的人, 怕是很有难度。 而如果要扩大用户群体, 就得降价促销, 还会进一步贪薄利润, 最终的销量数字恐怕要比这个高很多才可以。 这样稍微一算之后, 赔一千就莫名的有了一种幸福感。 还好我的目标是亏钱。 如果目标是赚钱, 它是绝对不可能下定决心做如此高风险的事情的。 但现在, 风险越高, 反而越期待了。 赔千看了看表, 现在是下午四点多。 不得不说, 自己的效率还是很高的, 三点钟往这边赶。 在路上的时间, 加上谈事情的时间, 一共才过去了一个小时多点。 花钱嘛, 就是要跨。 赔千起身准备离开, 林长和林婉一起把他送了出来。 结果刚出门, 就看到叶之洲和王小斌两个人迎面走来。 赔总好, 两人赶忙打招呼。 自从林婉离开商阳游戏之后, 那边已经完全被叶之洲和王小斌接手了。 虽然明面上的负责人是叶之洲, 但王小斌实际上前的也是负责人的工作。 两个人分工合作, 各自处理不同的事情。 比如开发, 健身大作战, 就全都是由王小斌来负责的。 组建持行工作室之后, 裴谦让叶之洲和王小斌抽时间多过来帮忙, 希望持行工作室能够快些走上正轨。 这样, 林婉就不会再惦记着回腾达集团的事了。 这次叶之洲和王小斌过来, 显然也是有工作上的事情要谈。 裴谦看了看表, 快下班了, 你们抓紧时间。 两人赶忙说道, 好的裴总, 我们肯定按时下班。 裴谦想了想, 又说道, 实行工作室这边的事情, 你们也要多上点心。 如果忙不过来的话, 商阳游戏那边的工作暂时搁置一下, 也是没关系的。 一定要分清楚, 轻重缓急, 明白吗? 两人再度点头, 好的裴总, 明白? 裴谦对两人的态度还算满意, 跟众人最后打了个招呼之后, 就离开了。 健身大作战的成功这口锅显然应该要扣到王小斌的头上。 但奇怪的是, 裴谦却并没有什么心事问罪的想法和心情。 这是为什么呢? 可能是因为游戏成功已经太过稀松平常, 更何况才刚备使命与抉择, 狠狠地捅了一刀, 所以裴谦的痛觉已经有点迟钝了吧? 不过, 裴谦还是没忘记对商洋游戏接下来的动向做出防范。 这两个人接任了商洋游戏的负责人之后, 健身大作战已经获得了成功, 他们肯定会雄心勃勃地想要再去研发新游戏。 做新游戏岂不是又要继续赚钱? 裴总岂会让他们纳摩容易就得逞。 所以, 裴谦特意叮嘱了一句让他们多上心帮林婉处理一下持行工作室这边的事情。 如果忙不过来的话, 甚至可以暂时搁置商洋游戏那边的工作。 反正持行工作室这边的项目已经定了, 多一个人或者少一个人, 对项目的进度也不会有太多的影响。 这样不仅让商洋游戏暂时进入停摆状态, 也可以让林婉更快地适应离开腾达的生活, 岂不是一举两得? 当然, 这话不能说得太明白。 但裴谦相信, 叶之舟和王小斌一定会对自己说的话高度重视, 并且坚定不移地认真执行。 离开持行工作室以后, 裴谦坐车回到住处附近的摸鱼网咖, 准备吃个晚饭之后, 就回家休息。 今天是周四, 摸鱼网咖的人比周末时要少, 但一楼和二楼的位置却依旧全都坐满了。 不过相比于之前爆火时的场景, 人挤人的情况倒是有了一定的好转, 整个网咖的负载差不多回到一个正常水平了。 裴谦知道, 这是因为摸鱼网咖的分店越开越多了。 目前, 摸鱼网咖等实体产业的主要发展方向就是荆州当地, 汉东省其他城市以及帝都, 摩都, 阳城这三个超一线城市。 荆州当地的产业尤其多, 经过了这摩多分店的分流, 这几家老店平时也不再是人满为患的情况, 看起来清静了不少, 裴谦每天来这边吃饭也更舒心了。 不过, 就被分割成了咖啡区, 影音区, 图书区, 卖场等多个区域, 加入了很多没食膜卵用的功能。 而最能赚钱的上网区, 座位也很宽松。 这样一来, 整个网咖想要盈利, 其实难度很高, 也正好在系统能够允许的临界点上。 如果整个网咖里就只有一台电脑, 那确实不赚钱, 但系统也不答应。 但是盈利难度高, 却还是盈利了。 盈利之后, 整个网咖突然就进入了良性循环, 因为位置宽敞, 条件优越, 而且功能丰富。 所以, 摸语网咖成了高端网咖的代名词。 附近的人一说到高端网咖去上网, 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摸语网咖。 有些人甚至打电话预约, 大额充值就为了提前占位。 而墨语网咖中的其他业务也赚钱很多, 比如吧台的酒水饮料, 还有二楼那个卖场, 都占了网咖收入的很大一部分。 裴迁倒是想做出一些改变, 但现在这个情况实在是难以下手。 而今天到持行工作室去了一趟之后, 裴迁突然灵机一动, 有了一个新的想法。 并且这个想法, 很快就在他的脑海中形成了一个完美的计划。 裴迁立刻打电话给肖鹏, 让他过来一趟。 自从摸语网咖的业务, 进军超一线城市之后, 肖鹏也变成了大忙人, 经常在几个城市之间飞来飞去的。 不过还好, 这周他刚好在荆州, 所以很快赶来了。 看到裴总, 肖鹏很高兴, 但是刚想打招呼, 却被裴迁制止了。 肖鹏立刻心领神会, 店里人多演杂, 不能露线。 墨语网咖这边有不少常客, 但因为腾达的保密工作做得好, 所以这些常客都以为裴迁只是裴总的演员, 不是真正的裴总。 知道他真实身份的, 只有网咖的店员们, 而店员们全都对他的演技非常配合。 至于肖鹏, 作为墨语网咖的负责人, 他倒是也有过一些抛头露面的场合, 但认识他的人并不多。 就像大部分人也不会在意 连锁网咖的老板是谁, 常什么样子。 所以, 肖鹏跟裴迁就像是两个普通顾客一样, 在墨语网咖里四下转转。 肖鹏脸上一副非常期待的表情, 因为裴总已经很久都没找过他了。 上一次, 裴总对墨语网咖业务的指导, 应该是把门店开到超一线城市的那次, 但那也并不是真正的指导。 而是裴总通过, 把大量广告打到超一线城市后, 进行的暗示。 要说这种面对面的详细指导, 还要追溯到墨语网咖3.0大获成功的时候, 但那时, 裴总也只是让肖鹏继续开分店, 并没有给出什么实质性的指导和建议。 众所周知, 在腾达内部, 没有什么比裴总亲自指导更加珍贵的了。 因为裴总对商业规律的深刻洞悉, 让他的指导非常富有哲理和预见性。 只要认真分析, 一定能让自己负责的业务在短期内就有巨大的飞跃。 但是墨语网咖, 已经有长达9个多月的时间, 没有获得任何来自于裴总的建议了。 虽然目前墨语网咖发展得很好, 在帝都, 摩都和阳城这些超一线城市的进展也不错, 但肖鹏总有一种不踏实的感觉。 今天, 裴总终于想起来墨语网咖, 要支点迷惊了。 能不让人激动吗? 裴谦跟肖鹏来到网咖的二层。 你知道持行工作室的是吧? 裴谦问道。 肖鹏点点头。 知道。 听说持行工作室正在开发一款VR游戏。 裴谦指了指网咖二层的机位, 等持行工作室的VR游戏研发完成之后, 二层原本的游戏区要改成VR游戏区, 全都配上新的VR头显和手柄。 墨语网咖1.0有很多加分店, 因为商铺是租来的, 具体的构造也有不小的差异, 所以布局也不完全相同。 但整体来说, 都是分为游戏区、 吧台、 咖啡区、 图书区、 卖场和小型饮厅等几个部分。 比较小的网咖可能会没有小型饮厅和图书区, 而比较大的网咖则是把游戏区分为楼上楼下两层。 裴谦现在就是要把二楼的整个游戏区, 也就是所有可用电脑的一半, 全都换成VR设备。 原因也很简单, VR更占地方。 虽说墨语网咖的座位, 本来就比其他网咖宽松得多, 但再怎么宽松也是有限度的。 玩家在上网的时候, 所需要的无非就是一张桌, 一把椅子, 就算两边和背后留出足够的空隙让其他人能够自由走动, 给出足够的负语量, 顶多也就是四五平米而已。 而VR设备虽然理论上也可以在四五平米的空间内玩, 但这只是游戏所需的基础空间, 没有把缓冲区域给算进去。 如果是在自家客厅或者书房的话, 五平米的空间就足够了, 因为这是私人空间, 基本不用担心游玩的过程中碰到东西或者其他人。 但是在网咖里, 可就不一样了。 如果两个玩家的可用面积都是五平米, 但因为两个人都在不断地移动, 挥舞手臂, 就很容易碰到一起, 影响游戏体验。 所以, 为了保险起见, 要改成VR设备体验的话, 就要做隔断。 而且, 空间也要比自己家要更大, 真正所需要的面积 至少是六平米, 甚至七平米。 每台设备 都加了两平米的占地面积, 整个空间所能容纳的顾客人数不就少了很多吗? 而且, VR游戏也就是图个一时新鲜, 不是长久之计。 大部分顾客真正的需求, 还是在电脑上跟朋友一起开黑, 玩端游比较多。 墨鱼网咖新开了这个VR游戏体验区, 结果很可能是刚开始上座率还不错, 但很快就日渐冷清, 热潮过后, 无人问津。 一层的人想玩, 但是墨机位。 二层的VR设备全都空着, 没人来玩。 这种场景多么美妙。 而后, 裴谦又来到墨鱼网咖的卖场, 也就是售货区。 这也是最早规划墨鱼网咖1.0的时候, 就已经敲定好的布局。 这个售货区不大, 也就纳磨4-5个货柜, 卖的基本上都是跟游戏有关的外设产品, 比如鼠标、键盘、手柄等等。 在墨鱼网咖发展出ROF装机业务之后, 这边也有一些诸如显卡、 内存或者ROF整机之类的商品在售卖、展示。 据培谦所知, 这个地方的外设卖得还挺好。 因为之前墨鱼网咖是张员把关的, 招聘的店员也都很懂电脑知识, 他们选择的键盘、鼠标、耳机, 全都是一线知名品牌的经典款, 绝对好用。 玩家们到这边转一转, 试用一下之后, 觉得很好用, 直接就付款购买了。 虽然比网上卖得要贵一些, 但能来墨鱼网咖消费的顾客, 大部分人也不在乎这点差价。 墨鱼网咖火了之后, 人流量很大, 而这也成为墨鱼网咖很大的一块收入来源。 裴谦说道, 这里所有的第三方产品, 包括键盘、 鼠标、 耳机等等, 全都清仓处理, 以后不卖了, 就只卖我们腾达自己的产品。 当然, 原本的推荐只能要保留。 店员还是可以给顾客推荐键盘、 鼠标等外设, 只不过推荐完了之后, 让顾客自己去网上下单。 我们就不赚这个二刀贩子的钱了。 这样一来, 墨鱼网咖又会少一块收入。 虽说换上腾达的产品之后, 可能也会产生盈利, 但总的来说, 腾达目前的产品比较少, 这个地方一共也摆不了几件商品。 相比之前的品类, 可以说是大幅削减, 销售额肯定也会大幅降低。 而且, 在田墨带领下的专业销售团队组建完成之后, 裴千惠着手安排那边的销售, 依次占领, 所有墨鱼网咖的销售区对顾客产生劝退效果。 这样一来, 墨鱼网咖的收入肯定会有所下降。 虽然不见得会降很多, 但积少成多嘛。 现在墨鱼网咖已经开了这么多家门店, 每一家店降一点, 全都加起来, 那也是个不小的数字。 肖鹏眉头紧皱, 认真思考。 显然, 他正在解读裴总话中的深意。 肖鹏是墨鱼网咖比较早的一批老员工, 亲眼目睹整个墨鱼网咖扭亏为盈的过程, 而且, 墨鱼网咖2.0和3.0的模式, 都是他一手操办的。 可以说对整个墨鱼网咖商业模式的理解, 非常深刻。 显然, 他觉得裴总的这个方案, 存在一些问题。 裴总, VR游戏很可能是未来游戏发展的大趋势, 这个我非常理解。 但是, VR游戏目前的发展, 还是太不成熟了。 整个玩家群体的数量, 跟电脑玩家相比, 差的不是一两个数量级。 对, VR游戏感兴趣的玩家, 相比电脑玩家, 在人数上怕是还不到一个零头。 我当然赞成墨鱼网咖开设, VR专区, 但是, 应该没必要跟电脑占用同样大的地方吧。 我觉得, 一比二就差不多了, 甚至可以更小一些。 裴谦呵呵一笑, 就知道, 这个肖鹏, 不会这么心甘情愿地接受这个亏钱的方案。 不过没关系, 裴总自有三寸不烂之蛇, 等着这群死硬的顽固分子。 你说得很对, VR玩家群体跟电脑玩家相比, 确实差了好几个数量级。 但是, 你有没有想过,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所以我们才要多上VR设备? 啊? 肖鹏愣了一下, 一时之间没有反应过来。 裴谦解释道, 在五年前甚至十年前, 网吧远比现在要火得多, 为什么? 因为那时候, 大部分玩家都比较穷, 买不起高配电脑, 无法获得最佳的游戏体验, 所以选择跟朋友一起去网吧开黑。 为什么近几年, 整个网吧行业发生了改变? 网吧越来越少, 越来越精, 从乌烟瘴气的低端网吧, 向环境优雅, 舒适的高端网卡转变, 就是因为, 网吧所承载的职能不同了。 现在大家的经济水平高了, 自己有高配电脑的人也越来越多了, 所以, 网吧面向的人群在收窄, 不得不改变模式。 肖鹏点点头, 对这一点深表赞同。 显然, 这也正是墨于网咖能在一众网吧品牌中脱颖而出的关键原因之一, 它是最早做高端网咖的品牌, 整整领先了整个市场一两年的时间。 裴谦继续说道, 在未来, 网咖不一定会消失, 但它单纯用于玩游戏的属性, 一定会越来越淡化。 而且, 近几年也有端游逐渐衰落, 手游快速崛起的趋势, 这更让网吧的处境变得艰难。 VR游戏的玩家群体确实比较少, 但你有没有想过, 正是因为VR是新鲜事物, 舍得买VR眼镜的玩家比较少, 所以, 他们才更倾向于到网咖里来体验。 而在墨游网咖里配置大量的VR眼镜, 让玩家们试完的热情能够尽可能地得到满足, 这样整个VR玩家群体才会扩展得更快。 裴谦表情严肃, 说得跟真的一样。 其实他心里很清楚, 在他的记忆中, 这应该是一个不太行得通的商业模式。 至少他印象中的那些高端网咖, 没有把整个网咖电脑的一半, 全都换成VR眼镜的这种操作。 但没关系, 这不影响他信口开河, 忽悠萧鹏。 裴谦深信, 以自己强大的忽悠能力和演技, 再加上自己作为腾达集团掌舵人的光环, 一定可以把萧鹏安排得明明白白, 让他最终全盘接受这个决定。 果然, 萧鹏在深思之后, 露出了恍然的表情。 原来如此, 摸鱼网咖的成功, 就是因为洞悉了整个网咖行业的发展规律, 走在了所有的同舱前面。 而现在大批高端网咖涌现, 竞争激烈的时候, 我们又要再度大跨步向前, 再度走在所有同舱前面。 到时候, VR体验区将会是我们有别于其他网咖的一个核心卖点。 裴总果然深谋远虑。 豁然开朗之后, 萧鹏突然也想到了一些点子。 裴总, 要这么说的话, 我有一个建议。 我们可以把二层所有的电脑桌、 显示器全都改成可折叠形态的, 主机用架子放在头顶上, 鼠标、 键盘、 耳机、 头显等等, 全都挂起来, 椅子也用折叠的。 这样在折叠状态下, 玩家有充足的空间可以体验VR内容。 而在桌面和凳子展开的状态下, 玩家也可以正常地玩电脑游戏。 裴千, 你可真是个小机灵鬼。 显然萧鹏这个方案是比较折中的方案, 虽然整个VR体验区是以体验VR为主, 但也是可以正常上网打游戏的。 这样相当于是上了一个保险, 在VR热潮消退的时候, 玩家们还能继续回来玩电脑游戏。 裴千心中呵呵一笑, 萧鹏啊萧鹏, 其实你要是没跟我说, 而是自己偷偷摸摸地去做了, 事后我肯定也没办法。 但是你现在就告诉我了, 岂不是让我可以提前有所防范了? 裴千稍微想了一下, 立刻说道, 当然不可以。 显示器, 电脑桌面做成折叠的, 这应该问题不大。 但椅子也做成折叠的, 坐着肯定会不舒服的。 折叠椅就算再怎么设计, 也很难跟专门的人提供学椅, 电竞椅或者单人沙发相提并论, 因为折叠的前提一定是会牺牲舒适性的。 我们要给玩家最完美的体验, 不能这样凑合。 萧鹏想了想, 呃, 裴总你说的有道理, 这样确实不妥。 但是, 即使是玩VR游戏, 也是需要主机的吧。 毕竟那些大型的VR游戏, 都是在主机上运算的。 而且, 在打开游戏平台, 或者搜索内容的时候, 也还是需要用到键数和显示器的。 就算座椅不要了, 这些也是不能省的吧。 裴千想了想, 还真是这模回事。 以目前VR头显的技术水平和内容来说, 想要完全取代PC那是不可能的。 很多内容需要先在PC上进行设置, 然后才能带上头显体验。 VR一体机只能跑跟手机游戏体量差不多的VR游戏, 那些大型游戏还是得靠电脑来运算。 所以, 显示屏, 主机和键数还是必不可少的。 裴千点点头, 嗯, 你说的没错, 确实需要对整个VR体验区进行再设计。 这样, 主机还是全都放在头顶的架子上, 电源键通过一条线引下来。 然后把整个VR体验区做成一个个隔间的样式, 显示屏悬挂在正前方的隔板上, 下面是可折叠的桌板, 桌板上有支架, 挂着键盘和鼠标。 桌板设计成站立使用正合适的高度。 VR头显, 手柄挂在两侧的隔板上, 方便取用。 这样一来, 桌板具有两种形态, 放屏或者贴墙。 玩家使用时, 默认是放屏状态, 可以操作键数在电脑上找游戏, 进入VR模式。 而后就可以将桌板, 贴墙流出空间体验游戏了。 因为键数是通过桌上的小型支架给固定住的, 所以只要放下之前把鼠标放到支架里卡住, 就不会出现悬吊在空中的尴尬情况。 只能说, 如果玩家们喜欢站着玩电脑游戏的话, 那就玩吧。 裴谦觉得, 这种玩家应该是手术。 肖鹏点点头, 好的, 那我就按这个办法去安排了。 不过, 裴总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 现在墨语网咖都已经有点人满为患了, 如果把墨语网咖1.0的一半电脑撤掉换成VR, 岂不是要进一步加剧这种拥挤的情况? 那我只能开更多分店了。 裴谦嘴角微微抽动, 好小子, 这是威胁我。 咋的, 开更多分店你了不起啊。 说得好像我不改这个VR游戏区你就不开分店了似的, 多新鲜啊。 现在那分店已经像下饺子一样在开了, 反正都是开, 改VR体验区能让所有门店的收入都下降一大截, 我怎么都不亏。 裴谦摆了摆手, 开就开嘛。 早跟你说过开分店的事情, 不限制你了, 爱怎么开怎么开。 肖鹏很高兴地点点头, 明白了, 裴总。 那我这就开始着手准备。 要做VR体验区的话, 不是个小工程, 不是一两天能玩似的, 毕竟要做隔间, 采购设备等等。 我打算一批一批地改造, 正好之前, 说让梁清帆帮忙把网咖再设计一下, 一直莫找到太好的时机, 可以趁这次机会一起完成啊。 虽然这样的改动开销不小, 但我相信, 到时候墨于网咖, 一定能焕然一新, 赢业额再创新高。 裴谦心中表示呵呵, 对肖鹏的最后一句话否定了好几遍。 焕然一新可以考虑, 但是营业额还是降一降比较好。 在裴谦离开驰行工作室后不久, 夜之周, 王小斌两个人来到会议室, 跟林婉和驰行工作室现任的主设计师蔡家栋, 一起开会研究动物海岛的一些设计细节。 林婉从旁边拿来几份资料, 翻找了一下之后, 把其中一份挑出来, 然后让助理去复印。 不久之后, 这份资料就发到了每一个人的手中。 这几份资料, 每一份都是新VR眼镜的一种设计方案, 而林婉挑出来的这份是最终方案。 林婉说道, 刚才裴总已经拍板了, 腾达和神华会各自追加一千万的投资, 也就是说, 这款VR眼镜的研究经费已经到了四千万。 所以, VR眼镜的设计方案差不多也可以敲定下来了, 就用最贵的这一版。 叶之洲, 王小斌和蔡家栋都拿起这份资料, 再度认真看了一遍。 之前老宋那边有过很多点子, 根据研发经费和最终售价的不同, 整理成了好几版的方案。 其中最让大家满意的一版, 因为研发经费不够, 而暂时搁置, 现在经费到位了, 自然也就无需再犹豫了。 林婉介绍道, 这款VR眼镜会采用一体机, 加无线, 有线串流加双目式头部6DUF定位系统的方案, 镜片是4K分辨率, 最高120Hz刷新率, 125度视长角, 5000mAh电池, 可供连续游戏二个半小时。 虽说目前, VR设备并不多, 而且主要都是, 在国外, 但对于VR眼镜的发展方向, 却已经出现了明显的两极分化。 一种是必须连接电脑, 搭配定位基站才能用的纯VR头显, 而另一种是内置芯片能单独使用的VR一体机。 两种做法各有优劣。 相对而言, 纯粹的VR头显必然体验更好, 售价更高, 更轻便, 比如赔迁记忆中某以8K为噱头的VR眼镜, 就做到了200度视长角, 和高达8K的分辨率, 对比一种VR一体机的屏幕参数, 完全是碾压状态。 但, VR一体机也有它存在的意义, 因为它的使用场景更多。 VR头显是必须搭配高配电脑使用的, 而且要有线进行连接, 这意味着它没办法独立地看VR电影, 无法离主机太远, 而且相对高昂的售价让大部分玩家没时磨购买欲望。 VR一体机相对而言会更重, 因为里面有芯片, 有一大块电池, 但它可以不需要连线, 更加灵活。 而且, 它可以内置程序, 不需要电脑, 也可以玩一些配置比较低的VR游戏, 类似于手机游戏的这种级别。 而想要玩大型电脑游戏的话, VR一体机可以用无线或者有线串流的方式来解决。 这一块, 其实是神华集团的强项。 也正是因为对这款眼镜的有线和无线串流技术很有自信。 所以, 老宋才更倾向于使用一体机的方案。 这些具体的参数, 其实每一项都是老宋在反复思考后敲定的。 一体机采用的双目式头部6DUF定位系统, 简单来说就是不需要定位基站, 而是在眼镜前方有两个摄像头拍摄现实环境, 并根据拍摄到的画面进行定位。 准确度虽然会比基站稍微差一些, 但差得不明显, 一般的玩家感觉不出来。 而且, 这两个摄像头还有特殊用处。 在玩家离开安全区或者一些特殊情况下, 眼镜将不再显示游戏画面, 而是显示摄像头拍摄的现实画面。 只不过这个画面比较模糊, 就像是三四百度的近视患者看到的画面。 而另外一个很关键的参数, 就是屏幕素质。 VR眼镜的分辨率直接决定着玩家的使用体验。 初代, VR眼镜都适用2K分辨率, 但2K分辨率显然不够, 必须上到4K。 其实, 即使4K也无法完全消除VR的诈格化效应, 但在网上提升分辨率的话, 付出的代价太大, 以目前的技术水平难以达到。 为了获得最佳的游戏体验, 120Hz的刷新率也是必须的。 如果只有60Hz的话, 其实是会有一些卡顿的感觉, 无法获得最流畅的游戏体验。 如果是一看电影为主要功能的话, 60Hz就足够了, 但想要玩游戏, 肯定得上120Hz。 视长角就是VR眼镜的可视角度, 如果小了, 玩家的就会感觉像是在从门缝里看东西, 比较局促。 但是可视角度又不能无限制的大, 因为可视角度越大, 意味着镜片越大, 镜片越大不仅仅是造价更高, 原本的分辨率也会被拉伸。 比如, 100度的视长角能保持4K, 如果拉到200度视长角, 分辨率可能就只有2K了。 人眼的双眼重合视域是124度, 注意力集中时看到的范围是25度, 双眼的水平视角最大可达188度。 也就是说, VR眼镜做到200度视长角之后, 带给玩家的将是一种极致的沉浸感, 视野中不会出现任何的黑边框。 但这毕竟太过奢侈了, 不是目前这个阶段所能采用的方案。 老宋将视长角定为125度, 符合正常的双眼重合视域, 虽然眼角的余光还是会撇到一些黑边框, 但已经没有那种局促, 隔着门缝看东西的感觉了。 而这样的屏幕素质再加上一体积的芯片, 显然会让它的能耗大大提升。 5000毫安时的电池也只够玩二个半小时。 这个续航的时长其实还比较合适, 因为VR游戏不同于电脑游戏, 沉浸感太强, 玩多了会晕, 而且很累。 玩两个小时休息休息, 其实比较合理。 当然, 如果连上线的话, 可以边充边玩, 那样就没有时间上的限制了, 只是行动会不太方便。 这块电池不小, 所以要采用后置的设计方案, 对整个眼镜的重量进行一下平衡, 也就是电池部分压在玩家的后脑勺上。 这样一来, 这台VR眼镜的售价定在了4599这个价位, 仍旧超出了众人的心理底线。 其实刚开始, 大家很想把价格努力控制在3000元左右的价位, 这样对消费者而言, 价格更加亲民, 更有利于设备的普及。 但莫办法, 很多参数加着加着, 就降不下来了, 价格自然也就降不下来了。 众人把资料认真看了一遍, 基本上做到了心中有数。 因为这个VR眼镜的具体参数, 会影响游戏内的一些东西。 游戏设计, 可以说是一种带着镣铐起舞的艺术, 因为在游戏诞生至今的所有时代, 它的具体内容都要受到硬件参数的限制。 而如何在有限的硬件条件下, 尽可能做到最好。 这是所有设计师都必须面对的考验。 众人没有立刻进入正题, 而是先闲聊了几句。 林婉问道, 商阳游戏那边的情况怎么样? 王小斌笑了笑, 都挺好的, 健身大作战, 算是成功了。 刚开始, 我还担心那个退款机制会造成收入暴跌, 但并没有, 反而更加激发了玩家们的充值热情。 除了继续给健身大作战出新道具之外, 基本上没有其他的工作了。 林婉又问道, 那下一个新项目会是什么? 王小斌摇了摇头, 不清楚, 等裴总给任务吧? 我们两个倒是也有一些想法, 但都不是很成熟。 这个话题到这里就结束了, 林婉整理了一下资料, 准备进入下一话题。 但就在此时, 坐在旁边的叶之舟突然抬头, 似乎意识到了什么。 等等, 我突然想到了一个事情, 也许裴总已经暗示我们下一个新项目了呢? 王小斌和林婉都很意外。 啊? 叶之舟突然兴奋了起来, 对王小斌说道, 刚才咱们在门口碰到裴总, 裴总是怎么说的? 王小斌努力回忆, 呃, 裴总说, 让我们全力配合持行工作室这边的工作, 实在不行, 商阳游戏那边的事情放一放也可以。 叶之舟说道, 这不就对了吗? 王小斌还是一脸迷茫, 怎么就对了? 叶之舟顿了毒, 解释道, 商阳游戏的事情可以先放一放, 意思就是, 我们先不要着急开心项目, 构思新游戏。 全力配合持行工作室这边的工作, 显然不仅仅是帮忙设计游戏, 毕竟我们再怎么配合, 设计工作也是以持行工作室这边的设计师为主, 但我们的配合不一定仅限于此, 我们还可以做一些对VR眼镜有帮助的事情啊。 比如说, 我们也研发一个健身大作战的VR版, 我突然发现, 健身大作战和VR, 这难道不是天作之和吗? 嗯? 你这么一说, 好像确实是有点契合。 林婉, 王小斌和蔡家栋稍微一思考, 立刻就明白了一夜之舟的意思。 健身大作战是一款健身游戏, 而在设计这款游戏时, 之所以在游戏里做纳摩多个性鲜明的角色, 让玩家可以通过健身对角色养成, 就是为了增加这款游戏的粘性。 只有游戏粘性比较高, 玩家们才会乐此不疲, 长时间地玩下去, 健身的效果也就达到了。 而VR的特点是, 沉浸感即将, 如果把健身大作战改成VR游戏, 纳摩原本只能在小小的平板电脑中看到那些养成角色, 就可以在VR中极其真实地出现在玩家的视野中。 这些角色身材的细微变化, 每一套服饰更换之后的效果, 在玩家眼中都会更加明显, 他们与玩家的互动也会更有代入感。 而这毫无疑问会大大增加游戏粘性, 让玩家们有更高的热情, 去通过健身养成游戏中的角色, 去获取卡路里币或者直接充值购买游戏中的道具。 毕竟一条裙子在手机中看到跟在VR中看到是完全不同的效果。 从另一个方面来说, 健身大作战也比较适合目前这一阶段的VR设备。 因为它是一款手游, 所需要的配置不会很高, 也不会占据很大的空间。 这意味着这款游戏不需要电脑, 可以直接用手机串流, VR眼镜, 甚至是直接安装在VR眼镜中摆脱主机的束缚。 而且, 它跟正在规划中的动物海岛一样, 是比较可爱的萌细画风。 这会更有利于规避目前VR设备分辨率不够高的缺陷, 让玩家看到的格栅化效应不是那么明显, 保证玩家获得不错的游戏体验。 而且, 智能健身量一架与健身大作战的匹配已经非常完善, 开发VR版的健身大作战, 完全无需对操作模式进行任何改动。 专业版的玩家进入游戏之后, 还是按照提示使用智能健身量一架就可以了。 当然, 游戏中的一些很基础的操作, 比如在游戏的标题界面选择一些选项, 调整界面设置, 抽道具等等, 还是需要用手柄来完成操作的。 这些都是健身大作战与VR游戏契合的特征。 如果能够完美地将这款游戏移植到VR上, 那么游戏中的那些可爱的小姐姐们, 就可以从狭窄的平板电脑中走出来, 非常真实地来到玩家身边, 给他们带来前所未有的体验。 但是蔡家栋听着他们的讨论, 不由得眉头微皱, 说道, 确实, 健身大作战做成VR版可以让整个游戏的表现力提升不止一个档次。 但是, 我想到了一个问题, 目前市面上的VR头盔为了增强游戏中的沉浸感和代入感, 都会极力避免VR眼镜漏光。 所以, 厂商会选择用面罩完全覆盖, 包裹玩家的眼部区域, 这样才能带来更好的沉浸感。 而由此带来的问题就是, 很武, 也很热。 虽然国外的那些VR眼镜为了改善这个问题, 选用了高透气性泡棉和轻质复合支撑结构来制作面罩让佩戴的舒适度有所提升, 但就目前而言, 也只是稍微有所改善, 仍旧不能完美解决这一问题。 如果我们做健身类VR游戏的话, 热的这个问题可能会更加明显, 很难保证给玩家带来最佳的健身体验。 蔡家栋说完, 另外三人全都陷入沉思。 显然, 他说的还是很有道理的。 其实, 热只是一方面的问题如果仅仅是流点汗, 那么很多人还是可以忍半个小时锻炼完成的。 更严重的问题在于, VR眼镜内部的密封性太好, 以至于眼部周围流汗之后, 水分无法自然挥发, 水气会在镜片上凝结, 让整个视野变得模糊, 严重干扰正常的游戏进程。 虽然一般, VR游戏的运动量比较低, 不会产生这样的问题, 但, 健身大作战的运动强度, 可是这儿八经的对标专业健身房的。 这个问题, 肯定比其他的, VR游戏都要更加严重一些。 临完考虑片刻之后, 突然想到了什么, 到之前的那堆废弃方案中, 一通寻找。 很快, 他拿出其中的一份方案, 翻到其中一页。 加上散热设计, 你们觉得, 会不会对这个问题有所改善? 夜之周, 王小斌和蔡家栋三人传阅了一下。 这是之前被废弃掉的一个方案, 他采用的是目前手机最新一代的旗舰芯片, 但最终因为新一代旗舰芯片发热太高, 耗电太大, 会严重缩短VR眼镜的使用时间, 而且会让前面板过热, 所以被废弃了。 虽然被废弃了, 但在做这个方案的时候, 老宋为了压住这颗旗舰芯片, 在VR眼镜的散热系统上, 可是下了不少功夫。 首先是, VR眼镜本身散热, 除了像手机一样, 在眼镜里面, 加入大量的石墨散热材料之外, 也在VR眼镜的正面上方, 留下一个很细的长条形散热口, 通过风扇, 把机器内部的热量, 全都散发出来。 其次是, VR眼镜, 佩戴后的面部散热。 解决方案, 是在, VR眼镜, 两个镜片的上方区域, 加装一个不会碰触到玩家额头的横条, 这个横条会贯通, VR眼镜两侧, 并在两侧绑带所遮挡的位置, 留下两个通风口。 横条上面, 也会布满开孔, 与佩戴后密封的眼镜内部空间形成空气流通, 再通过风扇吹动的新鲜气流让眼镜周围的汗液快速挥发。 这样一来, 眼镜周围积汗导致模糊镜片的问题, 就可以得到解决。 而且, 两侧位置留下的通风口, 是被左右两个绑带遮挡住的。 而横条风道上的通风口都很小, 即使有少数光亮从通风口漏入, 也不会造成明显的漏光, 不会影响玩家的游戏体验。 而且在设计之初, 老宋还提出一个很有意思的想法, 在不需要散热的时候, 这个设计还可以模拟自然风, 配合游戏中的玩法, 营造出一种威风吹拂的感觉。 蔡家洞微微点头, 嗯, 这个方案倒是可以大大缓解眼睛内部散热的问题。 但是, 与VR眼镜贴合处的散热, 依旧无法解决啊。 而且, 我们VR眼镜的重量是340克, 因为有电池, 所以在主流的VR眼镜中是稍微偏重的, 佩戴起来做运动, 时间长了会不会累? 这也是一个问题。 与VR眼镜贴合处都是采用的高透气性泡棉, 所以, 紧贴肌肤的地方是没办法散热的, 还是会出汗。 而, VR眼镜的重量也是一个问题, 虽说目前的设计方案是电池后置, 对整个VR眼镜进行了配重, 不会出现压鼻梁的情况, 但顶着两个苹果的重量断链, 时间久了, 肯定还是会有些累。 叶之舟想了想, 说道, 听说国外似乎有公司正在开发200克以下的超轻量VR眼镜, 外观看起来跟普通的墨镜区别不是很大, 如果我们也可以做到这种程度的话, 零碗立刻摇头, 不行, 要做到200克以下不是没有办法, 但电池要大砍, 芯片也不能留, 包括里面的摄像头定位系统等等也全都要砍掉, 砍到最后就只是一个续航很短, 除了轻没有任何优点的玩具。 我们要带给玩家的是最丰富的游戏玩法, 不是玩具。 他又看向蔡家洞, 我觉得你的思维方式过于受限了, 这可能是你在之前公司形成的思维模式, 但是在这里一定要尽快改掉。 蔡家洞愣了一下, 思维受限? 零碗点点头, 是的, 不过这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而是除腾达之外其他公司的一个通病。 典型表现就是抓不住重点, 搞不明白轻重缓急, 只看得到问题和风险, 却看不到风险背后存在的机遇。 看着蔡家洞茫然的眼神, 零碗解释道, 任何新事物都是存在缺陷的, 任何尝试都是存在风险的。 VR作为一个新兴产业来说, 以它目前的发展水平肯定存在很多的缺陷, 这是无法避免的。 但如果只看到风险和问题, 却不提出解决方案, 那就只能放弃。 而放弃就意味着跟一次机会失之交臂。 腾达之所以能如此快速地发展壮大, 就是因为裴总不仅不厌恶风险, 反而非常热衷于寻找风险。 当然,寻找风险并不是愚蠢地去做一些无意义的冒险行为, 而是要准确地透过风险看到风险背后的机遇。 你好好想想, 健身大作战VR版的核心目的是什么? 真的是为玩家提供一种舒适, 长久的健身解决方案吗? 当然不是。 它的核心目的, 是为玩家展示一种未来的可能性。 玩家们不是为一种舒适的健身方案买单, 而是为一种未来的可能性买单。 用起来是否舒适, 这确实是我们需要努力去解决, 改善的问题。 但即使这个问题无法彻底解决, 我们也根本不需要纠结。 因为它不是我们的核心目标。 蔡家洞恍然点头, 原来如此。 看来确实是我的思维方式, 有点僵化。 跟不上最新的潮流了。 林婉的意思很明确, 那就是, 健身大作战VR版, 它仅仅是一个补充, 是向玩家展示一种未来的可能性。 一款游戏, 一个产品, 不可能是完美无瑕。 可以讨好所有人的, 能完成它主要的目标, 就是成功。 健身大作战, 到目前为止, 已经规划了三个版本, 分别是手游版, 智能健身量一架的专业版, 以及VR版。 手游版的目标, 是扩展玩家群体, 提升游戏知名度, 同时为玩家提供最基础的游戏体验, 试用之后, 引导玩家们, 去入手专业版。 专业版的目标, 是为玩家提供堪比健身房私教的健身体验, 科学锻炼身体, 通过游戏粘性, 让玩家长时间的坚持下去。 而VR版的目标, 是给玩家展示全新VR技术的显示效果, 全面增强游戏的沉浸感和代入感, 让玩家有更充分的理由在, 健身大作战中充值, 或者去购买智能健身晾衣架, 以及VR眼镜。 也就是说, 即使玩家买了VR眼镜, 也不需要一直带着他健身, 平时日常健身打卡, 只要用手机或者平板电脑完成就可以了, 只有在需要看游戏中角色换装, 或者偶尔心情好的时候, 才需要在VR上体验。 有些玩家更看重实际的健身效果, 和舒适体验。 而有些玩家更在意游戏的沉浸感, 想近距离观察小姐姐, 不同玩家自然会有不同选择。 而, 健身大作战, VR版, 相当于是多提供一种选择给那些不太在意舒适度的玩家。 所谓风险背后的机遇, 其实是指, VR游戏目前才刚刚起步, 如果因为佩戴的问题, 而放弃类似游戏的开发, 就永远不会有类似的游戏出现。 那么, 健身大作战将会是所有VR游戏平台唯一的一款兼具健身功能和养成功能的VR游戏。 这就给了很多玩家必须要买的理由。 作为设计师, 不能一直等着设备技术发展到能够完美满足自己的一切要求时, 才去开发游戏。 那个时候就太晚了。 在加入通风系统之后, 内部散热的问题可以得到一定的改善, 保证玩家的游戏体验。 更何况, 需要剧烈运动的VR游戏也不是没有, 比如赔迁记忆中的节奏光剑, 高难度下它的运动量跟一些有氧运动不相上下, 十分钟就能满头大汗, 但也并不影响很多玩家玩得乐此不疲。 这些人完全能够忍受VR头显的炎热和不便, 因为良好的游戏体验会让他们暂时忽视掉这些缺陷。 众人很快敲定了更多细节。 要把健身大作战移植到VR设备上并不难, 因为不出意外的话, 这款最新的VR设备会采用神华定制的操作系统, 它的本质上与手机无异。 叶之舟和王小兵的目标是, 把健身大作战直接安装到VR眼镜中, 尽量做到即使不用电脑串流, 也能获得不错的游戏效果。 这一点非常重要, 可以大大降低玩家的游玩门槛。 而后, 就是继续制作更多道具, 源源不断地为玩家提供持续健身或者克金充值的动力, 形成一种良性循环。 5月25日周五, 上午11点, 裴谦在墨鱼网咖, 刚刚吃完午饭。 一想到未来墨鱼网咖即将发生的变化, 裴谦就感到有些兴奋和期待。 今天下午, 他准备带着甜墨去一趟腾达的体验店, 看他那边的装修情况有什么问题可以尽早解决。 如果没问题的话, 就让销售团队抓紧时间入住, 烧钱烧起来。 这时, 裴谦的手机响了。 嗯? 吕明亮? 裴谦稍感意外? 因为已经有很长时间都没有主动联系过他了。 具体有多长时间呢? 裴谦自己也记不清了, 大概得有一年多了。 自从拿到最佳员工, 离开腾达游戏部门之后, 吕明亮就接手了裴谦最最重视的逆风物流, 并且兢兢业业的工作, 让逆风物流持续扩张, 持续亏损, 立下了汉马功劳。 可以说, 如果有功劳部的话, 吕明亮毫无疑问应该排在第一位。 本来老马是这个位置的有力竞争者, 但在老马五次三番闹出一些幺蛾子, 赚了不少钱之后, 裴谦心中的天平, 已经严重地向吕明亮那边倾斜了。 他打电话来干什么? 难不成是逆风物流那边, 出现了什么情况? 裴谦非常紧张, 逆风物流这个烧钱术, 可千万不能出事啊。 裴谦立刻接起电话。 裴总, 我想跟您当面汇报一下工作, 但是发现您默在公司。 您看什么时候有时间? 我们当面聊聊。 裴谦想了想, 我就在公司附近, 你稍等一下我很快过去。 挂了电话之后, 裴谦立刻前往公司, 在会客室见到了吕明亮。 已经许久不限了, 所以裴谦跟吕明亮稍微闲聊了几句。 问了问生活上有没有遇到什么问题, 很快得到了否定的答复。 这在意料之中, 毕竟腾达的福利很好, 这些负责人的待遇也很高, 荆州目前的房价也还没有涨上来。 工资, 提成, 加上各项福利, 一两年之内, 买房买车不成问题。 吕明亮能够感觉出来, 裴总虽然很久, 没有过问逆风物流的事情, 但显然, 对自己很看重, 非常看重。 甚至超过了腾达游戏等核心部门。 从裴总的眼神, 和一举一动中, 就能够看得出来。 所以, 吕明亮非常感动, 然后拿出了自己早已准备好的汇报资料。 裴总, 我来简单介绍一下, 逆风物流目前的发展情况。 近几个月, 逆风物流也按照您之前的战略, 像帝都, 摩都, 阳城等超一线城市, 以及他们所浮散的周边的驱扩张。 大概是因为, 腾达已经在全国范围内, 有了不错的口碑。 所以, 在这些地区的发展, 比在荆州的速度, 还要快得多。 我们的门店, 数量增长非常快。 目前, 我们在荆州的门店数是最多的, 高达近300个。 而汉东省其他的十几个城市, 门店数在70至100%。 左右浮动, 在帝都, 摩都, 阳城的门店数量, 基本在120至150左右。 而在环帝都, 环摩都, 环阳城周边的城市中, 逆风驿站也在源源不断地开起来。 所有逆风驿站加在一起, 门店数已经达到了4000多个。 听着吕明亮的汇报, 陪迁不由得感到震惊。 逆风驿站竟然已经开到4000多个了。 这速度, 还真是让人惊叹。 当然, 陪迁印象中菜鸟驿站在全国可是开了4万多个。 现在逆风驿站的数量跟那种覆盖率相比, 还有非常遥远的距离。 但如果仅仅是在荆州、 帝都、 摩都、 阳城这四个关键城市的话, 覆盖率其实已经很高了。 尤其是荆州, 几乎所有的快递最后一公里都会选择用逆风驿站送达。 而后, 吕明亮开始继续介绍逆风物流的亏损情况。 逆风驿站需要承担房租成本和人员薪酬, 正常运转也有一笔额外开销。 原本每个逆风驿站每月都要净亏损七八千块, 但现在已经大有好转, 只亏三四千块了。 这主要是因为两点。 第一, 随着逆风驿站的摊子越扑越大, 推广越来越好, 所服务的客户群体越来越庞大, 所以原本不起眼的额外收入有了一定增长。 第二, 吕明亮也想了一些增加营收, 减少亏损的办法。 比如最基础的代发快递业务, 原本是没什么人选择这个业务的, 但随着1024数码劫的举办, 以及人们对逆风物流的认可度逐渐提高, 有越来越多的顾客选择让逆风物流上门帮自己代发快递, 每一单逆风物流这边都能赚个几毛钱。 这钱不是从顾客那赚的, 主要是从其他快递公司赚的。 因为逆风驿站将附近所有的代发快递集中起来统一交给快递公司, 给这些快递公司节省了上门取件的成本, 自然也要收取一定费用。 这项业务在刚开始看起来很不起眼, 但数量起来了之后也是一笔非常可观的收入。 此外, 吕明亮也想了一些其他的办法, 比如在逆风物流的门店中画出一小片区域稍微售卖一点商品, 或者在逆风物流的包装上适量的接一些广告。 当然, 广告是不能乱接的, 还是以腾达自家的产品为主, 个别口碑好, 信誉好的商家也可以考虑合作。 就这样, 每家逆风驿站门店的净亏损从最初的每月七八千, 降到了每月三四千, 但依旧在亏。 这四千家逆风驿站, 意味着每月的净亏损就达到了一千多万。 而这部分亏损的钱, 大部分是腾达其他的相关业务在进行补充, 比如墨鱼网咖, ROF装机, 欧图科技等等。 ROF装机和欧图科技的新手机, 新产品都采用逆风物流发货, 会支付相应的配送费用。 腾达集团一些闲散的多余资金, 也被赔千元元不断地拨到逆风物流这边, 毕竟他可以稳定吃钱。 就这样, 逆风驿站虽然在一直亏损, 但也在一直获得资金支持。 吕明亮牢记裴总交代给他的任务, 止损只是一方面, 关键是尽快扩张, 开店。 在这段时间中, 他埋头开店, 把最初仅有200家的逆风驿站, 扩张到了4000多家。 裴千听完了汇报, 微微点头。 虽然对吕明亮, 努力降低亏损的事情不太满意, 但这必竟是人之常情。 虽说平均到每家门店的亏损降低了, 但总的亏损在上升, 这也不错嘛。 很好, 非常好, 继继续保持。 裴千十分满意。 看到裴总充满欣赏的表情, 吕明亮也彻底放心了。 虽说裴总从一开始, 就说, 逆风驿站是为了布局, 不要在乎短期的盈亏, 但毕竟都持续亏损快两年了, 亏出去的钱, 已经难以计数了。 裴总会不会失去耐心, 改变想法? 现在看来, 自己的担忧是多余的。 这让吕明亮踏实了很多, 也正好趁机提出自己的建议。 裴总, 我觉得时机差不多成熟了, 我们可以开始承揽常规的快递业务, 开始盈利了。 吕明亮顿了毒, 继续说道, 目前, 我们已经有了四千家逆风驿站, 要知道, 国内一些快递公司, 在全国才仅有两千多的网点而已。 我们在数量上, 已经超过了他们。 逆风物流一直这样亏损下去, 只能靠其他产业的输血, 这也不是长远之际, 必须得进一步降低亏损, 提升盈利, 才能更好的发展。 所以, 我觉得应该着手筹备跨城市的常规快递业务, 把这块的利润, 从其他的快递公司手中抢过来。 长久以来, 逆风物流钱的, 其实是其他快递公司, 最不愿意钱的脏活累活。 最后一公里的问题, 一直是困扰快递行业的一个大问题。 因为从转运点运到快递网点很方便, 一车货直接拉过来就行了, 但要从网点把快递一件一件送到家门口, 这人力成本就高了。 同样是送快递, 其他快递公司钱的是最省市, 利润最高的部分, 而逆风物流钱的是最麻烦, 利润最低的部分。 逆风物流为其他快递公司, 解决最后一公里的问题。 平均下来, 每个件只收二至四毛钱, 虽说主要收的都是一些小件, 但依旧血亏, 付出与回报不成正比。 一些平台给出的方案是, 做快递柜, 让顾客自己去拿。 但问题在于, 这个快递柜在快递公司那边收了钱, 给快递公司节省了大量成本, 却把最后一公里跑腿的事情转嫁给了消费者。 消费者又是走路, 又是搬东西, 快递柜站的地方也都是小区提供的, 最后帮快递公司省了事, 让做快递柜的赚了钱, 自己反而没有任何好处, 原本应该享受的上门服务也打了折扣。 有些顾客因为上下班时间的问题, 喜欢去快递柜自己取件, 但这只能作为其中的一种选择, 不能强制让那些不想出门的人也自己去取件。 这是一种过于鸡贼的行为, 实际上侵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逆风一战可以让快递小哥送货上门, 也允许顾客自己上门取件。 自己上门取件还可以获得一些积分, 这才是保障消费者权益的解决方案。 对于这种别人吃肉, 逆风物流只能喝汤的现状, 吕明亮当然是非常不满的。 他不会强迫其他公司也必须喝汤但吃肉的事情, 凭什么我不能干? 不就是把快件收上来, 去集散中心奋减, 装车运送到目标城市, 再次奋减, 然后再把快件发下去吗? 逆风物流凭什么不能赚这个大头? 以前不做, 那是门店太少, 覆盖的范围不够, 得先布局。 现在都开到四千多家门店了, 一个大壮汉, 还是只喝汤不吃肉。 结果把自己饿得熬叫这合适吗? 显然非常不合适。 所以他这次来, 一方面是向裴总汇报逆风物流的近况, 另一方面, 也是要试探一下裴总对此事的态度, 希望可以尽快将逆风物流的业务拓展一下。 不说很快扭亏为盈, 至少先把跨城快递业务给做起来, 减少一些亏损也好。 否则这样一直亏下去, 显得自己这个负责人一直在失位素餐, 就连负责人聚会的时候, 不有点抬不起头来。 裴谦的表情瞬间变得很凝重。 坏了。 很显然, 吕明亮在逆风物流, 兢兢业业地干了一年多, 绝对不会满足于一直这样重负的开店。 这也就是吕明亮才能忍这么久了, 要是换个别的负责人, 估计提前半年就得跑来抗议, 要求扩展业务了。 裴谦想了想, 这是不太好, 直接拒绝。 吕明亮这个人是比较脚踏实地的, 做事稳妥, 完成任务非常认真, 执行力很强。 他主动提出这个意见, 足以说明他已经经过了深思熟虑, 反复思考, 实在憋不住了, 才找过来的。 已经有四千多家门店了, 最难的最后一公里问题都已经解决了。 做跨城快递, 无非是顺手的事情, 为什么不做呢? 除了故意要亏钱, 这个不能说的理由之外, 裴谦实在是想不到其他的理由, 拒绝吕明亮的提议。 但是, 就这摩全盘同意了吕明亮的提案, 那肯定也不行。 物流这个东西做好了的话, 赚钱也是很多的, 逆风物流亏得好好的, 要是在扭亏为赢了, 裴谦可得当场凸鞋。 所以, 得对逆风物流的业务, 进行一定的调整, 把吕明亮给安抚好, 还得保证这种业务, 调整让逆风物流继续亏钱才行。 裴谦很快想到了一个好办法。 嗯, 你说得很对, 逆风物流这边, 确实也该进行一些业务调整了。 但是有一点要注意, 逆风物流的门店, 虽然已经达到了四千个, 但全都分布在四片区域。 以荆州, 帝都, 摩都, 阳城, 这四个核心城市为中心, 向周边地区浮散。 但在除了这四个区域之外的广阔地区, 比如一般的省会城市, 二线城市, 是根本没有任何门店的, 更别说那些小线城了。 如果我们要发展跨城快递业务, 这个城市也不能送, 那个城市也不能送, 跟其他的快递公司相比, 有什么竞争力呢? 其他的快递公司, 有些虽然只有两千家门店, 却是遍布全国各个城市的, 甚至一些小线城都有覆盖, 这是本质区别。 他们的门店覆盖范围特别大, 虽然快递多, 送得慢, 还经常丢件, 但他们可以保证, 全国大部分城市都有覆盖, 我们不行。 吕明亮有点淡定不能了, 那裴总您的意思是, 等我们门店铺满全国, 才能做常规的快递业务, 那得到合年合月去了。 裴谦微微一笑, 我的意思是, 可以做, 但我们得跟其他的快递公司, 形成差异化竞争。 如果仅仅是租个仓库买, 一些设备做粪检中心, 再租一些大货车运货, 逆风物流跟其他的快递公司, 又有什么区别呢? 我的想法是, 要发挥逆风物流目前的优势, 做到比所有的快递都要更快, 而要比其他的快递更快, 就不能再用传统的, 以陆运为主的运输方式。 我们做空运, 跟航空公司谈合作, 租赁飞机运送货物。 以荆州、 帝都、 摩都、 阳城这四个城市为中心, 每天至少有一个航班, 进行往返的货物运输。 这样每天有12个航班, 将快递货物运送到对应的城市。 而后, 这些货物经过粪检, 再通过传统的陆运方式, 送到周边城市。 这样就比其他的快递公司都要更快。 当然, 仅限于在我们业务覆盖内的区域。 在这四个区域之外, 我们暂时不提供任何寄件或取件服务。 吕明亮不由地愣住了。 原来裴总不是不赞同他的看法, 而是想到更前面去了。 目前, 这个世界的快递公司运送方式, 还是以陆运为主。 如果从阳城寄快递到帝都, 需要三天的时间, 如果延误的话, 甚至需要四天甚至更久。 而裴总的想法是, 以荆州、帝都、 摩都、 阳城这四个逆风驿站高度覆盖的城市为中心, 将它们的周边城市化为一个陆运区域。 在这四个城市之间, 采用纯空运的方式, 就可以把原本陆运需要三天时间才能送达的快件, 缩短到一天之内。 而在区域内, 比如从荆州到汉东省的其他城市, 就可以通过常规的陆运方式运输。 虽然在速度上, 不一定会比其他快递有明显的优势, 但别忘了, 逆风驿站是腾达自驾开的。 同样的货物, 逆风驿站肯定是优先送自家的快递, 然后才送其他快递公司的快递。 这样一来, 凡是在逆风驿站覆盖的区域, 用逆风物流发快递, 收快递一定可以获得比普通快递公司更好的体验。 那四千多家逆风驿站可不是白铺的, 在这个时候肯定要发挥效果。 而裴谦真正在意的事情其实很简单, 用空运门槛高, 而且可以多花钱啊。 飞机飞一趟的邮费, 跟几辆大货车跑个长途, 那是一个概念吗? 而且, 空运收费肯定会比普通快递要高很多, 初期使用的人不会很多。 而且, 空运的货物是有严格限制的, 很多东西不能上飞机。 到时候, 不管一架飞机有没有装满, 都要如期起飞。 空着飞一趟, 这不就是纯花钱? 更何况, 跟航空公司合作, 租赁飞机, 乃至于以后自建机场, 直接购买飞机等等, 这可全都是巨额开销, 未来烧钱升级的潜力很大。 当然, 空运如果能做起来的话, 那摩陆运肯定也很好做。 随着逆风物流的进一步发展, 逆风驿站肯定会向更多城市扩散, 而远距离运输肯定也不可能只走空运, 慢慢地也会用陆运, 包括铁路运输和长途货运。 但那些都是以后才需要担忧的事情了。 短期内, 逆风物流就只做当前的这种跨区域用空运, 区域内用陆运的方式肯定能亏钱。 至于哪些货物能送, 哪些不能送, 哪些地方能寄到哪些地方寄不到, 这些都会由最底层的快递小哥把关。 只要顾客寄件之前, 快递小哥查询一下货物是否符合标准, 目的地是否有逆风驿站就可以了。 有, 那就用逆风物流来寄, 如果没有, 那就还是用其他的快递来寄。 业务拓展之后, 腾达生活APP上的逆风物流部分也得有所更新, 支持玩家实时查询自己快递所在位置。 不过, 这些都是吕明亮未来一段时间要操心的事情了。 裴谦说道, 大概就是这么个情况。 当然, 要跟航空公司合作, 租赁飞机, 还要在城郊租赁厂房建立分检中心, 还需要进一步更新整个快递的物流系统, 让不同步骤之间的中转更加顺畅。 都需要大量的前期准备工作。 这样吧, 先给你三个月的时间进行前期准备, 洽谈业务, 三个月之后再给你拨一笔专项资金, 将新业务逐渐落实。 其实主要的原因还是资金的问题。 腾达才刚从之前的烧钱大战中缓过气来, 虽然正在快速回血, 但裴谦已经想了很多办法, 把钱再度花出去了。 而逆风物流这次的业务升级属于计划之外的开销, 赔钱之前并没有安排专项资金。 要租飞机, 在各个城市建一批粪检中心, 这也不是一笔小钱能搞定的, 应挤的话有点困难。 而且, 距离结算只有两个月的时间了, 明显已经不敢烫了。 等下个周期开始, 电影的回款估计也快到了。 各个部门也又攒出来一大笔钱, 正好可以烧到逆风物流里面去。 吕明亮很高兴, 这次来献裴总可以说是收获颇丰。 他立刻点头, 好的裴总, 我这就去安排, 一定把这件事情办得漂漂亮亮的。 安抚完了吕明亮之后, 裴谦回到住处稍微午睡了一会儿, 然后就起身去找田墨。 今天他已经跟梁清帆约好了, 带田墨去看看新体验店的装修情况, 同时把体验店里的一些细节布置给敲定一下。 裴谦把新体验店的事全全交给梁清帆之后, 就没有再过问了。 现在别说体验店具体长什么样子, 就连位置在哪都不清楚。 这次裴谦没有过问位置, 一方面是因为前段时间比较忙, 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觉得过问了也莫卵用。 树懒公寓当时就是这样的最初的几栋楼, 裴谦可以说是精挑细选, 全都在各种鸡脚嘎拉找的, 结果火了, 价格暴涨。 裴谦琢磨着这种楼生殖潜力太大了, 于是树懒公寓2.0模式就找在了比较繁华的地段, 结果不得了, 火起来更是一发不可收拾。 类似的经历, 在墨语网咖和许多其他的实体产业中, 也都已经上演过很多遍了。 所以裴谦发现了, 悬址这东西好像跟他会不会火没有太大的关系。 甚至自己费尽心思的选址, 反而可能起到副作用。 既然如此, 何不做条狼狗呢? 挑选址是很麻烦的, 得坐车满荆州的跑, 到了地方还得到处确认。 为了敲定一个选址, 经常要跑个三四天。 一般人租房就已经够麻烦了, 为店铺选址比租坊还要麻烦很多呗。 既然选哪都一样, 裴谦也就根本不想费这个劲了, 全都交给梁清帆一手包办就完事了。 当然, 这也并不代表裴谦就坐以待毙了。 他琢磨着, 一个实体产业火不火, 跟选址关系不大, 但跟人关系很大。 只要牢牢地把控住填墨, 再通过填墨层层控制整个销售部门, 那就问题不大。 没过多久, 裴谦就已经来到了填墨所在的门店外面。 门店中有几位顾客在逛, 既不像最开始纳摩冷清, 也不像G1手机刚发售时那样火爆, 算是回归了正常状态。 裴谦默默地叹了口气, 只能说, G1手机发布会上直接给出了体验店地址, 这实在太伤了。 全荆州都知道腾达的第一家体验店在这里, 都想过来看看。 而且, G1手机目前仍旧处于陆续断货的状态, 生产出来一批货, 有货状态持续一段时间, 然后受庆了, 就又断货一段时间, 如此循环往复。 很多没有下定决心到底要不要买的顾客, 或者官网暂时受庆, 想要来线下门店预定的顾客, 构成了近期逛门店人员的主力。 裴谦仍旧戴着口罩在门外装作逛街的路人, 偷偷地观察了一下门店里的情况。 田墨仍旧在兢兢业业地为感兴趣的顾客介绍这些产品的缺陷, 而且相比于上次来, 似乎说得更流畅了。 毕竟上次G1手机刚发售的时候, 田墨对这台手机还不是很熟悉, 讲起缺点来, 磕磕绊绊绊的。 现在他自己用过了, 对各种参数也都记熟了, 再讲起缺点来那叫一个顺畅。 只不过, 顾客们都是习以为常的样子, 还会跟他闲聊几句。 腾达最近不是新出了的智能健身量衣架吗? 你们这体验店怎么没有? 有个哥们问道, 田墨立刻解释道, 那个产品站地方太大了, 体验店里放不下。 如果您想体验的话, 可以到附近的托管健身房去体验。 那边有几台现成的设备, 还有健身教练帮忙讲解。 这哥们四下看了看, 然后点点头, 确实是放不下了。 不过话说回来, 腾达这模大一家企业, 做什么事情都很大气, 怎么唯独这第一家体验店, 这模小气呢? 这模小一个店面, 跟个杂货铺似的, 跟腾达的气质太不相符了, 产品也都摆不全。 田墨笑了笑, 这只是一个试点, 以后应该会有更大的店面。 几位顾客在店里转了转试了是最新款, 记忆手机的样机之后, 就预留下信息, 等着回头来取货了。 那个问智能健身量一架的哥们, 直接奔着直踢去了, 显然是打算离开商场后, 直奔附近的托管健身房。 看到店里没有其他的顾客了, 裴谦立刻走进去, 给田墨打了个招呼。 锁门, 今天的营业结束了, 我带你跟庄栋去看看新体验店。 田墨愣了一下, 赶忙说道, 好的, 他不由得心中一喜, 刚才还说, 这家体验店太小呢, 大的体验店不就来了吗? 对于这个新体验店的事情, 田墨所知不多, 只知道这个东西在装修, 但位置在哪, 具体有多大, 他一概不清楚。 这也很正常, 毕竟田墨对自己很有数, 以他现在的水平, 估计是墨资格, 参与到体验店选址和设计的工作中。 虽然头衔是销售部门负责人, 但田墨觉得, 自己的实际能力, 连一个普通的房产中介都不如。 所以, 一切听裴总安排就是了。 今天听说要去看新体验店, 田墨也很高兴, 招呼装动出来之后, 把门锁好。 众人往地下停车场走去。 田墨有些好奇地问道, 裴总, 新体验店在哪个位置啊? 裴迁沉默片刻, 这个, 我也不知道, 交给梁清帆全权去办了。 田墨点点头, 不再问了。 看起来, 裴总也莫参与体验店的选址工作。 但田墨觉得, 跟自己肯定是不同的原因。 裴总绝对是因为工作太繁忙, 而且对梁清帆极度信任, 所以才把这项工作, 全都交给梁清帆去办的。 又走了几步, 裴迁问道, 销售部门的其他人选, 定下来了吗? 之前裴迁已经跟田墨交代过, 让他自己挑选销售部门的人选, 就从他的朋友, 同学里面找, 而且, 学历一定不能超过他。 田墨自己只是高中学历, 这个条件还是有点苛刻的, 裴迁怕他难以完成。 田墨赶忙回答, 裴总, 我目前找了15个人, 这些人完全符合您的条件, 都是我的初衷, 高中同学, 关系都不错, 而且, 学历都不超过我。 我已经让他们, 把现在的工作辞了, 在家待命, 赎被销售部门准则, 其中有四个人, 关系特别铁的, 我先安排他们, 来跟我轮班看店, 只不过, 今天刚好是我和装动的班, 他们不在店里, 否则还能给您介绍一下。 但是再多的话, 真找不到了。 裴迁微微点头, 15个人, 再加上田墨和装动的话, 就是17个人。 能找到这么多栋梁之材, 也是难为田墨了。 只是, 这个人数, 依旧有些不够。 新体验店至少几千平, 分为好几个大的区域, 这些销售又不是机器人, 需要轮班轮修, 店里杂七杂八的事情, 也需要处理。 更何况, 裴迁搞这个销售部门, 是为了培养自己所需要的销售人才, 未来还要开更多的体验店, 甚至这些销售, 还要分配到墨鱼网咖等其他产业中。 这人才缺口就太大了。 新体验店的第一批员工, 未来几乎都会成为另一家体验店的店长, 或者骨干成员, 外派出去。 所以, 新体验店的第一批员工, 只能多, 不能少。 17个人, 还是远远不够的。 裴迁想了想, 继续招人, 不过范围可以稍微放宽一点了, 比如你的朋友之类的。 但是一定要注意, 被其他公司洗脑太深的, 绝对不能要。 有可能不认可, 甚至违背销售部门宗旨的, 也绝对不能要。 田莫赶忙点头, 明白。 来到地下停车场, 坐上商务车之后, 小孙就直接载着三个人, 前往新体验店。 梁青帆已经在那边等着了。 十几分钟之后, 商务车停下了。 裴总, 我们到了。 裴迁一直在玩手机, 也莫仔细看路, 直到这时候才收起手机, 抬头看向窗外。 然后就看到了那幅莫蒂斯特的超巨幅宣传海报。 裴迁? 这不是远达天地吗? GALT第一届全球邀请赛以及GPL联赛的比赛地点。 裴迁无语了。 梁青帆啊梁青帆, 让你随便选地方, 也不能选在这里啊。 你这不是搞事情吗? 哪怕选在环宇天街呢, 也总比这里好啊。 毕竟环宇天街那边可没有GPL联赛啊。 但是裴迁转念一想, 又觉得不对劲。 因为裴迁来过很多次远达天地了, 对这个商场非常熟悉。 远达天地是整个荆州仅次于环宇天街的大型商场。 而且, 自从GPL入住以后, 人流量再度暴增, 已经不输环宇天街了。 所以, 远大天地里少数空着的商铺, 也很快就被抢租一空, 功不应求。 之前裴迁给梁青帆交代的是, 这体验店至少也得几千平。 而远大天地显然是无论如何, 也挤不出这些地方的, 除非再租一个多功能厅。 但多功能厅拿来做比赛场馆还可以。 做体验店那就太不适合了, 梁青帆应该不会这么干。 带着困惑, 裴迁和田墨, 装动下了车。 梁青帆已经提前在路边等着了。 互相介绍, 打过招呼之后, 裴迁说出了心中的疑问, 新体验店选址在远大天地里边。 哪来的地方? 梁青帆微笑着摇了摇头, 当然不是, 远大天地确实摸位置了, 而且价格有点高, 不太合适。 我选的是后边那栋楼。 说着, 梁青帆转身往背后指了指。 裴迁, 田墨和庄栋顺着梁青帆的手指看了过去, 看到了陆对面与远大天地 仅仅一阶之隔的另外一个商场, 金盛广场。 相比于环宇天街和远大天地这种老牌商场而言, 金盛广场相对年轻, 在去年, 也就是2011年才刚刚开业。 裴迁还记得自己最初来到远大天地的时候, 对面的金盛广场还处于最后的装修阶段。 但开业至今已经一年过去了, 金盛广场在整个荆州却依旧不是特别出名, 营业额也很难跟远大天地相提并论。 明明只有一阶之隔, 但去往远大天地那边的人流量, 明显比金盛广场要大得多。 这里边原因比较复杂。 其中一个原因是, 荆州目前为数不多的几条地铁线之一, 直接通到远大天地的地下。 而顾客想要坐地铁到金盛广场, 却需要从远大天地里面走出来, 或者从另一个站点下车, 然后步行十分钟。 另外, 远大天地毕竟是开的时间比较久, 里面的大品牌也比较多, 附近的很多顾客形成了习惯。 前一时里认为远大天地比金盛广场要好, 所以, 哪怕只有一阶之隔, 也懒得过去。 大部分人逛一个商场都费劲, 莫纳摩多经历去逛两个。 再加上, GPL联赛选址在远大天地, 更是让远大天地的客流量对金盛广场购成了碾压的态势。 当然, 在GPL开赛以后, 由于要接待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 所以远大天地无法完全吃下这摩多游客, 里面的餐厅常常是爆满状态, 所以, 也有一批人来到金盛广场, 提升了这边的客流量。 但总体而言, 还是一个吃肉, 一个喝汤的性质。 金盛广场是一个倾向于打造年轻、 时尚、 创意的购物中心, 这一点在建筑风格上也有所体现。 大楼的构造就像是一个正方形凹进去了一个角, 凹进去的位置正对着十字路口, 与对面的远大天地遥相呼应。 而在凹进去的这个位置, 下方是广场入口, 上方则是有一个巨大的半圆形区域, 让整个大楼的风格兼具了棱角与圆润, 很有现代感。 这个圆台外侧, 全都是巨大的玻璃幕墙, 一直延伸到大楼的另外两面外墙。 看起来就像是一整个巨大的窗口, 极为气派。 裴谦不由地微微皱眉, 因为他记得上次来的时候, 这个地方, 还是被整个遮挡起来的, 似乎没有对外开放。 这还是他第一次见到这块地方的真面目。 梁清帆解释道, 我问过了, 这个地方原本就计划大规模采用玻璃幕墙设计, 尽可能地夺人眼球。 但因为它是整个大楼施工难度最高的地方, 而且, 金盛广场老板对之前的效果不太满意, 所以在金盛广场开业一年后, 这个地方也都在持续修缮, 整个区域全都封闭了起来, 没有接待顾客。 但现在, 已经全部完工了。 我看到这个地方, 就觉得非常喜欢, 所以找金盛广场这边的老板聊了一下。 他一听说, 腾达要把第一家大型体验店开在这里, 非常欢迎, 全力支持。 不仅按照原本租金六折的价格, 签了长约, 还许诺我们可以可以免除半年的租金。 当然, 仅仅这一片区域还是不够的, 这个半圆形区域的面积只有两千多平, 即使加上之前因为施工分隔, 而未能有商铺入住的区域, 好几层加在一起也才五千平左右, 显然不符合您之前的要求。 所以, 我问商场这边, 能不能把这一片区域周围的商铺, 也尽量给云出来。 能凑多少凑多少, 多多一扇。 于是商场想尽办法, 又给我们凑了大约两千平, 这些面积从一层到顶层都有, 但基本上在靠近这一区域的扶梯附近。 一共是七千平, 虽然距离您之前的最高目标一万平, 还有很大的差距, 但我考虑, 毕竟这里是核心商圈, 挤出那么大的地方很难。 而且, 七千平其实也足够用很长时间了, 就接受了。 因为这一区域之前在施工, 所以商铺并不算很多, 已经入住的商铺, 在经过友好协商之后, 也都换到了稍微远一些的空位置。 当然, 最终由商场出面, 给了一些补偿, 位置便大了一些, 但租金没涨。 陪迁听晕了。 等一下, 你刚才说租金六折, 免半年租金。 而且还把周边的, 商铺给赶跑了。 你老实说, 这商场是不是神华地产的产业? 或者是李总在里头有股份? 这重优厚的待遇, 让裴谦不由自主地联想到了, 之前在神华好景, 曾经经历过的那些不堪回首的过往。 梁清帆愣了一下, 然后摇头, 不是啊, 裴总你为什么会这么认为呢? 田墨也很疑惑, 这条件, 未免也太优厚了吧。 租金六折呀, 如果按五年, 十年计算, 这的是多大一笔钱? 梁清帆笑了笑, 六折很多吗? 说实话, 要不是我很喜欢这块地方, 尤其是很喜欢这个玻璃木墙, 肯定还要再掉它两天, 好好砍砍价的。 京盛广场非常清楚, 腾达给它带来的, 可不仅仅是租金, 还有巨大的人流量。 对面的远大天地承办了GPL联赛, 全国各地的Gaub玩家过来看比赛, 都会在那里边消费, 这是多大的人流量。 但是, 地铁口在远大天地那边, 再加上远大天地的餐饮和商铺整体质量, 都比京盛广场要高。 所以, 绝大多数的客流量都被远大天地截流了, 真正来京城广场这边的人很少。 对于京盛广场来说, 投聚资盖了这个楼, 却引不来顾客, 多亏。 但如果我们腾达的体验店开在这里, 那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 透过玻璃幕墙, 在路边, 甚至是在远大天地靠外侧的商铺中, 都能清楚地看到腾达体验店的全貌。 而那些为了看GPL联赛而来的人们, 会不会顺便过来看一看? 没有腾达体验店, 这一街之隔, 就如隔天渊。 但有了腾达体验店, 这一街之隔, 无非就是不行两分钟的事情, 这其中的区别可大了去了。 就像波罗手机的零售店, 不管在任何一个城市的商场中, 都能拿到极为优惠的租金, 而且, 没有任何一个商场敢随便涨租, 就是因为波罗手机的零售店, 可以吸引大量的购物者, 能让购物中心的销售额平均提升10%, 是高一点的租金重要, 还是额外10%的销售额重要? 这是一个小学生都不会做错的选择题。 虽然腾达在其他城市, 可能还达不到这种水平, 但在荆州, 尤其是在远大天地的GPL厂地边上, 而且是第一家大型体验店, 这种溢价能力还是有的。 而且, 其他的商铺之所以如此配合, 就是因为他们也知道腾达的入住将会 给他们也带来不错的客流量。 如果因为他们的拒绝, 导致我们最终选举了其他的地方, 他们反而会得不偿失。 所以, 这些商铺才愿意腾出地方 让给我们。 这样, 即使新班的地方位置差一些, 但有我们带来的客流量, 有商场给的补偿, 反而是赚的。 除此之外, 商场的老板还决定, 头前在这里建一座过街天桥, 从远大天地门口, 直通经圣光场的门口。 这个过街天桥, 将会是一个透明的空中通道, 有自动扶梯, 不管刮风下雨, 对面的顾客都能顺畅地来到这边。 听完梁清帆的解释, 田墨震惊了。 他之前就知道, 腾达在荆州的影响力很大, 但没想到, 竟然大到了这种程度。 不仅商场举双手欢迎, 大开绿灯, 忙前忙后, 就连里面的商铺, 也都心甘情愿地配合。 硬是在这样一个位于市中心的商场里, 挤出来了七千平的地方。 这种事情, 可不是光靠有钱就能办到的。 田墨不由得用一种极为敬佩, 甚至于鼎里膜拜的眼光, 看向裴总。 裴总的性格非常平易近人, 所以相处久了, 总会有一种自然而然的清净感。 但一件一件离谱的事迹, 在时刻提醒着田墨, 裴总只是看起来随和, 实际上却是一位真正的大佬。 就拿现在的情况来说, 田墨已经被震惊得不要不要的了, 然而裴总却面无表情, 完全看不出任何的惊喜。 按说, 裴总不也是第一次来磨? 之前对这些事情, 应该一无所知吧? 却依旧是满脸的淡定。 显然, 类似的情况已经发生过很多次, 裴总早就见怪不怪了。 田墨不由的暗自感慨, 还是自己现的市面太少了呀。 得向裴总学习, 泰山崩于前面不改色才行。 至于装动, 他显然没有完全听懂梁清帆在说什么, 只是感觉很牛逼的样子。 如果此时有谈目, 他应该再蹲着田墨无脑刷666。 然而, 裴谦此时却是被梁清帆的这番话给震惊到了, 暂时陷入了呆滞状态。 租金六折, 免半年租金, 而且整个商场, 包括商铺自发腾地方, 连带上之前没有开放的区域, 硬是凑出了总面积达到7000多平, 横跨好几层的大量门店。 不仅如此, 商场老板还要自掏腰包, 搞一个透明的过街天桥。 这对于裴谦来说, 无疑是多重噩耗, 不仅是少花了一大笔租金, 而且因为选址的原因, 这个巨大的玻璃木墙和未来即将修好的过街天桥, 将会源源不断地把对面远大天地里的顾客给吸引过来。 这魔一想, 这体验店还不如在远大天地里头呢? 人流量还是这魔多, 但在远大天地的话, 租金绝对会高很多, 而且也绝对凑不出7000平, 撑死了也就凑个一两千平的面积。 哪会像现在这样, 人流量, 面积, 钱, 一个都没躲开, 全站上了? 这不是给销售们劝退顾客制造难度吗? 裴谦以为深长地看了田墨一样, 那意思是, 梁清帆的玄址, 坑我不清, 只能全靠你了。 田墨立刻心领神会地点点头, 裴总你放心, 我一定把田店的工作给做好, 绝对不会辜负这魔好的选址。 裴谦? 他酝酿许久, 最终还是无话可说, 只能看了看梁清帆说道, 行吧, 去里面看看吧。 在梁清帆的引领下, 众人来到金盛广场一层的入口处, 也就是正方形凹进去的那个角, 同样也是腾达新体验店主体部分的正下方。 商场一共四层, 每层的层高目测在5.5米左右, 整个商场的高度正好不超过24米。 在建筑规范上, 超过24米会被定义为高层, 在消防设施以及其他方面的要求会相应提高, 进而导致整个商场的建造成本大幅提升, 比较不划算。 而尽可能的提升层高, 减少层数, 则是为了尽可能的避免顾客频繁爬楼, 带来更好的购物体验。 层高越低, 越容易给人一种压抑的感觉。 反之, 层高越高, 整个场景就越开阔, 顾客的心情也会相应地变好, 更有利于刺激消费。 平凡的爬楼会消耗顾客的耐心, 大部分顾客宁可在同一层多走几步, 也不愿意爬到五楼、六楼去。 精盛广场作为一个比较新的广场, 在设计时显然充分考虑了这些方面, 在细节上提升顾客的购物感受。 进入一层, 迎面是一个巨大的中庭空间, 从底层一直贯穿到顶层, 就像是一个室内小广场, 有一座标志性的现代雕塑。 这座商场整体给人的感觉相当现代, 大气。 来到中庭之后, 就可以直接通过扶梯来到二层的腾达体验店。 在设计之初, 这片采用大量玻璃木墙的半圆形区域, 就是整个商场中最核心的位置。 所以, 许多设计都是围绕它进行的, 包括商场中的自动扶梯, 也是优先照顾这个区域。 来到二层之后, 梁清帆抬手介绍道, 裴总, 从这里开始, 一直到最顶层, 就全都是腾达体验店的范围了。 当然, 仅限于我身后的这个方向, 一共是三层, 按照您之前的要求, 分成了六个区域。 每一层, 都有常规区和核心区的区分。 所谓的核心区, 其实就是半圆形玻璃幕墙所在的区域, 这一区域采光极佳, 宽敞, 明亮。 而除开这一部分, 它周边的那些, 在商场内部的商铺, 则是作为常规区。 这样一来, 三个楼层的常规区和核心区加在一起, 正好可以满足您之前的要求, 划分为六个不同的功能分区。 二层的核心区是数码区, 常规区是游戏体验区。 三层的核心区是周边商品区, 常规区是居家生活区。 顶层的核心区是餐饮区, 常规区是观影区。 梁清帆一边带着三人, 在里面逛一边耐心介绍。 这个分区显然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商场中的楼层分配, 其实是有一定潜规则的, 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 刚需产品尽量安排在上层, 而容易冲动, 消费的高利润产品, 尽量安排在低层。 例如, 餐饮和家电产品一般在上层, 而化妆品、 手饰等一般在底层。 这是因为随着层数的提升, 人流量会相应减少。 消费者对家电产品的需求是固定的, 一般是有需求才会来逛, 不可能突然逛着街, 就想买个冰箱。 所以即使放在上层, 消费者也一定会去看。 餐饮也是同理, 逛累了就要吃饭, 不可能心血来潮就不吃了。 把这些放在上层, 不会降低顾客的消费欲望, 又能尽可能地让他们多逛几层, 把人流量往上引导。 而化妆品、 手饰等等, 往往是因为冲动而购买, 他们的利润又比较高所以放在底层。 既能承受较高的租金, 又可以通过巨大的人流量, 获得不错的利润。 梁清帆的规划, 显然也是遵循了这一规律。 餐饮区放在最上层, 顾客从下往上逛, 逛累了, 正好吃个饭。 而数码产品和游戏体验区放在下层, 能够充分利用人流量, 提升营业额。 至于常规区和核心区的区别, 主要在于环境的不同。 核心区有巨大的玻璃幕墙, 采光极佳, 宽敞, 明亮, 视野开阔, 整个区域不会被分隔, 高度一体化。 很多数码产品的门店都会采用大量的玻璃设计, 而且层高很高, 就是为了给消费者营造一种高端大气的感觉, 提升他们的购物体验。 所以, 卖手机和其他数码产品的数码区放置一些家具, 智能家电的周边商品区, 以及让消费者们用餐的餐饮区对环境要求很高, 选在了半圆形玻璃幕墙包围的核心区。 常规区的采光则差了很多, 而且区域之间也存在一些分隔, 不是整体的一块。 这是因为游戏体验区, 家居生活区和观影区对光照的要求不高, 甚至比较排斥光照。 不管是体验游戏还是看电影, 都需要相对较暗的环境。 家居生活区严格意义来说不是卖场, 是模拟家居摆放在家中的情景, 个别场景还要展示夜间宅在客厅的温馨环境。 而且,观影区、游戏体验区和家居生活区 都可以分为好几个不同的展厅, 展示不同的风格和内容需要分隔开来。 所以,这些都放在常规区。 除此之外, 每一层常规区和核心区之间还有一定的联系。 比如二层、数码区和游戏体验区放在一起, 玩家体验完了游戏和最新游戏设备之后, 直接就可以来到数码区购买自己看中的设备。 三层、居家生活区和周边商品区也是同理。 四层、餐饮区和观影区共同构成了一个舒适的休息区域, 顾客逛累了,可以吃饭、喝点东西, 也可以坐下来看个电影。 每一层的核心区都是大约700平, 三层加在一起一共2100平左右。 而每一层的常规区则是从1000平到1300平不等, 加在一起大约3600平。 此外,一层还有几家商铺, 一共1200多平也一起租给了腾达。 这是当初商场为了给梁清帆凑数用的, 强行凑成了7000平。 正好,一层的这几家商铺就可以用作墨鱼网咖、 逆风物流等实体产业的展示区, 盈利不是第一目标,主要是为了展示。 总之,梁清帆的安排相当科学。 目前整体的装修已经完成, 地面、墙面全都一尘不染, 而且第一批家具和设备, 包括数码区的长桌、货架等, 都已经运送过来了。 只要再经过几天的筹备, 整个体验店就可以对外开放了。 之所以速度很快, 是因为原本商场就是由知名建筑师设计的, 尤其是在玻璃木墙这个窗口区, 花费了大量的心思, 又几经修改。 所以,梁清帆不需要大改, 只需要在一些细节上进行小修小补就可以了。 这位梁清帆节省了很多时间, 也是让它最终下定决心把体验店选址, 敲定在这里的一个关键原因。 首先来到的是二层的常规区, 也就是游戏体验区。 按照规划, 这里将会摆上电脑、 手机、电视、 智能健身晾衣架、 VR眼镜等设备供玩家体验。 只不过, 目前这些东西还没有到位, 所以只凭脑补, 还难以想象这些区域正式开放之后的场景。 再往里走, 就是这一层的核心区, 也就是数码区。 同为核心区、 数码区、 周边商品区和餐饮区三者的装修风格极为接近, 只是在布局方面稍有区别。 梁清帆来到玻璃木墙旁边, 可以清楚地看到对面的远大天地, 视野非常开阔。 做成玻璃木墙设计的建筑并不少见, 但最终效果是否好看, 还是由细节决定的。 玻璃分割的大小、 颜色、 反射率、 通透率、 结构体系、 框架材料尺寸、 连接方式, 每一样细节可能都会导致最终效果与预想中的效果相去甚远。 我再看到这块玻璃木墙的第一时间就看出来了, 这个设计师在选材和设计上下了很大的功夫, 整个玻璃木墙的造价一定极为不菲, 所以才看中了这块地方。 而最终的效果就是, 不管从外网里看, 还是从里往外看, 都会给人一种通透、 明亮、 纯净的感觉, 既有现代感和简约感, 又有一种禅意之美。 此外, 我对原本的吊顶做出了一点点小的修改。 原本的吊顶其实也很优秀, 只是灯太小, 我特意采购了大面积的嵌入式磨砂白灯, 再加上深黑色的金属线条作为点缀, 保证店内无死角的灯光覆盖, 而在夜间也能做到明亮淡不刺眼。 虽然整个体验店还没有完全布置完成, 但梁清帆介绍的这些内容, 已经能够感受到细节满满。 装动整个人都快要听晕了, 虽然并不能完全理解梁清帆的意思, 但还是能感觉出来大写的牛逼二子。 田墨则是有点担忧, 因为这家体验店实在是太棒了, 它在整个荆州最繁华的商圈, 占地面积如此之大, 里面的细节更是一流建筑师匠心打造, 就连灯光这种细节都充满诚意。 可以说, 这家体验店跟许多国际一流科技企业的门店相比, 也毫不逊色, 在很多地方还有有过知。 如果跟自己之前打工的那个地产中介的门店相比, 简直就是云泥之别。 而一想到自己即将成为这摩大一家店的电厂, 田墨在激动之余也本能地感觉很慌, 因为他完全不知道自己能否胜任。 如果自己的工作出现什么纰漏, 岂不是既辜负了裴总的期待, 又浪费了梁建筑师的一番心血。 至于裴谦, 此时正在强忍着想要换地方的冲动。 梁清帆越是介绍, 他的这种冲动就越是强烈。 这旋址未免也太好了点。 裴谦几乎可以遇见到体验店开放之后, 里面人山人海的情景了。 如果换到其他地方去, 或者把这三层的职能稍微调换一下, 能不能改变这种命运。 但是裴谦最终还是忍住了。 因为从梁清帆讲述石眉飞色舞的表情来看, 他确实为了这个体验店付出了很多心血。 裴谦当时说的是, 让他全权负责。 如果现在变卦, 让梁清帆的一番心血全都白费了, 也挺于心不忍的。 更何况, 这种精益求精的精神, 也会把整个体验店的成本抬得极高。 比如梁清帆特意订购的这批嵌入式磨砂白灯, 还有在数码区定制的, 能够将所有线路全都集成起来的长桌, 全都造价不菲。 这体验店赚钱不赚钱的先不说, 花钱肯定是少不了。 所以综合考虑之后, 裴谦还是忍住了, 只是又看了看田墨, 希望他能给点力, 努力履行销售人员的职责, 把顾客都给劝退。 而田墨则是, 回给裴总一个极其坚定的眼神, 似乎在说, 一定不会辜负您的期待。 因为大部分区域都还需要积添时间, 才能布置完成, 所以也没有太多可看的。 逛了一圈之后, 众人来到顶层的餐饮区。 这边倒是已经大体上布置完成了, 整个餐饮区基本上分成三个部分。 最外面的是小吃区和饮品区, 主要是让小吃即适的摊主们入住。 位置相对靠外, 为了方便那些不想到里面吃饭, 只想随便买点零食或者饮料的顾客。 网里面一点是平价餐饮, 以摸鱼外卖, 和食, 和的餐品为主, 价格实惠, 口味也不错。 最里面靠近玻璃木墙的区域, 视野最好, 是高档餐饮区, 会采用无名餐厅的模式, 从那边吊拨一部分大厨过来。 当然, 也会继续从全国各地, 挖掘优秀的大厨, 补上缺口。 整个餐饮区宽敞, 明亮, 整洁, 虽然整体仍旧是简约风, 但因为餐桌餐椅, 和其他的各种布置, 会显得更有烟火气, 跟很多大楼顶层的高档旋转餐厅, 有一区同工之妙。 众人逛了这魔酒也有点累了, 尤其是梁清帆, 一直在介绍都莫停过, 现在感到有些口渴。 所以大家随便找了张桌子坐下, 各自点了喝的。 梁清帆问道, 裴总, 体验店安排得如何? 应该很符合您之前的要求吧? 裴谦陷入了沉默。 这怎么说呢? 花钱的力度, 确实挺符合我的要求。 但这个地段, 花钱砸出来的效果, 还有未来的预期, 都非常不符合我的要求。 但都已经这样了, 还能说什么呢? 裴谦只好点点头, 嗯, 差不多吧。 不过, 你仔细想想, 就没有其他能再花点钱的地方了吗? 梁清帆愣了一下, 其他在花点钱的地方? 应该, 没有了吧? 他一时之间, 也想不出来了。 因为整个体验店的细节, 都是他来敲定的, 包括天花板上的灯, 店里的桌子柜子, 都是特殊定制的, 该花钱的地方, 一点都没有醒。 所以, 裴总问, 有没有其他还能再花钱的地方? 梁清帆就说不上来了。 裴谦有些失望? 哦? 真的没有了吗? 其实裴谦自己, 也不知道, 还能在哪花点钱。 只是本着有早没早打三杆子的心态, 多问了这摩一句。 主要是这个体验店, 都已经开在这了。 位置这摩好, 却因为商场给免了一大笔租金, 导致钱没花, 很多这让裴谦觉得非常不甘心。 得再多花点, 心里才踏实啊。 梁清帆也猛了他, 看了看田墨和装栋, 这两人脸上也都是一脸的迷茫。 显然, 大家都觉得, 裴总肯定是看到了问题, 但故意卖了个关子, 让他们自己想。 这是在培养他们的观察力, 和洞悉力。 装栋突然眼前一亮说道, 裴总是不是少快广告牌? 我看别的店铺, 都会在外面打上自家的大型logo, 让顾客离着, 很远就能看到。 但我们这玻璃木墙外面光秃秃的, 什么都没有, 应该贴一个巨大的腾达logo上去。 裴钱稍稍惊喜了一下, 微微点头, 但之后又微微摇头。 没想到是装栋第一个想出了点子。 但仔细想想, 装栋提的这个东西, 虽然是目前体验店缺的, 可问题在于, 他花不了多少钱啊? 专门定制个巨大的腾达logo贴在木墙上, 就算把找吊车的费用都算上, 那才能花多少钱呢? 简直是杯水车薪。 看到裴总的反应, 填末大脑快速运转。 裴总先点头, 又摇头, 是不是说装栋的方向对了, 但具体的做法不对? 突然, 他脑海中灵光一闪, 想到了问题的关键所在。 裴总, 我懂啊, 我们确实要为体验店打造一块招牌, 但是一般的logo或者广告牌都不行, 完全不符合我们腾达集团的气质。 应该定做一块超大型的LED户外屏幕, 动态屏幕全天想播什么就播什么, 那才够气派嘛。 裴千瞬间眼前一亮, 豁然开朗。 这个听起来不错, 屏幕越大, 花钱肯定越多。 他转头看向梁青帆, 做一块最大, 质量最高的LED屏幕, 大概需要多少钱。 梁青帆想了想, 据我所知, 目前质量最好的户外LED屏一平方的价格大概是5000左右。 但是我们肯定不能覆盖在玻璃幕墙外面, 因为LED屏不透明, 这样盖上去等于把这个漂亮的玻璃幕墙给浪费了。 要做的话, 就在网上, 直接到楼顶上去。 需要再做一个钢结构来支撑一下。 不过这个倒是额外, 花不了太多钱。 面积的话, 裴总您想要多大? 裴千想了想, 越大越好。 梁青帆又考虑了片刻。 那我们干脆做一个环绕式的大屏幕好了。 以我们体验垫正上方为主体, 与玻璃幕墙等宽, 高度的话, 大约在5米左右, 然后向两侧延伸, 直接让商场把原本的两个巨幅海豹广告给撤掉。 我们用大屏幕把两边的外墙也全都覆盖上, 整个二三四层全都覆盖。 这样相当于是有三个部分, 两侧的外墙二三四层全都是大屏幕, 而体验垫玻璃幕墙上方的圆弧形区域也是大屏幕, 自然地连成一体, 类似于一对翅膀的形状。 这样算下来的话, 大概能有个一千屏。 屏幕越大, 价格优惠也越多, 但加上顶楼施工的钢结构, 以及杂七杂八的其他费用, 估计480万左右能拿下。 裴千立刻拍板, 不错, 就是这个。 不得不说, 梁清帆在腾达工作久了, 胆子确实大了很多。 如果最初裴千让他做个大屏幕的方案, 他可能只会做四百屏, 五百屏, 但现在直接就奔着一千屏去了。 这就是成长啊。 做个屏幕能花五百万, 那还是挺划算的。 当然, 裴千也很清楚这个大屏幕会起到一定的广告效应, 但是体验店这个事情可能瞒得住魔? 根本不可能啊。 估计开业第二天, 所有人就都知道这里有一家大型的腾达体验店了。 既然瞒不住, 那还不如做个大屏幕多花一笔钱, 反正也没什么区别。 而且, 这个屏幕以后的电费啊, 还有维护保养之类的, 也都需要一大笔钱, 这是持久开支。 其他大楼的大屏幕, 都是会接广告的, 租给外面的公司之后, 还能赚钱。 但裴千肯定不打算租给外面公司赚钱, 宁可白送, 也不能租。 到时候, 就摆几个简洁的logo上去, 花了LED屏幕的钱, 实际上做的确实普通印刷海报的事, 这多好。 裴千总算是遇到了一件舒心的事, 对梁清帆说道, 好。 那这个大屏具体是什么造型? 方案就由你来出吧。 目前这个造型方案, 只是初步方案, 具体怎么做才能跟整个大楼融为一体, 而且足够好看, 还得让梁清帆再计划计划。 裴千又看了看田墨, 前段时间一直是梁清帆在忙, 但他其实也有其他的工作。 之后, 你也跟梁清帆一起忙一下, 力所能及地搭把手, 尽快把田店这边的工作, 全都接过来。 至于原本的那家店面, 交给庄栋去打理就行了。 裴千发现了, 梁清帆实在太给力了, 毕竟人家是正儿八经的天才建筑师, 把自己安排得一愣一愣的。 在这磨下去可不行, 得抓紧让田墨这个二把刀接手, 争取让体验店高开低走, 每况愈下。 梁清帆和田墨纷纷点头, 他俩也觉得裴总这个安排非常正确。 对于梁清帆来说, 体验店这边的事情, 他已经忙得差不多了, 只剩一些收尾工作, 确实应该交接了。 而且, 他在小吃集市和树篮公寓那边的工作, 还都没有完工, 在这样两头跑, 是有些分身乏术了。 对于田墨来说, 他知道自己迟早要接手这家体验店, 所以得趁现在多向梁清帆请教请教, 尽快上手, 这样之后, 才不会因为仓促交接而耽误工作。 裴千问道, 体验店大约什么时候正式开放? 梁清帆稍微推算了一下工期, 内部其实再有一周多就可以了。 但外部的这个大屏幕, 安装起来要花费一定的时间, 哪怕是家籍, 天气也合适, 至少也得一个月。 赔千点点头, 行, 那就这样, 两周后的周日, 也就是6月10号, 体验店先是运营, 外边的大屏幕, 抓紧时间安装, 争取在6月底正式开放。 5月26日, 周六早晨, 港城, 林家强正在智能健身晾衣架上面, 挥汗如雨。 如果梦畅看到现在的林家强肯定会很惊讶, 因为跟之前拍智能健身晾衣架广告的时候相比, 林家强明显瘦了一圈。 准确地说, 是两周瘦了4kg。 虽然对于林家强这200斤的体重来说, 4kg不算多, 但在两周之内瘦这些, 已经很快了。 减肥不能一味地求快, 每周1kg基本算是比较安全, 健康的速度, 再快的话, 可能会有一些健康隐患。 虽然4kg对林家强的体重来说不算多, 但它的外形变化却相当明显。 因为林家强减重, 是用智能健身晾衣架进行了大量的力量训练, 不是一味地减脂。 在体重下降的同时, 肌肉量也有所增长。 肌肉增长, 同样也会造成体重的上升。 从密度上来说, 肌肉是脂肪密度的三倍, 也就是说, 假如一个200斤的胖子 把自己练成200斤的肌肉男。 虽然体重没有变化, 但身形却会是完全不同的。 林家强减掉了很多脂肪, 练出了很多肌肉, 所以, 体重虽然降得不算多, 但看起来却相当明显。 而且, 他的气色也健康了很多。 别太累了, 注意休息啊。 我上去看待孩子们。 林家强的老婆拿了瓶运动饮料, 放在林家强手边, 然后上楼了。 这个楼梯可不是豪华别墅的楼梯, 而是一个普通富士的楼梯。 林家强在港城的这套房子是个小富士, 楼上部分的层高非常矮, 住着他的两个女儿。 房间里放了两张上床下桌之后, 几乎没有多少地方了, 两个小朋友写作业都得错开。 而床到天花板的距离也很矮, 现在两个小家伙还能伸直腰, 但再长大一些的话, 可能就会有点碰头了。 楼下是客厅、 阳台、 主卧、 厨房和卫生间, 上下两层加在一起的面积 大约是不到80平, 整体的功能算是一应俱全。 这在港城, 已经算是相当宽敞的住宅了。 毕竟这边的人均居住面积 只有15平米。 而且, 这个数据, 还是被很多买了别墅和豪宅的土豪们 给平均过的。 林家强出道早, 那时候跟张祖庭等级的兄弟郑当宏, 拍电影也赚了一些钱, 所以, 才买了这个房子, 如果是一般家庭的话, 还真买不起。 但即使如此, 林家强为了供这个房子, 也是费尽了千辛万苦。 当宏的时候还好, 还房贷没时摸压力, 还能隔三差五出去消洒一下。 但后来他的事业每况愈下, 也就只能被迫精打细算, 生活变得相当结局。 最穷困的一段时间, 林家强只要是商演, 不管价格高低全都接, 甚至最惨的时候, 只能靠张祖庭等, 几个老朋友的接济, 才能度日。 不过现在总算是好起来了。 智能健身量衣架, 放在阳台上, 当初这个东西刚送到家的时候, 老婆还差点跟他发脾气。 虽然这东西是白送的, 但是占地方啊。 港城的住宅面积普遍偏小, 所以在空间利用上几乎做到了极致, 一寸都不能浪费。 这个智能健身量衣架, 一下子就占掉了阳台三平米的地方, 让原本就狭窄的阳台雪上加霜, 也难怪老婆要跟他生气。 再听说这个东西的座椅可折叠通行。 而且, 上面可以晾衣服之后, 老婆才总算勉强接受了。 但只是接受, 可没有接纳。 林家强的老婆觉得, 林家强绝对用不了几次, 所以跟林家强约法三章, 只要吃灰一段时间, 就抓紧时间卖掉, 或者处理掉。 结果莫想到的是, 林家强竟然坚持下来了。 每天跟着游戏里面的人物锻炼身体, 锻炼完了, 还能拿到卡路里必抽奖, 就连锻炼的画面也都非常可爱, 充满了猛感。 慢慢地, 老婆也产生了兴趣, 用了几次之后, 也喜欢上了。 还特意自己建了个新号, 从头练起。 看到林家强却实练出了效果, 老婆也就不再念叨, 把智能健身晾衣家卖掉的事了。 不仅自己跟着练, 也天天研究着玩意的晾衣功能, 并对晾衣家的吹钱, 和人工智能提醒收衣服的功能赞不绝口。 本来老婆, 还想让林家强去健身房, 但后来还是作罢了。 因为离家远的健身房来回跑不方便, 进的健身房又比较贵, 人少一点的高档健身房, 月费就要上千, 还不算私教费用。 健身房的月费是一个长期支出, 对他们家目前的这种经济状况来说, 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而现在智能健身量一价的价格, 跟健身卡半年的价格差不多, 更何况是白送的, 健身效果也不错, 所以也就不再考虑健身房的事了。 终于, 林家强结束了健身, 去冲了得早。 刚出来莫多久, 就接到一通电话。 林家强先生是吗? 您好您好, 我是爱立岛网站的官方人员, 现在承邀您入住我们爱立岛网站。 您的好朋友张祖廷先生, 他们也都在邀请范围之内。 如果您愿意的话, 请您到我们网站上注册一个账号, 我们这边会给您一个官方认证, 还有一些推荐资源。 当然, 最好发一个视频, 跟粉丝们打个招呼, 这样便于引流。 林家强认真听完了官方人员的介绍, 赶忙说道, 当然愿意。 太感谢了。 近两年, 爱立岛网站作为内地最大的谈目视频网站, 也在快速的扩张之中。 为了引流, 邀请一些明星入住也是常规手段。 本来林家强有点过气, 按理说邀请的优先级没这么高的, 但他之前拍的热血战歌广告被网友们反复鬼畜, 他和张祖廷都算是热血兄弟五人组的鬼畜全明星阵容了。 再加上他最近代言智能健身晾衣架, 又再次出现在网友们的视野中, 引发了一批网友的鬼畜, 恶搞热潮, 所以获得了爱立岛网站的邀请。 对于林家强来说, 这当然是求之不得的事情。 入住爱立岛网站虽然没有太多的实际收益, 但关注度和热度能够给他带来商务合作, 也能借着这个机会再努力翻红一下。 林家强根本没有多考虑, 立刻就答应下来。 只是, 他紧接着就犯愁了, 这第一个视频拍什么呢? 如果是比较常规的做法, 无非就是跟大家打个招呼, 希望大家给个关注之类的。 但这样的内容比较空洞, 没有干货, 最终的播放量和点赞肯定都很少, 这个账号也很容易被人遗忘。 像一些音乐圈的大神, 他们在发第一条视频的时候, 先做自我介绍, 然后当场写一个曲子, 这种高质量的视频, 就会特别受欢迎。 要不就说积聚之前电影里的经典台词, 或者调侃一下自己, 说说热血战歌那个广告的事情, 唱一下自己的鬼畜也可以, 但是我五音不全, 怕是会掉粉。 而且, 这些办法, 似乎都已经有人用过了。 林家强想了几个点子, 但都觉得不是很满意。 爱丽岛网站会给一些推荐资源, 毕竟是邀请入住的, 必须给个面子。 但多半只会给一次, 爱丽岛网站的视频这么多, 资源有限, 不可能无限制地给。 所以, 这第一支视频太重要了, 如果效果不佳, 吸引不到足够多的关注, 那之后再发视频估计, 也不会有多少人关注。 反之, 如果效果很好, 那就能顺风顺水地 一直滚雪球, 鸡肋粉丝。 林家强绞脑汁, 也没有想到太好的办法。 他老婆正在收拾屋子, 看到林家强这一脸纠结的表情, 问道, 怎么了? 林家强把爱丽岛邀请入住的事情, 简单说了一下, 然后问道, 你觉得我拍个什么视频比较好? 他老婆想了想, 你不是有健身打卡的视频吗? 把那些视频剪辑一下, 给大家看看, 你锻炼的成果, 不是挺好的吗? 林家强恍然, 哦, 对啊。 这段时间, 他在用智能健身晾衣价健身的时候, 全都用视频录了下来, 而且, 体重和体型的变化, 也都有记录。 这其实只是常规的打卡, 为了让健身这个事情, 更有仪式感和成就感, 也让自己更容易坚持下去。 现在这个, 拿来做自己的账号, 在爱丽岛网站上的第一支视频, 不是挺合适的魔。 把这些视频资料剪辑一下, 做成一个五分钟左右的短视频, 加上自我介绍, 不超过十分钟, 不会因为太长让网友觉得无聊, 又干货满满, 足够特别。 其他人肯定最近没减肥吧。 就算减肥了, 也不可能减掉4kg, 体型变化这模明显吧。 而且, 林家强一直都是演胖子配角的, 这张脸很有变实度, 他在减肥这事情很有噱头, 一定可以引起大批网友的持续关注。 不仅是第一期视频的热度有了, 后边机器视频的热度也不会低, 因为大家肯定都很关心林家强减肥的最新进展。 想到这里, 林家强立刻来到电脑旁, 把自己拍的视频资料全都找出来, 各自采用一小段片段, 剪辑成短视频。 除此之外, 他也有一点小私心, 希望再给智能健身, 晾衣价做做宣传。 毕竟当初代言这个, 产品给的钱很多, 到了荆州, 又是吃喝玩乐。 结果拍广告的时候, 屁股都没做热, 一遍就过了, 心里有点过意不去。 现在力所能及的, 再帮忙宣传宣传, 也算是略尽棉薄之力。 晚上, 荆州, 无名餐厅。 李时, 薛哲冰和姚伯三个人在一个小包间里, 正在把酒言欢。 李总, 我先敬你一杯。 这次多亏了你的消息, 我才能借着智能健身晾衣价, 做了这么好的一个宣传方案, 在我们家老爷子面前, 扬眉吐气。 太感谢了。 金鼎集团的姚伯举杯, 跟李时碰了一下。 李时微微一笑, 大家都是裴总的朋友, 区区小事不足挂齿。 更何况, 我只不过是一个传递信息的中间人罢了。 要谢的话, 我们都得谢裴总。 林长, 周沐妍和丁战都不在, 因为他们的产业都不在荆州。 上次几个人开完密会, 纷纷对裴总伸出援手之后, 就各自离开荆州, 继续去忙自己手头的事情了。 金鼎集团的主要产业也不在荆州, 只是在荆州当地有一些投资。 这次姚伯留在荆州, 一方面是为了蹭李时这顿饭, 毕竟这是李时提前两个多月预约的, 另一方面也是想拉近一下跟李时、 薛哲斌以及荆州其他投资人的关系。 原本姚伯只是GPL联赛的一个战队老板, 跟李时等人的交情也没有多深, 但这次的事件让他更加清楚地认识到了 跟李时等人触好关系的必要性, 因为只要进了这个圈子, 就意味着牢牢地保住了裴总的大腿。 而保住了裴总的大腿, 还怕没有好处吗? 为了帮裴总回款, 姚伯购入了大量的智能健身量衣架, 与金鼎集团旗下的健身饮品和运动服饰捆绑营销。 这次营销的优惠力度特别大, 基本上是亏本赚吆喝, 不管是随机抽, 累计消费送, 还是直接购买套餐, 对消费者们来说都是非常划算的。 但姚伯也得到了他所需要的东西, 就是广告效应和知名度。 金鼎集团作为国内一家老牌的健身品牌公司, 主营业务是健身饮料和运动服饰, 顺便也零星搞点投资。 虽然整体的业绩尚可, 利润也不低, 但跟国内的那些大品牌相比, 还是有着巨大的差距。 而且, 也正是因为金鼎集团是一家老牌公司, 所以不太适应目前的互联网电子商务大潮, 自己赤字搞得往上商城, 半死不活, 在各大购物平台开的旗舰店, 效果也一般。 这让姚波的父亲, 也就是金鼎集团的董事长姚金明, 感到忧心忡忡。 但这次借由智能健身晾衣架的营销活动, 金鼎集团打了个漂亮的翻身仗。 当时, 智能健身晾衣架出现了断货现象, 很多黄牛看到有机可图, 全都闻风而动, 购入了一批智能健身晾衣架, 想要囤积居齐, 哄抬牟利。 网友们已经出现了一些怨恨的情绪, 恨黄牛囤货, 恨欧图科技备货太少, 最关键的是, 自己想买买不到, 想玩玩不了, 就狠气。 在这个节骨眼上, 金鼎集团突然宣布, 搞了个跟智能健身晾衣架的联合活动, 放出了整整4000台智能健身晾衣架, 而且优惠力度极大, 瞬间在网友心目中, 好感度拉满。 不少网友到金鼎集团的网上商城去购物, 让金鼎集团的电子订单激增, 而即使是那些不买也不看的网友, 也通过这件事情更加了解金鼎集团, 可以说是一次传播效果极佳的营销案例。 虽然产品亏了钱, 但口碑赚大了。 同样是花钱赚吆喝, 这种活动, 可比请明星做代言要划算多了。 这也让姚波在亲爹面前扬眉吐气, 心中对李总、裴总自然也充满了感激之情。 其实严格来说, 智能健身晾衣架的库存原本是差不多够的, 但姚波一下子买了4000台, 所以让黄牛们误以为这东西卖得很快, 造成轰抢断货。 姚波转手, 又把手里的4000台智能健身晾衣架全都放出来, 黄牛们一下子就傻眼了。 所以, 他们实际上是被姚波给坑了。 不过谁让他们是黄牛呢? 被坑也是活该。 这一圈下来, 除了黄牛之外, 所有人全都获益了, 可喜可贺。 三个人正吃着, 薛哲冰突然说道, 咦? 你们快看这个视频! 说着他把视频的链接发给姚波和李时。 姚波点开一看, 发现是林家强入住爱丽岛网站的视频。 视频中, 林家强首先跟观众们打了个招呼, 介绍自己即将入住爱丽岛网站, 求一波三连和关注。 而后, 他放出了自己健身的片段, 以及使用智能健身晾衣架两周时间内的体重变化情况。 在视频的最后, 他也不忘用自己的亲身经历为智能健身晾衣架做一个总结发言。 我觉得, 智能健身晾衣架与常规的健身方式最大的不同点在于, 他是专门维想健身, 但是毅力和基础又比较差的普通人准备的。 其实之前我也尝试过很多方式减肥, 但效果都不好。 最大的问题不是练得标不标准, 而是能否坚持。 如果不是长期坚持的话, 很容易反弹。 但健身实在太枯燥了, 想要坚持下来真的很难。 智能健身晾衣架通过游戏, 给了我坚持下去的兴趣和动力。 而且, 游戏还会根据每个人的身体情况不同而制定不同的训练计划, 有专业的健身指导。 虽然跟专业的健身教练比起来可能差一点, 但它相比于私教课, 性价比绝对是非常高的。 总之, 希望大家能多多运动, 保持身体健康, 跟我一起锻炼起来吧。 视频是下午发出来的, 到现在, 仅仅过去了三个多小时, 但热度却很高。 一方面是因为爱立岛网站为了配合林家强的入住, 而给到了一些推荐资源。 但更重要的是, 林家强的这个视频相当具有话题性。 作为一个金牌配角, 林家强在所有观众的印象中都是那个200多斤的胖子, 虽然足够有辨识度, 但体态也确实很不健康。 包括, 他在拍智能健身晾衣架那个广告片的时候, 虽然体重已经比他最胖的时候降低了不少, 但仍旧能够看出体态非常臃肿。 但现在, 仅仅两周过去了, 他的体型已经发生了明显的改变。 虽然还是胖, 但看起来结实了很多。 而且, 气色也变好了。 这无疑让很多网友感到震撼。 知道智能健身晾衣架能减肥, 但, 竟然能减这么快。 效果竟然这么好。 林家强实际上是在自己的第一条视频里打广告, 但却并没有多少网友会反感。 其他的明星也代言过很多产品, 但在介绍绝大多数产品的时候, 都会让人有一种恰饭的感觉。 因为这些产品的使用效果不够明显, 而且, 也不一定适合所有的观众。 但林家强就不一样了, 他是真的瘦了不少。 事实胜于雄辩, 如果林家强没瘦下来的话, 那么他给智能健身晾衣架做宣传, 是不会有多少人性的, 一点都没有说服力。 但林家强都剪下来了。 而且把自己, 每天打卡健身的视频片段也发上来了。 这还不足以说明, 智能健身晾衣架的效果拔群吗? 更何况, 健身对于所有人来说, 都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话题。 谁不想拥有好身材和健康的身体呢? 很多本来在犹豫的网友, 看到连林家强这样的条件, 都能用智能健身晾衣架减肥, 觉得自己肯定也没问题, 于是下定决心订购了。 而那些买了智能健身晾衣架, 深度体验了的玩家们, 也纷纷分享心得体验, 对智能健身晾衣架赞不绝口。 于是, 智能健身晾衣架在发售之后, 经过了铺垫之后, 再度迎来了第二波热仇。 遥拨不由地感慨道, 裴总真是的天才。 我还以为请林家强 单纯只是为了做发布会上 那个搞笑的宣传片呢? 没想到还有后手。 薛哲冰也点头表示赞同, 这样算来, 请林家强代言赚大了呀。 发布会上那个宣传片拍得很不错, 这种带点无厘头的诙谐风格, 让林家强的演技发挥得淋漓尽致, 一下子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而产品发布后林家强的亲身体验, 也让更多人打消了疑虑。 最重要的是, 林家强的商务合作费用很低, 但知名度却不低, 可以说是每一分钱都花在了刀刃上, 超值啊。 之前我还为自己做的营销活动, 而沾沾自喜呢? 跟裴总一比, 差太远了。 李时笑了笑, 这很正常, 任何一个跟裴总打过交道的人, 都会有差不多的想法。 裴总就是这样的, 一环扣一环。 每个, 你认为稀松平常的选择, 背后, 可能都连带着一连串的后招。 如果请陆之谣或者张祖亭的话, 肯定也能请来, 但他们的身材太好了, 代言这个产品根本没实魔说福利。 大家会觉得, 他们的身材本来就是在健身房链出来的, 跟智能健身量衣价莫关系。 而林家强本身有健身需求, 裴总又对自己的产品特别自信, 所以才能让减肥成效显著。 不得不说, 这个听起来非常奇葩, 非常离谱的产品, 又一次颠覆了我的认知。 有时候我也在感慨, 凭什么裴总这么年轻, 各重点子和智慧却层出不穷呢? 只能说, 这世界上还是有天才存在的。 众人一边复盘智能健身量衣价, 从宣传到发售的一系列骚操作, 一边感叹于裴总的远见着实。 聊着聊着, 姚伯突然想起了一件事情。 对了, 有个消息, 李总你听说了吗? 腾达的第一家体验店, 定在了金盛广场。 李时愣了一下, 金盛广场? 那不就是你们占了股份的那个商场? 金盛广场和金鼎集团名字有点像, 实际上还真有些关系。 金鼎集团在荆州有一些投资, 金盛广场恰好是其中之一。 只不过金鼎集团只是金盛广场背后的股东之一, 虽然有一定的话语权, 但并不是绝对控制, 平时也基本不过问这家商场的日常运营情况。 所以, 姚伯并没有第一时间知道这件事情。 姚伯说道, 我也是刚知道这件事情没多久, 因为这次腾达形势似乎比较隐蔽, 商场这边也进行了一些保密工作, 可能过一段时间才会大张旗鼓地宣传。 李时精神一震, 感谢。 这个消息对我来说太重要了。 我这就到附近, 再去买几家商铺和店面。 对了, 商场那边给腾达优惠了吗? 姚伯回答道, 当然优惠了。 我听说是租金六折, 免半年租金, 而且一共挤出来七千坪的地方, 全都租给腾达了。 李时赞许弟点点头。 嗯, 优惠虽然不算很多吧, 但也还可以了。 记住, 跟裴总打交道, 一定要有足够的诚意。 诚意越大, 裴总的回报也就越大。 你跟商场那边的负责人说一声让, 他们之后, 也尽可能地多给一些优惠条件。 千万不要扣裴总, 一定会用十倍, 百倍的利润来回报。 姚伯赶忙说道, 好的, 我回去, 就给商场那边打电话, 给他们提个醒。 饭局结束之后, 李时送走了姚伯和薛哲冰, 又坐了大约半个小时的车, 来到一座商场。 这是一家不起眼的小商场, 在荆州当地, 都排不上号。 来到商场之后, 李时直接来到复一层, 这里是星鸟健身连锁店的总店。 跟前台说了一声之后, 没过多久, 就看到一个四十来岁的中年人快步走了出来。 李总, 快请进。 这个中年人叫车戎是新鸟健身连锁店的老板。 车戎在前边殷勤领路, 把李时带到健身房里面的贵宾室, 亲自泡茶招待。 李总, 今天是什么风, 把您给吹来了? 下次来的时候, 智慧兄弟一声啊, 我也好提前招待。 李时笑了笑, 车总不用那摩客气。 今天我, 也是突然心血来潮, 想起来一件事情, 所以才过来看看。 关于你之前要的那笔投资, 我考虑了一下, 决定投了。 车戎脸上瞬间露出惊喜的表情, 真的。 李总, 太感谢了。 李时一抬手, 先别急谢。 我有条件的。 车戎赶忙点头, 您说, 李时喝了口茶水, 考虑着应该从何说起。 星鸟健身, 是荆州当地的一家连锁健身房, 虽然也有十几家门店, 但不管是规模, 市场占有率, 还是口碑, 在汉东省排进前十都够呛, 更别说在全国了, 根本排不上号。 近两年, 健身行业过得相当艰难。 国内的健身行业, 是在2000年前后, 开始快速发展的, 01年深奥成功, 全民健身这个话题, 开始受到重视。 很多健身房的健身卡被热炒, 甚至炒到了大鸡千一张。 这样的热炒, 自然催生出了大批的健身房, 在04年左右。 光在帝都的健身房, 就有500多家, 可以说是飞速发展。 但是健身房多了, 竞争就激烈了。 而且健身行业同质化非常严重, 想要多拉客户, 只能靠降价, 于是渐渐地陷入了一种恶性循环。 大型健身房年卡从原本的上万, 降到3000元左右。 小俱乐部价格甚至降到七八百, 只有更低, 没有最低。 这虽然让顾客能够以更优惠的价格去健身, 但也因为利润过低导致出现了一系列乱象, 比如想方设法的推销私教课, 健身房卷钱跑路等等。 很多健身房的毛利率从41%下降到不足3%, 于是近两年开始了疯狂的倒闭潮, 仅仅去年, 也就是2011年, 帝都那边就有40多家健身房关门。 而荆州作为一个二线城市, 年轻人比一线城市少, 健身习惯也更差, 情况自然是更加不乐观。 雪上加霜的是, 托管健身房大规模地开起来之后, 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健身模式, 快速抢走了大量属于传统健身房的客户。 这就让荆州当地类似于新鸟健身的小健身房, 过得更加艰难。 所以, 新鸟健身的老板车容只好四处拉投资, 希望能挨过这个难关。 李时的付贵资本在荆州很有名, 车容当然也去找过, 只是李时一直都没有给他一个明确的答复。 因为李时是投资人, 投资是要讲回报的。 新鸟健身又没什么特殊之处, 投了也不一定能赚钱。 那还为什么要投呢? 本来李时已经想要拒绝车容了, 但今天他突然又改变了主意。 投资可以, 但我有个条件, 我投的这笔钱要全部用来采购智能健身量衣架, 安放到新鸟健身的各个门店中。 车容愣了一下, 啊? 李总, 这是何意? 那个什么量衣架我也看了, 虽然现在挺火的, 但好像是个家用的健身设备吧。 我们健身房里的, 都是专业的健身器材, 比这个量衣架好用, 为时膜要换掉呢? 李时摇了摇头, 一看你就没有自己体验过这东西。 智能健身量衣架, 确实是家用的健身设备, 在特定的动作上, 用起来也不如专业的健身器材。 但是他也有自己的优势, 这是传统健身器材, 无法比拟的。 把游戏和设备结合在一起, 让健身不再枯燥, 而是充满乐趣, 让人们更容易坚持, 这是传统健身器材做不到的。 而目前, 大部分健身房悬后之后觉, 没有察觉到这一点。 这对于我们来说, 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机会。 虽然托管健身房的基础模式学不来, 但智能健身量衣架, 这种新的健身形式, 还是可以学一下的。 李时一顿分析, 把车容听得一愣一愣的。 托管健身房刚开起来的时候, 效果很不好, 一直亏钱, 不少快倒闭的健身房, 全都把自家店面盘 给了托管健身房。 那些老板还自以为找到了接盘侠, 沾沾自喜。 但很快, 托管健身房就一飞冲天, 现在都把分店开到帝都, 摩都, 扬成这些超一线城市了。 其他的健身房倒是也想学这个模式, 但学不了啊。 托管健身房对用户的筛选十分严格, 而且还配备了墨浴外卖的健身餐。 而那边的顾客之所以能忍受这样严苛的条件, 是因为托管健身房已经有了绝佳的口碑, 所有人都知道这边效果好, 所以咬牙坚持。 这是一个良性循环。 如果其他健身房也这么干, 那绝对是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 所以, 撤容之后也就没再继续关注 托管健身房那边的事情。 毕竟这种模式也只有腾达才能玩得转。 但现在看李总的意思, 明显是要在这个智能健身晾衣架上做文章。 虽说钱是李总来出, 但真要是出什么问题的话, 风险可是两边一起担的。 智能健身晾衣架买来之后, 还得找地方摆, 也就意味着要把其他的健身器才清退一部分, 整个健身房的布局也需要重新安排。 万一这东西占着地方默认用, 原本的器械也清退了一部分。 那对于一般的顾客来说, 健身体验反而还下降了。 以星鸟健身目前的状态来说, 真要发生这种事的话, 基本上离死透也就不远了。 李时看出了车戎的犹豫。 车总你仔细想想, 星鸟健身跟其他的连锁健身房相比, 有什么优势吗? 完全没有。 光靠打架隔站, 那是一条死胡同, 各家健身房纷纷降价, 内卷, 最后的结果就是一起关门大吉。 现在, 智能健身晾衣架有风险, 但也有机遇。 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和第二个吃螃蟹的人, 所获得的待遇可是完全不同的。 虽说托管健身房里面也有智能健身晾衣架, 但托管健身房所容纳的会员是受到严格限制的, 想用智能健身晾衣架的需求不可能全都满足。 至于自己买, 这个设备很占地方, 价格也不菲。 虽说有搬家服务, 但买的人很多, 不买的人也会有很多。 既没有托管健身房会员, 也不想自己买智能健身晾衣架的人, 这不就是一批完美的目标客户群体吗? 现在其他连锁健身房还都后知后觉, 如果星鸟健身能够率先推出以智能健身量衣架为主的互动健身区, 并以此为话题进行宣传, 讨论成功抓住这批目标用户, 必然会给星鸟健身带来极高的知名度, 在一众健身房中抢占先机。 到时候, 就算其他健身房跟进星鸟健身, 作为第一个推出类似模式的健身房, 也必定有所收获。 而且, 李时顿了毒压低声音说道, 以我跟腾达的关系, 还可以保证智能健身量衣架向你这边优先供货。 据我所知, 智能健身量衣架受限于代工厂的产能处于陆续缺货的状态。 所以, 从网上买肯定是不敢烫的。 我认识欧图科技的负责人常有, 只要我出面跟他谈商务采购, 就可以让代工厂那边加大产能, 批量拿货。 而且, 在前期产能有限的情况下, 只有我们能拿到货, 其他健身房都拿不到。 这种情况不会持续很久, 其他的健身房肯定也会陆续拿到货。 但哪怕我们的领先优势, 只有两三个月也足够了。 因为那个时候, 我们早就卖出了大批的健身卡, 把一大批顾客给笼络住了。 车总这件事情, 你可得考虑清楚, 如果你不参加的话, 我还是会去找其他健身房的。 对于李时来说星鸟健身, 是他的第一选择。 荆州虽然也有几家其他的连锁健身房, 但基本上都是全国性质的, 总不可能在帝都、摩都或者其他的大城市, 合作起来不会这么顺利。 而荆州当地的小健身房, 规模又太小, 吃不下几台智能健身量一架, 施展不开。 新鸟健身是荆州当地的健身房, 规模说大不大, 说小不小, 跟车戎谈合作, 比较容易掌控主动权, 发展前景也更好。 也正是因为, 有了智能健身量一架这个契机, 各方面的条件又都很适合, 李时才最终决定给新鸟健身投资。 李时觉得, 自己一直在喝裴总的汤, 自然也要拉着别人喝点自己的汤, 众人食柴火焰高吗? 当然, 如果车戎执意不肯, 那李时也只能再去找别人。 车戎低头沉思, 显然, 他被李时说动了。 所有人都知道, 荆州唯一的投资神话是裴总, 而紧随其后的, 就是付贵资本的李总。 李总跟着裴总投, 成功率和收益率都极高, 凡是李总看中的项目, 又跟腾达沾边的, 基本上都能成。 而且, 李总跟裴总的朋友关系, 也让这个计划更加稳固。 如果能通过李总, 间接地抱上腾达的这条大腿, 盘活星鸟健身又有何难? 虽然李总的方案有一定风险, 但跟收益比起来, 实在是不值一提。 值得一试。 想到这里, 车戎点点头, 好, 李总, 我接受这个条件。 我会在所有健身房, 都开辟一个互动健身区, 全都安排智能健身量衣架, 再配两个专门的健身教练盯着, 指导会员使用设备。 然后我们再围绕这一点进行宣传, 让想完健身大作战的人都来这边办卡。 至于设备采购的事情, 就拜托李总明了。 李时微笑着点头, 放心, 我直接去跟欧图科技的厂友联系, 到时候直接从厂家拿货, 第一时间送来。 相比于网购那种一笔一笔的小额订单, 这种健身房采购, 一下子就是上百台的设备, 常有莫理由拒绝。 星鸟健身有十几家门店, 每家店采购十台, 第一批就要采购一百多台。 而且, 这只是第一批的采购, 后续还会更多。 一旦发现这种模式可行, 反响热烈, 李时自然会继续追加投资, 或者用其他办法融资, 让星鸟健身继续快速开分店, 在短期内把这种模式铺开。 在给欧图科技带来大量订单的同时, 也让星鸟健身通过抢其他连锁健身房的客户快速扩张。 于是最终结果就是腾达, 星鸟健身和复徽资本的三营岂不美哉。 就像Dog合作网咖的免费皮肤一样, 允许顾客在星鸟健身玩, 健身大作战时使用一些免费服装, 或者送点代币之类的。 甚至于在开新门店的时候, 可以搞一个健身大作战主题门店, 定制几个游戏中角色的等身雕像, 布置一个与游戏中类似的健身场景更能吸引客户。 当然, 李时也始终牢记, 蹭腾达福利的前提一定是要把大头的利润留给腾达。 所以, 星鸟健身的星店肯定会努力地跟托管健身房错开区位, 替托管健身房去抢其他连锁健身房的生意, 甚至在自家健身房中给腾达产业打打广告, 努力当好小弟。 而且, 李时也很清楚, 裴总最讨厌黄牛, 所以他选择直接去找常有, 从代工厂直接拿货, 另外开一批生产线, 不会影响智能健身量一架原本的备货。 这样一来, 既不会造成缺货的情况, 便宜了黄牛, 又可以大批量地拿到产品, 尽快地把星鸟健身的互动健身区给开起来, 抢占先机。 凭借着自己对裴总的了解, 李时把整个计划做到了天衣无缝。 复盘了一下之后, 觉得成功几率很高。 李时和车容又敲定了一下细节, 正式达成合作, 摩拳擦掌准备大干一番。 5月28日, 周一, 裴谦早早地来到公司, 查看上周各部门发来的工作简报。 首先打开的是欧图科技的简报。 看了两眼之后, 裴谦立刻一脸生无可恋地关上了。 果然, 晾衣架卖爆了。 裴谦没事干的时候, 也经常高强度刷爱立岛网站, 自然看到林家强发的那个视频。 看到这个视频, 裴谦就知道, 大事不妙了。 但他的心中, 还抱有一丝丝侥幸。 万一只是热度高, 但对智能健身晾衣架的促销作用, 并不明显呢。 现在看了欧图科技的简报, 裴谦发现, 自己果然是想多了。 新出的记忆手机和智能健身晾衣架, 全部卖爆。 到目前为止, 全都处于断断续续的寿庆状态。 代工厂那边, 正在抓紧时间拼命生产。 智能健身晾衣架那边的代工厂, 在拿到更大的订单之后, 甚至新开了生产线, 可以说是全力备货中。 裴谦只是扫了一眼智能健身晾衣架的备货数字, 就感到有点眼晕。 最早的时候, 他让常有咬着牙备货, 也就只备了一万台。 但现在, 一万台已经全都售庆了, 又发过去了一万台的订单。 虽然数字是一样的, 但最初的那一万台, 可是备货了很久的。 本来打算细水长流地卖它个一年半载, 结果莫想到这么快就顶不住了。 而第二批这一万台, 怕是也坚持不了多久。 最可怕的是, 里面竟然还有一些大额订单, 一家叫新鸟健身的健身房, 直接订购了一百多台, 而且后续还要再买。 欧图科技的东西, 卖得都贵, 可一旦周转起来, 这赚钱, 简直就像是流水一样。 智能健身量一价的利润并不高, 除了设备本身, 因为要求高质量而减不下来的原料成本之外, 物流、仓储、送货上门、 搬家服务等业务也是很大的一块成本。 在不考虑逆风物流那边开销的情况下, 每台智能健身量一价的利润也不过二百块钱左右, 但数量上去了之后, 一万台那也是二百万。 虽然以腾达目前的盈利能力来说, 二百万连一次烧钱活动都不过看, 但别忘了, 还有健身大作战的内购消费。 到目前为止, 健身大作战吸引了大批玩家, 作为手游, 仅仅在官方平台上的月流水就达到了三千万的级别。 跟其他同等收入水平的游戏相比, 健身大作战的活跃人数甚至是那些游戏的两三倍之多, 而注册人数更是达到那些游戏的十倍以上。 也就是说, 这游戏的知名度确实很高, 很多玩家就算没设备, 坚持不下来, 也都会注册个账号看看。 因为玩家总数多, 所以, 哪怕有很多人流失了, 但也有很多人留下。 留下的玩家多, 冲钱的玩家也多。 虽说, 健身大作战的充值系统过于良心, 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收入, 但可以随意, 退款的充值系统又刺激了很多玩家的充值欲望, 所以, 收入仍旧不错。 考虑到官方平台对腾达的高分层, 这款游戏一个月就能给腾达赚将近两千万。 更可怕的是, 官方平台可不是健身大作战的唯一渠道。 在腾达陷入危机的时候, 由周牧妍出面去联系了一些游戏渠道商, 让腾达的游戏上了一些小的平台。 这些平台虽然小分层, 也不高, 但剩在数量多。 再加上神华手机的应用商城等大渠道的推荐, 健身大作战, 在首月的净收入, 还能再翻个倍。 当然, 前期的收入高, 是沾了特殊充值模式的光。 因为可以随意退款, 玩家们完全没有任何心理负担, 所以冲得一个比一个凶。 哪怕有很多退款, 却也终究会有很多订单保留下来。 未来几个月时间, 玩家们想要的道具都拿到了。 充值欲望自然会直线下降, 游戏的收入自然也就降下来了。 但是, 商阳游戏显然还会持续不断地围, 健身大作战, 更新各种好看的道具, 场景, 特效, 甚至是角色, 后续的扩展包, 将会源源不断地推出。 裴谦没眼看了, 真是太让人绝望了。 谁能想到, 现在数前数到想兔的裴谦, 一周之前, 还在美滋滋地幻想着, 卖掉一栋楼的事情。 事实证明, 这纯粹是想辟齿。 关掉欧图科技的简报之后, 裴谦又看了其他几个部门的简报。 整体来说, 各部门都在稳定有序的发展之中。 裴谦的心情, 稍微平复了一点点, 毕竟没有坏消息, 就是最大的好消息。 这些部门, 只要别突然大转特转, 大家就还是好朋友。 正看着简报, 外面突然有人敲门。 裴谦抬头一看, 是飞黄工作室的黄思博。 裴总, 有个事情要请示一下。 我们之前在林总的牵线搭桥之下, 一直在跟爱立岛网站谈, 使命与抉择版权的事情。 初步的异象, 已经沟通得差不多了。 我这次, 来是想让您给拿个主意。 这次是买断呢, 还是分成? 裴谦不由的脸色一沉。 果然, 还是来了。 是福不是货, 是货躲不过。 在, 使命与抉择, 电影票房爆发的那天, 裴谦就知道, 这电影的版权以后, 肯定会以高价卖给视频网站。 无非是早点还是晚点的问题。 现在, 这一天还是来了。 好在裴谦已经做了充分的思想准备。 他简单考虑了一下, 稍微有一点纠结。 按照常理来说, 他应该是无脑选择分成的。 因为买断是一大笔钱直接打过来, 会得结算造成很大的困扰。 而分成的钱是, 慢慢来的, 均摊到每个月上面, 压力不会那么大。 但是, 裴谦已经在美好明天上, 吃过一次亏了。 当时他就是这样的想法, 于是给美好明天上了分成。 结果万万莫想到, 这电影在爱立岛网站上的热度, 竟然这么高, 分成到最后, 赚得钱远超买断。 这就非常的僵硬。 此外, 还有一点需要考虑, 就是密要延期的影响。 密要延期, 意味着电影会在电影院多播放一段时间, 虽然可以增加一些票房, 但观众们的观影需求会进一步降低, 上到视频网站之后, 关注的人变少了, 网站愿意开出的价码, 也就更低了。 美好明天, 当时是没有延期的, 电影下映之后, 观众们的热情还是很高的, 看的人多, 分成自然也多。 但, 使命与抉择, 可是延期了两个月。 这样一来, 大部分观众的观影热情都被满足了, 很多人甚至二刷, 三刷了。 网站那边愿意开出的价码, 应该也会降低才对。 一想到分成多半会赚得更多, 裴谦也只能选择, 长痛不如短痛了。 买断吧。 裴谦做出了一个非常艰难的决定。 黄思博点点头, 好的裴总, 那就买断。 他没有多问。 裴总思考了这么长时间, 显然是经过了深思熟虑, 各方面的利害关系权衡许久之后, 做出了一个最正确的选择。 这还有什么? 好质疑的呢? 黄思博转身要走。 下定决心之后, 裴谦感到轻松了许多。 他拿起茶杯一边喝水, 一边随口问了一句, 这次买断的话, 大概多少钱? 黄思博回答道, 不出意外的话, 应该是在五千五百万左右。 多少? 裴谦差点一口茶水喷出来, 完全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黄思博又重负了一遍, 五千五百万, 裴总您是, 嫌少? 裴谦? 疯了, 真疯了。 不问还好, 一问到这个具体的数字, 裴谦彻底淡定不能了。 他非常困惑地问道, 我记得当时, 美好明天, 时爱力道网站开出的价格, 才仅仅是一千八百万吧。 怎么涨了这么多? 黄思博笑了笑, 哦, 裴总您可能是没有, 关注过这些, 不太了解。 当时的一千八百万, 那是一年多以前的行情了。 美好明天, 那时候, 票房过亿, 而且有大咖演员参与的电影, 版权采购费用是一千万起步, 最多不超过五千万。 使命与抉择, 可是刷新了国产电影票房记录的, 被很多人视为, 国产重工业电影的里程碑。 陆志瑶也很有希望, 借这部影片, 冲击一个真正的影帝奖项, 版权费仅仅是顶格, 显然已经不够了。 而且, 爱丽岛这次, 可不仅仅是要买电影版权, 那边计划搞一个专题, 做一下宣传, 给网站带热度。 把整个爱丽岛网站上, 跟使命与抉择有关的精品视频, 全都集中起来, 在一定程度上, 对类似的内容形成垄断, 对于他们来说, 何其划算。 所以, 五千五百万, 虽然算是比较贵, 但只能说是个正常价。 国内除了爱丽岛网站之外, 基本上也没有其他的视频网站, 舍得出这个价了。 而且我考虑爱丽岛网站, 毕竟流量大, 对我们也有一定的帮助作用, 所以才接受了这个价格。 裴迁默然无语, 本来想的是, 长痛不如短痛, 但是这短痛, 未免也太痛了点。 这五千万可怎么花? 但是一想到分成的话, 可能会比五千万赚得更多, 裴迁也就没在说什么了。 横竖都是一刀, 与其纠结这个, 还不如早点想想, 这钱该怎么花? 黄思博离开之后, 裴迁考虑许久, 拨通了梁清帆的电话。 虽然裴迁已经酝酿了一个新的烧钱计划, 但他原本打算, 留到下个月6月26的下厨, 这个月不能搞。 想了想, 还是用以前的笨办法吧。 买楼? 这个周期的系统资金, 基础值是五千万, 而目前腾达旗下的固定资产, 大约1.7亿, 主要都集中在树栏公寓那几栋楼上。 也幸亏摸鱼网咖, 逆风驿站, 托管健身房等实体产业, 包括新的体验店都是租的, 才让这个固定资产莫超。 按照系统的折算方式, 固定资产会除以10之后算入系统资金。 也就是说, 目前赔钱哪怕把系统资金全都亏光, 结算时的系统资金也依旧会按照1700万计算, 赔钱能转化的额度只有3300万。 赔钱考虑着, 把这个额度再降一降, 似乎也未尝不可。 哪怕再买1.2亿的楼呢, 系统资金可操作的空间也依旧还有2000万, 认真的亏一亏, 挣他个几十万, 100万还是不成问题的。 至少把卖版权的这几千万给烧掉, 问题不大。 所以, 赔钱给梁清帆打电话, 告诉他提前物色一下新楼。 提前看好了, 这样等钱到位之后就可以立刻花出去。 电话那边, 梁清帆稍微考虑了一下, 问道, 赔总, 还是继续买住宅楼吗? 商铺的话, 可不可以考虑。 赔钱愣了一下, 商铺? 什么地段的商铺? 梁清帆说道, 嗯, 比较偏的地段, 升值潜力也没法保证, 不过应该还可以。 赔钱稍微放心了一点点。 如果是在市中心的那种商铺, 买了绝对会大赚。 因为商铺这东西, 最重要的就是区位。 好区位和差区位的客流量差距何止十倍, 也直接决定着商铺的升值潜力。 如果是在比较偏的地段, 那就还好。 虽然存在升值潜力, 但就算升一些, 应该也跟那些旺铺没法比。 不管是买住宅楼, 还是买商铺, 不管是买在黄金地段, 还是偏僻地段, 赔钱可都是赚过的。 既然如此, 在稍微偏一点的地方买点商铺, 手里的固定资产配置更加多元化一些, 也能降低一点突然大赚的风险。 想到这里, 赔钱点点头, 行, 你看着买吧, 钱不够的话, 再跟我说。 经济旅舍附近的小吃集市, 这里的施工仍旧在如火如荼的进行之中, 不过已经快要进行到收尾阶段了。 原本的大型农贸市集已经被改得面目全非, 虽然施工尚未全部完成, 但已经能够看出赛博朋克风格的大体风貌。 大量对比强烈的冷暖色组成的各式霓虹灯爬满了外墙。 而为了配合这些灯光, 整个建筑的外部也进行了一些细微的调整, 配合原本的结构, 搭建了一些看起来风格强烈的新结构。 各式各样的广告牌同样散发着光亮, 给人一种灯红酒绿的感觉。 这些广告牌错综复杂, 把上方的空间利用到了极致。 而在小吃集市的内部, 更是将这种赛博朋克的风格延伸到了每一处细节。 虽然因为原本建筑结构的原因, 这里的建筑不可能和《美好明天》中的场景完全一致, 但在小吃集市内部, 梁清帆还是努力地复原了《美好明天》中的几个店铺, 包括男女主角一起吃饭时的场景。 也正是因为《美好明天》的制作团队, 在制作时参考了大量的赛博朋克风格, 这让梁清帆可以直接借鉴电影中的元素, 这大大减轻了他的工作量。 《美好明天》大获成功, 也让这个赛博朋克美食街的构想更有底气了。 不过对于梁清帆来说, 还有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亟待解决, 那就是赛博朋克小吃街的氛围。 电影中是小部分石井家传特效, 所以自由发挥的空间非常大, 而一些细节的内容很难在现实中复现。 为了尽可能地改善这一问题, 进一步提升赛博朋克小吃街的沉浸感, 梁清帆也想了很多办法。 首先是定制道具像电影布景一样, 制作大量的装饰物。 例如,附近的灯光照明全都是用的科幻感比较强的路灯, 是专门定制的。 在入口的路边还停着一辆科技感十足的跑车模型, 供顾客们拍照流面, 专门留出了一些位置作为商铺。 不同的店铺卖访真枪模型, 药品模型或者机械医治模型, 进一步提升整个场景的沉浸感。 其次是加入一些更能烘托氛围的布置, 比如雾气效果。 赛博朋克一般会选择昼夜不分, 或者阴暗下雨的天气。 这是因为夜晚时各种灯红酒绿的霓虹灯效, 才能最完美地展示出来。 而雨夜湿漉漉的路面会反射霓虹灯光, 再加上漆黑的天幕, 在暗示着这座高科技城市中随时都在发生的犯罪勾当, 配合空气中雾气对各色灯光的晕染, 整个气氛才能得到完美的烘托。 如果是大晴天,所有场景全都一览无余, 纳摩、赛博朋克的感觉肯定也会遭到削弱。 荆州这边属于正常的天气, 雾天和雨天都不算太多, 所以想要完美地达到赛博朋克的效果, 条件比较苛刻。 梁清帆也不可能去改变荆州的天气和气候。 他要是有这个本事, 也不可能只做一名建筑师早就去气象局上班了。 如果要达到最佳的效果, 肯定是用一个巨大的外壳, 把整个赛博朋克小吃街给照起来在内部做出假的外景, 包括漆黑的天幕和远处霓虹灯闪烁的高楼。 但这个方案的耗资就过于巨大了, 现阶段来看没有这个必要。 毕竟赛博朋克小吃街都还没有正式开放, 游客们到底会不会接受, 还不好说。 等这个小吃集市真的活起来了, 再考虑追加投资也不迟。 而梁清帆想到的, 算是一个比较折中的办法。 在小吃集市里面, 以及周围布置大量的喷口制造喷雾, 这些喷口会用周围的建筑稍微遮挡, 隐藏起来, 但又会让周围的环境处于一种稍微湿漉漉的感觉。 这些喷雾周围也会布置相应的灯光, 在视觉上进一步地将喷雾给晕染开, 呈现出一种朦胧的感觉。 这样至少在晚上的时候, 游客们能看到比较原汁原味的赛博朋克。 至于白天, 在阴天的时候, 效果可能会好一些, 晴天的话, 就顺其自然了。 就像很多景点, 也是只有在特定的时间段才好看, 所以, 才有旺季和淡季之分。 淡季来了, 也不是不能玩, 虽然体验不如旺季完美, 但人少不及啊。 对于小吃集市来说, 晚上来肯定是最佳的时候, 但中午或者下午来的话, 人莫那么多一些, 热门摊位不用排队, 就可以吃到, 也是不错的选择。 到目前为止, 小吃集市已经进入收尾工作, 预计再有一个月左右, 就可以正式开放。 张亚辉已经筛选出了第一批入住小吃集市的优秀摊主, 这些摊主所擅长的小吃各有不同。 张亚辉鼓励他们多去看看赛博朋克题材的内容, 可以尝试着去做一些类似的食物。 哪怕是简单的肉串、 汉堡, 也要尽量做出特点, 在努力保证好吃的前提下, 尽可能的多样化, 这样更能在一众摊主中脱颖而出。 当然, 哪怕张亚辉不说, 这些摊主们肯定也会想方设法地去提升口味, 推出新品, 努力揽客。 毕竟, 摊主和摊主之间也是存在激烈竞争的。 这些摊主都是从原本的城市过来的, 在那边他们都是整条街数一数二的小吃摊, 但来到这里之后就要从零开始和那些同样优秀的摊主们竞争, 故不自封的话恐怕很快就要被淘汰掉了。 为此, 包序也制定了一系列的规则, 引导摊主们之间良性竞争, 在小吃集市正式开业的时候, 包序以游戏思维制定的这些规则肯定也能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 此时, 包序和张亚辉两个人正在戴着安全帽, 视察现场的情况。 自从小吃集市开始施工以来, 包序就三天两头地往这边跑, 跑得比腾达游戏那边情多了。 他的努力是有回报的, 腾达游戏那边的人都以为他在执行某个重要的任务。 显然在下次最佳员工评选的时候, 包序应该不会再被以因为没事模式, 所以做导游陪其他人去旅游这种原因而发配出国了。 不过, 这显然也有个副作用。 包序的积极行动让张亚辉的工作热情也被极大的调动起来。 张亚辉没想到, 包序作为游戏部门的员工竟然对小吃集市正模上心, 这种兄弟部门间不计利益得失, 全力帮助的行为, 让他感受到了腾达大家庭的温暖。 看到来帮忙的哥们都正模认真负责, 他这个真正的负责人肯定更得多上心了。 两个人正聊着, 刚才离开去打电话的梁清帆回来了。 两位, 有个好消息, 我们有钱了, 可以买商铺了。 包序和张亚辉愣了一下, 第一时间没有反应过来, 商铺? 什么商铺? 梁清帆说道, 从这里到经济旅社那条街的商铺啊。 两人这才恍然大悟。 哦? 那太好了。 因为这件事情稍微有点遥远了, 包序和张亚辉一直在关注小吃集市那些, 内部的事情, 都快把这件事情给忘了。 早在之前给小吃集市选址, 和敲定赛博朋克风格细节的时候, 梁清帆就曾经提出过这个构想。 从小吃集市到经济旅社, 有大约一两公里的路程。 如果可以把周围的沿街商铺, 全都买下来, 或者租下来的话, 稍微改造之后, 就可以由一个单一的赛博朋克风景点, 转变为赛博朋克小吃街。 整整一条街都能打造成类似的风格。 当然, 这个工程就比较庞大了, 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完成的。 目前, 小吃集市的主体部分已经快要装修完毕了, 但这条街上的商铺, 还只是停留在洽谈阶段。 本来谈的是十年起步的长租合同, 但目前只有一小部分商铺签了合同。 一方面是工作要分清主次, 小吃集市那边的事情显然更重要。 至于这些沿街商铺, 早买晚买, 其实都差不多, 肯定要等小吃集市走上正轨之后, 才慢慢地改造这条街。 另一方面则是因为, 对于具体的租金问题, 每个商铺的老板态度都不一致, 在谈的过程中牵扯了大量的精力, 也闹得稍微有点不愉快。 这一片本来就是在老工业区附近, 实际上已经没有多少的年轻人了, 住宅、商铺基本上也都是老房子, 所以不管是买还是租, 按照周边的市场价格来说都不是很高。 张亚辉他们这边给出的条件是, 按照现有租金上幅50%, 跟这些商铺签订十年的长租合约, 中途违约的话需要支付一笔违约金。 按理说, 这个条件已经很优渥了。 这些商铺原本就很偏, 之前也只是做一些小买卖, 利润很低。 五六十坪的店面月租金只有不到两千块, 张亚辉也是体谅这些商铺的不易, 主动把价格提到三千左右, 已经是相当的有诚意了。 有些商铺老板觉得很满意, 于是当即拍板签了合同, 允许张亚辉他们对这个商铺随便改造。 这长约一千, 他们也就不用为铺子出租的事情发愁了。 但也有一些商铺老板对这个价码还不满意, 甚至私下里偷偷通弃, 想要更高的价格。 因为他们看出来了, 经济旅社已经办起来了, 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巨大客流, 腾达又在原本的农贸市集那边开工建设, 显然是在忙兴的项目。 现在要把整条街的商铺都租下来, 一租就是十年, 这肯定是有大动作呀。 一想到腾达这么有钱, 这些人就觉得, 仅仅是上幅百分之五十的租金, 有点不够看了。 这长约毕竟是要签十年的, 十年后的事情谁说得准呢? 万一这商铺一年后赚的钱翻了五倍, 十倍呢? 又不能涨租, 岂不是亏了? 所以, 这些人要么是希望再提高一点租金价格, 要么是希望签个短租, 比如只签个两三年, 这样以后, 他们还能想着涨租。 梁清帆跟张亚辉肯定是不乐意的, 因为在他们看来, 这个地方之所以能发展起来, 全靠陪总。 如果不是陪总先后, 投入巨资, 建经济旅社和小吃集市, 这条街的租金怕是不仅不会涨, 反而还会随着人员的逐渐流失而下跌。 租金都上幅50%了, 成衣已经足足的了, 如果是其他的公司要租, 这些商铺老板说不定已经二话不说同意了。 可仅仅是因为他们觉得腾达有钱, 能赚钱, 所以就狮子大开口, 这实在是没试摩道理。 更何况, 这条街到底能不能赚钱, 还是个未知数呢? 万一小吃集市莫搞起来, 这条美食街也没试摩客流量, 他们却用极高的价格一下子签了十年长约, 那不是亏大了吗? 裴总这么信任, 把这么重要的项目交给他们三个, 最后却搞成了这个样子, 这个责任可是担不起的。 所以, 双方就这样僵持了下来, 除了少数比较开明的商铺老板已经签了长约合同之外, 其他的商铺都还在观望之中。 梁清帆说道, 正好裴总给了一笔资金, 我觉得, 这是差不多也可以有个结果了。 对于这些商铺, 我们给他们三个选择, 要么, 按照现在的价格签长约, 租十年, 要么, 我们按照市场加一价百分之五十的价格, 把他们的商铺给买下来。 如果他们两个都不接受, 那我们干脆让美食街从旁边绕过去, 想占我们的便宜, 莫门。 赛博朋克美食街虽然叫美食街, 但比大部分美食街都要长得多了。 一两公里的距离, 可不是一条路就能走到头的, 从一端到另一端, 至少隔了六七个大大小小的路口。 如果某一家商铺不配合的话, 梁清帆, 可以考虑去旁边买, 然后通过一些手段, 让游客们绕开这家商铺。 比如, 做各路线图, 引导游客按照特定的路线进行游览, 或者腾达自己的店铺做统一的招牌和引导标志。 那些签了合同的商铺, 是腾达统一规划, 统一布置, 装修的风格一目了然。 其他商铺就算想学, 也很困难。 更何况, 游客们天然地对蹭热度的赝品店铺 会比较反感。 只要腾达告诉他们, 某家店铺不是小吃街的店铺, 绝大多数游客都是不会去的。 这些店铺想在腾达这里蹭好处, 莫那莫容易。 所以, 不跟腾达合作的店铺, 最后多半是什么都捞不到的。 就算他们自己也做生意, 但腾达这边的摊主, 都是来自于全国各地的精英。 这些原本的老板凭什么去争? 梁清帆必须让所有商铺老板都清楚地知道, 腾达是绝对不会被讹的, 别打错主意了。 否则今天你来碰瓷要涨租, 后天他来闹事, 要改合同, 岂不是没完没了? 至于买和租, 看起来价格浮动是一样的, 实际上却有很大的区别。 作为一个二线城市, 荆州目前大部分商铺的租售比是一笔300左右, 也就是说2000月租的店铺, 买下来要花60万。 花60万买个商铺的话, 需要收300个月的租金, 也就是近30年才能回本。 而同样是溢价50%, 月租只是从2000涨到了3000, 商铺的总价却从60万涨到了90万。 这个数字看起来的区别还是很大的。 租金上涨, 每个月多拿1000不疼不痒, 而商铺的售价上涨, 却可以一次性地多拿到30万, 商铺的总价越高, 拿到的钱就越多。 有了这一大笔钱, 立刻就可以去投资或者理财, 诱惑要大的多。 这条街的商铺老板大部分也没多少钱? 对他们来说, 几十万的诱惑还是很大的。 更何况, 这一片的店铺一直以来都极难脱手, 租还能找到做生意的人, 但卖的话, 几乎没有人愿意花几十万买下来。 放弃这次脱手卖掉的机会, 以后很可能也不会再有机会 以这么高的价格卖掉。 当然, 卖也有风险, 要是十年后, 商铺的价值增长幅度超过了百分之五十, 那就卖亏了。 反而是那些常租的商铺, 十年后商铺也还在自己手里, 还能拿租金, 划算多了。 但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抵制住眼前利益的巨大诱惑, 更何况也没人能预估未来这些商铺 到底会涨到多少钱。 现在梁青帆等于是跟这些商铺老板摊牌了, 要磨卖, 要磨长租, 没有第三条路。 个别商铺老板想要耍小聪明的话, 梁青帆宁可多花钱让美食街拐个弯, 也不会让他们喝上一口汤。 5月30日, 周三, 付贿资本。 李时正在思考关于新鸟健身的事情。 他已经跟欧图科技的常有谈过了, 双方一拍集合, 觉得可以就这个项目开展深度合作。 对于常有而言, 虽然果立成的托管健身房是他的第一合作目标, 但托管健身房毕竟容量有限, 吃不下这磨多智能健身量一架。 之前不确定智能健身量一架能否赚钱, 所以代工厂也不可能投入太多生产线。 而现在赚了钱, 全力投产之后, 月产量已经达到近万台, 如果舍得投钱在新开生产线的话, 达到两万台甚至更高, 也不是难事。 而每个托管健身房所需要的智能健身量一架, 仅仅十台就足够了。 毕竟健身房的空间有限, 必须留出大量的空间给力量区, 其他专业器械, 以及跑步机椭园仪等有氧器材, 还有瑜伽室, 操科室等等, 这些都是不能省的。 而每个托管健身房的十台设备, 实际上是完全无法消化智能健身量一架产能的。 总不可能托管健身房每个月开一百家新店吧。 所以, 这个生意必然也是要跟其他健身房去做的。 常有和果立成也不担心这样会影响托管健身房的生意, 因为托管健身房的核心竞争力不在于此。 智能健身量一架进入各大健身房, 不仅会给健身大作战, 带来更多玩家群体和收入, 还等于是腾达集团和欧图科技的活广告, 一旦铺开, 未来是有极为可观的长远收益的。 所以, 常有也有意借新鸟健身来试试水, 看看智能健身量一架在普通健身房中到底会不会受欢迎, 从而开启对大型连锁健身房的大规模采购业务。 一旦这条路被证实走得通, 那些大型连锁健身房在全国至少有几百家门店, 采购的智能健身量一架数量将会是极其惊人的。 把智能健身量一架扑到这些连锁健身房的门店中, 又会吸引这些健身房的会员试用。 体验, 其中一部分人会选择购买一台放在家中, 这又会大大扩展客户群体。 也就是说, 跟连锁健身房合作, 实际上也是一个业务扩展, 打广告的过程, 比单纯的在网上宣传, 效果肯定会好得多。 对于理事来说, 新鸟健身显然又是一次蹭汤喝的典型案例。 这次如果成了, 不仅能从腾达这里蹭到汤喝, 还能抢走那些大型连锁健身房的一部分生意等新鸟健身发展起来之后, 他的投资必然获得极其丰厚的回报。 首批的一百多台智能健身量一架, 常有决定直接用下一批现货供货。 他也想尽快看到, 智能健身量一架到底能不能在传统健身房内获得成功。 近期新鸟健身也已经陆续在各家门店开始了布局的调整, 并通过发传单, 力广告展板等方式, 对自己的会员馆告知, 最快等周末这批智能健身量一架陆续到货之后, 就可以直接开放体验。 而一旦这种模式大受欢迎, 李时就考虑联合其他几个投资人继续投钱, 帮助新鸟健身开更多家门店, 继续大规模采购智能健身量一架, 在短期内借助着中毒特优势, 尽可能地扩张。 这时, 办公室外传来了敲门声, 薛哲斌推门而入。 李总, 我了解清楚了, 腾达那边确实有一项购买, 或者长租经济旅社附近的那条街上的商铺, 而且昨天, 似乎已经下了最后通牒, 要磨长租要磨卖不配合的商铺, 每时皆会选择直接绕开。 现在那边的情况相当混乱, 商铺老板们嘴上说着联合, 实际上全都在打自己的小算盘, 据我所知已经有好几家商铺, 都跟腾达签了合同。 薛哲斌把自己了解到的情况, 一五一十地说了一遍。 李时不由的精神一震, 很好, 跟我预估的情况完全一致, 之前好像只谈了长租, 现在多了一个买的方案, 肯定是裴总那边提供了大笔资金。 这足以证明, 裴总其实对这个地方很重视啊。 在小吃及时刚开始施工的时候, 李时就已经掌握了这个消息, 只是对于这口汤到底应该怎么喝, 一直都没有太好的想法。 因为小吃及时周边范围的商铺很多, 却都处于半死不活的状态。 如果买的地方跟腾达要发展的方向正好错开了, 那岂不是亏大了? 但现在, 目标已经变得相当明确。 显然, 腾达这边的目标是要把小吃及时和经济旅舍通过一条长达一公里多的小吃街给延起来, 形成联动。 这样一来, 游客完全可以在逛完经济旅舍之后, 晚上顺着小吃街一路走到小吃集市, 竟想各种美食。 而据说经济旅舍内部也有新的大型项目正在施工, 这样一来, 整个周边的经济必然进一步被盘活。 而对于那些漫天要价的商铺, 腾达显然也想到了解决办法。 人的贪欲是无穷无尽的, 对于这些商铺肯定不能一味地满足, 否则第一家台价成功了, 后边也跟着台价, 跟每一家商铺都要扯皮, 这事情就莫会没完美了。 腾达对所有的商铺都是统一价格, 提供了长租和买两种方案, 在价格上已经是足够厚道。 如果这不是腾达的项目, 那理事肯定觉得新好新好租药划算多了。 因为资金是有时间价值的, 只要那些商铺的老板拿到这笔钱不是纯粹的挥霍掉了, 而是选择用这笔资金去做一些更有前途的投资, 十年后所产生的收益绝对远大于50%。 但这是腾达的项目, 那就不一样了。 腾达项目的收益率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数字可以衡量的。 但这个道理, 商铺老板们不一定懂, 因为他们对于腾达的商业神话并不像李总这样深信不疑。 这些老板们的联合台价, 严格来说更像是一种短视行为。 对于老板们的联合台价, 腾达也给出料解决方案, 那就是对他们进行分化。 原本的方案是从小吃集市到经济旅社的一条路直通, 这条路上不少商铺的老板觉得腾达会不计代价地拿下自己的商铺, 自然有恃无恐。 但现在腾达换了一种思路, 会选择多条路线, 最终根据实际情况敲定一条。 小吃街可能会拐弯, 绕开一些商铺。 这样一来, 原本没机会进入小吃街的商铺, 也在考虑范围之内了。 这些商铺为了能够获得这个机会, 肯定会争抢着跟腾达签订合同。 原本处在直线距离上的商铺, 反而有可能一无所获。 在这重情况下, 商铺老板们想要紧密地联合起来是不可能的, 毕竟一个失误, 那就是几十万没了, 大部分小老板可没有这个胆破。 而且, 听说腾达在原有长租的基础上, 又新增了一个直接买商铺的方案。 这足以限的, 这件事情已经惊动了裴总, 让裴总额外拨了一大笔资金。 李时觉得, 机会来了。 他立刻说道, 我们也去那附近买商铺。 不过, 我们跟腾达不一样, 只买, 不租。 而且, 我们不跟腾达抢。 等腾达的路线确定了之后, 我们去找那些落选的商铺, 以一个相对优惠的价格买下来。 我觉得, 溢价的40%应该没问题。 腾达给出的方案是溢价50%, 但小吃街的最终路线肯定只有一条, 很多附近的商铺是会落选的。 这些商铺的老板多半会后悔不迭。 当然, 不排除那众对自己特别有自信, 觉得能在美食街边上做出一番事业的老板, 但肯定也有因为犹豫而错失良机, 莫能把商铺卖出去的老板。 李时和其他的投资人会找到这些人, 以高价收购。 对于一个已经确定了不在美食街上的店铺来说, 这个溢价其实已经非常可观了, 肯定会有人卖。 而在买下来之后, 李时会从他投资的其他产业中, 比如连锁网咖、 酒吧、 咖啡馆等, 抽调专业人才来负责这些店面。 而且, 李时还可以选择再将一部分商铺低价租给腾达, 签订长约。 虽然美食街在最初只能覆盖一条街, 但未来如果人流量持续增长, 美食街要扩张呢? 而且, 李总的面子跟那些商铺老板比起来, 那是完全不同的。 那些商铺老板多半是莫资源也莫能力, 又拒绝过腾达的好意, 腾达是肯定不会跟他们合作的。 但李时有资源, 跟裴总关系很好, 双方合作相当愉快, 到时候就算混不成美食街内部商铺, 混一个美食街合作商铺也是莫问题的。 只要有了腾达的认可, 从美食街这边喝口汤还是莫问题的。 腾达那边也莫理由拒绝这个提议, 因为李时和其他投资人购买的是美食街周围的商铺, 腾达不可能把这些商铺也全都吃下。 与其根不认识, 又没食摩资源和能力的商铺老板合作。 唯食摩不跟李时这个老熟人合作呢? 而李时最在意的, 其实是在很多年后, 这些店铺的升值潜力。 那些商铺老板可能会对此有所怀疑, 也没办法等那磨长时间, 但李时是绝对不会怀疑的。 薛哲斌点点头, 那我这就去通知其他的投资人。 5月31日,周四, 摩都,圣运快递集团总部。 圣运快递集团是目前国内快递行业的龙头老大, 占据着快递业务的半壁江山。 它基本全面覆盖了全国地市及以上城市和发达地区县及以上城市, 尤其是在摩都周边地区, 基本实现了派送无盲区的目标, 甚至已经开始内测海淘转运业务。 只不过, 圣运快递的口碑却并不算很好。 这家公司成立至今已有将近20年的历史, 它的快速发展壮大主要是得益于加盟制的战略, 在整个快递行业增速维持在高位的时候, 这对于快速获取市场份额有极大的优势。 但随着行业增速放缓, 公司发展阶段的推进, 粗放增长时代结束之后, 精细化管理时代到来, 这种加盟制的弊端也逐渐凸显。 一方面是网络层级多, 管理难度大, 许多加盟商势力较强, 总部指令难以有效执行, 而良有不齐的服务可能会影响终端的服务评价。 另一方面是转运中心自营比例偏低, 也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效率, 让快件配送的时间延长。 圣运快递集团是一个庞然大物, 甚至在公司内部也分为三四个不同的快递业务品牌, 彼此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竞争关系。 而如何解决这些问题, 就是近年来圣运快递最头疼的事情。 此时, 圣运快递的几个高层正在开会, 讨论圣运快递在发展规划方面的一些问题。 圣运快递的董事长是聂云胜, 但他对整个集团却并不能做到完全的控制。 几个大股东以及与他是老乡, 朋友关系的几个公司高层虽然在大部分情况下会支持他, 但很多时候也会有一些不同意见。 所以, 想要整个集团公司向自己预想中的方向发展, 就需要大量的会议来统一内部的思想。 此时, 会议已经进入到尾声阶段, 大的议案基本上已经讨论的差不多了。 一位公司副总说道, 聂总, 诸位, 关于腾达的逆风物流正在准备筹建空运路线的事情, 我已经整理了一份材料分发到大家手中了。 聂总, 这件事情我们该如何应对? 虽然逆风物流正式筹备空运路线是两个月之后的事情, 但吕明亮已经在进行一些简单的铺垫和宣传。 比如, 在送快递时发几张传单, 在逆风驿站布置一些展板进行宣传等等。 因为快递业务不像其他业务, 时间不等人。 如果等空运业务全都筹备完成之后, 再宣传, 引导顾客使用, 那就来不及了, 头几班飞机肯定拉不了多少货。 必须得在逆风驿站覆盖的地方提前宣传, 等跨城快递业务开启的时候, 才能收到大量订单。 所以, 这个消息自然也就传到了盛运快递这边。 这位副总已经把相关的情况全都总结成了报告。 逆风物流目前已承接最后一公里的快递配送业务为主要目标, 盛运快递也一直和他保持着密切合作的关系。 目前, 逆风驿站在荆州、 帝都、 摩都、 阳城这四座城市及周边地区正在快速扩张之中, 门店数量快速增长。 虽说以整体的规模来说, 仍旧无法跟圣运快递这种行业龙头相比, 但逆风物流的跨城快递业务开启之后, 必然会对圣运快递构成一定的威胁。 所以, 圣运快递才要尽快做出反应, 考虑对策。 聂云胜已经看过了报告他面色稍有凝重, 这完全在我们的预料之内。 逆风物流一直在巨额亏损, 帮我们干脏活累活, 要说别无所图, 那是不可能的。 现在他们要做跨城物流, 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背靠腾达集团, 他们的目标肯定是以这四个城市为中心, 通过逆风驿站的优势, 先从大城市的高端人群中用优质服务打开市场, 跟我们形成错位竞争。 不得不说, 这种业务模式对我们还是有一定威胁的。 而且, 我们的办法不多, 逆风驿站在这些城市的密度已经很高, 配送体验完全优于我们。 这是用真金白银烧出来的, 我们不太可能采取类似的模式。 大家有什么想法? 一位副总说道, 要不要联合其他快递公司把它封杀掉? 就像当初的迟路快递一样。 显然, 这是最简单粗暴, 也是最行之有效的办法。 这种事情, 盛运快递早就干过, 而且成功了。 在一年前, 一家叫迟路快递的快递公司高速发展, 把目标瞄准了中西部地区的下沉市场, 凭借着与电商平台的良好关系, 和每单比盛运快递, 还要便宜1至1.5元的价格, 成为了背靠大数的搅局者。 迟路快递对下沉市场十分重视, 把类似于山多高路多远, 迟路快递不敷衍的土味口号印在好几千个乡镇的墙上, 并且放言, 已经做好连续亏损两年的准备, 来势汹汹。 于是, 盛运快递发布了, 关于全网禁止代理迟路业务的通知, 和关于代理迟路业务的处罚通告, 要求集团公司再揽派两端, 不得以任何理由, 任何形式代理迟路快递业务, 对违规代理的分公司进行了罚款。 而在这种重压之下, 迟路快递因为其利润率低, 内部管理混乱等原因, 很快一蹶不振, 失去了投资人们的信任, 并很快黯然离场, 目前处于半死不活的状态。 所以, 在面对逆风物流威胁的时候, 盛运快递这位高层的第一反应也是封杀, 但另一位副总立刻出言反对。 这不太好, 逆风物流跟当初迟路快递的性质, 还是有一些区别的。 迟路快递跟我们是完全的竞争对手关系, 而逆风物流在此之前, 跟我们一直保持着密切合作, 甚至在荆州、帝都、摩都、扬城这四个地区, 逆风一战实际上已经成为我们配送的最后一个环节。 虽然每单快递我们都会分给逆风一战一些利润, 但由于不再需要把快递送货上门, 我们节省了大量的人力成本, 配送效率和营收都是明显上升的。 如果我们全面封进逆风物流, 那么逆风物流必然也会反过来封杀我们的快件。 双方一旦撕破脸, 对于我们的日常业务来说也会是一个巨大的损失。 更何况逆风物流的跨城快递业务尚未完全开展, 即使开展也是以跨城空运的高端市场为主, 与我们的业务存在一定的错位。 现在就直接封杀, 有点反应过度了, 我觉得不妥。 另一位高层也表示赞同, 我也这么认为。 还有一点也很重要, 那就是逆风物流与持路快递不同, 它们的实际风险承受能力是完全不同的。 迟路快递的崛起是受到了一些大资本的青睐, 但在我们封杀之后, 它们的快递业务发展停滞, 这些大资本对迟路快递失去了信心, 所以迟路快递才很快衰落。 但逆风物流完全依托于腾达, 从成立至今已经亏了一年多, 但门店还在源源不断地开着。 这说明, 腾达集团高层对于逆风驿站的业务十分看重。 本来就是在亏, 被封杀了, 不过是继续亏, 再加上腾达高层的支持。 这对逆风物流来说, 不可能伤筋动骨。 反而还会让他们, 把全部精力, 全都放到自己的快递业务上, 凭借着数量众多的门店优势, 跟我们死磕, 实在是有些得不偿失。 通俗一点地说, 就是光脚的, 不怕穿鞋的。 采用封杀的方式, 不是什么明智之举。 众人七嘴八舌, 意见根本无法统一。 因为逆风物流, 经过这么长时间的发展, 跟这些传统快递公司, 实际上并不是绝对的竞争关系, 而是合作与竞争的双重关系。 在很多地区, 盛运快递的快递员, 已经习惯了, 把快件往逆风驿站一扔, 拍拍屁股就走。 送件效率, 由此上升了许多倍。 不少网点为了节省成本, 已经进行过人员调整, 裁撤掉了一些不需要的快递人员。 如果贸然封杀逆风物流, 那么这些快件, 要么直接送货上门, 要么找到大量新的代收点。 前者在人员不足的情况下, 显然不现实, 而后者也不是在短期内能够完成的。 眼见众人讨论的差不多了, 聂云胜轻轻敲了敲桌子。 好了, 我来说两句吧。 逆风物流开始做自己的快递业务, 这在我们的预料之中, 没石膜可大惊小怪的。 当然, 作为潜在的竞争对手, 逆风物流是一种新模式, 不可不防。 但要说立刻封杀, 显然是有些反应过度了。 就算要封杀, 也得是我们找到一种对逆风驿站的替代方案之后, 才能撕破脸。 看来我们之前一直在筹划地解决最后一公里的方案, 得抓紧时间推行了。 尤其是逆风驿站覆盖的几个地区, 必须尽快摆脱对逆风驿站的依赖。 作为快递行业的龙头老大, 圣运快递显然也早已思考过如何解决最后一公里的问题。 而不论如何思考, 最终较为经济的解决方案都无非只有两个, 要么做快递柜, 要么做门店形式的驿站。 但他们不可能像逆风驿站那样做到快捐送货上门, 因为那样需要的人力成本实在太高了。 不是说支付不起这个成本, 而是必须要保证利润。 这种无利可图, 甚至会亏钱的事情, 别说圣运快递的高层不同意, 那些大的加盟商, 肯定也会相反设法的反对, 不会全力配合。 到最后, 强行学逆风驿站的方案, 多半是推行不下去的。 而快递贵和不送货上门的驿站, 这两种方案在体验上, 肯定不如逆风驿站, 但圣运快递也有自己的优势, 快递费便宜, 站点覆盖城市多。 快递费便宜, 意味着很多电商的商家, 为了降低成本会, 默认发圣运快递。 而很多对于价格比较敏感的顾客, 也会牺牲一些体验, 选择圣运快递。 而且, 快递贵的方案是有利可图的, 大笔资金砸下去, 进度会非常快。 等这两种方案做起来之后, 圣运快递能够逐渐摆脱, 某些特定城市中, 对逆风驿站的依赖。 到时候, 再看情况采取措施, 底气会更足一点。 在场的大部分高层, 基本上也都赞同这一观点。 聂云胜最终拍板。 好, 那就这么办。 逆风物流那边, 先不要去惊动, 正常开展业务合作。 与此同时, 我们也要在全国各地, 尤其是逆风驿站覆盖率较高的地区, 投入大批快递柜, 逐渐建立属于我们自己的最后一公里解决方案。 当然, 前期我们可以先建立一些试点, 在有逆风驿站和没有逆风驿站的地方都观察观察, 看看顾客的实际反应如何。 这件事情, 我们必须高度重视。 下午, 眼瞅着又快到周末了, 裴谦在办公室里简单梳理了一下, 目前各个产业的情况。 腾达游戏, 商阳游戏, 欧图科技, 飞黄工作室等部门的新项目都已经上线了。 而且颇受好评, 感觉是有点难以挽救了。 墨鱼网咖, 墨鱼外卖, 逆风物流, 托管健身房, 树揽公寓等实体产业, 以及吐尾直播, 圆梦创投等部门, 也还是按照原本的规划在扩张之中, 没石膜特别值得一提的大动作。 不过临近结算末尾, 还有一些部门的工作尚在收尾结算, 似乎还有一些拯救的可能性。 比如, 按照之前的规划, 小吃即适的装修差不多也快完成了。 下个月的月末有望正式开放。 腾达的大型体验店目前也在紧锣密鼓的筹备之中, 按照原定计划是下个月的10号开始时运营, 24号等大屏幕安装好以后正式开放。 实行工作室那边预计在7月份的月末拿出成品的VR眼镜, 并安装一个动物海岛的demo进行体验。 而游戏正式上线的话可能还要在后延两个月左右。 实行工作室因为不是腾达直接控制, 所以系统的控制相对宽松, 不会严格要求必须在结算前有正式产品上线。 所以, 陪迁对这边的工期也不是很关心, 就算要担心赚钱, 那也是下个周期的事情了。 此外, 经济旅设的过山车项目一直在修, 工期比较长, 预计还要有至少四五个月的时间才能完工。 陪迁考虑着如果到这个周期结束的时候有钱花不完, 可以临时给这个过山车项目多加点投入, 在不严重影响工期的情况下, 尽可能让他多吃掉一些资金。 此外, 陪迁还规划好了这个周期突击花钱的办法。 指头公司和龙羽集团自从515游戏节烧钱大战被腾达揍得有点晕头转向之后, 就一直处于蛰伏状态。 他们不急, 陪迁急了。 既然他们不花钱了, 那陪迁肯定得做点什么事情, 刺激刺激他们, 让他们继续烧钱。 这样才能不引起系统的警告, 名正言顺地继续打价格战。 陪迁选定的日期是六月底。 这个时间段是很多米国公司的下促。 指头公司肯定也会在这个特殊的时间推出一系列的优惠活动, 否则就显得太不合群了, 要被海外玩家骂的。 而陪迁要做的, 是提前几天开启下促活动。 先一步开下促, 并且给出各种优厚的福利。 指头公司能不跟摩? 优惠好意思给少了摩? 肯定要在下促正式开始时咬牙压过腾达才可以。 于是, 陪迁就可以推出一系列新的福利, 双方再愉快地烧下去。 当然, 第二批推出的新福利, 肯定不会影响最初的福利, 它们应该是互不重合的关系, 这样就不会影响第一批玩家的利益。 陪迁已经美滋滋地规划好了, 就等着到时候一展拳脚。 有时候, 陪迁经常感慨, 感谢上天赐给自己指头公司和达亚克集团。 如果没有这两家公司的存在, Gog肯定会快速占领全球的MOBA游戏市场, 到时候, 陪迁就算是想烧钱都找不到对手, 那该多难受啊。 把目前的情况, 全都捋顺一遍之后, 陪迁意外地发现, 这个周期的情况, 似乎并没有到那种不可收拾的局面, 还可以接受。 虽然, 使命与抉择, 火了, 欧图科技的新手机和智能健身量一架, 也卖爆了。 腾达的各部门, 也如火如荼的发展中, 但还有亏损的希望。 陪迁觉得, 这就代表着自己的成长啊。 遥想最初的几个结算周期, 往往都是还没到月底呢。 赚钱的宿命, 就已经注定了, 陪迁就像一条翻身不能的咸鱼一样, 等待着最终审判的降临。 但是现在, 咸鱼能努力地翻一翻身了。 真是可喜可贺。 陪迁继续翻着各部门的近况, 突然发现了一个, 自己已经有一段时间都没有关注过的部门。 终点中文网。 为了进一步消磨作者们的斗志, 降低终点中文网的内容产出, 陪迁特意开设了一个灵感班。 大电视, 海量电影和游戏, 舒服的单人沙发, 互相分离地收集灵感区和工作区, 全都在勾引着作者们心中的闲鱼, 蠢蠢欲动。 在这个灵感班正式开设, 起来之后, 陪迁就没有再去过多的关注了。 一方面是因为, 终点中文网相比于其他的部门来说, 盈利能力排不到前列, 不值得陪迁花费太多精力关注。 另一方面, 也是因为, 以这些作者们在灵感班中, 非常缓慢的创作速度, 三个月能写个四十万字就不错了。 而一本书要活起来, 至少也得三四个月, 周期很长, 一直盯着也没石磨意义。 陪迁看了看日期, 这个灵感班是二月初开设的, 到现在五月底, 时间可以说是正好。 灵感班对于这些作者们创作小说的篇幅, 是有字数要求的, 不会太长。 所以, 大致的创作时间也能估算出来。 写得比较快的, 可能作品已经临近完本, 写得比较慢的, 至少也写到一半了。 所以, 陪迁觉得可以去了解一下, 这个灵感班的具体情况了。 说不定能有个意外之喜呢? 陪迁还特意收藏了当时几个作者开的新书, 于是立刻打开已经吃灰很久的终点中文网API查看。 刚打开第一本书的详情页, 陪迁就眼前一亮。 数据这么惨淡呢? 不管是推荐票和月票等各项数据, 又或者是打赏, 评论和其他的数据, 甚至包括更新字数, 全都非常惨淡。 以前这个作者经常在分类榜前三, 现在已经调到十几名开外去了, 可见数据跌得有多惨。 又一连打开了四五本书, 情况也全都差不多。 其中数据最好的, 是一个以《回头是暗》为背景创作的官方小说《永舵轮回》, 这本书的数据排在幻想小说专区的前五名, 在全站大约是二三十名左右徘徊。 即便如此, 它也已经是这些灵感般的作者们所取得的最好成绩了。 陪迁稍微翻了翻这些书的评论区, 看了一下读者们的反馈, 立刻露出了会心的笑容。 因为这些作者之前擅长的是网络小说的创作模式, 而现在突然向这种结构紧凑的形式转变, 很多作者其实都很不适应, 因为之前的创作经验很难用得上。 而缓慢的更新速度也让大部分读者难以忍受。 一本网文日更四千的话, 对于读者们来说会追得很煎熬, 但如果质量上乘的话, 还勉强可以接受。 但如果日更一千的话, 那就是一场灾难了。 除非品质太出色了, 月更也有人看。 但显然, 灵感般的这些作者们做不到这种程度。 所以, 这些书的成绩都不好, 其中的一部分作者似乎已经备受打击, 在作者留言中表示自己等这本书完本之后, 就要回去继续写原本擅长的题材了。 此外, 裴谦还特意看了一下崔耿的新书《继任者》, 发现这本书的成绩比《勇舵轮回》要稍差, 全占大约是在四十名左右。 对于曾经登顶过终点中文网的崔耿来说, 四十名左右的成绩显然是一个相当不可接受的成绩。 毕竟终点中文网不同于无线中文网这种大战, 相对而言, 读者群体和作者群体都是比较小的, 五十名的位置, 书的各项数据相比崔耿之前的书可能缩水了十倍。 裴谦全都看了一个遍, 结果乐观地超乎想象。 要是按照网文的标准来评判, 这些灵感般作者们的创作, 基本上可以说是以全面失败而告终啊。 这不得裴总出面, 好好安慰一下作者们受伤的心灵。 裴谦立刻决定去灵感般走一趟。 虽然灵感般的这些作者写的都是买断, 赚钱不少, 但已经有不少作者已经不想继续写下去了。 对于很多作者来说, 写书没人看的这种孤独感, 远比少赚点钱要更加可怕。 所以, 裴谦觉得自己应该再去安抚一下, 坚定一下这些作者们继续写下去的信心。 就算跑了一部分, 也总得留下来一部分嘛。 否则这抹好的灵感般以后全空了, 没人再来了。 那怎么能行吗? 半个多小时以后, 裴谦来到终点中文网灵感般所在地。 学习班和灵感般是在两个不同的楼层, 裴谦先到学习班去看了一下。 学习班最开始的时候, 只有一个房间, 后来加开到三个房间。 而现在, 三个房间全都人满为患, 从门口处就能听到机械键盘打字的声音此起彼伏, 就像是一片清脆敲击声汇聚成的欢快海洋。 这里面的作者们大部分都是生面孔, 但表情都非常专注, 看起来相当亢奋, 似乎正在迫不及待地将自己脑海中的故事转化成文字。 裴谦不由地感到一阵心痛。 这个学习班给终点中文网培养的中间作者难以计数。 虽然对现在腾达的体量而言, 这点收入不值一提, 但整个终点中文网的书库却在不断地充实, 作者群体和读者群体也在不断扩大。 久而久之, 出现爆款书的可能性也会大大提升。 裴谦没有打扰这些作者们, 而是继续上楼, 来到灵感班所在的楼层。 这一层就安静多了, 裴谦舅舅只听到了一个人打字的声音, 而且还是断断续续的, 可见憋得十分艰难。 灵感班一共有三个区域, 分别是灵感收集区、工作区和大型影音室。 灵感收集区和工作区有个常会一桌, 偶尔用来开会或者头脑风暴。 在灵感收集区, 每个作者都有单人沙发、 电视和游戏主机。 整个空间的光线较暗, 每个人的沙发旁边都配有阅读灯, 可以看小说、漫画, 也可以看电影、玩游戏。 而大型影音室的整个房间都做了隔音处理, 里面有影院级别的投影仪和音响设备, 作者们可以按需求点播影片, 预约使用。 灵感班最初只有十来个人, 但之后又陆续扩展, 总人数达到了25人。 这25个人基本上都是终点中文往前一段时间的头部作者, 在各个分区都排得上号的那种。 而现在,灵感收集区只有十来个人在, 他们有的在打游戏, 有的在看电影, 还有的在阅读灯下面看书, 因为都带着耳机, 所以非常安静, 只能偶尔听到书翻页的声音和按动手柄按钮的声音。 工作区有两个作者, 其中一个双手放在键盘上, 隔一段时间才打几个字, 而另外一个则是一手脱塞, 看着电脑屏幕发愣, 不知道在思考着什么。 至于另外一半的作者, 去哪了? 显然是在影音室看电影。 虽然整个影音室都做了隔音处理, 不会影响到灵感收集区和工作区, 但在影音室门外, 还是能隐约听到声音的, 里面似乎正在播放一部非常紧张的战争片, 激烈的枪声不绝于耳。 裴谦简直是太欣慰了。 看看,看看, 跟学习班一对比, 简直是高下力盼啊。 学习班的那些作者们, 一个个的都在闷头马字, 反观灵感班这边, 全都在认真地收集灵感工作区一共就俩人, 而且还都在发呆。 裴谦不由得有些小骄傲, 毕竟灵感班这个点子, 可是他自己想出来的, 事实证明, 效果拔群。 所有人都很专注, 默认注意到裴谦的到来。 毕竟灵感班没有任何限制, 迟到, 早退, 甚至一连两三天压根不来, 也都没关系。 平时作者们到书架上找书, 找游戏光碟, 上厕所时, 也经常走动, 大家都已经习以为常了。 裴谦在工作区, 随便找了个地方坐下, 两个作者都在专心于自己的事情, 莫注意到他。 等了一会儿之后, 影音室的电影播完了, 作者们纷纷走了出来。 有几个作者在低声讨论着电影的剧情, 但显然性质也不是很高的样子, 各自回到自己的座位上。 裴谦看出来了, 这些作者现在非常迷茫, 正是需要他来指点迷惊的时候。 崔耿跟在人群后面走了进来, 下意识地一转头, 正好看到裴总坐在工作区的座位上, 面带微笑地看着作者们。 裴总! 崔耿这一声, 让其他人也纷纷转头。 而后, 作者们脸上都露出了羞愧的表情。 坏了! 被裴总逮个正着啊! 刚来这个灵感班的时候, 大部分作者都是斗志昂扬的状态, 虽然是写买断吧, 但这模好的条件, 肯定也得摩拳擦掌搞出一番名趟来才行。 但是写着写着, 就发现有点力不从心, 看的好作品越多, 积累的灵感越多, 反而觉得自己写得很垃圾, 自然而然地越写越慢, 越写越没状态了。 久而久之, 就退化成了现在这个非常咸鱼的状态, 每天八小时工作, 有七个小时, 都在如同大海捞针一样看电影, 看小说, 打游戏积累素材, 或者构思剧情, 能有一个小时在马自就不错了。 如果早知道裴总要来, 那大家肯定要认真准备一番, 把最佳的精神状态拿出来。 毕竟裴总给自己安排了这么好的工作环境, 准备料如此优渥的待遇, 结果自己不仅没有写出什么特别精彩的作品, 就连最基本的创作热情都没有保持, 这哪对得起裴总的一番心意? 陪谦笑了笑, 如果大家有时间的话, 能不能先把手头的工作放一放, 一起聊聊? 众人很快纷纷点头, 他们现在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收集素材, 真正保持注意力高度集中的状态, 进行创作的时间少之又少, 哪有什么手头的工作? 旁边就有个长桌, 众人很快纷纷落座, 坐不下的作者们就近从工作区拉过椅子围在周围。 很多作者心里都非常打鼓, 觉得被裴总给呆到了。 就算裴总不心事问罪, 肯定也要对灵感般的形式做出一些调整。 毕竟要维持这个灵感般可是烧钱不少, 整个场地的费用和日常开销就不说了, 作者们的文章都是高价买断, 结果就产出了一些这种质量的小说, 这肯定不能让裴总满意。 有的作者很羞愧, 恨不得现在就跟裴总拍着胸脯, 保证自己接下来一定不再咸鱼, 认真创作。 哪怕悬梁刺骨, 写到口吐白沫, 也得写一本经典制作出来。 还有一些作者打定主意, 跟裴总承认错误, 自觉退出这个灵感般, 回去写自己的老套路, 自己不是这块料, 不要浪费裴总的一片好意。 裴千环是众人, 微笑说道, 灵感般开设到现在已经有三四个月了, 这段时间大家的努力我全都看在眼里。 我觉得灵感般非常成功, 完全达到了我的预期, 众人全都实话了。 啊? 完全达到了预期可还行? 我们现在是什么尿性, 我们自己心里还没点数吗? 这算哪门子的非常成功啊? 这让想要认真悔过和承认错误的作者们都中了集体沉默效果, 一时不知道该做何回应。 崔耿弱弱地说道, 实不相瞒, 裴总, 目前灵感般的大部分作者, 创作并不顺利, 包括我, 而且, 我们的成绩也根本没有达到预期。 这里的所有作者, 就崔耿和裴总最熟, 自然也只能由崔耿来说这种大实话了。 裴千摆了摆手, 这个我当然知道, 但这都是正常现象吗? 你们本来就是处于转型的摸索阶段, 一点点阵痛那是很正常的。 几百万字的故事和几十万字的故事, 写法完全不同。 你们相当于是从零开始, 哪能一下子就成功呢? 你们刚开始写网络小说的时候, 也不是第一本就能成功的吧? 怎么也得有个几百万字的积累。 灵感般的创作也是一样, 如果没有灵感般, 你们这辈子可能都不会碰这个题材, 不是摸。 至于成绩, 说实话, 能在一个网络小说网站上, 用这模缓慢的更新字数, 这模不受大众欢迎的内容, 写到全网排名前五十, 这不正凸显出你们的强悍功底吗? 裴总这一番话, 说的作者们都有点猛。 按裴总这意思, 合着我们写的东西, 其实很好。 不得不说, 人是非常容易受到外界的暗示和引导的。 如果大批人跑到书评区说, 这书非常垃圾, 作者自己也会自我怀疑, 很多原本想好的内容也不敢写了, 甚至想要放弃。 但如果很多人鼓励, 说这本书虽然数据不好, 但内容特别精彩, 作者也会备受鼓舞, 甚至会更大胆地尝试一些新的剧情设计和点子。 虽然给出这摩高评价的只有裴总一个人, 而大部分传统的网文读者都不看好这些作品, 但那可是裴总。 裴总的一句夸奖, 至少能抵消一万读者的批评吧。 于是, 作者们心中默默地燃起了一些自信, 很多人都产生了难道我写的其实还行这种错觉。 裴谦微微一笑, 看起来自己的大忽悠术有所长进。 以前都是一对一忽悠, 现在可以忽悠一群人, 而且效果还不错。 不过现在还不能满足, 还得再趁热打铁一番。 裴谦稍微顿了毒, 让作者们的心情沉淀了一下, 然后才继续说道, 为了巩固这一阶段灵感班的成果, 同时也为了支持, 表彰优秀作者, 我决定选出本次灵感班创作的前三名, 给予奖励。 《勇舵轮回》这本书, 我会安排游戏部门给, 回头是按, 开发一个大型资料片, 以《勇舵轮回》的内容为故事背景创作, 作者可以全程参与制作, 对游戏中的任何细节, 都可以提出自己的修改意见。 崔耿的《继任者》是超级英雄题材, 我会委托给《飞黄工作室》拍一部网剧, 同样的, 作者也可以全程参与, 提出自己的意见。 还有最后一本, 《代行者学院》, 这本书是以高谷为背景的故事, 但偏向于轻松、 诙谐, 而且稍微有一点恶狗, 我觉得动漫的形式会更适合。 所以, 我会让《飞黄工作室》额外收购一家动漫工作室, 把《代行者学院》动漫画, 作为这家动漫工作室的第一部作品。 而且, 改编后获得的所有收益, 作者都可以获得15%的分成。 灵感般的所有作品, 本身就已经付出了高于市场价的买断费用。 按理说, 这个分成是完全莫必要给的, 但赔千肯定不会放过这个多花钱的机会, 所以给了一个相当慷慨的分成比例。 对于前两部作品, 赔千关注比较多, 而第三部纯粹是凑数的。 这本《代行者学院》是以Gogg为题材的作品, 但它所描写的并不是Gogg的官方故事背景, 而更偏向于轻小说的感觉, 是由很多个短篇幅的小故事构成的, 整体诙谐、幽默, 还带点无厘头。 这部作品成绩不如前面两部, 毕竟类似的题材在网文网站上会显得格格不入, 而短篇故事要写的出彩, 其实比长篇更难, 很多用语气, 动作才能表现出来的笑点, 用文字写出来, 效果就会大打折扣。 这些作者的作品, 已经被证实了都是商业上不太成功的作品, 既然如此, 那就更应该把它们发扬光大才对。 本来就不成功了, 影视画或者动漫画之后, 岂不是更加不成功? 原本一本小说才能浪费多少钱呢? 无非就是一点点买断的钱。 但要是把小说改成网剧或者动漫, 这成本可就高了。 这么多成本烧进去, 观众们又不爱看, 岂不美哉? 至于为什么要做网剧, 做动漫? 主要是飞黄工作室让裴谦有点头疼。 之前拍过那么多的题材, 短视频, 纪录片, 还有两部电影, 全都火了。 让飞黄工作室去拍, 连裴总亲自写的垃圾剧本都能给拍火了。 可见朱小策这个人有化腐朽为神奇的力量。 要是把这几本书交给飞黄工作室拍成电影, 万一再起飞了, 那怎么办? 所以, 换个题材。 这次的网剧不同于以前的网剧, 不是那种小成本的制作, 而是要大成本, 大制作。 但不是电影, 不能上院线收票房, 亏钱的可能性自然会大大增加。 至于动漫, 是之前腾达从未涉足过的领域。 裴谦正好可以花一笔钱买个动漫工作室。 电影这条路走不通了, 动漫这边应该不影响吧? 而这三部作品能够影视化、动漫化, 必然会给其他的作者非常大的鼓舞和激励作用。 其他作者一看, 或写的这模垃圾都能改编游戏, 网剧和动漫, 那肯定也会挤破头地往灵感班里钻啊。 这样一来, 整个网站头部作者, 全都进入灵感班这个大型咸鱼培阳明, 久而久之, 这不就好起来了吗? 裴谦不由得洋洋自得, 真是一个完美的计划。 在听完裴总的这番话之后, 作者们的表情很快就从忐忑变成了震惊, 又从震惊变成了欣喜若狂。 刚看到裴总的时候, 作者们都是很忐忑的。 毕竟灵感班的待遇确实太好了, 可作者们最终产出的作品却很难让自己满意, 这让大家多多少少都有一点愧疚心理。 在裴总刚说灵感班的成果令人满意的时候, 很多作者还有点不幸, 以为是裴总怕伤害到大家脆弱的心灵, 故意这么说安慰一下。 但现在, 裴总宣布了三部电影版权开发的计划, 作者们瞬间深信不疑了。 看来这些作品确实让裴总还比较满意啊。 否则怎么会有资格进行版权开发呢? 每年涌现出优秀的网络小说那么多, 而真正有资格进行版权开发的, 是其中极少数, 最顶尖的一批。 一方面是因为版权开发的条件比较苛刻, 另一方面也是因为版权开发的投入比较大, 一旦失败损失也大, 所以要慎重考虑。 写小说, 那是一个人的事, 而把小说改编成动漫、 网剧, 往往需要一整个团队的密切配合, 还要有相应的宣发渠道。 又有哪个作者, 不希望自己的小说版权, 能够开发成功呢? 把文字变成影像, 故事的传播度和知名度, 都会上升一个大的档次。 被选中的三本书的作者, 全都激动, 因为他们之前从未想过, 竟然还会有这样的机会。 而没被选中的作者们, 也完全没有任何失落的情绪, 因为大家本来也没期待着自己的书有资格被选上。 反而是更加斗志昂扬, 希望下一批版权开发的名单中有自己的作品。 陪总牛逼, 我一定好好写, 不会辜负陪总的期待。 还愣着干食魔, 大家赶紧开始工作呀。 刚才还死气沉沉的作者们突然恢复了生机, 就像打了鸡血一样的回到自己的岗位上, 有的继续抓紧时间收集素材, 有的则是迫不及待地开始码字, 创作。 那些原本想着完本之后, 就回去干老本行的作者, 大部分也都打消了这个念头。 明眼人都看得出来, 在这个灵感般写作, 版权被开发的几率远远大于终点中文网的常规网络小说, 也远大于其他网站。 二十多部作品里头, 就有三部被挑出来改成了游戏, 网剧和动漫, 这个比例简直是高到突破天际了。 有了这种诱惑, 谁还愿意离开? 虽然现在这本书不行, 但下一本还是很有希望的嘛。 哪怕连着写了三四本, 都没有得到版权开发的机会, 那也没关系, 但至少得尝试一下。 像这种绝佳的机会, 错过了以后, 可就不会再有了。 至于那三名被选上的作者, 更是激动不已, 之前已经熄灭的, 创作热情再度熊熊燃烧起来。 虽然他们三个的小说, 主体部分已经大致完成了, 但仍旧有大量的细节内容需要打磨。 如果没希望改编的话, 可能他们也就得过且过了。 反正影响力也莫多大费, 那摩大经历死磕那些细节, 有什么意义呢? 但现在要改编, 要给全网的观众看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 不仅要避免任何细节上的纰漏, 还要努力地把已经写好的情节再完善, 丰富一下, 争取做到尽善尽美。 这三部作品可都是裴总清点的, 到时候如果让负责改编的编剧一看, 内容稀碎着不是给裴总丢人吗? 这种情况绝对不能出现。 看着作者们再度态度昂扬地投入到创作中, 裴谦满意地点点头转身离开。 看起来短期内这些作者们是不会跑了灵感般保住了。 裴谦考虑着, 既然灵感般的效果这么好, 下个周期可以考虑继续扩大灵感般的规模, 比如再多租一层楼, 多吸那二三十名作者。 到时候开销直接翻倍, 岂不美哉? 不过那都是下个周期的事情了, 这两个月还是先不考虑了。 裴谦刚离开灵感般, 手机就震了一下, 弹出一条备忘录提示。 嗯? 今天又到了给孟畅饭提成的日子了呀。 不得不说时间过得很快, 眼瞅着又到月底了。 说起上个月裴谦也觉得一言难尽, 都已经帮孟畅去掉一个错误答案了, 压根没让做O2GE手机的宣传方案, 就只做了一个智能健身晾衣架。 结果, 还是没用。 孟畅做这个宣传方案, 找来了林家强, 拍出了一个传播度相当好的宣传片, 更要命的是, 林家强自己用智能健身晾衣架的减肥效果绝佳, 还把视频剪辑之后, 发到了爱立岛网站上, 引发了极高的热度。 裴谦都不用看分析报告就知道, 孟畅这个月的提成, 估计又是零了。 这可咋整? 就连裴谦自己都替孟畅发愁。 这都快到结算时间了, 这好几个月, 孟畅绝大多数时间都是在拿底薪, 未免也太惨了。 裴谦还是希望, 孟畅能在结算前稍微拿点提成的。 哪怕一千块呢, 也算是普天同庆嘛。 但是裴谦也没尸磨太好的办法, 他要是有办法, 早就自己去做宣传方案了, 还用得着孟畅。 只能说, 一起努力吧。 裴谦直接坐车回到办公室, 趁着还没到下班时间, 赶紧献一间孟畅, 安排下个月的宣传工作。 这个月, 还是只有底薪。 裴谦把分析报告递给孟畅。 孟畅连接都没接, 有气无力地点点头, 算是默认了。 反正拿底薪也不是第一次了, 都快麻木了。 看着孟畅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表情, 裴谦不由地担心起来, 不会给我摆烂吧。 裴谦赶忙表情严肃地说道, 孟畅, 宣传工作至关重要, 你可别给我摆烂啊。 一定要打起120分的精神, 认真地想好每个宣传方案, 明白吗? 你看我对你够意思了, 上个月我都帮你去掉一个错误答案了, 结果还是莫拿到提成, 这真是太可惜了。 裴谦考虑的是, 现在孟畅绞尽脑汁地, 想要降低宣传方案的影响力, 给产品反向宣传, 结果产品还一个个地都给火了。 那要是孟畅彻底放弃了, 每次都随便搞几个宣传方案出来糊弄, 岂不是火得更厉害了? 孟畅就是第一道防线, 哪怕不能预低于国门之外呢, 好歹也要削弱一下敌人的有声力量吧。 所以, 裴谦还真没一句假话, 全都是自己的肺腑之言。 然而孟畅听的嘴角微微抽动, 额头上也隐隐透出青筋。 可太气人了, 还好意思说帮我去掉了一个错误答案。 上个月那俩项目, 全特模的是错误答案。 你给我去掉一个顶锤子用, 我去给智能健身晾衣架做宣传方案, 不一样是白给吗? 但是, 哪怕孟畅气得像河豚, 却又想不到任何反驳的办法, 只能用沉默来无声地抗议。 看到孟畅已经陷入一种死猪不怕开水烫的境地, 裴谦更担心了。 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至少得想办法让孟畅看到一点希望, 否则这样的连番打击之下, 再怎么有精神的人也得为你了。 裴谦倾可两声, 这样吧, 孟畅。 我觉得我们之前签的协议呢? 难度稍微有点高了。 考虑到腾达的产品天然就有不错的知名度, 这给宣传方案的制定也带来了诸多困难。 所以我考虑可以稍微改动一下协议内容, 适当放宽一些标准。 这样一来, 你的成功率也会更高一点。 你觉得呢? 孟畅眼睛微微睁大, 有点不敢相信自己听到的话。 还有这种好事, 裴总竟然主动放宽标准。 孟畅终于不再沉默了, 问道, 具体怎么改? 裴谦想了想, 首先, 把你的底心稍微往上掉一掉, 掉到四千块。 其次, 把宣传方案提成的条件放宽一点, 只要宣传经费花得足够多, 并且保持宣传效果低于开销的时间达到半个月, 就至少可以获得保底提成两千块。 哪怕之后宣传效果突然好起来了, 这两千块也是可以保留的。 孟畅原本如同一潭死水的眼神中, 渐渐地有了光彩。 这条件听起来不错呀。 可以说是双重保底。 以前的底心只有三千块, 现在底心加保底提成达到了六千块, 整整翻了一倍呀。 当然, 想要拿到这两千块的保底提成, 需要保证宣传效果不佳, 至少半个月的时间。 但这应该不是什么难事。 当初梦唱给, 使命与抉择, 做宣传方案的时候, 这种情况就维持了很长时间, 要不是裴总突然改游戏, 发售时间, 赢了他一手。 说不定那个月的提成都已经拿到了。 总之, 新的方案跟原本的方案相比, 确实是全面有利于孟畅。 孟畅点点头, 好, 他本来下意识地想说谢谢, 但是又感觉好像有点不对劲, 这声谢谢说出来实在是有点无厘头, 还有点黑色幽默, 所以最后只挤出来一个好字。 裴谦说道, 那就从下个月开始实行吧。 下个月的宣传方案是四选一, 具体选哪个你自己决定。 分别是终点中文网灵感班, 小吃集市, 腾达体验店, 下厨活动。 我可以再帮你去掉一个错误答案, 下厨这个, 你最好还是别碰了。 梦唱心中呵呵, 你当我傻。 腾达每次烧钱都能烧得惊天动地, 我脑子抽了, 才会选下厨活动去反向宣传。 但前面这三个具体怎么选, 梦唱还真没想好, 因为对这几个项目, 他都不太熟悉。 他想了想, 裴总, 我能不能先花一点时间, 去调研一下这三个项目的具体情况, 然后再决定。 裴谦很高兴, 立刻点头, 当然可以啊, 你早就该多做调研了。 好好地, 深入地研究一下, 有什么需求, 就让那边的负责人多配合你。 一定要谋定而厚动, 宣传方案得深思熟虑, 明白吗? 梦唱已经有点习惯了裴总的阴阳怪气, 默默地点点头。 他琢磨着, 再怎么失败, 坚持十五天, 应该也没问题吧。 底薪从三千变六千, 虽然仍旧不算多吧, 但这保底, 好歹是翻倍了。 而且, 只要做得好, 还是有机会拿十万提成的。 梦唱突然觉得裴总也不是那么面目可憎了。 这个人似乎还是有点良心的。 六月一日, 周五, 梦唱戴着口罩、 墨镜和鸭舌帽, 来到老工业区的小吃集市附近。 本来梦唱都已经完全丧失动力了, 但昨天跟裴总聊完了之后, 他心头希望的小火苗又再次烧了起来。 所以今天他就来考察了。 在去掉一个错误选项之后, 还剩三个选项, 分别是小吃集市、 体验店和灵感班。 今天已经是周五了, 想要在这周之内把这三个产业的情况 全都调研清楚, 不太可能。 但梦唱还是觉得要把时间尽量往前赶。 早点调研清楚, 就能早点确定宣传方案, 烧钱铺开了, 提成拿的才多。 保底的钱变多了, 其实并不是在鼓励梦唱采用保守的宣传方案, 反而是在鼓励梦唱多, 做出一些冒险的方案。 因为没了后顾之忧, 才更应该去追求高提成吗? 总之, 在裴总调整了双方的协议内容之后, 梦唱再度燃起了对提成的热情。 今天梦唱全副武装, 把自己的脸包裹得严严实实的, 生怕被别人认出来。 倒不是有什么偶像包袱, 也不是怕走在路上遇到粉丝。 之所以如此小心谨慎, 主要是为了提防裴总的员工们。 梦唱也复盘过自己的几次失败, 发现这些失败背后, 似乎都有一个巨大的阴影的存在, 那就是裴总。 就拿之前使命与抉择的宣传来说, 好好的游戏发售日期改了, 这是人钱的事。 虽然事后裴总说, 这是为了去撞幻想之战重制版, 但梦唱还是稍微有些怀疑, 这可能只是一个幌子, 真正的原因是在针对它。 类似的情况还有很多。 每次梦唱都觉得自己把握挺大的, 但总是因为一些莫名其妙的, 阴差阳错的小事, 他的计划就功亏一篑, 毁于一旦。 一次两次还好, 但这都多少次了? 要说这里头没有裴总在搞鬼, 可能吗? 梦唱觉得, 这些失败里头, 肯定至少得有那摩一两次, 是裴总在搞鬼。 目的就是破坏自己的计划, 让自己只能拿到底心。 虽然梦唱没有证据证明, 但对此深信不疑。 所以, 各个部门中间一定有着许许多多裴总的眼线, 甚至包括广告营销部门, 也不能幸免。 俗话说, 是以密成与以泄败, 意思就是保密工作做得越好, 事情成功的几率也就越高。 所以, 这次梦唱决定想尽一切办法保密, 宣传方案正式铺开之前, 绝对不让裴总猜到, 自己到底要给哪个项目做宣传。 这样一来, 拿到提成的概率, 肯定能大幅提升。 梦唱假装成一个好奇的路人, 到小吃集市附近逛了逛。 荆州有很多人对腾达的新产业很感兴趣, 所以, 有不少人都在附近逛, 这些人的岁数各异, 有些岁数大的可能是附近的原住民, 大爷大妈过来溜湾, 顺便看看, 而有些年轻人则可能是大老远的跑来准备一睹为快的。 梦唱混迹其中, 很好地隐秘了自己的行迹。 按照工期, 小吃集市还有两周多才能正式开放, 所以目前还没有任何摊主入住, 装修还有一些收尾工作需要完成。 虽然整个小吃集市的大致风格已经确定, 但想要靠着这点东西, 就推断出他到底会不会火, 还是非常困难的。 梦唱围着美食即逝, 稍微转了两圈, 仍旧没石磨头绪。 就只靠看到的这些内容, 很难确定他到底会不会火。 但就在这时, 他突然眼前一亮, 看到了认识的人。 这不是附回资本的李时吗? 当初要不是因为李时, 梦唱也不会欠债, 更不会沦落到现在这个地步。 严格来说, 比起裴总梦唱更恨李时。 毕竟裴总给梦唱的感觉, 像是电影里的终极大反派, 虽然可恶, 但实力强大, 充满着个人魅力。 而李总给梦唱的感觉, 就像是大反派手下的狗腿子, 虽然危害不见得很大, 但却满肚子坏水, 不可不防。 阎王好过, 小鬼难缠, 就是这个道理。 但现在不是记仇的时候, 因为李时的出现会透露出一些信息。 梦唱暂时放下了仇恨, 默默地装成一个随便闲逛的普通路人, 跟在李时身后不远处, 默默观察。 李时绝对不会无缘无故地跑来这里, 一定是有什么事。 梦唱早就发现了, 李时跟荆州的几个投资人, 一直都是紧密围绕在裴总周围, 为裴总马首是瞻。 而李时出现在裴总的新产业附近, 这绝对不是一个什么好兆头。 果然, 李时一路来到小吃集市附近的一家商铺, 进去之后, 跟老板聊了一下。 聊了大约半个小时之后, 李时似乎非常满意, 笑容满面地出来, 去到下一家商铺继续聊。 梦唱小心翼翼地跟李时保持着距离, 远远地盯着他的去向。 他来找这些商铺老板聊什么? 显然, 他是想买商铺。 除此之外, 根本没有其他的解释。 梦唱不由得心中呵呵, 不用看了, 又排出了一个错误答案。 这是裴总的惯用伎俩了, 梦唱早就有所了解。 当初在建经济旅社的时候, 裴总手头的资金就有些不足, 难以把整个经济旅社, 包括周边的配套设施, 全都给建起来。 所以, 裴总故意把周围配套的商业, 分给李时和荆州其他的投资人。 这样一来, 周边的配套设施有了, 经济旅社的宣传工作也到位了。 虽然分出去了一些利益, 但众人食材火焰高, 赚得更多了。 现在裴总显然是想顾忌重施。 腾达不可能把小吃集市周围的所有商铺, 全都买下来。 所以故意分出一部分, 留给李总和其他的投资人来买。 这样一来, 既不用自己付出太多资金, 又可以把周围的所有商铺, 全都牢牢地控制在自己手中, 统一开发, 统一规划。 看到这里, 梦唱基本上确定了, 这个小吃集市多半是要火的。 因为裴总既然已经安排李总他们, 把周围的商铺全都买下来了, 显然是对这个小吃集市有着百分之一百的信心。 到时候, 就算梦唱的宣传方案做得很好, 花钱再怎么莫效果, 估计也还是拿不到提成的。 因为李总他们, 肯定会想办法让这个地方火起来。 在这么多资本的青睐之下, 就算是拿钱砸, 也得把这个地方砸火了。 可以说, 看到李总掺和进来, 基本上就宣告这个地方不能碰了。 因为李总不仅是裴总的傀儡, 裴总意志的延伸, 他还会主动地贯彻裴总的意图, 让自己的利益不受损害。 从之前的案例来看, 凡是动用到李总的项目, 绝对都是裴总最看重的项目。 而对于商业奇才裴总来说, 最看重往往意味着一定火。 孟畅也就不再多坐停留, 立刻放弃了小吃即逝, 打了个车前往下一个考察地点, 远大天地对面的腾达体验店。 这算是公务, 打车给报。 因为两个地方相隔得比较远, 路上还稍微有点小堵, 将近一个小时之后, 孟畅才来到腾达的体验店。 这还是孟畅第一次来到腾达的体验店。 然而下车之后, 孟畅只是远远地看了一眼, 就再度拉开车门上车了。 师傅,走吧, 我改行程了。 司机师傅也莫多问, 直接一脚由门开走了。 孟畅刚才一下车, 只是扫了一眼周围的环境, 就收集到了如下的信息。 腾达的体验店对面就是 GPL联赛的比赛场馆, 经常迎来全国各地的玩家, 而且, 似乎, GPL春季赛总决赛就要开打了。 腾达体验店占据的是整个商城最完美的一块地方, 巨大的玻璃幕墙, 气派至极, 甚至有望成为荆州市新的地标景点。 商城外面, 还有两块大到不像画的大屏幕正在施工之中, 一旦施工完成, 这两块大屏幕将给路过的行人 带来极大的视觉冲击力, 甚至有可能被拍下来发到网上, 引发更大的热度。 所以, 梦畅压根也不打算往里走了, 在外边随便瞥了一眼, 就知道, 这多半也是个错误答案。 不管是小吃即是, 还是体验店, 就算到时候, 他绞尽脑汁地想出一个宣传方案, 又费尽千辛万苦地降低热度, 估计最多也就坚持两周, 拿个底薪, 像这种付出与收获完全不成正底的事情, 梦畅是绝对不会干的。 裴总太过分了, 虽然给了我四个选项, 看起来很多的样子, 但其中至少有三个都是错误选项啊。 选了就给他白打工, 还有最后一个选项, 做者们的灵感班。 不知道这个选项会不会也是错误选项, 至少, 得让我稍微有点发挥的空间吧。 哎, 裴总啊, 求求你做个人吧。 梦畅越想越惆怅, 刚开始, 他还一厢情愿地觉得, 只是把宣传方案给做杂嘛, 多简单的事情。 结果现在梦畅越来越觉得, 这简直是史诗难度, 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事情。 而且, 随着腾达的逐渐发展壮大, 这件事情的难度, 只会越来越高。 因为腾达是一家如此特立独行的公司, 它的一举一动都会被网友们看在眼里, 任何行为都会被网友们反复解读, 哪怕是很普通的宣传, 也能起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梦畅也不知道, 以后该怎么办, 只能是走一步看一步了。 下午四点多, 梦畅从终点中文网灵感般所在的大楼中走了出来, 赶在下班之前, 调研完毕了。 其实梦畅本来没打算这么快, 按照原定计划, 他至少预留了三天时间。 本来打算周二才调研结束, 确定最终宣传的项目。 但莫想到, 前两个项目调研的实在太快了, 只是看了一眼, 转了几圈, 就已经把它们给pass掉了, 所以才节省了这么多的时间。 虽然这是一个悲伤的故事, 但也有好处。 梦畅可以在周末快速地制定一个宣传方案, 然后周一就立刻推行。 这样一来, 就可以把泄密的可能性降到最低, 让裴总来不及搞鬼。 看似是四个选择, 实则只有唯一的选择。 只能给这个灵感班做宣传了。 虽然这个灵感班的版权开发计划很宏大, 但所有的计划, 都是在两个月以后, 才正式开始。 这中间空出来的时间, 给了我很大的操作空间。 周末两天, 我要想出一个万无一失的宣传方案。 而且, 这个方案一定要足够简单, 最好是不需要任何准备工作, 可以直接拿来放到地铁站、 公交站、 广告牌上的那种。 中间环节越少, 泄密的可能性越低, 裴总搞鬼的机会也就越少。 嗯, 就这么办了。 孟畅的精神不由地振奋了起来。 虽说前面的三个选项都很坑爹, 去做宣传方案的话妥妥的, 又是拿底薪的节奏。 但还好, 还有灵感班这个选项。 孟畅感觉, 自己就像是一个被困在大阵中的人, 虽然危机四伏, 困难重重, 但不管怎么说, 裴总还是给自己留了一个声门的。 至于能不能抓住这一线生机, 就要看自己的造化了。 6月3日, 周日, 孟畅在自己住处的笔记本电脑上一顿操作之后, 身体微微厚痒, 认真打量了一下自己一天多的劳动成果, 然后满意地点了点头。 可以, 非常完美。 当然, 这个所谓的完美, 是站在他的角度来看, 才能得出的结论。 为表庆祝, 孟畅还特意开了一罐肥宅快乐水, 让自己稍微快乐了一下。 虽然孟畅住的地方不怎么样, 但这台电脑, 是腾达给配的办公电脑, 各种配置全都拉满, 应付这点简单的工作, 不在话下。 这台高配笔记本电脑, 配置了十亿色彩, 原材显示的2K高刷新绿屏幕, 对于专业的影视大佬来说, 这个屏幕用起来都已经非常够用了。 但此时, 这台电脑上只开了一个简单的PS程序, 里面的图示纯色背景, 而主题内容则是用许多文本拼凑而成的, 看起来杂乱无章。 里面都是一些类似于这样的信息, 永舵轮回, 最高全站排名24名, 幻想专区前五, 总推荐票数量高达37万。 灵感般的其他几本书, 以及他们所取得的成绩, 也赫然在野。 一共是七本书, 以及这些书所取得的成绩。 这些内容, 以一种杂乱无章的方式, 铺陈在海报上面, 犹如一团乱麻, 彼此交缠, 错综复杂。 说不上难看, 但也谈不上出彩。 对于海报的布局, 梦唱当然是很懂的。 一般来说, 海报的字数是越少越好, 因为大幅的, 简洁的图案, 会更有利于形成一种视觉冲击力。 而字数越多, 意味着字会相应的变小, 观众看起来吃力, 或者压根不想去看这些字, 宣传效果自然是大打折扣。 当然, 也有一些不可避免的情况, 比如, 许多博物馆的海报, 就经常需要用大量的文字, 来介绍某一展品。 而这时候, 设计师在设计海报的时候, 就会刻意地进行一些调整, 比如, 调整字的大小, 字体的搭配, 排版等等, 让整个海报整体的布局更加舒服。 孟唱懂这个, 但他故意没这么做。 他只是把这些内容, 全都一股脑地扔到海报上, 然后进行了较为简单的调整。 虽然大部分人都能看清楚, 这海报上的内容, 但这海报绝对谈不上有美感。 原因也非常简单, 海报做内模漂亮干吗? 那不是跟反向宣传的目标, 背道持吗? 简单修一修, 让这个海报看起来过得去就行了。 海报的内容, 也是梦长深思熟虑, 了解了大量相关知识以后, 才最终敲定的。 灵感般的这击部作品, 成绩实在说不上好。 全站排名二十多名, 分区排名前五, 总推荐票才三十多万, 即使是在终点中文网站内, 这也算不上是什么优秀的数据, 反而显得很寒酸。 如果是不看网文的人, 看到这个数据, 可能还会觉得不错, 但只要对网文有一点深入的了解, 就会知道, 这数据相当差。 于是就起到了一种, 明吹暗扁的作用。 最关键的是, 大家会觉得, 是做这个宣传方案的人不懂网文行业, 是个外行, 而不会觉得, 他是故意把这个宣传方案做杂的。 这样一来, 孟畅的目的就达到了。 为了严防泄密, 孟畅也算是煞费苦心了。 调研的时候, 他乔装改办, 私下里低调地去, 没有被任何人看到, 做方案, 也是自己在家偷偷做好的, 也没有朝终点中文网那边, 要内部数据, 而是到终点中文网APP上, 搜集了一些所有人都能看到的数据。 就连宣传的海报, 也是孟畅亲自辟的。 等周一上班, 孟畅就把会把这个海报, 直接交给广告营销部的人, 让他们立刻把这张海报, 原封不动地挂到一些城市的公交站, 地铁站以及网页上。 这样一来, 就算广告营销部里面, 有裴总安插的眼线, 或是内鬼, 也来不及改自己的宣传方案了, 甚至裴总想要暗中做梗的难度, 也会大幅提升。 孟畅越想越觉得自己的计划, 非常完美, 天衣无缝。 他把海报给保存好, 又喝了两口肥宅快乐水, 然后准备下楼去吃点东西。 人逢喜试精神爽, 孟畅决定多走两步, 到附近的美食广场, 去吃炖自助烤肉。 虽然腾达的工作餐很好吃, 都是墨鱼外卖统一配送, 但毕竟吃得太健康了, 有时候想要犒劳自己的话, 还是需要稍微罪恶一点的。 全新互动健身体验, 了解一下吗先生? 孟畅正哼着小曲, 往美食广场走, 突然听到了熟悉的推销声, 面前也多出来了一只手, 和一张传单。 他本来想下一时的躲开, 但又突然意识到 今天这健身房的宣传语, 似乎跟以往有些不同。 以前都是, 游泳健身了解一下, 今天却变成了, 全新互动健身体验了解一下。 这其中的差异, 似乎还是很大的。 孟畅伸手接过传单一看, 发现传单的内容, 也跟传统的健身房不一样了。 传单上面映着许多, 健身大作战里面的角色, 摆着或帅气或妩媚的pose, 还映着一台智能健身量衣架的渲染图。 下方还有一系列的宣传文字, 主要是介绍智能健身量衣架与健身大作战, 游戏的。 传单的背面则是写着星鸟健身的名字和logo, 以及附近这家在美式广场门店的具体位置。 还写明, 料现在半卡能打的八五折, 非常优惠。 孟畅猛了? 这什么情况? 智能健身量衣架, 这不是腾达的产品吗? 腾达自己的健身房叫脱管健身, 不叫星鸟健身啊? 难道是商务合作? 虽说这是跟孟畅没什么关系, 但他还是阴差阳错的来到美式广场附一层, 找到了这家星鸟健身所在的位置。 简直是门庭若市。 之前孟畅对这家星鸟健身并没有太深刻的印象, 但他非常确定, 之前这家健身房肯定没这磨火。 但现在从门口远远地一看就会发现, 大厅主体位置摆放了不少的智能健身量衣架, 很多会员都在体验, 甚至还有不少人在围观。 几个客户经理更是往来穿梭, 给那些因为传单而吸引来的新客户介绍制台全新的设备 以及他的玩法, 并趁机推销会员卡。 孟畅不由的暗自感慨, 裴总还真是生财有道啊。 智能健身量衣架的宣传方案就是他做的, 自然对这个产品非常了解。 但是孟畅一直以为智能健身量衣架是一款家用的健身器材。 万万没想到, 裴总竟然成功地把这台器材也卖给了其他的健身房, 从家用拓展到了商用。 这个市场一打开, 又会是一笔非常可观的收入。 这一个健身房就要买十几台, 全国有这模多家健身房, 这的是多大的市场。 只能说, 裴总的眼界时再是太开阔了。 孟畅一直自诩为商业奇才, 但跟裴总一比, 还是差得太远了。 虽然很不想承认, 但这是不争的事实。 就在这时, 孟畅突然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 李总! 孟畅赶忙往旁边一闪身, 防止被李时发现。 好在李时正跟星鸟健身的老板车戎聊天, 健身房里的人又很多, 所以并没有看到孟畅。 从两人满脸笑容的情况来看, 显然是对星鸟健身的现状十分满意。 果然, 这背后又有李总。 孟畅不由得有了一种果然如此的感觉, 并且意识到, 自己之前做智能健身晾衣架的方案失败了, 绝对不是偶然。 而是必然。 跟李总扯上关系的项目, 绝对是裴总看中的重点项目, 成功的积帅极高。 如果早知道, 李总也掺和到智能健身晾衣架这个项目中来了, 孟畅绝对不会做这个宣传方案。 只能说, 李总隐藏得太好了。 要不是孟畅心血来朝到这个美式广场, 来吃饭, 也不会撞现李总跟星鸟健身的老板, 不会知道, 李总跟智能健身晾衣架的关系。 看起来以后, 我得确定一个原则, 三不沾。 凡是李总、 村雨的腾达项目, 绝对不能沾。 凡是与游戏关联度很高的腾达项目, 绝对不能沾。 凡是腾达烧钱送福利的营销项目, 绝对不能沾。 只要牢记这三不沾的原则, 就能避开大部分成功率高的项目。 这样看来, 智能健身晾衣架的宣传失败, 应该不是一个偶然, 而是必然。 以后只要严格按照三不沾的原则来筛选, 筛出正确答案的概率, 肯定会大大提升。 这次灵感般的方案应该还行, 不会受到影响。 孟畅满心欢喜地以为, 自己距离彻底揭开腾达和裴总的神秘面纱, 又进了一步。 距离安稳地拿到提成, 也更进了一步。 于是开开心心地去吃自助烤肉了。 星鸟健身里, 李氏跟车戎正在闲聊。 前天, 智能健身量一架, 已经陆续到货。 经过昨天一天的安置和宣传, 今天的客流量, 已经有了明显的增长。 这让李氏跟车戎两个人, 全都喜笑颜开。 因为这意味着, 他们的方向是正确的, 星鸟健身所采取的这个新模式, 确实大有可为。 李氏说道, 我会跟其他几个投资人商量一下, 再给星鸟健身头一笔钱, 开更多的点。 这个风口一定要牢牢地抓住, 跟荆州其他的健身房, 做出品牌区分。 车戎赶忙点头, 多谢李总。 不过, 这样大张旗鼓地开分店, 裴总那边真的不会生气吗? 李氏笑了笑, 放心吧, 这点小事裴总根本顾不上, 只要欧图科技那边的负责人常有点头就可以了。 常有对我们的方案十分支持, 我已经跟他谈好了, 优先供货。 星鸟健身的模式能够成功, 意味着他可以把智能健身量一架, 卖给更多健身房, 他肯定也会很高兴的。 要是你实在担心, 这样吧, 我去跟常有或者圆梦创投那边的负责人谈一谈, 把星鸟健身的股份让出来一些, 交到腾达手里, 不就完事了吗? 车戎很高兴, 那当然好, 我这心里也能踏实一点。 李时又说道, 现在看来, 我们之前的计划, 还是太保守了。 十几台智能健身量一架, 根本不够用, 好多人都根本用不上。 等开新店的时候, 我们干脆, 把那些没试磨人用的器械, 全都不要了。 整个健身房70%的区域, 全都摆上智能健身量一架, 一次订购30台, 40台。 再出一个专项会员卡, 只能用智能健身量一架和跑步机的, 给一个优惠在附赠基建健身大作战中的道具。 李时和车戎一边聊着, 一边往健身房里面走。 指点江山之中, 一幅宏伟的蓝图似乎正在栩栩展开。 周易刚上班末多久, 孟畅就带着宣传方案来到裴总的办公室外。 他本来是打算直奔广告营销部, 把这份方案交给于耀, 让于耀紧快推进的。 但是权衡, 考虑再三, 还是决定先来找一趟裴总。 因为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必须要处理一下, 这是关整个宣传方案的成败。 如果裴总不答应的话, 那孟畅宁可不做宣传, 不花一分钱宣传经费。 因为孟畅需要裴总的一句承诺, 没有这句承诺, 孟畅觉得自己的失败概率还是有的, 而且很大。 但如果裴总给了这句承诺, 那魔胎的成功几率就会大幅提升。 那才有继续推进后续工作的必要。 虽然这个宣传方案的后续推进工作, 全都交给于耀, 去办就可以。 孟畅自己这边倒是不费事, 但如果这个宣传方案注定失败, 虽然花了钱却会给裴总带来巨大收益的话, 那孟畅宁可让这份宣传方案流产, 绝不能白白便宜了裴总。 莫办法, 孟畅从来都是很大方地承认, 自己是个小心眼的人。 裴总都坑我这魔多回了, 让我以得抱怨。 莫门, 反正有利于腾达的事情, 我是绝对不会干的。 跟前台确认了裴总在办公室里之后, 孟畅上前轻轻敲门。 请进。 孟畅推门进入, 只见裴总正对着电脑屏幕眉头微皱, 不知道是又在为哪个部门的产业发愁。 孟畅也不由得有些感慨。 抛开人品不谈, 裴总这重奋斗的精神确实令人钦佩。 孟畅也创业过, 但他的最高目标无非是炒热一家公司, 然后套现离场, 让自己财务自由。 如果说这个目标是一的话, 那摩培总现在已经完成的目标是一百, 甚至一千。 腾达的产业可不是吹出来的, 每个产业都是有独有的一套商业模式, 而且全都非常能赚钱。 孟畅扪心自问, 如果自己能做到培总现在的水平, 不, 哪怕做到十分之一的水平, 白手起家创建腾达其中某一产业, 说不定他早就把公司卖身给某个大公司, 实现财务自由之后, 整天游山玩水, 享受生活去了。 何必再苦哈哈地为公司发展担惊劫啊? 但培总却完全不同, 刚刚取得智能健身量一架和使命与抉择, 这样巨大的成功, 培总却还是一刻都没有懈怠, 周一大早上就跑来公司, 继续为其他的产业操心。 这种奋斗的精神, 折食让孟畅有些汗颜。 当然, 汗颜归汗颜, 这也并不影响孟畅对培总的愤怒和仇恨, 并不耽误孟畅绞尽脑汁的, 想用宣传方案, 报复培总的念头。 看到是孟畅来了, 培谦也稍微有些意外, 有事吗? 他本来以为孟畅至少还得花上两三天的时间去调研几个产业, 然后才能决定到底要为哪个产业做宣传方案。 孟畅说道, 培总我已经调研得差不多了, 宣传方案的话也已经有了比较明确的想法。 不过, 在做这个宣传方案之前, 我需要您向我保证一件事情。 如果能立个字句, 就更好了。 孟畅的声音越来越低, 尤其是越往后, 底气越显不足。 毕竟他跟培总的地位差距有点大, 提出这个要求实在是有点名不正言不顺的, 显得太把自己当回事了。 但是为了确保顺利拿到提成, 孟畅不得不提。 培谦稍感意外, 一这个孟畅又搞出了新花样。 还让我立字句, 培谦不由得好奇起来, 可以考虑前提是不违反我们之前签订好的协议内容。 孟畅点点头, 从怀中拿出一份采印好的宣传方案递了过去。 培总, 这是我给终点中文网灵感般的宣传方案。 希望您能立个字句, 确保在两个月之内, 腾达集团绝对不会以任何官方渠道向外界宣布灵感般三部作品版全开发的事情。 俗话说, 吃一欠偿一致。 孟畅又不傻吃过的亏, 肯定不会再吃一遍。 当初他给使命与抉择做宣传提成都快拿到手了, 结果培总这边突然改了发售日期让他的计划全盘失败, 到手的提成也飞了。 这次孟畅去灵感般考察之后, 自然也知道了这三部作品版全开发的事情。 但他也敏锐地注意到, 这三部作品版全开发最快也是两个月后才开始。 正常情况来说, 应该爱不着他拿提成, 毕竟提成看的是这个月的宣传效果。 两个月以后的事情跟他有什么关系。 所以,孟畅才最终在几个选项中, 选择了灵感般作为自己的宣传方向。 但不怕一万, 就怕万一。 万一裴总故意搞人, 这个月突然把这件事情给宣扬出去了, 岂不是凭空多了一些变数? 所以, 孟畅特意跑来一趟, 让裴总给立个字句。 如果裴总同意了, 那他就可以放心施展。 如果裴总不愿意的话, 那就说明裴总肯定是, 想在这个地方应他一手。 那样的话, 孟畅就会放弃这个方案, 这个月当闲鱼了。 宁可继续拿底薪, 也绝对不给裴总白打工。 裴谦伸手接过孟畅的宣传方案。 虽然是彩打, 但其实并没有太多的色彩, 只是其中的一些字, 颜色不同而已。 看到这张海报, 裴谦第一时间联想到了某椰汁的外包装。 那个就已经够乱了。 但孟畅做的这个宣传海报比那个还乱。 毕竟尺寸大了很多, 容纳的字数也多了很多。 再看上面的内容, 裴谦不由得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嗯, 非常不错的尝试嘛。 裴谦懂网文的这些数据, 知道孟畅放到海报上的这些数字, 不仅不是一种炫耀, 反而是一种羞辱。 这个宣传方案打出去, 再加上灵感班在终点中文网 本来就不怎模样的口碑, 一定会一笑大方, 完全起不到对灵感班的宣传效果。 看起来修改协议, 提升保底工资之后, 孟畅确实被激励到了, 能在短时间内做出这模一版宣传方案, 实在是可喜可贺。 而在裴谦看来, 孟畅要求立字句不仅没有让他不高兴, 反而感到很欣慰。 因为这代表着孟畅确实是全心全意, 绞尽脑汁地在思考, 让这个反向宣传的方案 能够发挥最大作用的办法。 在这一点上, 裴谦跟孟畅的立场是完全一致的。 既然如此, 立个字句又怎么了? 不仅要立字句, 而且还要在内容上做出一些扩展。 裴谦立刻从旁边拿过纸笔, 没问题, 我这就给你立个字句。 不过, 他拿笔的手稍微停了停, 具体的内容还得稍微推敲一下, 事关重大, 马虎不得。 孟畅心中呵呵, 就知道裴总这魔鸡贼, 肯定是要讨价还价的。 不过孟畅觉得问题不大, 如果裴总做得太过分, 那他还是可以直接拍拍屁股走人, 放弃这个宣传方案。 裴谦一边写字, 据一边说道, 两个月之内, 腾达不会以任何官方渠道向外界宣布灵感般三部作品版全开发的事情, 仅仅这样怎么够呢? 你难道不清楚, 腾达很少以官方渠道向外界发布信息, 都是莫名其妙的泄密, 被网友们深挖出来的吗? 依我看, 干脆这样吧。 我给相关部门发个通知, 告诉他们灵感般三部作品版全开发的事情, 暂时属于公司机密, 严禁外传。 此外, 我还可以向你保证, 如果是公司内部泄密, 导致你的宣传方案起到了很好的宣传效果。 那不论结果如何, 我都给你三万提成。 呃, 除非是你自己泄密。 裴谦也担心, 万一孟畅颜瞅着, 人物无法完成。 故意自己泄密, 拿三万提成, 岂不是坑爹? 所以, 这个漏洞的赌上, 听到三万这个数字, 孟畅眼睛都直了。 好家伙, 这提成给的, 直接顶上之前十个月的底薪了。 裴总给的这个条件实在太优渥了, 比孟畅之前提出的条件严谨了很多倍。 孟畅要求的, 仅仅是不以官方渠道宣布, 而裴总在这一点的基础上, 又加上了泄密相关的规定。 甚至于, 孟畅都有点疑惑了。 裴总到底是哪头的? 他感觉, 裴总有时候像是一个可怕的幕后黑手, 终极大boss, 黏坏黏坏地, 暗中掌控一切, 破坏他的计划, 可有时候, 又像是一个真心想要帮助自己的智者, 帮自己查漏补缺, 填补计划中的漏洞, 甚至主动为自己提供后勤不给。 这两种形象的反差实在太大, 让孟畅常常感到思维混乱, 感到迷茫。 但现在不是迷茫的时候, 裴总已经写好了字句, 签好字递了过来。 孟畅赶忙, 伸手接过, 认真查看一遍。 没有问题。 上面写得非常清楚, 孟畅获得了远超他期待的承诺。 裴谦则是微微一笑, 轻轻地靠在老板椅上。 其实他给出的这个条件, 对自己而言, 是有点吃亏的。 万一因为公司内部的泄密, 造成孟畅的宣传方案火了, 那就意味着, 多半又要大赚一笔, 裴谦自己是血亏的。 在这重情况下, 还要给孟畅提成, 裴谦心理会, 很不平衡。 但是裴谦考虑了一下, 觉得孟畅最近遭受的打击确实太多了。 每个月都使劲忙活, 但每个月都拿三千底薪, 这比腾达的扫地阿姨待遇都低。 倒不是对孟畅有多同情, 裴谦主要是怕他被打击得太过了, 自暴自弃, 那就不好了。 更何况, 孟畅不清楚自己这份工作的难度, 但裴谦是很清楚的。 裴谦觉得, 让孟畅做这份工作, 确实是有点太残忍了, 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 给他稍微放宽一点要求, 让他不要彻底丧失行星, 还是很有必要的。 孟畅拿到了字句, 小心翼翼地折好放进口袋中, 简直是比对戴圣旨都虔诚。 毕竟这个月的提成就全都寄希望于这张小小的纸片上了。 且慢, 孟畅刚要走, 又被裴谦给叫住了。 裴总, 还有什么漠视吗? 孟畅稍微有些忐忑, 心想, 裴总该不会是变卦了吧。 裴谦表情严肃, 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情, 调研三个部门, 再加上出方案, 这工作量可不小。 你是怎么在这末短时间内完成的? 是不是周末加班了? 孟畅不知道裴总这是什么意思, 但他早就听说裴总不喜欢员工加班, 为了避免节外生枝, 于是摇了摇头, 没有。 裴总, 调研的事情, 我周五一天就完成了。 体验店光是看选址, 就知道绝对会火。 所以我看了一眼就走了, 没有多浪费时间。 小吃街那边, 我也通过一些蛛丝马迹, 推断出他会火。 所以, 调研很快就完成了。 我又很快地做了一版设计, 所以没有加班。 其实严格来说, 孟畅周末还是稍微加了一会儿班的, 毕竟这个方案虽然垃圾, 但想出这磨垃圾的方案, 也需要一些时间啊。 更何况, 把海豹劈得这磨丑, 也不容易。 但孟畅跟裴总签的协议, 可没有约定任何的公司福利和加班费, 就只有保底工资和提成。 签的时候孟畅可没想这么多, 他觉得, 一个月十几万的提成足够了, 还要那点公司福利和加班费干吗? 当然, 早知道腾达公司福利的具体内容, 孟畅肯定宁可降点提成, 也得让裴总把福利加上。 但不管怎么说, 协议的内容已经没法改了, 现在就算孟畅加班了, 也是没有加班费的。 裴谦沉默不语, 眼神中有一丝淡淡的忧伤。 啊, 连孟畅都能一眼看出, 小吃街和体验店肯定会火了吗? 而自己竟然还在期待着, 他们会凉凉。 这是一个多么令人悲伤的故事。 不过这也意味着孟畅似乎可以成为自己的情余表。 凡是孟畅看不上的项目, 多半说明成功概率很大, 自己一定要多加小心。 裴谦看了看孟畅, 越发觉的公司里有一个跟自己思路一致得人, 实在是弥足珍贵。 可惜的是, 孟畅没有加班, 否则的话, 裴谦也不介意再改改协议, 稍微给他点加班费, 以资鼓励。 不过, 既然孟畅加入腾达以来也一直没有加过班, 足以说明他不太喜欢加班。 这时候提加班费的事情反而适得其反, 所以裴谦也就不提了。 希望他这次能够顺利拿到提成吧。 拿到裴总给力的字句之后, 梦畅信心满满地回到广告营销部。 有了裴总的这个承诺, 心里他是多了。 虽然裴总这个人捏坏捏坏的, 经常看到宣传方案快成功了就搞破坏, 让方案最终功亏一篑, 但总体而言, 做事还是比较要脸的, 只会按戳戳的使坏, 不会撕破脸。 而且, 裴总这个人是非常说话算话的, 做出的承诺从来不会违背, 这一点值得信赖。 只不过有的时候可能会绕开承诺, 从一个意想不到的方向捅人意斗。 所以, 虽然拿到了裴总给力的字句, 梦畅还是决定小心为上, 保持警惕。 回到广告营销部之后, 梦畅立刻找到余药, 把新的宣传方案交给他。 把我们这个月拿到的宣传经费, 全都砸到终点中文网作者灵感般的宣传上面。 这是宣传物料。 宣传方式以地推和网页广告为主, 具体用何种比例安排你看着办? 总之, 只要符合条件的广告, 都可以买。 一会儿, 我把原文件发你。 梦畅一边说着, 一边把手上已经打印出来的这张写满字的海报递给余药。 余药把这张纸拿到手上, 肉眼可见地迟疑了一下。 梦畅不由地露出一个会心的微笑。 是不是看起来很不靠谱? 不靠谱, 那就对了。 我费了这摩大劲, 才能让它看起来不靠谱。 如果你觉得靠谱, 那反而对我是一个巨大的打击啊。 所谓的宣传物料, 其实就只是一张简单的图, 没有视频等其他形式的资料。 而且, 这张图还做得丑巴巴的。 这样的广告大规模铺开, 肯定会引发网友们的反感吧。 看于要这个表情, 显然对这个宣传方案的态度, 与之前的几个宣传方案, 有明显差异。 他正在认真地, 非常仔细地观察这张纸, 似乎是不愿意放过任何的细节。 梦畅心中继续呵呵。 看样子是这个方案太离谱了, 让于耀都有点怀疑人生了, 所以才看了这么久。 但即使如此, 梦畅也不打算解释什么。 我做事, 何须向你们解释? 反正广告营销不要无条件配合我的工作, 我就是故意把宣传方案搞砸。 你们能拿我咋地? 不仅这次的方案要搞砸, 以后的方案也会越来越离谱。 希望你们这些广告营销部的小同志们, 还是及早适应才好。 梦畅正在洋洋自得的时候, 于耀已经看完了纸上的内容, 抬起头来。 梦哥, 你有时间能不能教教我? 梦畅愣了一下, 他仔细观察了一下于耀脸上的表情, 这似乎是某种期待和急切。 这什么情况? 教你什么? 梦畅感到很费解。 于耀非常兴奋地说道, 教我应该如何做出一个 深受裴总真传的宣传方案。 梦畅! 于耀解释道, 看到这张图的第一眼, 我就从中感受到了一种浓浓的 独属于裴总的气质。 表面上看起来如此简单的方案, 背后却隐藏着一种 超脱于传统宣传方式之外的大格局。 来到腾达之后我才发现, 之前我学的那些宣传技巧, 宣传套路, 全都是没用。 裴总的宣传之道, 才是最顶尖的宣传技巧。 只可惜, 我天资鲁顿, 虽然一直都在认真分析裴总宣传之道的细节, 却始终没有太大的收获。 所以, 梦哥你什么时候能教教我? 梦畅一脸猛逼, 我? 你是说我的宣传方案跟裴总的宣传方案差不多? 你什么时候有这种感觉的? 梦畅只有一个感觉, 就是离谱。 我的宣传方案怎么会跟裴总像? 这根本不可能。 裴总的宣传方案每次都取得了绝佳的宣传效果。 而我的宣传方案是要反向宣传的, 是要劝退消费者的。 我俩的宣传方案怎么可能像? 如果像的话, 一定是哪里出了大问题? 约耀沉思道, 什么时候有这种感觉的? 我想想。 其实从一开始, 就有一点这样的感觉。 但最近感觉已经越来越像了。 刚开始, 梦哥你的宣传方案, 还有很浓重的个人色彩。 但之后, 就越来越像裴总的风格靠拢了。 比如最开始你给实体店做宣传的时候, 用极为简洁的logo, 跟墨语网咖招牌上不写字, 只放logo, 有一曲同工之妙。 而梦哥, 你在给智能健身晾衣架拍宣传片的时候, 也跟裴总宣传热血战歌时的方案很像。 至于这次的方案, 虽然只是简单的一张图, 却让我感觉你的方案, 已经把裴总的宣传之道融会贯通, 达到了极大成的地步。 梦哥我偷偷地问一句, 裴总是不是对你倾囊相受, 把自己的宣传策略都交给你了? 你有时间多叫叫兄弟我啊? 我也想学。 梦畅嘴巴微张, 意识词穷。 这都哪个哪啊? 小伙子你讲话要有根据, 可不能信口开河啊。 巧合, 这绝对是巧合。 之所以看起来, 像那只是一个美丽的误会。 因为我跟裴总的动机是完全相反的。 被虞耀说自己的宣传方法跟裴总很像, 这绝对不是一个什么好兆头。 因为裴总的宣传全都大获成功, 跟裴总像, 这不就意味着自己的宣传方案也要大获成功吗? 太不吉利了。 孟畅本来以为, 于要看这份方案看那抹酒, 是觉得方案离谱。 但现在才发现, 于要根本不是觉得方案离谱, 而是从里头看到了裴总的胃, 所以, 才看了这么久。 但也许是当局者迷的关系, 孟畅在怎么看这个宣传方案, 也不觉得跟裴总的宣传方式, 有任何的相似。 毕竟俩人的动机完全相反啊。 裴总的宣传, 那是谋定后动, 运筹帷幄之后, 简单地卖几个破绽, 实际上准备了无数精妙的后招。 而孟畅的宣传, 单纯就是卖个破绽, 故意输掉。 这能一样吗? 只能是行似而神不似, 差距大了去了。 想到这里, 孟畅稍微安心了一点点。 怎么会跟裴总相似呢? 肯定是余耀的错觉。 看到余耀眼神中 蕴藏着的旺盛的求知欲, 孟畅也不太好打击他。 只是含糊其词地说道, 这个, 其实我也是耳濡目染学会的, 裴总并没有教我什么。 你在平时的工作中, 多看, 多学, 多实践, 肯定也能掌握这种技巧。 现在, 先把这个宣传方案给推进一下吧。 余耀立刻点头, 好嘞孟哥, 我这就去。 他走了一半, 又折返了回来, 小声说道, 孟哥, 这宣传方案肯定有后手吧。 能不能先偷偷地给我透露一下, 你打算让他怎么活起来? 孟畅嘴角微微抽动, 有个锤子的后手? 没有! 你不要老是把我和裴总混为一谈行不行? 别瞎猜了, 没有后手。 孟畅就差翻白眼了, 于要微微点头, 明白, 暂时保密。 那我就拭目以待了。 孟畅! 虽然很无语, 但宣传方案总算是推行下去了。 很快, 这张孟畅亲自辟出来的丑了八计的图, 就会出现在许多城市的公交站牌、 地铁站以及一些网页上。 送走孟畅之后, 裴谦立刻按照之前答应的, 给各部门发了个通知, 要求所有人为终点中文网灵感般三部作品版权开发的事情保密, 其中也包括终点中文网灵感般所有知情的作者们。 当然, 这是个没法强制要求, 真要是有人私下泄密了, 也很难查得出来源头。 但不管怎么说, 意思到了就行。 说起来, 裴谦也是尽全力让整个腾达集团配合孟畅了。 这要是再不成功, 那孟畅也没什么话好说了。 发完通知以后, 裴谦考虑了一下, 决定再去一趟楼上的腾达游戏部门, 着重叮嘱一下。 因为三部要版权开发的作品里面, 网剧和动漫的筹备时间都比较长, 动漫甚至需要等两个月, 买一家工作室之后, 才能正式开始制作。 唯独这个游戏项目, 进度可能会比较快。 《勇舵轮回》是以《回头是岸》为背景创作的小说, 所以将会作为《回头是岸》的新DLC进行开发。 《回头是岸》已经是一款相当成熟的游戏, 现在腾达游戏部门又没石磨是作, 胡显斌等人只是在给使命与抉择进行后续更新而已。 万一他们闲得没事干, 在提前准备的过程中不慎泄露出一些消息, 那就不好了。 更何况, 这个周期还末结束, 是不能乱开新项目的, 否则到时候玩不成会影响结算。 所以, 裴谦觉得自己有必要去一趟, 确保游戏部门这边不会给自己添乱。 游戏部门就在楼上, 走两步就到了。 裴谦扫了一眼, 却没有看到胡显斌和敏金超, 几个骨干员工也没有看到。 一位普通员工看到了裴谦, 赶忙站起身来说道, 裴总, 胡哥他们都在会议室开会商量新DLC的事情啊。 裴谦不由地微微点头, 可以, 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啊。 他静止来到会议室门口, 轻轻敲门。 果然, 胡显斌, 敏金超, 以及李亚达等游戏部门的核心员工都在会议室里, 其中还包括永舵轮回的作者于飞。 看到裴总, 众人不由地大喜过望。 正发愁这DLC怎么做呢? 裴总就来了。 是敢巧了, 还是裴总知道, 大家正陷入纠结, 所以来指点迷惊了? 不管怎么说, 裴总来了, 主心股就有了呀。 众人赶忙起身, 把裴总迎了进来, 胡显斌把最中央的位置让给裴总。 裴谦落座之后, 目光扫了一圈, 却没看到包序。 包序又去旅游了? 裴谦随口问道。 在他的印象中, 包序确实不常在公司, 不是在旅游, 就是在去旅游的路上。 但是转念一想, 最近似乎也没有什么旅游活动啊。 优秀员工评选是在二月份和八月份, 现在距离下一次的评选还有两个月, 而且近期也没有年会之类的活动。 那包序人呢? 胡显斌赶忙解释道, 裴总, 包序, 最近一直在小吃集市那边帮忙, 具体什么情况, 我也不是很清楚。 这次会议需要他参加吗? 裴谦立刻摇头, 不用, 我就是随口一问。 这个包序, 跑去小吃集市瞎掺和什么啊? 裴谦有点费解包序这个行为的动机是什么? 看起来, 他也不像是那种喜欢多管闲事的人。 不过这也无所谓, 包序又不是什么美食家。 让他去祸害小吃集市, 危害性总比祸害游戏部门要小一些。 反正下次评选, 估计包序还是逃不掉裴游的命运。 他都已经这样了, 爱钱点啥就钱点啥吧。 众人纷纷落座, 会议继续进行。 胡显斌说道, 裴总, 我们在街道改编永舵轮回的任务之后, 第一时间就组织部门的设计师们读了原著小说, 现在特意把作者请来, 就是想大致敲定一下这个DLC的具体内容。 不过大家的意见不是特别统一, 这个DLC具体的形式还没有敲定下来。 正好, 裴总您来给大家指点迷惊一下吧。 这个DLC到底要怎么做才合适? 众人全都眼巴巴地看着裴总, 眼神中充满着稀迹。 回头是岸, 之前也是曾经开发过DLC的, 出过一些新武器、 新道具, 悬出过轮回模式和随机模式, 但那时候的情况跟现在不太一样。 之前的DLC只是补充了一些玩法, 内容并不算特别丰富, 售价也定得很便宜, 只是为了给回头是岸的老玩家们找点事情做。 而这次的DLC涉及到《永舵轮回》这本书的版权开发, 看裴总的意思, 显然是要尽可能地展现出小说的精髓, 做一个分量十足的DLC, 不可能再简单糊弄了。 但问题在于, 想要把同人小说的内容改到游戏中, 不仅需要吃透小说的剧情, 还需要在游戏中做出与剧情相对应的专门的设计。 这些改动, 有可能会与游戏原本的玩法产生冲突, 需要有所取舍。 这样一来, 众人就没法很快地达成一致意见了。 正好, 裴总来了。 作为回头是岸之父, 裴总肯定会想出一个完美的解决办法。 裴签成鹰片刻。 在说游戏之前, 我先简单强调两个事情。 第一件事, 之前也已经通知过了, 大家一定要对领赶班作品版全开发的事情保密, 不要外险。 第二件事, 在两个月之内, 也就是8月1号之前, 大家可以进行DLC开发的前期准备, 但不要正式立项开发。 进行前期准备, 并不等于立项开发。 前期准备的概念比较宽泛, 比如, 在脑子里想一想, DLC的具体做法, 或者出积愤草案, 甚至是提前把一些美术资源小修小补备, 用这都算是前期准备。 仅仅是这样的话, 不会被系统视为开了一个新项目, 不会影响结算。 可一旦正式立项排出了开发日程, 对游戏DLC的发售日期, 有了明确的规划, 那就算是开新项目了, 会影响结算。 裴千强调这个, 主要是确保结算不受影响。 胡显兵点点头, 明白裴总。 您的意思是, 永舵轮回, 这个大型DLC需要准备的内容很多让我们一定要深入发掘灵感。 准备充分之后, 经过两个月的时间沉淀, 然后再正式开发, 不要过于急躁, 对吗? 裴千, 差不多吧? 显然, 胡显兵等人的理解, 跟裴千原本的想法, 出现了一点点偏差, 但既然结果上大差不差, 那就行了。 裴千又说道, 至于DLC的设计, 呃, 你们讨论的如何了? 我可以酌情给你们提一点意见, 不过最终, 还是由你们决定。 本来裴千没打算掺和DLC的设计, 他现在事情挺多的, 区区一款游戏的DLC, 关不关注都行。 但是裴千突然想到一件事情, 改变了自己的想法。 到现在为止, 回头是按, 都还没有免费呢。 按照系统的规定, 一款单机游戏发售十个月以上, 且当前月的收入已经跌到发售次月收入的五分之一以内, 就可以免费。 但问题在于, 回头是按的收入到现在, 仍旧非常坚挺。 每次眼瞅着, 快要跌到次月收入的五分之一了, 又总能奇迹般地回弹一下。 就这样, 回头是按的, 销量总是在反复横跳, 但再怎么跳, 就是跳不到可以免费的标准上。 这让裴谦很淡疼, 也很费减。 到底是谁还在买, 回头是按呢? 这游戏都发售两年了, 怎么还在赚钱啊? 想免费都免不了, 太坑爹了。 裴谦觉得, 这些人前赴后记得来受虐, 还是因为难度定得不够高。 按理说以, 回头是按的难度, 应该可以劝退一大批玩家的。 但在乔老师出了非常细致, 详细的攻略视频之后, 很多人只要照着视频, 稳妥地向前推进, 稍微受益受苦, 总能通关。 很多新玩家慕名而来, 就靠着这些攻略视频, 坚持玩到通关, 为回头是按, 源源不断地贡献销量。 这种情况, 不能再继续下去了, 一定要再把难度调得更高。 裴谦打算搞一个骚操作。 其他的游戏, 都是把DLC放在本体后面。 玩家一般是先体验本体的游戏内容, 再去体验DLC。 但这次, 裴谦想把DLC放在本体前面。 对于已经通关了, 回头是按的玩家不影响。 但如果是一个没玩过, 回头是按的玩家, 他进入游戏之后, 会先体验DLC的内容, 再体验, 回头是按的本体内容。 而, DLC是有一个特殊筛选机制的, 必须打通前面几个章节的内容, 才能付款购买DLC。 而打通了DLC, 付款购买回头是按本体时会有七折优惠。 对老玩家不影响, 但对新玩家来说, 他们肯定会摊这个七折优惠, 从而导致购买回头是按本体的人数减少。 这样不就可以把回头是按本体的销量降下来, 达成系统要求之后免费了吗? 早一个月免费, 得少赚多少钱? 当然, 为了照顾玩家们的情绪, 在回头是按本体免费之前会有相应的说明, 而且在短期内花钱购买的玩家可以获得保价退款服务。 这个计划是挺完美的, 但目前摆在赔签面前的问题主要有两个。 第一是难度问题, 回头是按的难度对它来说已经很高了, 还是靠普渡这把武器才打过去的。 如果再加难度, 裴谦自己如何通关这游戏? 第二是剧情问题, 要把DLC放在本体之前, 先体验DLC再体验本体内容, 得有一个具有说服力的理由才可以。 而这些, 裴谦都还没想好。 他压根没看过, 永舵轮回这本书的剧情内容。 所以, 裴谦打算先问一问大家讨论的情况, 在酌情提出自己的观点。 胡显斌把一份资料递了过来。 裴总, 这是我们之前整理的点子, 以及永舵轮回的故事梗概。 您看一下。 我们目前考虑的是, 从主角的身份入手。 按照永舵轮回的故事背景, 整个故事发生在回头是按的世界, 尚未崩坏的时期。 主角是一个强大的人间舞者, 他的技巧超凡入圣, 在世间行走,磨练自己的技艺, 成为一代武神。 但再强大的人, 也会迎来死亡。 晚年的他, 想尽一切办法, 逃避死亡的命运。 强迫能功巧匠为, 自己打造了一把, 可以斩灭灵魂的魔剑, 让他沾满了得到高僧的鲜血, 并让巫蛊制造出一种, 可以让自己进入迷流之际, 浮予阴阳两界的药丸。 在黑白无常前来索命的时候, 这位武神用魔剑将黑白无常斩杀, 又在魔剑的驱使下, 一路将前来击拿自己的鬼差屠戮殆尽, 踏入地府, 让整个六道轮回, 陷入崩溃。 但在最后关头, 他清醒了过来, 意识到自己在魔剑的驱使下, 铸成大错。 整个无剑地狱中的妖魔都在蠢蠢欲动, 即将苏醒。 于是他深入无剑地狱, 以身河道, 成为第一任阵狱者。 我们目前的想法是, 给初始的村子中安排一个NPC。 玩家在一周目击杀阵御者之后, 获得一个道具, 交给NPC之后, 就可以穿越到DLC中, 体验《勇舵轮回》的故事内容。 而游戏的战斗系统, 还是继续沿用下来, 只是加入一些新的武器和道具动作, 例如特殊的连击剂, 处决剂等, 凸显出主角武圣的身份, 跟回头是岸, 本体那个孱弱的主角形成对比。 裴谦陈银片刻, 没有立刻回应。 看得出来, 对于胡显斌等人来说, 这样程度的改动, 已经称得上是相当大胆了。 毕竟这只是DLC, 不是续作, 也不是新游戏。 按照开发DLC的潜规则, 游戏的基础玩法和战斗系统肯定是不能大改的, 顶多是在原有内容的基础上出点新地图, 新boss, 新武器, 新技能。 但这显然, 无法满足赔迁的需求。 因为按照这种办法开发的DLC, 玩家们肯定会无脑买入啊。 完全无法起到降低游戏销量的效果。 赔迁的第一目标是让玩家们少买回头是按的本体。 这样等收入降下来以后, 他就可以顺理成章地把回头是按本体免费, 不会被系统警告。 所以, 得把DLC放在本体内容之前, 强制玩家先体验DLC再体验本体, 而DLC的难度比本体更高。 这样一来, 那些还没买回头是按本体的玩家们打不通DLC, 拿不到七折优惠, 又舍不得原价买本体, 销量不就降下来了吗? 而巧合的是, 永舵轮回的剧情内容, 恰好就是发生在本体剧情之前的故事。 DLC的主角, 设定是第一任赠预者。 这就给裴谦搞骚操作, 提供了理论支持。 系统你看好了呀, DLC内容在前, 本体内容在后, 可不是我故意搞事。 人家作者的剧情设定就是这样的, 我这魔改是遵循时间线。 接下来就是第二个问题, 如何让DLC比本体更难? 纯粹的数值难度已经加无可加, 毕竟赔签的保证自己能通关才行。 想要继续提升难度, 就只能从玩法上面下功夫了。 这意味着, 回头是暗的基础战斗系统也得做出改动。 好在, 永舵轮回的故事, 在这方面, 也有一些细枝末节的内容, 可以利用起来。 当然, 所谓的利用, 也不过是牵强附会, 硬往上靠而已。 表面上是利用了主角武神这个身份, 但实际上, 单纯只是为了提升难度, 劝退玩家。 裴谦很快有了一个大致的构想, 倾可两声说道, 你们原本的构思, 没有什么大错。 但问题在于, 太保守了, 完全感觉不出来, 这是一个全新的故事。 DLC一定要给玩家们, 带来不一样的感受才可以。 如果只是在原有的战斗基础上, 小修小补, 那怎么能对得起玩家们的期待呢? 也对不起原作者构思剧情所付出的辛勤劳动吗? 这一番话让, 永舵轮回的作者, 于非都有点不好意思了。 其实他写这个故事的时候, 也莫多想, 只是觉得, 镇域者这个身份比较特殊, 可以深挖一下, 就编了, 这样一个稍显俗套的故事。 裴总是, 回头是暗的制作人, 显然对, 回头是暗, 相关剧情, 有着最高的解释权。 自己这随便一写的剧情, 能得到裴总的认可, 就已经很不错了。 不奢求制作组, 完全按照自己的剧情来制作。 但裴总的这番表态, 让他感受到了一种强烈的受尊敬的感觉。 裴千继续说道, 依我看, 应该这么改。 首先, DLC的内容是发生在本体剧情之前的。 既然如此, 我们显然应该先让玩家们体验DLC的内容, 再体验本体的内容。 所以, 设定成DLC可以脱离本体单独购买。 体验, 在DLC发售之前已经购买, 回头是暗, 本体的玩家不受影响。 必须打通前面几个章节的内容, 才能付款购买, DLC。 而打通了DLC, 付款购买, 回头是暗, 本体时会有七折优惠。 这样就引导新玩家先玩DLC, 再玩游戏本体。 这个前后顺序, 一定要搞清楚, 这样才能让玩家的游戏体验, 跟故事的时间线一致嘛。 虽然这只是相当细节的部分, 但越是细节, 越是不能忽略。 胡显斌等人, 赶忙记录。 这个规定听起来是有点奇怪的。 哪有DLC可以单独本体单独购买, 鼓励玩家先玩DLC的道理? 没听说过这魔干的。 但在座的, 毕竟都是老员工了, 在见识过裴总给其他游戏, 尤其是, Be Quiet玩的骚操作之后, 现在的这种操作, 已经见怪不怪了。 既然裴总这么安排, 那肯定就有一定的道理。 眼见默人提出异议, 裴谦非常满意。 他稍微想了想, 继续说道, 其次, 永舵轮回, 这个DLC的玩法, 必须跟前做足处区分。 回头是岸, 已经是一款两年前的游戏了。 它的战斗, 系统, 已经有些落伍了。 而且这两年中, 玩家们的承受预值在不断提升, 老玩家们越打越熟练, 闭着眼睛都能过关, 新玩家们也能在网上搜到大量的攻略视频。 这游戏的难度, 跟出箭矢已经无法相比了。 所以, 我们要革新, 回头是岸的战斗系统, 给玩家们带来一些新的挑战。 而这一点, 正好可以从《永舵轮回》小说中的细节入手。 按照《永舵轮回》小说中的设定, 主角在人间是武神, 是独孤求败级别的超级高手, 甚至连黑白无常等都能虐杀。 这显然跟回头是岸本体剧情中的设定, 主角是一个普通人, 完全不服。 我们应该允许《永舵轮回》, DLC中的武神主角掌握更多的武技, 做出更多花哨的操作, 有一套独特的战斗机制。 小说中在描写战斗时, 经常会描写主角的气息。 两个高手对决的时候, 气息紊乱的一方往往会很快陷入颓势, 而气息顺畅的一方则会逐渐占据上风。 所以, 在原本体力值的基础上, 再加入一个气息值。 气息值的图标有点类似于肺的形状, 分为绿、 白、 黄、 红三种状态。 与此同时, 这个图标会有一个呼吸效果, 像人的呼吸一样不断张大, 缩小, 内部的充盈程度代表着肺部的气体量。 气息值图标扩张, 肺部气体量增加, 代表吸气。 气息值图标缩小, 肺部气体量减少, 代表呼气。 而图标的绿、 白、 黄、 红四种颜色, 代表主角的气息状态。 绿色代表气息平顺, 白色代表普通, 黄色代表急促, 红色代表紊乱。 伴随着气息值图标的呼气, 吸气、 系统也会播放呼气和吸气的音效, 让玩家更清楚主角当前的气息状态。 不论是攻击还是招架, 最好是在呼气的状态下发力。 当然, 如果情况紧急, 在吸气的状态下, 发力也没有大碍, 只是主角会自动加速调整气息, 由吸气快速变为呼气。 但这种情况不能太多, 如果频繁地逆着气息发力, 气息就会逐渐变地紊乱, 需要平复下来慢慢调整。 而反之, 如果每次都能在合适的时机发力, 呼吸就会变得非常平顺, 攻击力和伤害值都会获得提升。 敌人同样也会有气息值的设定。 当敌人的气息值陷入紊乱状态时, 主角就可以找到敌人招式中的破绽, 不管他还有多少血量, 都直接一击必杀, 打出处决动作。 此外, 体力值的设定也跟之前有所区别。 之前的体力值消耗快, 回复也快, 这与我们理解传统意义上的体力值不符。 在引入气息值之后, 体力值的设定也要发生变化。 体力总量很大, 攻击、招架和闪避等动作, 虽然会消耗体力值, 但消耗很慢, 恢复的也慢。 气息值会影响体力值的消耗, 气息平顺, 体力值消耗慢, 回得快, 气息紊乱, 体力值消耗大幅增加。 体力值削减到一定预值之后, 代表着双方体力出现差距。 体力弱的一方, 在招架对方攻击时, 判定条件将变得更加苛刻。 一旦体力濒临衰竭, 就很容易被对方打出破绽, 打乱气息, 打出处决动作。 此外, 对具体的战斗技巧, 也要做出调整。 原本的战斗过于枯燥, 无非是翻滚躲避, 不瘫刀, 通过背板慢慢地把BOSS给磨死。 这种模式用在普通人身上还可以, 但既然DLC主角的身份是武神, 那就绝对不能这磨打, 为何感太降了? 在新的战斗系统中, 除开原本的攻击动作之外, 主要的修改之处在于拆招的动作。 敌人的攻击将被划分为上段攻击, 中段攻击和下段攻击, 而且还有左右之分。 上段攻击用垫步闪避低头躲开, 中段攻击用招架来防, 下段攻击跳起躲避。 这是基础操作, 而主角的身份是武神, 所以, 在这些常规的处理方式之外, 还可以用武神的剑招拆招来处理。 剑招招招也是招架, 但他的要求更加苛刻。 不仅需要对实际的把握十分精准, 还需要用右摇杆加一个方向判定。 在玩家锁定目标之后, 如果对方的攻击是从玩家的左上方来的, 那魔玩家需要先向左上方推右摇杆, 再在攻击到来的一瞬间按下招架按键, 如此一来就可以形成剑招拆招的完美招架, 自己不受任何伤害的同时, 打乱对方的气息值, 让对方出现短时间的硬值。 正上方、 右下方、 右侧等其他方向来的攻击也是同理。 按照对硬方向推右摇杆或鼠标, 才能触发剑招拆招的完美操作。 如果不推摇杆或者推的方向不准确, 就只能触发普通招架。 虽然也能防住, 但有可能会受伤或者造成自己气息紊乱。 个别的BOSS有超强蓄力攻击, 这种攻击最好是躲开, 但也存在用剑招拆招破掉的可能性, 只是条件非常苛刻。 胡显兵一边记录, 一边流露出震惊的表情。 这个战斗系统的改动未免也太大了, 而且相当大胆啊。 不仅把原本敌人的攻击细分为六个方向的攻击, 上中下加左右, 让玩家处理起来更加复杂, 而且还加入了气息值的设定。 对大神来说, 如果想要打出一场完美的BOSS战, 那就需要不断地剑招拆招, 看准攻击来的方向进行招架。 此外, 还需要时刻注意自己的气息值, 最好一直保持在气息平顺的状态。 这样一来, 战斗的体验会变得有点像是格斗游戏, 需要控制方向按钮掉整格档的方向。 真的打起来, 肯定会变得极其花哨。 如果大神玩家能掌握这一套战斗技巧, 迅速将BOSS打得气息紊乱, 那肃杀起来可能比之前还要快很多。 但对于普通的手残玩家来说, 可能游戏体验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很可能玩着玩着把自己气息玩得紊乱, 然后被BOSS给轻松处绝掉了。 可以说, 这是非常大胆的改动, 但也相当冒险。 胡显斌说道, 裴总, 战斗系统改动这魔大, 意味着整个游戏的难度也得重新掉一遍吧。 裴千点点头, 当然, 倒不是为玩家着想, 所以掉难度, 主要是为了自己通关。 毕竟裴千很有自知之明, 自己设计出这魔变态的战斗系统, 又得调整气息值, 有得像格斗游戏一样推右摇杆招架, 就自己手残的情况来看, 绝对是做不到的。 所以, 得想个办法开个后门, 让自己能顺利通关才是。 至于这个官方逃课的方法, 具体应该怎么逃呢? 还得仔细考量一番。 之前, 裴千给自己搞了一把官方逃课武器普渡, 只打六道轮回结局的一周目, 而且费尽心机递葬了起来。 可万万没想到, 都藏得这么深了, 得死在一个弱鸡小怪手上七次才能处罚, 竟然还是被玩家们给找了出来。 只能说, 低估了玩家们的无聊程度啊。 回头是按的玩家数量本身就很多, 而这些玩家又特别喜欢钻研游戏中的内容, 所以藏得再深也不安全, 只要这个道具在游戏中存在, 就有被玩家们找到的可能性。 而到了永舵轮回, 这里, 情况就更加不乐观了。 经过两年的积累, 回头是按的玩家群体 已经验超游戏刚发售的时候, 而且绝大多数都是把游戏翻了个底朝天的老玩家。 等DLC出了之后, 这些老玩家肯定会向着, 普渡一样, 继续无所不用其极地寻找这个新的官方外挂。 就像暗黑一样, 前作出了奶牛关之后的每一期续作, 玩家们都会费尽心思地找奶牛关。 就算告诉玩家们没有奶牛关, 他们也不会信, 而是继续找得乐此不疲。 所以, 藏普渡的办法肯定是行不通了, 得换一种方法。 而且裴谦觉得, 以目前游戏战斗机制的改动而言, 光是藏一把强力武器, 怕是也无法拯救自己这个手残。 因为之前的战斗系统较为单一, 躲开小怪攻击之后摸一下, 只要不瘫刀, 摸透敌人的攻击模式, 基本上就能过关。 而普渡这把武器攻击距离长, 出手动作快, 在这个战斗模式下, 可以轻松虐杀大部分敌人。 但现在情况不同了, 被关注自己的气息值, 而且光是靠闪避没用, 根本打不掉BOSS的血, 必须想尽办法打乱BOSS的气息, 打出处决动作。 如果一点一点磨血的话, 以现在BOSS的血量地, 打到猴年马月去了, 而且, 中途很容易翻车。 但是想要连续打出很多次完美招架。 裴谦很有自知之明, 他觉得自己肯定做不到。 这种情况, 给一把普渡又如何? 毕竟官方武器开挂也是有限度的。 能超模, 但不能超模太多。 一到秒BOSS这种操作是不可能出现的, 系统那一关也过不去。 也就是说, 新的逃克方法的满足两个条件。 第一是, 葬法跟普渡不一样的藏出新意, 尽量让玩家们找不到。 第二是要从游戏机制入手。 伤害不一定超模, 但必须能帮助, 裴谦这个手残顺利地打过新战斗机之下的BOSS。 有了具体的方向之后, 就好办多了。 裴谦很快想到了一个不错的解决办法。 游戏的难度, 确实要调整一下。 既然引入了气息值的设定, 那就不能再用原本的办法去打BOSS。 如果BOSS的气息值是满的, 体力也是满的, 却被玩家给慢慢地磨死了, 那就太不合理了。 所以, 我们应该设定为, BOSS的气息值和体力值处于较好的状态时, 玩家及时打到了BOSS, 掉血也不会很多。 而在BOSS处于巅峰状态下的时候, 玩家的攻击更有可能会被BOSS招架。 具体是完美招架, 普通招架或者失误, 掉多少血量和气息值, 我们用人工智能系统做一个随机, 让玩家每次的战斗体验都有细微的差别。 胡显兵, 呃, 他一时间有点词穷。 之前他问难度要不要调整, 其实是在问, 难度要不要掉低一点。 因为现在这个, 战斗系统明显比之前的战斗系统更加复杂。 挑战性更高, 如果还是之前的那重难度, 恐怕会更难通关。 结果裴总法还把难度给提升了。 按照裴总的设计, 玩家甚至完全失去了慢慢地把BOSS给磨死这个选项, 只能硬碰硬地上去拼刀。 拼赢了就能速杀BOSS, 拼输了就被BOSS速杀。 这样一来, 倒是省事了每一场战斗, 应该都不会拖成膀胱局, 但绝大多数玩家应该都是被BOSS速杀的那个。 这样一改, 结果会如何? 怕是DLC一发售, 直接挨红遍野, 老玩家们也都得被虐哭。 因为这群老玩家已经非常习惯, 回头是按本体的战斗模式了, 遇到BOSS都是先观察动作稳着打, 只要不瘫刀, 多是鸡刺就能稳稳地过。 等到了永舵轮回里, 他们会发现越观察BOSS打得越来劲, 自己的气息值越来越稳乱, 而BOSS的气息值越打越顺。 打着打着, 就被BOSS给出决调了。 虽然知道, 回头是按的玩家们都喜欢受苦, 但这未免也太惨了点, 不知道他们顶不顶得住。 一直没怎么说话的李雅达突然开口说道, 啊, 裴总, 是不是在游戏中还要安排一把类似于普渡的武器? 连敏的传统不能丢吗? 回头是按, 就是李雅达当主策画师开发的, 所以, 他对于这游戏的理解比狐显兵要深刻得多。 普渡, 寄给了玩家们一个逃课的方法, 又是游戏设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可以说已经变成了回头是按, 这款游戏的传统。 DLC改动这摩大, 也该出一把新的逃课武器了吧。 狐显兵眼前一亮, 对啊, 还有普渡呢? 裴总对玩家们是很怜悯的, 之前安排普渡, 就是怕手藏玩家受虐太多, 无法通关, 所以故意藏在游戏中等着玩家们发现。 现在难度进一步提升了, 肯定也得继续怜悯一下吧。 裴千心中呵呵, 怜悯玩家? 我怜悯玩家干什么? 我特魔怜悯的, 是我自己好吗? 没有逃课武器, 我能通关这破游戏。 不过转念一想, 大家都觉得是怜悯玩家也不错, 裴总做逃课武器, 是为了自己逃课这种事情, 说出去实在是不怎么代感, 有损自己的光辉形象。 裴千轻渴两声, 说道, 这次我们就不做普渡这种武器了。 回头是暗, 原作的主角设定是一个普通人, 拿普渡逃课合情合理。 但, 勇舵轮回的主角是武神, 拿这种武器逃课, 这合理吗? 武神当然应该随便拿一把什么武器, 都能砍爆一切才对。 众人面面相去。 胡显兵说道, 裴总你说得很对, 如果按照剧情设定确实是这样的, 但玩家们可不是个个都是武神啊。 裴千笑了笑, 我知道, 别着急吗? 不做普渡这种武器, 还有别的做法。 我看剧情设定中说, 武神主角在晚年的时候, 耗尽自己一生搜集来的财富和奇珍异宝, 让能工巧匠打造了一把能够斩灭灵魂的魔剑, 并让它沾满了得到高僧的鲜血。 之后, 主角让巫蛊制造出一种可以让自己进入弥流之际, 浮于阴阳两界的药丸, 并用魔剑斩杀了黑白无常, 并一路进入无间地狱。 按照原作的设定, 魔剑的力量是有限的, 斩杀的灵魂越多, 它的力量就会逐渐衰弱下去。 同时, 为了凸显主角武神的身份, 我们也鼓励玩家使用多重武器进行搭配, 不同的主副手武器搭配, 可以有不同的战技效果和攻击动作。 于是最终的设计就变成了, 魔剑相当于一个斩杀用的特殊道具。 玩家凭使用各种各样的其他兵器进行战斗, 触发斩杀动作时, 再用魔剑进行斩杀。 而随着剧情向后推进, 魔剑的力量也会不断衰弱下去。 众人纷纷点头, 这是开发祖社技师们的共识。 如果只用魔剑的话, 整个游戏的玩法和流程就太单一了。 所以设定为普通武器打怪, 魔剑斩杀, 既能鼓励玩家使用多重武器, 又能最大限度的含园剧情。 这时, 《勇舵轮回》的原作者于飞说道, 裴总, 其实魔剑越用越弱这个设定 我也是一拍脑袋想出来的, 单纯只是觉得, 这样的设定有助于凸显整个故事的悲剧效果。 而且, 魔剑变弱, 所以主角的头脑才变得清醒, 认识到自己铸成大错, 并最终成为第一任阵域者。 这样从情理上也比较说得通一些, 但剧情肯定是为玩法服务的。 如果有必要的话, 改成魔剑越用越降也是可以的。 陪牵一台手, 不, 现在这个设定就非常完美, 不能改。 我只是觉得, 可以在此基础上, 再进行一些衍生。 按照现在的设计, 魔剑完全变成了一把剧情道具, 不能拿在手上。 但我觉得, 可以把它做成一把拿在手上战斗的道具。 只是, 它的初始伤害, 攻击距离等属性, 都弱于其他装备。 不仅如此, 随着剧情的推进, 主角斩杀的boss越来越多, 魔剑的属性, 还会越来越低, 越来越弱。 打到后期的时候, 可能砍人都不怎么疼了。 但是, 给魔剑加一个特殊效果。 当玩家只拿魔剑, 不双持任何其他武器的时候, 每死亡一次, 都会增加一点入魔效果。 而积累到一定程度的入魔效果是, 主角会在人工智能系统的控制下, 自动地做出招架动作。 入魔越深, 自动招架就越频繁。 当然, 魔剑的伤害值依旧很低, 但通过频繁的自动招架和拆招, 哪怕伤害值很低, 依旧可以打乱对方的气息值, 并达成斩杀条件。 在游戏的不同阶段, 入魔是有极限值的。 刚开始, 魔剑力量很强的时候, 哪怕一直死很多次, 入魔的效果也不会很明显, 只是会把玩家的一些普通招架变成完美招架而已, 几乎无法察觉。 随着剧情的推进, 魔剑力量削弱后, 还要继续死, 才能继续提升入魔效果。 等到游戏的大后期, 死的次数足够多了, 才能实现全自动招架的效果。 但这样一来, 玩家就打不出原本的结局, 而是会打出一个永多轮回的结局, 主角最终变成地狱恶鬼, 完全迷失了自我, 整个世界变成人间炼狱。 只有玩家入魔值不高, 凭借自己的力量打通游戏, 才能进入正常的振欲者结局。 裴谦简直是被自己天才般的计划, 给惊艳到了。 能想出这种逃课方法的, 我, 简直是个天才。 跟普渡不同, 这次的逃课武器, 裴谦用了一种灯下黑的手法。 普渡确实藏得很深, 但不得不说, 玩家千奇百怪, 藏得再深, 玩家们也能挖出来。 所以, 魔剑的设定, 干脆就不藏了, 直接安排到剧情里面。 让所有玩家都觉得, 它是一把剧情道具, 继续去各种击脚嘎啦苦苦寻找普渡, 一样的逃课道具, 却忽略了真正的逃课道具, 就一直在自己身上。 想要用魔剑逃课, 条件非常苛刻。 首先, 魔剑的伤害一开始就低于其他武器, 从任何一个boss身上缴获的武器, 比如黑白无常的枯桑棒, 都比它强得多。 主角在一开始默认, 也不是用魔剑战斗, 而是用自己生前最满意的一把剑战斗, 这把剑的属性也全面优于魔剑。 而且, 打的boss越多, 魔剑的伤害还会变得更低。 而积累入魔剑的条件, 也非常苛刻, 必须是只能拿一把魔剑, 不能拿其他任何武器。 因为主角的设定是武神, 所以, 永舵轮回的武器, 设定比, 回头是暗, 原作更加自由。 主角可以任意双持, 甚至左右手, 各拿一把双手武器, 也完全没问题。 而双手武器, 不管是攻击距离还是伤害, 都比单手武器要高得多, 只是攻击间隔和前摇比较长。 在这种情况下, 那些回头是暗的老玩家们, 必然会选两把伤害最高, 最顺手的武器双持, 这样才好过boss。 而魔剑的属性如此垃圾, 就算拿上它, 肯定也会再搭一把其他武器。 但这样是无法积累入魔值的。 必须只拿一把属性最垃圾, 打谁都不疼的魔剑, 还得死很多次之后, 才能感受到魔剑的变化。 而且前期的变化不明显, 因为前期的入魔值有上限。 剧情越往后推动, 入魔值的上限越高, 才会出现全自动招架的情况。 总而言之, 魔剑前期不好用, 但多死几次之后, 过boss磨问题, 后期继续死, 就会越打越好用, 只能打出坏结局。 对于裴妻而言, 只要提前知道这个机制, 无非就是多死几次, 前面受点苦嘛。 但后期那些难度很高的boss, 就可以逃课了。 从游戏开发, 出来到正式上限, 有很长的时间, 只要死的多总能通关。 对于不知道这个机制的玩家而言, 他们只会去选用更强力的武器, 或者去到处搜寻类似普渡之类的武器, 绝对不会想到, 真正的陶刻神器一直都在自己身上。 当然, 也有一种可能, 就是某些大佬太牛逼了, 厉害的武器, 已经没有挑战了, 故意用最垃圾的魔剑去打boss。 但依旧不用担心露线。 因为这样的大佬, 已经把技巧炼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根本不会平凡地死, 自然也不会积累入魔值, 触发魔剑的自动招架。 简单来说就是菜鸡不爱用, 大佬用了, 也不会触发。 陪迁越想越觉得很完美。 哼, 愚蠢的玩家们, 你们想不到吧? 我把逃克武器换地方藏了。 只要玩家们找不到这把逃克武器的正确用法, 就得老老实实地去跟boss拼刀沉迷于, 涌舵轮回, 回头是岸, 本体的销量不就降下来了吗? 降下来之后, 就可以顺理成章地把这游戏给免费掉了。 为了让游戏免费, 赔钱也是煞费苦心。 而且, 游戏难度这么高, 正好也虐一虐那些玩家们。 你们不是喜欢高难度吗? 那就让你们感受一下, 什么才是真正的高难度。 就不信了, 我一个设计师还治不了你们这群玩家了。 另外一边, 设计师们都在快速地往小本子上记录。 胡显斌简直想要拍案叫绝。 这个设计真是太棒了。 跟普渡是完全不同的套路, 却又有一些殊途同归。 这个设定跟剧情相当吻合。 主角入魔越来越深, 代表着他逐渐被魔念掌握了身体, 在魔念的操控下进行战斗, 就可以进行自动格挡, 但慢慢地也会丧失自我, 无法再清醒过来, 成为阵域者, 而是会让整个世界陷入灾难之中。 原本的游戏难度很高, 但在加入了这个设定之后, 游戏的难度相当于是一种动态调整的情况。 当玩家卡住了, 频繁的死亡, 入魔值逐渐提升, 人工智能系统自动接管, 自动完美招架触发的几率越来越高, 难度自然降低, 玩家就能打过去了。 当然, 这一切的前提是, 玩家得知道, 有这个机制才行。 如果玩家没有只拿一把魔剑打boss的话, 死再多次, 也不会出发的。 虽说这个机制藏得有点深, 但狐显兵并不担心。 当初普渡藏的那魔身, 玩家们不是一样找出来了。 事实证明, 玩家们的智慧, 是无穷无尽的, 只要是藏在游戏里的东西, 肯定都会被找出来, 区别旨在于早点或者晚点。 不得不说, 裴总真的奢侈。 这样的一套战斗系统和故事背景, 其实完全可以用来开发一款新游戏了。 叫它, 回头是按二, 也完全没问题。 但这样的好点子, 裴总竟然只是拿来做一个DLC, 真是相当奢侈的行为。 但这也说明, 裴总的好点子实在太多了, 像这种程度的设计, 完全就是信手拈来, 一点不担心新游戏灵感枯竭的事情。 想到这里, 胡显斌对裴总的敬仰之情, 更是油然而生。 有了大方向之后, 一些细枝末节的内容, 也就好办了。 比如, 永舵轮回中的武器系统, 相比之前, 也会有很大的改动。 所有武器都可以自由双持, 而且根据主副手武器的不同, 轻攻击、重攻击、 副手武器特殊攻击的效果, 都会有所变化。 玩家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 自由进行武器搭配。 此外, 经过裴总这模一诠释, 游戏的剧情变得更加清晰, 游戏中的一些跟剧情有关的细节, 也就可以完善出来了。 比如在地狱中, 主角会遇到他生前斩杀过的一些敌人和恶人, 这些人在地狱中的力量变得强大, 来找主角寻仇, 但依旧被击败了。 而击杀这些敌人, 或者在三生石等地方, 会有一些特殊道具, 用于一点一点揭示主角生前传奇故事的点点滴滴。 设计师们一个个都感觉自己灵感爆棚, 认真地进行设计。 而于飞这个原作者, 也感觉自己深受启发。 他虽然是永舵轮回的原作者, 但自认为对整个故事的理解是绝对不如裴总的。 经过裴总这样一解读, 整个故事似乎变得更加深刻了。 相比于裴总的理解, 原著小说中的很多细节, 反而显得粗糙了。 《永舵轮回》这个DLC凝聚了腾达游戏部门的精锐力量, 更是由裴总亲自指导, 亲自操刀, 这是多大的牌面。 到时候, 肯定有很多玩家慕名而来, 阅读《永舵轮回》的原著小说。 到时候, 小说要是拉了垮, 让玩家们失望了。 那怎么能行? 所以, 小说得大修。 于飞决定了, 不能让自己的原著小说拖后腿, 回去之后, 就要废寝忘食地对小说内容进行调整, 在原本的故事架构上进行微调, 争取把小说内容调得足够完美。 6月5日, 周二, 孟畅还是一大早就来到公司, 查看灵感般宣传方案目前的效果如何。 不得不说, 整个广告营销部的效率还是很快的。 昨天把方案交给于耀之后, 今天就已经上了各种网页广告。 公交站, 地铁站等实体广告的速度要慢一些, 但一周之内应该也能全面铺开。 像这种广告, 一打就是很长时间。 但孟畅并没有考虑那么遥远, 现在对他心态最好的形容就是, 一万年太久, 只争朝夕。 先定个小目标, 反向宣传坚持两周, 拿到保底提成。 再定个中等目标, 反向宣传坚持一个月, 拿到更高提成。 至于最高目标, 肯定是满提成。 但孟畅觉得满提成还是太难了。 能达成中等目标, 就已经可以谢天谢地, 谢培总部杀之恩了。 随意地翻了一下, 网上对这个广告的评论。 终点中文网, 这个新的广告, 是怎么回事? 好丑! 丑就算了, 关键是, 内容也有点不对劲啊。 这几本书, 在终点中文网的成绩都挺差的, 竟然还能尬吹? 全站排名三十多名, 都可以当成荣誉来宣传了。 这真的不是高端黑吗? 终点中文网那边, 都莫把把关吗? 我就觉得, 这个灵感班不行, 孵化出的, 都是一堆什么垃圾作品啊? 参与的大佬作者们全都被坑了, 高价买断, 都要把人给写废了。 看到这些评论, 梦唱不由的嘴角微微上扬, 露出满意的笑容。 跟之前预料的完全一样吗? 事实上, 很多读者本身就对这个灵感班, 有很大的不满情绪。 作者写原本题材写得好好的, 铁杆读者们也爱看。 结果就因为这个灵感班, 用高价买断诱惑, 让作者们去写自己不擅长的题材了, 作者写得难受, 读者也看得难受。 这是图什么呢? 而这次灵感班的宣传方案, 做得又这摩擦, 自然是进一步激化了矛盾, 让读者们更加不满了。 而梦畅想要的就是这个效果。 只要读者们的愤怒和不满情绪能够继续保持下去, 这个月的提成岂不是稳了? 6月8日, 周五, 自从上次开完会之后, 永舵轮回这个DLC的前期准备工作已经开始推进了。 当然, 为了避免系统的警告, DLC并没有正式立项开发。 腾达游戏部门的员工们只是在工作之余, 随便写写设计稿, 改改美术资源等等, 这种擦边球系统是不会管的。 这一周过得相对比较平淡, 因为没有太多值得关注的新项目。 裴谦把大部分关注度都集中在了孟畅新的宣传方案上。 那张丑了八计的图不仅仅是在网上买了很多广告, 也已经陆续扑到了线下, 荆州就有很多的公交站牌都已经换上了这张图。 而按照孟畅的宣传规划, 帝都、摩都等其他城市也都买了一些广告, 很快就会形成一道道丑陋的风景线, 污染无辜路人的眼睛。 至于这个方案达成的效果, 可以说是非常不错。 没有引发太大的关注, 反而还激发了很多终点中文网读者对灵感般的不满, 批评的声音不绝于耳。 看到这些批评的声音, 裴谦也是倍感欣慰。 太好了, 这次算是顺风开局。 就说嘛, 怎么可能随便一个宣传方案都能火呢? 这根本不科学。 吉培总和孟畅两个人的智慧, 竟然都做不出一个失败的宣传方案, 实在是太失败了。 这次孟畅咬牙下了死手, 做了个震膜垃圾的宣传方案, 网友们的反应总算是正常了。 一想到这么多的宣传经费终于可以打水漂了, 裴谦也不由得感到欣慰。 但话说回来, 以目前孟畅的花销来看, 提成顶多也就拿个七八万。 可能是他胆子小了, 花钱便保守了。 这怎么能行呢? 既然确定了宣传效果不太好, 那就得果断多花钱啊。 可以提醒他一句。 想到这里, 裴谦拨通了孟畅的电话。 宣传方案的效果非常好, 只是花钱花的还不够多。 你还有没有后续的花钱计划了? 孟畅愣了一下, 说道, 嗯, 裴总, 暂时没有了。 常规的渠道都已经买过了, 公交站和地铁站的广告已经买了很多。 我觉得这样已经差不多了。 裴谦寻寻善诱地说道, 你是不是忘了买水军了? 孟畅有点猛逼, 愣了一下之后才问道, 宣传经费能买水军? 裴谦? 为什么不能? 只要买来的水军进行的是正向的宣传, 就没问题。 你可以去花宣传经费, 请一些水军, 到处刷一些, 诸如灵感班式大神摇篮, 灵感支援, 创作圣地之类的内容, 这不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宣传办法吗? 孟畅惊呆了。 还有这种操作? 我特摩之前压根没想过呀。 裴总这一套操作, 表面上看起来是在吹灵感班, 但实际上跟孟畅的那个海报一样, 完全是高端黑呀。 大神摇篮? 是大神坟墓才对吧? 听起来确实是一个相当靠谱的花钱操作, 但是, 这个建议是裴总提出来的, 这其中会不会有什么误会? 会不会有诈? 孟畅认真地思考了一番, 好像, 没诈啊。 买水军明吹石黑的这个操作, 看起来对自己的反向宣传, 是一个百利而无一害的操作, 完全没问题啊。 孟畅想了想, 说道, 可是裴总我去拿找水军啊。 裴谦呵呵一笑, 这还不好办吗? 你放心, 我来找。 不过, 这得动用宣传经费我, 提前告诉你一声, 省得到时候你又怀疑我。 孟畅, 有一种魔幻现实主义的感觉。 裴总作为腾达的老板, 竟然主动向孟畅这个宣传部门负责人提出建议, 要求动用宣传经费, 还是用商量的语气, 就离谱。 而且, 孟畅要做的可是反向宣传, 而裴总恰恰就提出了一个绝佳的反向宣传方案。 这个骚操作拐的弯太多了, 把孟畅给拐晕了, 再一次困惑于裴总到底是哪头的。 挂了电话之后, 裴谦立刻找到胡销。 买水军? 已经是老客户了, 套路也熟了, 裴谦直接开门见山。 很快, 胡销回复了, 具体是买什么内容? 范围是在某个网站, 还是在全网? 裴谦? 全网? 反正只要看到跟网络小说有关的讨论, 你就让水军无脑刷这几句话。 终点中文网灵感般是大神摇篮, 灵感之源, 创作圣地, 名作辈出。 围绕着这个主题, 给我大吹特吹, 怎么肉麻怎么懒? 胡销微微点头, 这次的要求相当明确。 那价格方面, 还跟之前一样八折优惠, 可以吧? 赔钱大手一挥, 这次就不用优惠了, 等下次, 我需要的时候, 你再多优惠点吧。 开玩笑, 这次系统是可以报的, 要什么优惠? 这个优惠, 显然是要攒起来, 等下次自费请水军的时候再用。 胡销挠了挠头, 有点猛。 什么情况? 这个账号背后的负责人, 又换回来了。 他还记得, 这个负责人之前非常大方, 但上次却变得十分抠门, 精打细算。 怎么这次又变得大方起来了? 账号到底是有几个人在管啊? 但疑惑归疑惑, 胡销也没多问, 立刻安排手下的水军兄弟们去忙活了。 这次又是个大活, 可以好好地赚一笔了。 6月10日, 周日, 腾达体验店正式试营业。 体验店的选址正式敲定之后, 相关的工作一直在推进之中。 体验店中的各种货柜、 样品、家居用品等等陆续不断地送入。 梁清帆也逐渐把体验店的工作 正式交接给了田墨。 整个体验店的布置 昨天就已经完成了, 按照原定计划, 今天开始试营业。 跟最初的规划相比, VR体验区尚未正式开放, 因为持行工作室那边的 VR眼镜还没有研发, 量产完毕。 外面的大屏幕也还在施工之中, 美食区的小吃摊主和大厨尚未满边, 但应付是运营期间的人流量 应该问题不大。 除此之外, 整个体验店的商品和工作人员 已经全部就位了。 一辆商务车停在京盛广场门口。 姚伯下了车, 一抬头就看到了正在装修中的 超大型LED显示屏, 也透过巨大的玻璃幕墙 看到了腾达体验店核心区的内景。 另外, 一边的车门也打开了, 周沐妍也下了车, 看着气派的体验店感慨道, 果然是裴总, 第一家体验店就这磨大的手笔。 姚伯笑了笑, 当然, 裴总什么时候小气过? 走吧! 两个人迈步往体验店里面走去, 他们两个人大老远地跑来荆州, 是为了来取经的。 想要看看, 腾达的体验店到底是个什么情况? 虽然腾达并没有大张旗鼓的宣传体验店, 但姚伯和周沐妍消息灵通, 自然准确地知道, 今天体验店刚好开始是运营。 如果是其他品牌的体验店, 是莫必要逛的, 因为来来回回就是那摸点东西, 看了也学不到什么。 但腾达的体验店就不一样了。 众所周知, 化腐朽为神奇, 是裴总作为老板最出色的能力之一。 不管进入任何产业, 陪总总是能找到一种新的商业模式。 而除此之外, 在公司内部管理、项目宣传、 投资等其他方面, 陪总也是特立独行、 独树一致的。 每一条拿出来, 怕事都能出一本教材。 大道质简, 剑走偏锋, 却又殊途同归。 只有跟陪总长期打交道的人, 才能体会到陪总是多摩的权能。 那么, 腾达的体验店 会是一般的体验店模? 肯定不会。 这家体验店, 一定是蕴含着陪总销售思想的体验店, 跟其他品牌的体验店、 实体店完全不同。 来观察, 学习一番, 自然显得很有必要了。 姚波和周慕妍两个人, 正好集须这方面的知识。 姚波所在的金鼎集团, 以运动服饰和运动饮料为主营业务, 在全国也有很多家运动服饰的门店。 但近些年来, 由于市场竞争日趋激烈, 受到国外品牌的挤压, 又恰逢网购快速兴起的大潮, 金鼎集团的实体门店越来越艰难。 姚波想来看看腾达的体验店, 学习一下, 如果能学到东西, 对金鼎集团的门店进行更新换代, 对人员进行再培训, 就最好不过。 而周慕妍作为天火工作室的老板, 为了更好地推广自家公司开发的游戏, 也有开游戏体验店的构想。 只不过, 因为缺乏经验和准备, 这种构想还停留在空想阶段, 根本没有一个足够可行的规划。 所以, 他们两个想来看看腾达的体验店, 学习一下, 裴总在这种特殊时期是如何布置体验店的。 如果能学到一些东西, 肯定会对他们的门店有所帮助。 姚波和周慕妍刚来到商场一层的大厅, 就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 咦? 那不是裴总吗? 姚波眼间, 一眼就在人群中看到了那个熟悉的背影。 虽说此时的裴总戴着口罩, 也特意换了一身便装, 但姚波和周慕妍毕竟经常见到他, 所以还是认了出来。 裴总的背影气质实在太过独特, 现过一面之后就让人很难忘怀。 两人快速上前, 低声说道, 裴总。 裴谦吓了一跳, 转头一看是姚波和周慕妍, 这才压低声音说道, 小声点。 两人立刻心领神会, 明白。 姚波低声说道, 裴总这是又微服私访吗? 想要不被店员发现, 过来看看体验店的服务如何。 裴谦表示呵呵, 微服私访? 访个锤子? 我这是没办法。 唉, 这种太受欢迎的烦恼, 你们是不会懂吧? 裴谦有些好奇地问道, 你们两个来干吗? 姚波笑了笑, 这不是来取取经吗? 想学习一下腾达体验店的先进经验, 争取让我们的门店也都向这边看齐。 周慕妍也点点头, 我也有类似的打算。 裴谦再次表示, 呵呵, 那你们可是来错地方了。 我这个地方名义上是体验店, 实际上它的第一目标是花园往前, 第二目标是劝退顾客。 你们跑来学劝退顾客的经验? 我有系统, 你们有吗? 不过裴谦也莫多说什么。 反正等这两位进入体验店, 看到店员们的操作之后, 就会一脸猛逼地离开了, 根本不用担心, 他们会学错。 三人非常低调地跟着人群, 乘坐扶梯往上走。 不得不说, 虽然仅仅是市营业, 庞大的人流量依旧远超裴谦的想象, 也让他感到非常困惑。 哪来的这么多人? 一个月之前, 裴谦才刚刚来过一趟, 那时候金盛广场还有点冷清, 跟远大天地虽然只是一阶之隔, 但人流量却差了很多。 结果, 现在的人流量已经快要跟远大天地看齐了。 淡定, 毕竟是市营业第一天, 人们都很好奇。 再说了, 金盛广场应该也做了一些宣传, 人流量大是正常现象。 等过段时间, 人流量肯定会降下去的。 裴谦默默地安慰自己。 姚伯感慨道, 据我所知, 金盛广场都莫打算特意去宣传, 所有的宣传公式都放在两周后, 也就是大屏幕正式装修完毕的时候。 没想到腾达的号召力竟然这么强, 仅仅是口口相传吸引来的顾客, 就已经有这么多人了。 这足以说明, 体验店的选址非常成功。 以后的人流量, 也绝对不会小啊。 金盛广场, 可是赚大了。 周沐妍点点头, 是啊, 这个体验店可不仅仅是区位好, 里面的装修和布置也很棒, 从外面看, 就像是一件巨大的艺术品, 在附近逛街的话, 简直是必来, 人流量能小磨。 以后也会很热闹的。 裴谦, 这俩人一人一具彩虹屁, 把裴谦拍得差点内伤, 不会说话, 就把嘴闭上行不行。 合着你俩从外地千里迢迢地赶来荆州, 就是为了鞭尸我呗。 真是岂有此脸。 裴谦默默地加快脚步, 希望他俩少避避两句, 尽早跟店员们接触一下, 看到腾达体验店劝退顾客的残酷真相。 来到二层, 先到游戏体验区, 然后才是数码区。 游戏体验区被分割成了很多个小的单元, 设备各不相同。 有些是墨语网咖的模式, ROF整机加电竞显示器加电竞桌椅。 有些是客厅模式, 大电视加单人沙发加主机, 或者是单人沙发加记忆手机。 还有一片区域暂时空着, 充当休息区, 但实际上是留给VR眼镜的。 所有的设备都像一些手机门店一样, 用线路固定, 防止偷窃。 游戏体验区是在尽可能地将所有的游戏场景全都复现一下, 让顾客们能够在这些场景下游玩腾达游戏并根据自己的需求选购。 虽然人流量不算少, 但因为整个游戏体验区的布局比较科学, 空间利用率也不错, 而且顾客们都是走走停停, 素质比较高很少有长时间占用设备的, 所以还剩了几个空位。 周沐妍对这个区域比较感兴趣, 找了个单人沙发坐了下来, 拿起手柄稍微体验了一下。 已没有电源吗? 周沐妍有些好奇地问道。 他坐下之后, 四下张望没有看到穿工作服的腾达员工, 目光所及, 似乎全都是顾客。 周沐妍向裴总头已询问的目光, 裴谦用面无表情来回复。 你问我, 我问谁? 我也不知道他们都在哪儿啊。 体验店的销售们是没有统一制服的, 这是裴谦故意交代的。 现在, 田墨等一众销售应该是猫在某个角落, 偷偷地体验游戏呢吧。 周沐妍有些费解, 裴总这个眼神是什么意思? 本来裴总的表情就够难以解读的了, 结果裴总今天还戴了口罩, 这个眼神撇过来, 更是完全搞不懂裴总想要表达的意思。 姚伯捅了捅周沐妍, 别问这种蠢问题。 你没看到有个按钮吗? 周沐妍, 按钮, 哪呢? 他仔细观察, 这才发现, 不管是电脑还是游戏主机, 在放置设备的电脑桌或者柜子上, 都有一个非常不起眼的小按钮, 应该是呼叫按钮。 只要按下去, 体验店的店员应该就会顺着桌号找过来。 周沐妍惊喜道, 这个好啊, 隐藏是店员服务, 让店员们全都穿变装隐藏起来, 留给顾客一个看起来可以不被打扰, 绝对自由的空间。 而在顾客有需求的时候, 只要按一下按钮, 店员们就会立刻赶来服务。 这种透明服务, 非常值得推广和学习。 赔签? 什么透明服务? 别给我升到概念好吗? 单纯只是不想让销售们推销产品赚钱, 才把它们藏起来的, 别多想啊。 周沐妍一边嘖嘖称奇, 一边站起身来, 三人又来到了里面的数码区。 阳光透过一整面落地窗照进来, 将整个空间都映得透亮。 虽然是夏天, 外面很热, 但空调的温度非常适宜, 暖洋洋的阳光照着, 让人感到非常舒服。 宽敞, 明亮的空间中, 摆着各种腾达的数码产品, 包括, 技衣手机, 全自动智能抬杠机, 智能健身晾衣架等产品, 也都赫然在列, 位于不同的区域。 这里的人流量, 明显比游戏体验区还要更多, 有的顾客在把玩技衣手机, 有的顾客在跟抬杠机抬杠, 一片其乐融融的景象。 裴谦感觉自己有点抑郁了, 这些人都在逛什么呢? 除了这台手机之外, 其他的不都是发布了很长时间的东西吗? 尤其是抬杠机, 怎么还有人玩得乐此不疲呢? 周沐妍来到技衣手机的柜台旁边, 拿起来玩了一下, 姚伯有些意外, 咦, 你现在用的不就是这手机吗? 周沐妍说道, 那怎么了? 玩自己的跟玩店里的不是一个感觉, 这摩高大上的一个体验店, 对这些商品都有特殊的加成效果。 你看这全自动抬杠机, 在阳光明亮的地方闪闪发光, 颜值瞬间上升了, 不知道多少个档次, 太能激发购物欲望了。 这里, 也一样是透明服务吗? 不错不错, 这次不再需要姚伯提醒了, 周沐妍看到了呼唤按钮, 姚伯也感慨道, 嗯, 这氛围真的不一样。 看完这个地方, 再想想我们金鼎集团的那些门店, 简直就跟鸽子龙没尸磨区别, 太憋屈了。 这个地方, 没有任何销售来推销, 但仅仅是通过整体的环境布局, 以及光源的把控, 就营造出一种温馨, 自然的氛围, 无形中提升了产品的逼格。 而这种没有销售的环境, 很容易让顾客放松警惕, 不再抗拒, 更容易激发顾客的购买欲望。 听说这个地方, 是裴总你找梁建筑师设计的。 果然大师出手就是不一样。 这里面不仅涉及到建筑学, 还涉及到心理学和艺术等诸多门类的专业知识, 既散发着金钱的味道, 又洋溢着艺术的芬芳, 能把高昂的造价, 和如此艺术的设计结合起来, 怕是很少有公司能够做到。 周慕言补了一句, 上次给我这种感觉的, 还是波罗手机的门店。 姚伯打量着巨大的落地窗, 又看了看各种简约却很有艺术感的货架。 说道, 但是, 这可不好学啊。 周慕言点点头, 当然不好学。 想要复现这种购物环境, 首先你得有一个牛逼的设计师, 其次还要舍得花大价钱。 这些货架, 包括天花板上的灯, 虽然乍一看平平无奇, 但仔细观察就会发现, 它们肯定都很贵。 当然, 贵还是其次的。 关键是, 这钱必须得能赚回来。 如果是卖服装, 或者其他的东西, 利润率不高, 很难收回成本。 而腾达卖的是数码产品和游戏, 实体商品在库存中有大量的备货, 游戏更是可以无限复制, 利润非常可观, 所以才能赚钱。 这种店的道理很简单, 却需要有极强的品牌号召力和商品利润率支撑, 才能玩得转。 所以, 也只有腾达和波罗等少数几家公司, 玩这个模式, 才能赚钱啊。 陪倩听着两个人的对话, 嘴角微微抽动。 你们俩, 搁这奖相声呢? 怎么还一个捧一个斗, 轮番扎我心啊。 什么叫只有腾达玩这个模式, 才能赚钱? 气死我对你们有什么好处吗? 裴谦很气, 但又什么都不能说, 只能黑着脸, 一言不发。 看到裴总没试摩反应, 姚伯说道, 哎, 我们两个有点太大惊小怪了。 以腾达在各个产业的优异表现来说, 这个体验店虽然已经秒杀99.99%的实体店铺, 但对腾达来说, 也就是正常发挥。 我们把店员叫来问问吧。 逛了这么久, 还一个店员都没看到呢。 姚伯说着, 按动桌上的按钮, 没有提示音, 也没有语音播报。 只有按钮周围的光圈亮起, 提示已经在呼唤状态。 裴谦稍微振奋了一些。 看起来是梁青帆, 有点用力过猛了, 把整个体验店给布置得过于高大上了。 这才让姚伯和周沐妍两个人产生了一些误会。 但是, 只要把店里的销售叫过来, 那肯定是瞬间就会原形毕露的。 按下按钮墨多久, 就看到田墨不知道从哪个角落站起, 快步走了过来。 看到田墨, 裴谦不由地露出一丝笑容。 得意弟子来了。 如果是销售部门的其他人来, 裴谦可能还会有点担心。 万一在其他地方留下的恶习没有改干净, 推销起来了怎么办? 但对于田墨, 裴谦还是比较放心的。 田黑犬啊, 你可是我最后的希望了。 裴谦都有点迫不及待的, 想要看到田墨一顿劝退操作之后, 姚伯和周沐妍脸上的猛逼表情了。 田墨快速来到呼叫的位置, 对姚伯和周沐妍说道, 您好, 有什么可以帮您的吗? 姚伯上下打量田墨, 发现他穿的是便装, 全身上下只有手腕的位置, 佩戴着一个特殊的电子手环, 用于证实他的门店员工身份。 这个手环一方面是证明身份, 另一方面也可以显示出 具体呼叫位置的编号。 当顾客呼叫时, 附近一小片区域内 所有销售的手环 都会震动并带有灯效提示。 其中一名销售按下手环上的接待按钮之后, 其他销售的手环就不再提示, 而负责接待的销售 在手环上则会持续显示 当前需要接待的位置编号 一直到接待完成。 姚伯注意到, 虽然田墨本人长得看起来其貌不扬, 但穿衣搭配倒是挺有品味, 很适合他的风格, 无形中增加了一些亲切感。 就在这时, 田墨也注意到了 站在两人身旁的裴总。 虽然裴总戴着口罩, 但田墨已经跟裴总献过很多面了, 自然可以认得出来。 看到裴总一副假装不认识的表情, 田墨瞬间心领神会。 裴总这是来视察, 考验我的学习成果了。 我一定按照裴总的要求, 好好接待顾客, 不能让裴总失望。 田墨瞬间打起120分的精神, 把之前裴总再三叮嘱的销售准则 在心中重新温习一遍, 确保万无一失。 姚伯随手一指旁边的抬杠机。 我想买这个, 给我介绍一下。 田墨一看, 姚伯指的是最初一代的抬杠机, 也就是不带回音币和智能语音助手, 只能机械抬杠不能智能抬杠的版本。 这个抬杠机应该怎么介绍? 裴总墨教过。 但田墨已经揣摩了这么久, 早就学会了举一反三, 思考了一下之后, 就想好了应该如何回复。 您好, 您现在看到的是我们抬杠机的最初版本, 也是基础版本。 这一版本的抬杠机只有纯粹的机械结构, 只能作为一个有趣的玩具或者装饰品摆放。 从长时间来看, 可玩性并不强。 不建议您冲动消费, 最好是确定自己特别需要, 非常喜欢之后再购买。 讲完之后, 田墨稍稍瞟了裴总一眼。 只见裴总默默地点了点头, 他心中瞬间踏实了。 看起来, 裴总还是比较满意的。 裴谦确实很欣慰。 可以, 田黑拳果然莫让我失望。 之前绞尽脑汁的编销售准则, 挑选销售人员, 又再三认真调教, 总算是起到了效果。 看看这回复, 堪称有理有据有节, 非常真实。 尖锐地指出了产品的问题, 又明确劝阻了顾客, 完全达到了裴谦的预期。 想来, 姚伯和周慕妍应该会一脸猛逼吧。 裴谦看了看两人, 发现他们确实有点恶然, 但并未到猛逼的程度。 嗯, 看来是受到的打击还不够。 姚伯想了想问道, 既然不建议购买, 那为什么还要摆在这呢? 田墨微微一笑, 他在那家小体验店的服务过程中, 已经遇到过很多次这个问题了, 之前没想好如何回应, 但现在已经知道了。 看起来, 裴总让他在小体验店练手, 很有必要。 如果没有小体验店的练手, 现在肯定就猛了, 手忙脚乱, 给顾客留下不好的印象。 但现在不会了。 田墨微笑说道, 是因为顾客的喜好和口味各不相同, 不排除某些比较有个性的顾客, 就喜欢这一款产品, 所以, 我们会把所有在售的产品, 全都摆出来。 但在引导顾客购买时, 我们必须尽到自己的职责, 提醒那些并不是真的喜欢这一类型产品的顾客, 避免他们错误购辱。 姚伯微微点头, 又说道, 你刚才说, 这是初代的抬杠机, 只是纯粹的机械结构, 长期来看可玩性不降。 那是不是推荐我去购买新款的全自动智能抬杠机? 田墨立刻摇头, 不是的。 新款的全自动智能抬杠机, 虽然加入了智能语音助手, ES和回音币功能, 但它的售价相对高昂, 如果您仅仅想要回音币功能的话, 建议购买其他品质较好的同价位回音币产品。 虽然新款全自动智能抬杠机的实用性大大增强, 但因为价格较贵, 所以依旧不建议您冲动消费, 还是要确定自己特别需要, 非常喜欢之后再购买。 赔钱不由地在心中默默地给田墨点赞。 可以, 你出师了。 来到腾达体验店, 销售只会不推荐两重东西。 这也不推荐, 那也不推荐。 就拿抬杠机来说, 初代纯机械结构的抬杠机不推荐, 新一代智能抬杠机也不推荐。 不仅不推荐自己的抬杠机, 还要推荐顾客去买同价位的回音币, 达到一种复合劝退效果。 对于田墨的回答, 赔钱很满意。 这下, 姚伯和周沐妍应该要知难而退了吧。 然而, 在看这两个人, 却依旧没有猛逼, 而是陷入了一种沉思的状态。 姚伯想了一下之后说道, 给我演示一下智能抬杠机的功能。 田墨点点头, 好的, 这款全自动智能抬杠机主要有四种主要功能。 第一是作为回音币, 配合电视或电脑使用。 第二是作为智能中枢使用, 通过语音助手, 控制家中电器等。 第三是机械结构的基础抬杠功能。 第四是与人工智能助手, ES的互动功能, 比如抬杠模式, 台词模式, 日常交流等等。 田墨一边介绍, 一边为姚伯和周沐妍演示。 裴签之前要求过, 所有的销售都必须对店里产品的缺点了如指掌。 所以, 田墨等销售会花费大量的时间体验店里的产品, 还有游戏。 在体验过程中, 缺点确实都体验到了, 但优点自然也会体验到。 所以, 田墨目前对店里的绝大多数产品细节都了解得非常清楚。 姚伯一说让他演示功能, 他立刻就迅速而有条理地将主要功能给演示了一遍。 尤其是跟ES抬杠的时候, 还引得不少周围的顾客为观。 很快, 功能演示完毕。 姚伯满意地点了点头, 好, 给我来一台。 裴千? 有毛病啊! 之前都那魔劝退你了, 缺点也都讲得明明白白的了, 怎么还要买呢? 哦, 可能是因为我在这里, 所以故意买给我看呢。 还好, 只要不是被销售给说动了就好。 想到这里, 裴千稍微松了口气, 但他这口气还没松多久, 就听到旁边有两个路人也说道, 不错, 给我也来一台。 裴千? 我们体验店安排拖了? 没有啊。 要是真安排了, 我怎么不知道呢? 田莫赶忙说道, 抬杠机属于大件货物, 搬运不便, 推荐您在网上下单, 在荆州当地的话, 逆风物流会在当天之内送达。 当然, 如果您是开车来的, 携带方便的话, 也可以直接在店里拿现货。 姚伯问道, 拿现货的话, 你能拿到提成吗? 田莫摇了摇头, 我们是拿固定工资的, 没有提成, 不论您在哪购买, 对我们来说都是没有区别的。 姚伯和周沐妍的脸上再次露出惊讶的表情, 作为销售, 竟然没有提成? 如果是在其他的门店, 他们肯定要觉得这老板不仅抠, 而且蠢。 销售人员已经把东西卖出去了, 赚到钱了, 给一些提成不是应该的吗? 这一笔小钱就能极大的提升销售人员的热情, 何乐而不为呢? 但既然是在腾达的体验店, 那就不一样了。 因为大家都知道, 裴总绝对不可能跟扣和蠢这两个字沾边。 既然如此, 那裴总肯定是给了这些销售一个非常高的底薪和福利待遇, 甚至比其他店给提成之后的待遇, 还要更加优厚。 姚伯毫不掩饰自己欣赏的神色, 小伙子之前的销售经历应该很丰富吧? 否则也不可能把顾客的心理把握得这么精准, 业务这么熟练。 他压低声音问道, 有没有打算换个工作? 我可以安排你到金鼎集团最大的旗舰店做个店长, 以后转成销售经理也不是不行啊。 裴谦忍不住地咳嗽了两声, 什么意思啊? 当着我的面就开始挖人了, 可还行。 田墨可是我费尽千辛万苦, 才从大街上逃换来的销售人才啊。 我辛辛苦苦培养这么久, 你想挖走是几个意思啊? 而且, 你挖它干石磨呀? 脑子进水了? 连田墨你都想挖? 你还是个人? 田墨露出一个稍带歉意的笑容, 摇了摇头, 实不相瞒, 其实我之前完全没有任何销售的经验, 是裴总一步步地把我提拔, 培养起来的。 而且, 我的全部经验也仅限于腾达, 在其他的地方根本无法发挥作用。 所以, 您的好意我心领了, 但我是不可能离开腾达的。 姚伯有些惋惜地说道, 是吗? 那太可惜了。 好的, 我没有其他问题了, 谢谢你。 解决了解决了问题, 田墨转身离开, 再度隐藏进了人群中。 所化了, 能介绍产品了, 但怎么看, 也跟人才沾不上边吧。 更何况, 刚才田墨可是一直按照叮嘱, 介绍产品缺点, 勤勤恳恳地对顾客进行劝退的。 这样的销售, 人才你也要。 还想提拔他做销售经理, 不怕把金鼎集团给销破产了呀。 姚伯有些感慨地, 一边玩着抬杠机一边说道, 他虽然长得其貌不扬, 但却给人一种特殊的清净感, 不像其他的销售那样, 虽然带着礼貌的微笑, 却让人自然产生戒备心理。 这一点就很难得呀。 其实刚开始, 他一个劲地介绍抬杠机的缺点时, 我是有点猛, 不太清楚他此举的用意。 但是在他介绍的过程中, 我突然产生了一种逆反心理。 他越是不推荐, 我就越是想买。 在之后, 我让他给我演示抬杠机的具体功能, 更是大大强化了我的购买意愿。 所以我觉得, 这个销售不简单。 如果不是对顾客心理的精确把控, 怎么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就把我给说动吗? 不过听他最后说的话, 这显然是裴总亲自交出来的, 他自己其实并没有太多销售经验。 这就不奇怪了, 显然千里马常有博乐不常有, 裴总调教出来的销售人员, 确实是与众不同啊。 裴千? 逆反心理? 越是不推荐, 就越是想买。 你? 是贱吗? 裴千沉默片刻, 阴阳怪气地道, 我觉得你应该好好思考一下,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心理? 言外之意是, 好好想想自己的脑子是不是还正常? 销售都告诉你别买, 你非要买, 这不是脑子进水了是什么? 周沐妍点头赞成, 确实, 裴千愣了一下, 然后充满欣慰地看向老周。 果然, 还是有正常人的。 周沐妍显然也觉得, 摇拨反应过度了, 出现逆反心理根本不合理, 也不正常。 这对于裴千来说, 显然算是个好消息。 然而周沐妍沉思片刻, 继续说道, 这种逆反心理到底为何出现, 确实值得我们反思。 我也和你一样, 产生了逆反心理, 同时有一种很强烈的购买冲动。 要不是我早就已经买了放在家里, 说不定就要去下单了。 就其原因, 我觉得是多方面心理因素诱导的结果。 首先, 腾达产品一直以来口碑都很好, 不管是贵的产品, 还是便宜的产品, 基本上都有非常独特的个性者, 已经在消费者心中, 形成了一种先入为主的概念。 其次, 整个体验店的环境非常高大上, 跟其他的店面拉开了巨大的差距。 这种环境进一步强化了腾达品牌力极强, 产品都是精品的印象。 再次进店之后的所见所闻, 包括大量的顾客人群、 销售们的透明服务。 这种不同于其他体验店的优质购物体验, 都进一步强化了这一印象。 种种因素, 叠加让体验店中的顾客心理, 已经形成了一种这里的产品, 绝对都值得购买的潜意识。 而这时, 销售却先介绍产品的缺点, 或者不足之处, 还是用一种非常客观, 公正的角度介绍的, 这就会与顾客心中的潜意识发生冲突, 刺激顾客, 产生逆反心理。 顾客会觉得, 这东西明明很不错, 你却一直在讲它的缺点, 你这是什么意思? 这种逆反心理会, 促使顾客为产品明不平, 要求销售掩饰这一产品, 或者介绍它的更多内容。 随着产品优点的展现, 之前的缺点会被全部冲淡, 而且会再次顺应顾客心中的潜意识让, 顾客觉得很舒服, 觉得自己才是对的。 于是这些都是精品产品的印象, 得到了进一步强化让, 还为购买这一产品的顾客, 产生了强烈的购买意愿。 姚伯恍然点头, 高明啊! 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 欲擒故纵? 简直就是一套组合拳让人防不胜防。 但这样做, 也有一个前提, 就是品牌一定要过硬, 而且所有产品都必须足够特别, 整体口碑必须极高, 再搭配上如此狠下血本的店面, 才能顺利地在顾客心中制造这种逆反心理。 原来体验店装的这么漂亮, 不仅仅是为了逼格, 也是有实际意义在里面的。 两人用非常钦佩的眼光, 看向裴谦。 而裴谦口罩上面的两只眼睛, 则是回之影迷茫。 你们, 在说什么玩意? 逆反心理? 欲擒故纵? 别扯犊子啊! 我压根没这个想法啊! 这完全是意外, 是意外啊! 裴谦轻渴两声, 解释道, 话也不能这么说, 总还是有一些顾客会被劝退的。 要真像这俩人说的, 那这体验店也太失败了, 不仅没达成劝退顾客的目的, 反而达成了比一般销售更好的推销效果。 这也太残忍了, 裴谦觉得自己不能接受。 周沐妍点点头, 嗯, 说的没错, 当然会有一些顾客被劝退。 但这, 恰恰是最高明的地方。 这一套组合拳的特点在于愿者上钩, 换言之就是不愿者不上钩。 会产生这种逆反心理的前提是, 必须对腾达的品牌高度认可。 从前一时里认为, 凡是腾达出品的, 一定都是精品。 假如顾客本来就看不上抬杠机, 销售在介绍抬杠机缺点的时候, 就不会形成逆反心理。 而是会强化顾客心中的潜意时, 他就更不会购买了。 听到这里, 裴谦稍微松了口气。 还行, 要这么说的话, 情况还不是特别糟糕。 总还是有一些人, 会被劝退的嘛。 但是, 周沐妍画风一转, 对于这种不愿者不上钩的情况, 其实腾达也不亏啊。 这些人本来就不喜欢这个产品, 不打算购买。 就算被销售忽悠着强行买了, 肯定也会后悔, 要求退款退货。 到时候, 不仅产生了退货等一系列麻烦, 还会给顾客留下销售忽悠我这种不良印象, 进而影响整个腾达集团的口碑, 让体验店这种轻松惬意的氛围被破坏。 反过来, 假如销售先一步大大方方地把缺点讲清楚, 会让本来不打算买的顾客觉得销售很实在, 有什么说什么, 不是一味地为了完成业绩而推销, 而是切实地站在顾客角度考虑是否真的需要这款产品。 这样一来, 就算顾客现在不买, 也对腾达这个品牌, 以及腾达体验店中的销售, 留下了一个好印象。 等下次遇到他感兴趣的新产品时, 他就会变成愿者上钩的那批人, 自愿购买了。 从短期来看, 虽然劝退了顾客, 但却在顾客心中留下了一颗种子, 在未来一段时间之内会逐渐地生根, 发芽, 将他最终转化为忠实顾客。 这种长远的眼光, 完全符合腾达的一贯作风。 太高明亮。 周慕妍默默地对裴总一条大拇指, 摇拨恍然, 胆慨道, 原来如此, 我知道我们门店和腾达体验店的差距在哪了。 不单纯在于钱和投入, 也不单纯地在于销售人员的素质和商品的品质, 类别。 虽然在这些方面也存在很大的差距, 但这并不是根本原因。 根本上的差距在于整体的协同性。 我们在考虑提升门店购物体验的时候, 聚焦的往往都是非常片面, 非常浅显的地方。 比如, 给门店装修一下, 换换灯光, 让顾客的购物体验更好, 组织销售人员培训, 提升他们的专业技能, 更改一下门店的区位和店内布局, 提升人流量。 但这些举措都太片面, 太浅显了, 虽然会起到一定的效果, 但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感谢裴总, 提供了一个全新的, 更高维度的思路。 体验店和门店, 作为品牌向顾客展示的窗口, 到底能起到多大的作用, 是多方面因素, 共同发挥作用的。 品牌形象的塑造, 产品的规划, 体验店的装修和布局, 销售人员如何推销, 这些看似关系不大的点, 其实是紧密关联的。 只有将他们全都统一起来, 纳入整体考量, 才能形成这种奇妙的化学反应, 让体验店也变成品牌塑造的一部分, 给顾客最棒的购物体验。 裴总, 太感谢了。 这次来腾达体验店, 真是不需此行, 学到太多东西了。 摇拨不由地双手握住裴总的手, 眼神中满是感激之情。 金鼎集团的门店, 近年来每况愈下, 一直是金鼎集团的一块心病。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金鼎集团也想过很多重办法, 比如对门店装修, 培训销售人员, 挖竞争对手的销售人才, 尝试着开网店等等。 但全都不成功。 虽然稍有起色, 但仍旧无法对抗大事。 今天看了腾达的体验店, 又跟周慕言这么一分析, 摇拨突然明白了金鼎集团门店 和腾达体验店的差距所在, 也明白了自家门店的癥结所在。 之前困扰的问题得到了答案, 简直有一种拨开云雾现光明的感觉。 当然, 知道了, 不一定就能解决。 腾达体验店如此成功, 最根本的还是靠品牌和产品力。 如果没有相应的产品力做支撑, 贸然学习腾达体验店的销售模式, 肯定会死得很惨。 如果产品质量不行, 那摩销售的假券退, 立刻就变成了真券退, 门店的销售额怕是要一泻千里了。 所以, 这一模式不见得就能解决金鼎集团目前的问题, 甚至有可能适得其反, 毕竟金鼎集团的品牌号召力和产品力, 跟腾达还是有很大差距的。 但不管怎么说, 裴总在腾达体验店的处理方式, 确实向姚波展示出一种全新的, 之前从未考虑过的可能性。 这相当于是让他能够站在一个更高的视角, 重新审慎地观察自家门店的问题。 就算无法立刻解决, 也总算是拨云见日, 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看着姚波满脸激动地握着自己的手, 甚至有些忘乎所以的表情, 裴谦陷入了呆滞状态。 这特模也行。 本来以为销售集团的培养是腾达的长远大计, 培养好了能大笔花钱的同时大幅降低营业额, 所以裴谦才下了这摩大的功夫, 又是让田墨被销售准则, 又是给田墨开体验店练手。 结果, 这大型体验店市营业的第一天就已经翻车了。 裴谦不由地想起之前孟畅所说的话, 到田墨门口看了一眼, 就知道这个地方肯定会火。 那时裴谦还很不服气。 你知道田墨里边什么情况吗? 就觉得他会火。 是不是太一厢情愿了? 现在证明了, 孟畅并不一厢情愿。 相反, 他看得很明白。 一厢情愿以为田墨不会火的, 似乎只有裴谦自己。 裴谦不由地仰面望天, 无语凝噎。 啊, 一个多么令人悲伤的故事。 6月11日, 周一, 腾达游戏部门, 胡显斌和敏靖超两个人正在认真构思关于回头事案, 新DLC永舵轮回的内容。 自从上周一跟裴总开过会之后, 腾达游戏的设计师们全都灵感爆棚, 迫不及待地想要把这个DLC的构想变为现实。 然而一周时间过去了, 这种灵感爆棚的状态, 对众人来说却变成了一种煎熬。 因为空有灵感, 却没办法立刻着手制作, 也让人很难受。 憋得难受。 就像一个作者, 明明想到了一个绝妙的点子, 却不能立刻将它写出来, 反而要在长达两个月的时间里, 反复考量, 打磨, 完善, 正文一个字都不能写。 这种煎熬不是什么人都能忍得住的。 游戏部门的设计师们也是如此。 他们只能进行一些细枝末节的准备工作, 比如简单构思一下游戏机制, 对一些美术资源进行小修小补等等。 但真正规划立项, 具体设计, 正式开发等等, 全都不可以。 至于为什么? 裴总没有说得很明白, 大家纷纷猜测, 应该是为了让大家积淀灵感, 做好积累, 不要急于求成, 千万不能把这个好点子给做砸了。 这虽然可以理解, 但还是让人非常难受。 胡显斌和敏金超也是类似的状态。 胡显斌之前开发《使命与抉择》, 游戏发售后已经趋于稳定了, 暂无大型DLC或者续作的开发计划, 所以, 胡显斌大部分时间都在考虑, 永舵轮回的事情。 而敏金超这边, Gog的各个赛区即将进行春季赛的决赛, 游戏版本已经非常稳定了, 暂时不需要更新版本。 敏金超也没别的事干, 对《永舵轮回》, 这个DLC又非常感兴趣, 所以也帮着进行玩法的设计和构思。 越是构思, 就越是想立刻把这个DLC给做出来。 尤其是这种独特的战斗机制, 脑补一下都觉得打起来应该挺带感的。 当然, 前提是在高手手中, 但裴总的命令是不能违反的。 裴总说不能正式开始开发, 那就绝对不能开发。 胡显斌有些发愁地说道, 这种灵感爆棚, 却不能正式开发的感觉也太难受了。 裴总让我们等两个月再正式开发, 本意是好的, 是希望我们多沉淀沉淀灵感, 准备充分之后再开始制作。 但是, 需要沉淀两个月吗? 这也太久了。 以这个DLC的体谅而言, 其实两个月都能勉强做个大样子出来了, 毕竟主要的场景和怪物没有特别大的变化, 很多美术资源都可以复用。 就算加上测试掉优之类的时间, 三个月也差不多够了。 有点不合常理啊。 明镜抄点点头, 确实稍微感觉有点奇怪。 这个进度, 有点太拖沓了。 如果裴谦听到他们的对话, 一定会嗤之以鼻, 表示, 你们懂个锤子。 这跟拖沓不拖沓没关系。 之所以要延后两个月, 主要是正好赶上结算周期了呀。 因为之前的游戏立项, 开发都是正好在结算周期之内, 所以, 按照正常进度开发就可以了。 但, 永舵轮回, 这个, DLC比较特殊, 恰好卡在结算周期的末尾了, 如果现在开发的话, 文托起见得开发三个月, 正好耽误了结算。 所以才决定, 延迟两个月开发, 就是为了跟结算周期错开。 但是, 胡显斌和敏京超并不知道这一点, 他们觉得, 这是有些蹊跷, 在考虑到裴总不合理的行为背后, 必有深意的腾达精神解读准则, 自然而然的就生出了疑问。 之前他们灵感爆棚, 都在认真构思设计方案, 所以, 这种疑问暂时埋在心底。 但现在, 设计方案都构思得差不多了, 打好了草稿, 却不能写正式的设计方案, 也不能开始制作。 在这种白爪挠心的煎熬状态下, 这种疑问就再度浮现了出来, 而且很难再忽视。 两人全都陷入了沉默, 各自思考。 胡显斌眉头紧锁说道, 你说, 裴总故意给我们留出这么长的空闲时间, 故意不让我们开始做 《勇舵轮回》的DLC, 是不是在暗示我们 有一些其他的事情可以做? 敏靖超点点头, 我觉得, 有这种可能性。 那到底是什么其他的事情呢? 有什么工作, 是恰好可以在两个月之内完成 又跟《勇舵轮回》, 稍微有一些关联的呢? 胡显斌苦思冥想, 却还是没有眉目。 突然, 敏靖超灵光一闪, 以我想到了, 是不是可以给Guck出一个新英雄啊? 两个月的时间, 足够我们出一个新英雄。 而且, 这个新英雄可以用到 《勇舵轮回》中的战斗机制。 自从《风之末刻》, 软这个备受欢迎的新英雄诞生之后, Guck已经有很长时间, 没有出现这种能秀又备受欢迎的新英雄了。 新出的几个英雄, 虽然评价也都不错, 平衡性也可以, 但再也莫出现过像《风之末刻》, 软这样火爆的英雄啊。 这两个月的时间内, 我们可以一边给Guck设计新英雄阵域者, 一边给《勇舵轮回》积累灵感, 做好前期准备。 到时候, 先上新英雄阵域者, 再围绕这个新英雄给, 《勇舵轮回》做宣传预热。 这个节奏是不是完美多了? 胡显斌恍然道, 对啊, 这摩一说, 确实合理多了。 如果裴总打定主意, 想让我们在这两个月内做些什么? 那多半就是这个了。 两个人考虑了一下, 觉得这确实是可能性最高的一个选项。 而且, 现在闲着也是闲着, 做个新英雄不是正好吗? 本来闽京超还打算在GPL春季赛决赛的舞台上放出新英雄阵域者的消息, 但两个人商量了一下, 还是算了。 GPL春季赛决赛是在这个周末, 相比于正常的春季赛赛程安排来说, 有点稍晚了。 毕竟这都六月份了, 按理说夏季赛都快开打了。 但这主要是为了照顾其他赛区的时间。 其他赛区因为组建的比较晚, 所以连赛开打的也比较晚。 各个赛区的时间统一一下, 差不多同时开启夏季赛, 这样才能确保第二届全球邀请赛召开的时候, 各赛区的夏季赛赛程都已经打完。 本来春季赛决赛是一个很好的宣传新英雄的时机, 但考虑到两方面的问题。 一是一周时间内想做个宣传片出来是绝对来不及的, 而只放出文字信息, 没有视频资料的话会很摸意思。 二是裴总要求过, 灵感般版权开发的任何信息在一个多月内都不能泄露, 这个新英雄, 严格意义上来说也应该算是版权开发的一部分。 所以, 两人放弃了这个打算。 不过, 一个多月之后, Gaug在全球各大赛区的夏季赛也就要开打了。 可以趁夏季赛开打的时候, 公布新英雄的消息吗? 有了目标之后, 敏靖超和胡显斌再度充满了动力。 之前为永舵轮回积累的那些灵感, 敲定的独特机制, 恰好可以用在Gaug新英雄的设计上, 努力再开发一个和风之默克, 软一样受欢迎的英雄吗? 在两个人的通力合作之下, 新英雄的设计方案很快就出来了。 这显然要得益于裴总的原始点子给他们带来的灵感, 以及这一周时间不断构思设计玩法的积累。 新英雄叫做镇域者, 定位是一个物理刺客。 他的被动技能是调息与永舵轮回中气息值的机制较为相似。 镇域者没有法力条, 也没有能量条, 取而代之的是体力条。 不论是释放技能还是普通攻击都会消耗体力。 此外, 镇域者脚下会有一个圆形的光环效果, 会按照一定的频率扩大, 缩小, 这个圆就是气息值, 扩大代表吸气, 缩小代表呼气。 在圆圈扩大到最大范围时, 就是攻击或释放技能的最佳状态。 平凡在这一条件下攻击, 即可起到调息效果, 让镇域者的体力回复加快, 移动速度小幅提升, 格挡几率变高。 反之, 如果在错误的实际攻击或者释放技能, 镇域者会自动调整呼吸, 以适应攻击频率。 但副作用在于, 气息值会逐渐紊乱。 气息值状态将用脚下光圈的颜色来表示, 还是跟涌舵轮回一样, 初始是常规的白色, 紊乱是黄色乃至红色, 而气息顺畅则是绿色。 如果镇域者脚下光圈是绿色, 体力条又是满的, 那么这时候, 最好不要跟他正面对抗。 镇域者的第一, 二个技能分别是完美招架和垫步闪身。 这一机制是对应勇舵轮回中主角, 对抗敌人攻击时推摇杆进行完美招架或躲闪的机制。 这两个技能有一定的区别。 完美招架的冷却时间短, 没有位移效果, 体力值消耗也不高, 但它有一定的失败几率, 需要鼠标指针指在正确的方向, 在合适的时机使用技能, 才能触发完美招架, 否则就是不完美招架, 甚至招架失败。 招架是否完美, 将会影响英雄所受到的伤害, 气息值变化, 体力值消耗以及技能的冷却时间。 而垫步闪身的冷却时间较长, 有短距离的位移效果, 体力值消耗比较高, 但操作起来比招架要容易得多, 对手材而言更加友好。 招架时的难度可以简单分为三重, 敌对英雄的普通攻击相对容易招架, 除大招外的普通技能会难一些, 大招的招架最难, 想要成功不仅需要技巧, 也需要不错的运气。 考虑到每个英雄技能的前摇时间, 飞行速度等因素全都有差异, 所以, 招架具体是否能够成功, 将极为考验玩家的反应和操作。 而一旦招架失败, 等于用连接技能, 后果会非常严重。 这两个技能加上气息值的设定, 是镇域者这个英雄能否秀起来的关键。 第三个技能是更换武器。 按照设定, 镇域者是武神, 精通各种武器, 所以他也可以在不同的武器类型中自由切换。 因为不移, 做得过于复杂, 所以敏京超设计了三种武器模式。 一种是双持双手武器, 这一模式下, 攻击前腰变长, 攻击距离变大, 攻击力稍微提升, 横扫攻击带有AOE效果, 但攻速明显下降。 第二种是单手拿剑, 这一模式下, 攻击距离, 攻击速度和攻击力适中, 但会对格挡效果有轻微的提升作用。 第三种是双持匕首, 攻击距离最短, 攻击力最低, 但攻击频率极高, 而且在背后攻击敌人时, 可以产生额外的暴击效果。 在选用不同武器模式的时候, 也要考虑到当前的气息质状态和装备的影响。 例如, 想走收割刺客流, 可以出攻速暴击装, 主打匕首。 而想走半肉战士流, 则可以主打双手武器。 但不能一种武器用到底。 为了鼓励玩家多换武器, 每次切换武器都会有短时间的增伤和小幅提升招架成功率的BUFF。 在设定上也很好解释, 因为长期用同一种武器会被敌人摸透套路, 而更换武器换一种攻击套路, 敌人会措手不及, 可以加伤害。 大招是武神觉醒, 它同时具有被动效果和主动效果。 被动效果是跟敌人持续战斗时, 每一次的成功招架或攻击都可以对敌人的气息造成削弱, 表现为敌人脚下出现一个圆环, 呈现出绿, 白、黄、红四重颜色。 敌人的气息越紊乱, 移动速度会减慢并且受到的伤害会增加。 当气息为红色、紊乱状态且血量低于8%的时候, 阵域者的伤害将直接触发斩杀效果。 但前提是必须持续攻击, 如果未能持续压制敌人的气息值, 那摩敌人的气息值就会逐渐好转, 直至再度变回绿色并消失。 此外,还有另一个被动效果是入魔。 当玩家频繁使用招架, 却一直失败, 死亡次数不断累积的时候, 阵域者将进入入魔状态。 此时,他的招架技能成功率会获得提升, 甚至有一定几率触发自动招架的效果。 而大招的主动效果, 则是进入五神觉醒状态, 在对敌人气息削弱时, 效果大幅提升, 并且,敌人气息值好转变慢, 斩杀线也提升到12%, 斩杀一人之后, 该效果会增加少量的时间。 换言之, 更容易收割战场。 但这个斩杀效果, 不是无脑斩杀, 而是必须打乱气息值才能斩杀, 所以, 不会过于无敌。 总的来说, 这是一个操作难度极高的英雄。 他的游戏机制, 非常值得钻研。 如果能够玩得好, 将会是一个, 不论单挑还是收割战场, 都很降的选择。 但想要玩得好, 条件却非常苛刻。 需要卡好气息值攻击或释放技能, 需要根据不同英雄得不同技能, 准确地释放每一次招架技能, 正确地选择招架和闪避, 需要想好, 自己主玩什么武器并搭配装备, 适应三重武器模式的节奏。 而且要正确地选择, 到底是要分带, 还是参团。 高手丸和手残丸, 根本不是一个英雄。 但有意思的是, 哪怕手残拿这个英雄一直送, 也可以通过入魔状态保证底线, 让这个英雄, 还可以通过招架效果上去吃吃技能, 不会像风之莫克, 软一样, 送个几次之后, 就变成纯废物, 只剩快乐。 而在平衡性方面来说, 这个英雄在高端局和比赛中, 跟低端局相比, 是完全不同的。 低端局中, 绝大多数人都玩不好, 所以不用担心他太降, 有入魔机制, 也不用担心他太坑。 高端局和比赛中, 敌人可以针对性地, 打乱他的气息值和武器切换的设定, 做出应对。 而且, 阵域者的招架看起来虽然强, 一旦招架失败, 也有可能会瞬间被秒, 高收益伴随着高风险。 职业选手拿他绣不起来也是正常的, 但绣起来的话, 观赏性一定会爆炸。 敏靖超甚至有预感, 阵域者这个英雄, 未来恐怕会和风之莫克, 软, 组成快乐双雄, 比谁更快乐? 但不管怎么说, 阵域者这个英雄, 就算再怎么能送, 也总比快乐软男要有用得多。 这也算是设计师功德无量了吧。 6月13日, 周三, 魔都, 龙宇集团总部, 赵旭明非常小心地敲开了 艾瑞克办公室的门, 然后相当谨慎地问道, FV战队的冠军皮肤 已经制作完成了, 是不是可以准备宣传方案了? 艾瑞克看起来正在为别的事发愁, 对冠军皮肤的事情兴致不高, 随便摆了摆手, 赵总你看着安排吧。 赵旭明点点头, 好的, 他刚要离开, 艾瑞克又说道, 马上就到下促了, 指头公司那边打算在全球范围内继续搞促销活动, 冠军皮肤的宣传也可以纳入下促活动中。 尤其是在ICL赛区, 折扣幅度可以稍微大一些, 毕竟是冠军赛区, 想来其他赛区也不会有太大的意见。 既然是冠军赛区, 冠军皮肤的折扣当然要力度更大一些。 其他赛区不服, 那你们也拿个冠军赛区回来吗? 你们拿到的话也可以享受这种待遇。 赵旭明赶忙点头, 莫问题, 我会顺便把下促活动也预热一下的。 说完, 他小心翼翼地关上门离开。 赵旭明很清楚, 最近艾瑞克的心情不是很好, 千万得小心行事。 自从上个月515游戏节的活动输给腾达之后, 艾瑞克就一直处于一种急躁而又茫然无措的状态中。 显然, 这件事情给他的打击不小。 本来在听到腾达要卖楼的消息时, 艾瑞克都以为自己的计划快要成功了, 差点想要开香槟庆祝。 但万万莫想到, 短短一两天的时间, 形势突然逆转。 腾达集团资金链要出问题的消息刚一传出来, 就有不少公司伸出援手。 腾达的忠实用户们也是疯狂消费, 又是买游戏, 又是买手机, 就连智能健身晾衣价都卖疯了。 结果, 裴总简直是兵不血刃, 就度过了危机。 不仅如此, 腾达办的515游戏节活动, 不管是在影响力, 优惠力度, 还是最终的口碑上, 都全面碾压了指头公司和龙语集团办的活动。 对于腾达来说, 稍钱虽多, 却很好地达成了自己的目的。 而对于艾瑞克来说, 就不是那么回事了。 他烧钱也不少, 虽然没有腾达多, 但已经让达亚克集团的高层对他非常不满。 最要命的是, 这次烧钱根本没有达到他想要的效果。 虽然烧钱也吸引了很多用户, 赢得了一些口碑, 但这远远不是艾瑞克想要的。 现在的艾瑞克面临着内外交困的局面。 当初在IOI的全球总决赛结束之后, 他为了取代克雷蒂安在达亚克集团和指头公司高层面前吹的天花乱坠分析的头头是道, 但现在, 他接管IOI国服已经小半年了, 却仍旧没有做出什么实质性的成绩。 这太尴尬了。 当然, 对于这事, 艾瑞克觉得自己很冤枉。 不是自己在划水, 实在是能做的事情, 确实不多。 Gog在国内的MOBA游戏市场早就已经占据了统治地位, 各种宣传已经通过线上线下各种渠道渗透到了各个角落, 想用传统的方式从Gog那抢人, 几乎是不可能做到的。 除非IOI的游戏品质明显优于Gog, 但问题在于, IOI的品质并没有比Gog好, 甚至在玩家习惯, 英雄辨识度, 文化认同, 细节玩法, 端游手游联动等诸多方面有所不如。 这样一来, 再多宣传经费砸进去, 也只是相当于扔进了无底洞, 根本没用。 所以, 艾瑞克想的办法是一边宣传, 一边跟腾打笔烧钱。 什么时候, 腾打的资金链撑不住了, 就能迎来转机, 一举反败为胜。 结果莫想到, 烧到最后, 竟然是这个结果。 感觉就快磨死Boss了, 结果Boss摆了的Poss, 血又回满了。 这就显得艾瑞克的行为十分憨憨, 甚至有些莫名其妙。 给外人的印象是, 一顿操作猛如虎在看战绩0-5。 所以, 在达亚克集团和指头公司内部, 对艾瑞克不满的声音, 出现了为了保住自己大华夏区负责人的位置。 艾瑞克不得不频繁地跟总部沟通, 甚至很多时候, 不得不做出许多妥协和让步, 没办法把全部精力, 全都集中在工作上。 对外, 艾瑞克也找不到破局的方法。 腾达看起来太可怕了。 上次资金链出了一点小问题之后, 腾达不仅快速回血, 而且一切的工作, 似乎都完全没有受到任何的影响。 小吃即是, 大型体验店等诸多项目, 仍旧是有条不紊的推进之中, 花钱丝毫不见手软。 似乎之前跟艾瑞克打的烧钱大战, 根本不存在一样。 艾瑞克都困惑了, 怀疑自己了。 继续跟腾达比烧钱, 到底还有没有用? 这个问题, 他思考了小半个月, 也莫最终考虑清楚。 所以, 目前龙语集团对IOI国父的宣传活动, 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 除了日常必须的那些宣传活动, 比如ICL联赛的宣传和游戏, 更新内容的宣传之外, 没有再主动进行大型的宣传活动。 一直沉寂到现在。 但日子还是要过的。 现在, 从三月份就开始制作的FV战队冠军皮肤, 总算是制作完成了。 艾瑞克和赵旭明都认为, 得利用这个机会, 好好宣传一下。 毕竟这是IOI第一套冠军皮肤, 又是国人夺冠。 这个宣传活动做好了, 有利于在国服吸纳更多的新玩家。 以这个世界的游戏开发速度而言, 三个月做一套冠军皮肤, 显然是有点久了。 但这是有原因的。 在制作这套皮肤的过程中, 指头公司的设计师跟FV战队的队员们反复沟通, 希望能够尽可能地做到完美, 不仅仅是刚开始制作的时候听取了意见, 制作过程中也修改了几版。 毕竟东西方文化存在差异, 设计师跟队员们也存在着一定的交流障碍, 所以在沟通这方面花费了不少精力。 再加上这套皮肤要尽可能做得精益求精, 所以不知不觉就花费了这么长的时间。 对于最终的成品, 指头公司的设计师们还有艾瑞克都是非常满意的。 这套黑金风格的皮肤绝对酷炫, 绝对是目前IOI和GOG中最顶尖级别的皮肤。 对于这套皮肤到底要做成什么样子? 艾瑞克和指头公司高层也曾有过纠结。 甚至有人表示要特意把这套皮肤做丑。 毕竟FV战队是裴总的战队, 给FV战队的皮肤如果做得太好看, 岂不是便宜了竞争对手? 但这种声音很快就被否决掉了。 因为这也是IOI的第一套冠军皮肤, 如果做得不好看了, 岂不是更丢指头公司的脸? 可以说这是一种进退两难的处境。 做丑了,优先丢自己的脸。 做帅了,优先长别人的脸。 这就很难受。 但权衡利弊一番之后, 指头公司也只能吃下这个哑巴亏, 尽心尽力地制作, 便宜了FV战队。 现在皮肤已经做出来了, 这魔帅的皮肤自然要好好宣传一番。 赵旭明回到自己的办公室, 手下的人已经提交了一个出版的冠军皮肤宣传方案。 他仔细看了一下之后, 又加入了下促活动的相关内容。 按照指头公司的安排, 这个月的最后一周, 也就是6月26号, 会开启下促活动。 到时候, IOI在全球范围内都会有力度较大的折扣活动, 正好趁此机会给冠军皮肤也做一个比较优惠的折扣, 赚点口碑。 而且, ICL联赛也会在这个月迎来春季赛决赛。 虽然开打的时间比GPL联赛晚很多, 但ICL联赛的队伍少, 赛程也短一些, 会在这个月底打决赛, 比GPL联赛晚一周, 恰好是在下促活动期间内。 指头公司考虑, 正好在下促期间, 决出各个赛区的春季赛冠军, 并针对冠军阵容, 在下促活动的尾巴上开启一系列折上折的活动。 如果这三个活动能凝聚在一起的话, 传播效果一定非常不错。 但有个小小的问题, 就是冠军皮肤已经做出来了, 如果等下促的时候再放出, 等于是浪费了这两周的时间, 很不划算。 赵旭明仔细考虑了一下, 突然灵机一动, 想到一个好办法。 冠军皮肤立刻开售, 但他的首发折扣, 将会直接和下促活动时一样。 这样就可以一举两得, 既利用起这两周的时间, 让冠军皮肤的热度充分发酵, 起到很好的宣传效果, 一直延续到下促开始。 又不至于因为下促打折, 影响了首发购买玩家的利益, 还可以提前对下促的巨大折扣进行预热, 让玩家们对下促活动充满期待。 因为一般皮肤的首发折扣都比较低, 七八折左右。 而下促活动的力度却比较大, 甚至可能达到四五折的水平。 如果冠军皮肤首发八折先卖两周, 下促又一下子降到五折, 先买的玩家肯定要急了。 可如果冠军皮肤在下促的时候不打折, 或者只打八折, 那也很奇怪。 所以, 干脆一步到位, 冠军皮肤首发折扣, 就直接跟下促定同样的折扣。 这样一来, 玩家们买了冠军皮肤之后, 还会在期待下促时的其他皮肤, 宣传效果最好。 而且, 相关宣传的热度, 可以一直持续到下个月下促和ICL春季赛结束, 看起来是个相当完美的计划。 赵旭明越想越合适, 立刻把手下人提交的宣传方案改了改, 然后拿给艾瑞克看。 艾瑞克也对这个方案非常赞同, 毕竟, 这也算是在当前情况下最合理、 最高效的宣传方案了。 下午, 裴谦在办公室里愁容满面, 体验电视运营第一天就爆满, 反响热烈, 而且, 姚伯和周慕颜 还在他面前讲了一段相声, 一个捧一个斗, 狠狠地把他的心给扎了个千疮百孔。 可太难顶了。 裴谦之所以费这个近开体验电, 主要是为了多花钱。 结果现在, 体验电本身的租金减免了很多, 选址又这么好, 就连销售们的劝退式服务 也全都起到了反效果。 完全没有达到裴谦心中预期的效果呀。 裴谦甚至有点想彻底放弃自己 打造一支巨大销售团队花钱的计划。 但是看完了体验电的报告之后, 裴谦又犹豫了。 因为体验电的营业额并没有他想象中的那么糟糕。 原本以为这个体验电是会大赚特赚的, 但根据第一天的营业额来大致估算了一下, 似乎也并不怎么赚。 整个体验电一共是7000平左右。 这两天的销售额稍有变动, 虽然第一天的销售额破了百万, 但到今天为止, 平均下来大致是80万左右。 这个是纯销售额, 实际利润的话, 还要减掉商品的成本, 商场的租金, 电费, 人员工资等, 其他各项开销。 虽然免掉了半年的租金, 租金本身也给了六折, 但因为腾达的体验电租的是精盛广场最完美的区域, 所以原本的租金就比较高, 打折之后也有8块钱平天左右, 核心区和普通区租金有差异。 这样算下来, 每天光租金的成本就有近6万, 再加上几十名销售, 餐饮区大厨和其他工作人员的高工资, 以及其他开销, 每天的成本是20来万。 而反观波罗手机的零售店, 每平米每天的销售额折散一下, 大概是1000块以上。 这是一个非常巨大的差距, 腾达的这个体验店跟波罗手机的零售店比起来, 销售额还不到人家的十分之一。 更何况, 腾达的体验店中虽然有G1手机这种利润率比较高的商品, 但也存在着诸如合作家具, 智能健身量衣架, 全自动智能抬杠机等利润率很低的商品。 所以, 这个销售额是很虚的, 看起来比成本高很多, 但运营下来还真不见得能赚多少钱。 即使不比波罗这种庞然大物, 哪怕是跟国内的一些手机品牌相比, 这个数据也依旧不太够看。 国内很多手机品牌的门店面积不过三四百平, 营业额就能破百万, 比腾达这个高大商的体验店赚得都多。 这个数据实在是过于乐观了, 以至于赔签都有点不敢相信。 但是他冷静下来, 仔细考虑了一下, 觉得这种情况出现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 腾达体验店中的绝大多数商品都是在网上先开售的, 再加上逆风物流的存在。 腾达的顾客还是更喜欢在网上购物。 所以, 老顾客来腾达体验店多半是只逛不买的状态。 其次, 陪欠安排田墨他们进行的劝退式服务, 虽然没有真的起到特别明显的劝退效果, 但也确实对降低营业额有积极作用。 很多人来了都是吭吃吭吃一顿逛, 反正看不见销售, 也想不起来买东西随便逛什么都不买, 也不会有任何的负罪感。 而且, 销售们又不拿提成都是死工资, 自然严格遵照赔签的要求进行透明式服务。 最后一点, 也是最关键的一点, 整个体验店真就是以体验为主的。 波罗手机和其他国产手机品牌的门店主要是零售店, 顾客去了就是为了买东西的, 而且, 这些品牌的用户群体很广, 销售额自然就高。 但腾达的店不是零售店, 绝大多数区域都是体验用的, 不论是打游戏还是看电影, 都根本不需要消费。 大部分人都是抱着玩的心态, 来的根本没打算买东西。 这样一来, 腾达的体验店虽然大却并不能多赚钱。 当然, 腾达的体验店适时运营阶段没有正式展开宣传, 也是营业额比较少的原因之一。 但即使如此, 裴谦琢磨了一下, 发现情况依旧是比较乐观的。 如果再多招一些销售人员, 让销售们可以多轮班, 整体的工资水平再涨一涨, 或者是给体验店想一些其他的开销项目, 岂不是能进一步多花钱? 而且, 这毕竟是第一家大型体验店, 还是开在腾达的大本营荆州, 所以才有这么巨大的人流量。 如果开更多的体验店, 选址磨这么好, 装修也磨这么酷炫, 关注的人数也磨这么多, 开销却依旧保持在这个水平。 岂不是说, 依旧有希望亏钱? 裴谦这么一考虑, 觉得这个体验店还是应该多开一些的。 不能因为遇到一时的挫折, 就很快地否定自己。 可以去其他的城市, 更贵的地方多开几家店验证验证吗? 总不能每一个商场都像金盛广场这样, 又是打折, 又是免租金的吧? 开到一个租金特别贵, 地价特别高的地方, 营业额却没有明显增长, 那不就能亏钱了吗? 考虑再三之后, 裴谦决定还是在观望观望, 不能这么轻易地认输。 体验店的事情就先不考虑了, 裴谦打开网页, 随便翻了翻最近的消息。 嗯? FV战队的冠军皮肤出来了? 而且, 龙羽集团还针对这套冠军皮肤做了活动? 太好了, 艾总, 赵总, 你们沉寂了这么久, 终于有动作了。 看到龙羽集团官方网站放出的消息, 裴谦不由地喜出望外, 自从515游戏节之后, 他就一直在等着指头公司和龙羽集团烧钱, 结果怎么等都等不来, 可把他给急坏了。 这次的冠军皮肤病, 没有像其他皮肤那样, 把上架的初始折扣定为八折, 而是直接定为五折。 并且官方公告中声明, 该折扣将与下促期间的皮肤折扣持平, 请玩家们放心购买。 而且, 在ICL联赛结束之后, 夺冠队伍所用到的英雄, 还将在下促折扣基础上, 再打一个85折的折上折。 但考虑到ICL联赛春季赛打完, 还有大半个月, 所以等不及的玩家, 也可以直接入手这套冠军皮肤。 毕竟五折之后再打85折, 也便宜不了几块钱了, 早买早享受。 而且, ICL联赛春季赛的夺冠队伍 不一定会用到冠军皮肤的这五个英雄, 到时候, 这个85折到底存不存在, 还是两说。 总之, 这次指头公司和龙羽集团 针对冠军皮肤的活动, 可以说是非常慷慨, 诚意十足。 这也是被腾达给逼的。 如果不是有God这个丧心病狂, 隔三差五就疯狂见卖皮肤的竞争对手。 指头公司和龙羽集团 绝对不可能这么下血本的打折。 裴谦满意地点点头。 很好, 有这样的对手, 烧钱才过瘾吗? 而且, 龙羽集团针对冠军皮肤的宣传方案, 把指头公司下促活动时的折扣 也给暴露了。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指头公司应该会在下促活动 给大部分在售皮肤打五折, 甚至可能会放出一部分限定皮肤。 提前预估指头公司下促活动的方案之后, 裴谦就可以搞事了。 他打算在6月22号的时候, 逼指头公司提前四天开启下促活动, 到时候, 优惠力度将全面超过指头公司目前规划的优惠力度。 四天时间, 足够指头公司做出反应。 到时候, 他们只能被迫继续加大打折力度, 跟腾达一起愉快地烧钱。 一想到这里, 裴谦就不由地露出笑容, 旁扶看到了腾达的潜如流水一般花出去的美妙场景。 看了这么多, 还不知道这套冠军皮肤到底是什么样呢? 按理说, 冠军皮肤会给FV俱乐部分成, 不过好在大头都是分给队员们的, 俱乐部只拿一小部分, 而且会用于俱乐部的日常运营。 就算赚了钱, 应该也不会对腾达这边产生太大影响。 现在, FV战队的冠军皮肤还没有正式开卖, 但指头公司和龙羽集团的官网上, 已经放出了相关的宣传物料, 包括冠军皮肤的原画和游戏中的模型。 这次的冠军皮肤名字是黑金科技, 整体的色调也是黑金配色, 看起来低调, 深沉的同时还带有一点点奢华。 所有英雄在大招未就绪和就绪时是两重状态, 盔甲覆盖率会有不同。 大招未就绪时, 身上的盔甲覆盖较少, 金色特效也少。 而大招就绪后, 黑色的高科技材质盔甲会将全身包裹得非常严实, 而且, 全身会有流动的金色光效, 非常亮眼。 除此之外, 这套冠军皮肤还有很多细节, 比如, 回程时会有绿色的代码特效, 和FV战队的logo, 范围技能会爆出大量的金光特效等等。 看得出来, 对于这套皮肤, 纸头公司还是相当下血本的, 最终的效果也非常不错。 但是裴谦看完了之后, 却总觉得有种莫名其妙的既视感。 怎么感觉这么熟悉呢? 尤其是这个爆金光的特效, 怎么这么像撒币刺猬? 而且不是一个两个的问题, 五个都很像。 裴谦刚开始还莫觉得, 但越看越觉得像。 莫蒂斯特虽然没有黑色盔甲, 和类似程序代码, 科学公式一样的绿色字符特效, 但整体的感觉, 尤其是金光爆开时的效果, 却实在是神似。 而且, 这些模型的动作和神态, 似乎也有一些相似, 不知道是不是错觉。 甚至将莫蒂斯特扔到这五个英雄里面, 都会让人怀疑, 这是不是同一个系列的皮肤。 裴谦挠了挠头, 这什么情况? 是巧合, 还是怎么回事? 刚开始的时候, 裴谦并没有特别在意这个问题。 撞山吗? 难免的事情。 同为Mobile游戏, 设计师的很多灵感很容易碰到一起, 更何况都用上了金色元素, 本来就会比较像, 有一些既视感也是很正常的。 就这一点点的既视感, 也谈不上抄袭。 指头公司是家大公司, 应该还是要脸的。 但裴谦鬼使神差地翻了翻网友们对这套皮肤的评论, 突然意识到情况有些不对劲。 显然, 网友们也同样觉得, 这套黑金主题的冠军皮肤, 感觉上跟Gogg的撒币刺猬莫蒂斯特有些类似。 其中有一部分网友的看法跟裴谦一样, 觉得这是单纯的撞山, 是巧合。 但也有很多网友持不同观点。 我觉得, 这并不是巧合。 你们仔细看一下这张图, 我把撒币刺猬批到了这套黑金主题的冠军皮肤中, 结果发现, 毫无任何违和感, 甚至莫名的和谐。 这又该怎么解释呢? 这个网友在下面放了一张图, 原本这套冠军皮肤中的IOI英雄们, 姿势各异, 有战力的, 有半吨的, 横向排成一排, 看起来相当帅气。 但这个网友在他们的背后, 披上了一个巨大的莫蒂斯特。 而且, 这个莫蒂斯特还是特意经过了夸张处理, 本来就魁梧有力的身形被进一步放大了, IOI的英雄们都直到他的腰部。 莫蒂斯特那宽厚的臂膀, 粗壮的手臂和如同雨一般展开的金色光效, 完全占据了画面的上半部分, 就如同天使将士一般, 将下方的五位IOI英雄全都笼罩在了自己的金色光芒之下。 这个P图的难度并不高, 因为莫蒂斯特是从高精度原画上抠下来的, 额外加了一些金光特效而已。 但最终的成果却P的毫无违和感, 好像这六个英雄本来就是一体的, 底下的五个英雄就像是莫蒂斯特的小弟。 很快, 这张图就引发了网友们的热烈讨论。 我去, 毫无违和感啊。 简直是太合适了。 虽然莫蒂斯特的原画, 没石膜科技感的元素, 但这五个英雄的冠军皮肤, 却跟莫蒂斯特莫名契合呀。 看到这张, 突然意识到了一个问题, 就是, 这五个英雄, 跟莫蒂斯特, 可不仅仅是金光特效有点像, 在很多地方, 都有些神色啊。 金光特效也有很多种, 有的更偏向于金币, 而有的更偏向于霞光, 还有的像是水纹。 而莫蒂斯特, 和这套冠军皮肤用的金光特效, 都更接近于金币的感觉, 风格上是统一的。 而且, 这个系列皮肤的五个英雄, 都给人一种拽拽的感觉, 这一点, 也跟莫蒂斯特的性格很像。 你看这些人站立的姿势, 一个个拽得跟二五八万似的, 简直跟莫蒂斯特, 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 我这有个小道消息, 我有个朋友认识, FV俱乐部的工作人员, 据说这套皮肤, 就是为了致敬裴总的。 要知道, FV战队刚开始, 只是个二流战队凭什么, 能拿世界冠军。 就是靠裴总烧钱, 给他们提供强大的后勤保障, 又派出数据分析师为, 他们提供数据支持。 所以, 这套冠军皮肤的两个主题, 分别是金色和数据, 就是为了纪念裴总的。 竟然还有这回事? 那这样倒是说得通了, 毕竟莫蒂斯特, 就是以裴总为原型设计的, 同样都是为了致敬裴总, 自然在设计上会, 稍微有点撞车了。 我觉得, 你们可能想得太复杂了, 多半是纸头公司的原画师偷懒了, 想用金色元素, 又看到莫蒂斯特的金色元素很好看, 所以就顺手借鉴了一下。 你这么说就不对了, 太瞧不起纸头公司原画师的职业素养了。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 莫蒂斯特的原画是软大佬的作品, 本来就很优秀, 莫蒂斯特作为Gog的代表英雄太出名了, 形象太深入人心了, 纸头公司的原画师看得多了, 想要创作一些带有金色元素的原画时, 不知不觉, 下意识地就用上了莫蒂斯特的美术风格。 玩家们众说纷纭, 也分不清这些小道消息, 哪些是真, 哪些是假了。 但是在讨论中, 玩家们逐渐确立了一个共识, 确实像, 尤其是在P的这张图出来之后, 简直是越看越像。 至于为什么像, 大家各执一词, 谁也说服不了谁。 有些人认为纸头公司的原画师, 就是故意借鉴, 也有人认为, 纸头公司的原画师是无形之诗, 是创意上的撞车。 但不管怎么讨论, 有一点是不会变的, 这套皮肤跟莫蒂斯特的形象, 彻底捆绑在一起了。 这张P的图影响力实在太广泛, 太深刻了。 以至于很多玩家看到黑金科技五个英雄站在一起的初始原画时, 总觉得好像缺了点什么东西。 缺了什么呢? 显然是缺了, 站在他们背后, 用宽厚的臂膀为他们遮风挡雨的莫蒂斯特啊。 一旦接受了这种设定之后, 这套黑金科技的冠军皮肤, 就再也没办法独立存在了。 而是跟莫蒂斯特给牢牢地捆绑在了一起。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 不仅仅是因为他们长得像, 也是因为这套冠军皮肤背后让人津津乐道的故事。 可以说, 没有裴总、 莫蒂斯特的豪质千金和数据支持, 就不会有FV战队的夺冠, 自然也就不会有这套黑金主题的冠军皮肤。 所以, 游戏内外的诸多元素, 将这套冠军皮肤的形象和莫蒂斯特的形象牢牢地捆绑在了一起, 再也无法分开。 而更可怕的是, 玩家们还在不断地挖掘, 引申更多含义。 龙语集团, 爱瑞克翻着网上的评论, 整个人都处于一种愤怒且震惊的状态中。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怎么会这样? 明明是我们发了冠军皮肤, 怎么全都在讨论Dog、 莫蒂斯特和腾达。 赵旭明的宣传方案他也看了, 完全不觉得有任何问题, 觉得裴总那边就算是反击, 也得等到下促的时候了。 然而没想到, 本来万无一失的冠军皮肤, 闹出了妖蛾子。 这个弯转的实在太急了, 爱瑞克之前一直在专心思考别的事情, 并没有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 差点把妖给闪了。 会议室的其他人也都低着头, 大气都不敢喘。 因为现在的情况实在太糟糕了。 指头公司和龙语集团放出黑金科技主题冠军皮肤之后, 虽然在网上引发了不错的反响, 但大家全都在讨论腾达和Gog的莫迪斯特。 讨论这套皮肤本身的网友, 几乎没有。 更可怕的是, 玩家们脑洞大开, 挖掘, 引申出了许多其他的含义。 莫迪斯特代表裴总, 是他打造了这套黑金科技的冠军皮肤, 金色代表腾达豪质千金, 科技代表裴总提供的强大数据支持。 这套皮肤象征着裴总组建战队征服IOI, 并在IOI的荣誉殿堂中永远地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时隔几个月之后, 人们再度回忆起了之前IOI全球总决赛时FV 作为腾达和裴总的代表队伍大杀四方的画面。 其实指头公司在给FV战队制作冠军皮肤的时候, 就已经预料到了, 等这套皮肤出来之后, 肯定会被再编尸一次。 但万万莫想到, 编尸竟然会来得这么猛烈, 这么不讲武德。 艾瑞克努力地深呼吸了一下, 看向赵旭明。 赵旭明一缩头, 你看我干嘛呀?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 确实, 宣传方案是我做的没错, 但我也只是根据冠军皮肤做了一个很正常, 很合理的宣传方案而已啊。 这次出问题, 不是皮肤本身的问题吗? 你该去找设计皮肤的人算账啊? 看到艾瑞克表情不善, 赵旭明觉得, 自己得立刻, 马上把这口即将扣到自己头上的黑锅给甩出去。 这一定是裴总的阴谋! 裴总真是好算计啊! 这显然是从FV战队夺冠的时候就已经做好的计划, 今天才图穷比线。 大家仔细想想, 现在国内的MOBA游戏市场处于一个什么状态? 其实增量市场已经快要被瓜分完了, MOBA游戏的知名度已经很高了, 其他类型游戏的玩家, 好转化的基本上也都转化了。 所以, 现在Gog和IOI的战争已经逐渐转化到了存量市场, 也就是要互相抢对方的玩家。 这谈何容易? MOBA游戏本身有很高的学习成本, 熟悉了一款游戏之后再去玩另一款游戏会很不适应。 这时候就需要找一个破局点。 这个破局点可以是一个辨识度很高的英雄形象, 也可以是一个让玩家们津津乐道, 口口相传的故事。 而裴总把这两点结合了起来。 FV战队夺冠之后, 裴总知道我们要给FV战队做冠军皮肤, 所以肯定一早就叮嘱好了, 让FV战队做一个跟莫蒂斯特风格类似的系列皮肤。 同时, 为了消除我们的怀疑, FV战队的队员们在提需求的时候, 故意绝口不提莫蒂斯特, 可在后续的沟通中, 却要求我们的画师反复修改方案, 一点一点地往莫蒂斯特那个风格上去引导。 所以, 最后的成品才会跟莫蒂斯特非常神似。 裴总的目的, 何其歹毒? FV战队是他的战队, 在很短的时间之内, 他把FV战队从一支国内二流队伍打造成了世界冠军, 夺下了IOI全球总决赛第一个总冠军。 这对于裴总来说, 是一个相当值得纪念的荣耀。 但他要的, 显然不止这些。 他之所以搞了, 这么一套冠军皮肤, 就是想要把这套冠军皮肤跟莫蒂斯特的形象给牢牢地结合在一起。 以后IOI的玩家一看到冠军皮肤, 就自然而然地联想到莫蒂斯特, 又联想到GOG和腾达集团。 这就是一个破局点, 他会潜移默化地让IOI玩家认可, 接受GOG并逐渐蚕食我们的玩家群体。 这都是裴总的阴谋, 跟我做的皮肤促销方案, 没有任何关系啊。 听完赵旭明的这番话, 众人纷纷点头, 脸上也露出了恍然的表情。 这模一分析, 裴总确实歹毒。 原来这个阴谋, 早在FV战队刚夺冠的时候, 就已经在谋划了。 现在看来, 裴总的谋划果然是天衣无缝, 不仅骗过了指头公司和龙语集团的所有人, 也骗过了玩家们。 直到冠军皮肤正式开始宣传, 木已成舟的时候, 才图穷笔线, 一箭封喉。 现在, 指头公司和龙语集团哪怕想后悔, 也来不及了。 即使他们现在, 把这套冠军皮肤回炉重作, 也于事无补, 甚至处境会更糟糕。 玩家们, 还是会将这套冠军皮肤, 和莫蒂斯特联系在一起。 而且回炉重作的话, 相当于裴总再次大获全胜, 不费吹灰之力, 就看指头公司闹了两次笑话。 所以, 明明这套冠军皮肤在挖IOI的墙角, 明明是在围腾达做嫁衣, 却也不能撤, 只能硬着头皮继续卖。 这可实在是太难受了。 艾瑞克双目微逼, 默默地叹了口气。 赵旭明说得对, 这次出事, 确实跟他没关系, 不是宣传方案的问题, 是皮肤本身出了问题。 也不能把郭甩给冠军皮肤的设计师们, 毕竟, 他们只是认真的完成了自己的工作。 艾瑞克和赵旭明两个人, 一直跟裴总交手, 都莫能看出裴总的这一步棋。 更何况, 那些远在大洋彼岸, 从未跟裴总打过交道, 只负责设计皮肤的设计师们呢。 这是确实谁也怪不得。 要怪就只能怪裴总实在是太狡猾了。 艾瑞克靠在椅子上, 久久没有说话。 重新成为IOI的大华夏区负责人的时候, 他本来雄心勃勃, 觉得自己找到了腾达的命门, 击败裴总不在话下。 可现在, 他却只有一种深深的无力感。 坚持下去, 似乎也完全看不到任何的希望。 该怎么办呢? 与此同时, 裴谦也正在自己的办公室里, 长须短叹。 该怎么办呢? 这冠军皮肤的事情, 真的跟我没关系啊。 说出来, 大家可能不信, 这完全是FV战队自作主张, 是他们先动的手。 裴谦显然也从网友们的评论中, 看到了这套冠军皮肤产生的恶劣影响。 撒逼刺猬莫迪斯特这个形象, 怕是要更加深入人心了。 而且, 指头公司那边又是跟FV战队沟通, 又是没日没夜的改方案, 最后做出来这么一套精良的冠军皮肤, 热度却全都被腾达给抢去了。 这对于指头公司那边来说的, 是一个多么巨大的打击。 当然, 冠军皮肤的钱, 是不少挣的。 关键是, 心态上有点难以承受啊。 裴谦甚至有点想自掏腰包, 给艾瑞克请个心理医生, 或者至少是心理疏导师, 疏导一下了。 毕竟不是每个人都有自己这种百折不挠, 越挫越勇的大无畏心态。 像艾瑞克这种心理比较脆弱的人, 怕是很容易在重压之下崩溃。 裴谦绝对不希望艾瑞克崩溃。 如果艾瑞克不想干了, 鬼知道指头公司下一个派过来的大华夏区负责人, 是个什么样子? 万一指头公司内部看到三任大华夏区负责人的悲惨下场, 尤其是二进攻的艾瑞克的惨状, 直接选择放弃大华夏区市场, 随便派个阿猫阿狗过来摆烂怎么办? 到时候, 不管腾达怎么烧钱, 指头公司的心负责人就是不跟, 岂不是很僵硬? 那还怎么愉快地烧钱? 虽然到海外市场也能继续烧, 但终究是鞭长莫及, 不太方便。 所以, 裴谦也只能暗自祈祷, 希望艾瑞克能够坚强起来, 和自己一样越挫越勇, 直面惨淡的人生, 和淋漓的鲜血。 要是有办法的话, 裴谦还真想帮艾瑞克一把, 可惜, 帮不得。 这冠军皮肤都已经做出来了, 现在不管是改还是不改, 热度都已经被腾达给抢完了。 就算裴谦站出来澄清说, 这套皮肤跟莫蒂斯特一点关系都没有, 让大家不要瞎猜, 那也没用啊。 反而, 可能会适得其反, 让大家觉得, 这是在起脸嘲讽, 进一步打击艾瑞克的心态。 艾瑞克的心态, 应该已经很崩了, 受不得这种刺激。 所以, 裴谦只能选择冷处理, 眼不见心不凡。 只能是默默祈祷, 艾瑞克能够挺过来吧。 暂时不去管冠军皮肤的事情, 裴谦再度打开各部门的工作报告, 查看未来一段时间, 各部门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工作。 下周, 小吃集市就要正式开放营业了。 对于小吃集市, 裴谦一点都没有信心。 毕竟在孟畅看来, 小吃集市和体验店一样, 都是板上钉钉, 必定会火的项目。 而孟畅的眼光, 在体验店上, 已经应验了。 小吃集市, 多半也是凶多吉少。 但不管怎么说, 筹备了这么久, 该营业还是要营业的, 宁可咬着牙赚钱, 也绝不能拖延, 影响结算。 哪怕真的火了, 大赚特赚, 也只能咬牙硬扛了。 不过说到孟畅, 裴谦打开日历看了一下, 发现孟畅给终点中文网灵感般制定的宣传方案, 从正式宣传到现在, 就快到两周时间了。 方案是上周一出的, 因为宣传方案特别简单, 就只是一张图, 所以铺开得特别快。 到下周一的时候, 这个宣传方案就满两周了, 到时候, 不管最终结果如何, 孟畅都能拿到保底的提成, 也就是5000块的基础工资, 加上2000块的保底, 一共7000块。 可能这个钱依旧不算多, 但对于常年只能拿3000底薪的孟畅来说, 已经是翻倍了。 更何况, 这2000块的保底提成不全是钱的问题, 它也涉及到尊严问题。 孟畅一向自诩为宣传方面的大手子, 心理学大师, 自认为可以将网友们的注意力玩弄于鼓掌之中, 翻手为云, 覆手为雨, 轻轻松松地, 就制造许多热度。 然而来到腾达之后, 却是屡战屡败, 欲挫欲不勇。 这对于孟畅的三观, 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拿到这个2000块的保底提成, 将极大的提振孟畅的信心, 让他有信心也有热情, 把更多的精力, 投入到未来的宣传方案中去。 而距离这个关键时刻, 就还差四天时间了。 今天已经是周三了, 熬过这周日, 提成就能拿到手了。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孟畅的宣传方案, 可以说是非常成功。 那张丑了八级的图, 果然莫引起太大的波澜。 就算有讨论, 也都是讨论这张图有多丑的。 有些网友觉得, 这个宣传方案, 可能是外包给了外行负责。 所以图也丑, 宣传方式也莫心意。 最关键的是, 完全不懂业内数据, 闹了笑话。 把这些作品的数据摆了出来, 自以为是什么非常傲人的数据, 实际上反而是字节短处, 一笑大方。 如果保持这种势头到月底的话, 孟畅说不定能拿好几万的提成。 然而, 裴谦却总觉得心里不踏实。 这种奇怪的危机感, 到底是从何而来呢? 可能是源自于裴谦无数次, 在成功前夜倒下的悲惨经历吧。 遥想当年, 裴谦自己也曾是一个和孟畅一样满怀热血, 但又总是心存侥幸的年轻人。 每次都觉得, 马上就要结算了。 只要这个项目保持亏损, 就一定没问题。 但往往这么想的时候, 亏损的项目, 就突然因为一个莫名其妙的原因而爆火了。 这到底是巧合呢? 还是命运的捉弄吗? 裴谦自己也说不清楚。 但五次三番地遭重之后, 裴谦已经明白了一个简单的道理, 越到成功前夕, 越要打起十二分的精神, 做足充分的准备。 而孟畅, 恐怕还没有将这件事情认识得这么深刻。 所以, 裴谦觉得自己作为一个过来人, 有责任也有义务提醒一下他, 省得他得意忘形, 功亏一篑, 把心态给完崩了。 拿起手机, 裴谦默默地叹了口气。 我太不容易了。 不仅要调整自己的心态, 还得时刻帮助艾瑞克和孟畅这些人调整心态, 生怕他们心态突然崩溃, 不陪自己玩了。 可裴总的痛苦, 又能有谁知道呢? 电话很快接通了。 喂? 裴总? 孟畅的声音听起来透着一点点轻松, 一点点如是重负。 显然, 经过了一周多的提心吊胆之后, 他发现自己的方案非常成功, 没有引发任何必要或者不必要的关注, 于是心态逐渐放松了下来。 裴谦问道, 你的宣传方案, 最近情况如何? 孟畅笑了笑, 回答道, 托裴总的福, 还算顺利。 尤其是您下发通知, 要求腾达内部的各个部门给灵感般作品版权开发的事情保密, 确实帮了大忙。 而且, 内部泄密提成可以照拿的规定, 也让我的心态放松了不少, 能够用更冷静的状态制定宣传方案了。 虽然孟畅时刻提醒自己, 对裴总这种老狐狸要警惕, 警惕, 再警惕。 但这次的事情, 裴总确实是帮了大忙。 如果没有裴总及时帮他堵上漏洞, 恐怕内部一旦把灵感般作品版权开发的事情泄露出去, 他就得吃不了兜着走。 尤其是在听说腾达游戏部门已经开始进行《永舵轮回》这个DLC的初期制作准备之后, 梦畅更是吓出了一身冷汗。 这个消息要是传出去, 整个灵感般的关注度绝对暴涨。 到时候, 花出去的这些宣传经费, 还有那个丑了巴基的宣传方案, 怕是都会变成热度燃烧的新柴, 局面必然会一发不可收拾。 还好, 腾达内部的保密效果做得好, 所以, 梦畅也就逐渐放下心来, 眼瞅着再有三四天就能拿提成了, 整个人都处于一种愉悦而轻松的状态。 裴谦一听, 就感觉有些不妙。 交兵必败啊! 梦畅这种状态, 显然是对因果律这一世界存在的客观规律认识不足, 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裴谦立刻用非常严肃的态度沉声说道, 你这种心态, 非常危险。 确实, 距离你拿到保底提成, 就只剩四天时间了。 但是你别忘了, 行白理者半九十? 宣传方案已经砸出去一周多了, 宣传经费也花了很多, 现在只是表面上看起来热度不鲜, 但实际上, 却已经在网友们心中埋下了种子。 现在这个状态, 看起来是一片歌舞生平, 实际上却是危机四伏, 是最危险的时候。 之前你有多少次都是在最后关头翻车? 好了伤疤忘了疼, 越是这个时候, 越是要打起精神, 认真戒备。 裴谦这一番话, 把孟畅给说猛了。 虽然不论是语气还是内容, 都是很正常的上级嘱托下手的感觉, 但怎么就是感觉这味道有点不对劲呢? 虽然梦畅觉得有些莫名其妙, 但认真细品一下裴总说的话, 发现还真挺对的。 有多少次都是在最后关头翻车了? 越是这种情况, 越不能掉以轻心啊。 如同一盆冷水当头浇下, 梦畅瞬间有了一种醍醐灌顶的感觉, 收起了之前散漫, 乐观的心态瞬间变得严肃。 对, 裴总你说得很对, 我一定注意, 但是, 我应该怎么戒备呢? 从道理上, 蒋确实是要戒备的, 但是对于如何戒备, 梦畅是一点头绪都没有。 在裴总给各关联部门发通知, 并且约定, 如果内部泄密, 依旧可以拿到提成之后, 梦畅觉得在腾达内部出问题的概率, 已经是微乎其微, 基本不存在了。 这还能怎么戒备呢? 难不成顺着网线找到所有的玩家, 按着他们的脖子说, 你们都不许给我讨论灵感般的事情, 那也做不到啊。 这句话, 把裴谦也给问住了。 如何戒备? 我特摩, 要是能预知这种事情, 我还会每天都为如何亏钱小破头。 我还需要天天翻各部门的工作报告, 看管裴生们的密折。 你自己的问题, 你自己想啊。 我提醒你一句, 已经是人至意尽了。 裴谦沉默片刻之后说道, 这我也不知道, 你自己好好想想, 还有没有什么疏漏的地方。 反正到时候拿不到提成, 也别怨天尤人, 我已经提醒过你了。 挂了电话之后, 梦畅看着手机陷入了沉思。 他怀疑, 裴总已经看出了问题, 但故意不跟他说。 这倒也完全可以理解, 毕竟裴总跟他的利益, 是完全相反的。 能这样提醒一句, 已经是人至意尽了, 不能奢望更多。 但是, 到底哪里有问题呢? 腾达内部, 应该是没尸磨问题了。 所以应该, 把目光投向外部, 投向玩家群体中。 尤其是, 永舵轮回, 这个DLC已经, 提上开发日程。 据说设计稿都已经有眉目了。 要说近期出问题的话, 多半是在这个项目上出问题。 而这又是一个游戏项目。 梦畅想了许久, 突然灵光一闪, 一个非常危险的身影, 出现在他的脑海中。 乔老师啊! 凡是涉及到游戏的问题, 怎么能忘记乔老师呢? 要知道, 腾达的很多款游戏, 都是因为乔老师的推荐, 而活起来的。 虽说随着腾达游戏的知名度日益提升, 乔老师的影响力, 已经不再像以前那么明显, 但他依旧常常会充当一个导火线的作用, 不可不防。 梦畅越想, 越觉得, 自己没有采取任何措施, 防范乔老师是一个巨大的错误。 如果不是裴总提醒, 说不定未来两天, 在自己美滋滋的时候, 就会翻车了。 必须对乔老师采取必要措施, 让他不能掺和进来, 能坚持到这个月底最后, 就算不能, 也至少坚持到下周。 但怎么做呢? 让乔老师闭嘴, 不太容易操作, 反而会欲盖弥彰。 给一笔封口费, 让乔老师绝对不能提及任何关于永舵轮回的信息。 问题在于, 封口费也不能算在宣传经费里头。 自掏腰包的话, 就梦畅兜里这撒瓜俩走, 人家乔老师也看不上。 再说, 梦畅这点底心, 基本上是月光状态, 也根本不可能有这个闲钱, 即使有也舍不得。 所以最终的思路, 还是得落到宣传经费上。 梦畅很快就想到一个办法, 不能预盖弥彰, 但可以转移视线。 拿出一部分宣传经费来, 把乔老师的目光, 转移到其他的地方去。 他没精力, 末时间关注, 涌舵轮回, 和灵感般的作品, 不就行了吗? 那么, 转移到什么地方呢? 梦畅突然想到一个不错的方向, 持行工作室的VR项目, 还有正在开发的新游戏, 动物海岛。 拿出一笔宣传经费, 让乔老师去抢先体验动物海岛。 持行工作室, 有腾达的投资, 腾达的宣传部门拿出点小钱, 提前安排一下前期宣传工作, 不过分吧? 当然, 以后, 动物海岛, 也是要宣传的。 但到时候, 梦畅只要不选这个项目, 选其他项目, 不就可以了吗? 放弃这个多半会成功的项目, 来赚这个月的提成。 梦畅觉得, 这是一笔相当划算的买卖。 而且, 乔老师是个游戏迷, 让他能够提前体验腾达参与研发的新VR游戏, 他一定会特别高兴。 到时候, 以新项目需要保密为, 又让他闭关到这个月底进行体验。 尽可能的切断, 他与外界的联系, 不就完美地达到目的了吗? 梦畅越想越觉得合适, 立刻询问了一下VR游戏的开发进度。 目前持行工作室的各项工作, 正在有条不紊的进行之中, 动物海岛, 已经有初始的demo可以玩了。 VR眼镜虽然还没有成品, 但可以用外国其他品牌的VR眼镜进行体验。 毕竟, 动物海岛的开发和测试, 也是需要用VR眼镜的, 不可能等到神华那边的VR眼镜, 研发完成之后再开发游戏, 那就不敢烫了。 所以, 梦畅打算先去跟持行工作室沟通, 说乔老师有意体验一下新的VR游戏, 测试测试, 提提意见, 再去找乔老师, 就说持行工作室正在开发VR游戏, 想邀请他作为特别体验员, 去闭关, 体验一段时间, 帮助改进一下游戏, 还会有一笔专门的评测费用。 这个操作, 跟那个比尔盖茨女婿的段子, 差不多。 唯一的区别在于那个段子是纯扯淡的, 没有可行性, 但梦畅的这个操作是有可行性的, 而且成功几率无限趋近于100%, 梦畅立刻付诸行动, 先去找持行工作室, 毕竟这个事情不能拖, 每多拖一天, 就多一天的风险。 乔老师对于梦畅的提成, 是一个巨大的威胁, 不能放任他在外面晃悠, 一定要尽快关在笼子里, 梦畅的心里才能踏实。 6月14日, 周四, 终点中文网作者灵感班, 《勇舵轮回》, 小说的原作者于飞, 正在工作区, 眉头紧锁, 认真修改剧情。 原本冷冷清清的工作区, 现在已经占满了大半。 不仅是崔耿这三位作品, 获得版权开发的作者, 在改作品, 灵感班的其他作者, 也都在忙着创作。 有的是在打磨作品, 有的是在重构整个故事结构, 有的是想要抓紧时间, 把现在的作品完本, 再开一个新坑。 整个灵感班的气氛, 跟之前相比, 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弯。 显然, 是裴总给灵感班, 重新注入了生机和活力。 之前大家全都是为了买断的钱, 而闷头血, 刚开始还比较有热情, 但很快就失去了目标。 因为一本书的成绩固定了之后, 再怎么努力, 也很难有所突破, 作者们自然也就倦怠了。 但这三部作品的版权开发, 让所有作者, 全都看到了曙光。 他们能行, 我努努力, 肯定也能行啊。 所以, 大家再度找到了奋斗的目标, 在工作区认真创作的作者, 也越来越多了。 于飞尤其努力, 因为, 永舵轮回, 已经确定了, 会由腾达游戏, 作为回头是岸的官方, DLC进行开发。 裴总, 更是在会议上, 当场提出一系列全新的设计, 让于飞这个, 回头是岸的老玩家听了, 激动不已。 作为一个同人作者, 世界上最幸福的是, 莫过于此。 自己的同人作品, 被官方认可。 而且还作为官方正统续作开发, 甚至还根据自己作品的特点, 对游戏的原本玩法, 进行了大修, 让游戏本身, 更契合小说。 简直是让人受宠落惊。 所以, 于飞必须保证小说的内容足够完美, 不能给游戏拖后腿。 又修改了一段剧情之后, 于飞靠在椅子上伸了个懒腰, 喝了口咖啡提神。 休息期间, 他打开自己的粉丝群, 习惯性地想看看, 沙雕群友们在讨论些什么。 咦? 狗作者又在修改, 永舵轮回的内容啊? 真的假的? 你怎么知道? 我闲得没事干, 正在二刷呢? 结果Abby突然提示我, 章节内容更新了, 我再一刷, 剧情全变了。 确实, 我之前缓存的内容也都不见了, 需要再下载一遍。 而且, 这改动可够多的啊, 前面的一百多章, 至少有六十多章有改动。 那岂不是跟重写差不多了? 也不是, 有些章节就只是改了改对话和物品名字, 不影响剧情, 只有少数章节对剧情大修了。 那也很费劲了呀。 其实写过书的都知道, 大修比写新书还要痛苦多了, 因为写新书, 相当于是在一张白纸上作画, 几乎没有限制。 但大修的话, 需要注意前后文的剧情和伏笔, 就像是李顺一坨乱糟糟的线头, 很熬人的。 狗作者是不是脑子进水了? 这本书, 还有什么大修的必要吗? 我也觉得莫必要, 这本书不算差, 只是不太符合网文末世而已。 我觉得, 这本书以回头是按玩家的角度来看, 能给个八十分, 大修无非是从八十分提升到八十五分, 甚至九十分, 但九十分也没用啊, 又不会有多少新读者, 买断至按字数付费, 修完了也不会有额外的收入。 要我说, 狗作者有这个经历, 还不如再开一本新书呢? 跟这本已经定型了的书, 一直死磕, 真的没必要。 群友们各书己见, 但很显然, 大部分人都对于飞的行为不太理解。 因为在网络小说这个领域中, 大修本来就是一种非常不提倡的行为, 死扣细节, 精益求精, 所获得的收益往往不如多更新一点, 量大管保。 与其搞这种费力不讨好的操作, 还不如多写点新内容。 于飞也算是终点中文网的老牌作者了, 显然很清楚这个道理, 但他却一直在大修, 完全没有要停下来的意思。 这让很多他的老读者感到极其费解。 于飞不由得露出笑容, 真的很想立刻就跟读者们分享版权开发的好消息啊。 但是裴总说了, 得保密, 终点中文网的作者们自然也要遵守这个规定。 所以, 于飞决定不做回应, 继续闷头专心修改。 反正群友们这么聪明, 这么机制, 早晚都会猜到的。 与此同时, 持行工作室。 来, 这边。 孟昌对乔良做了一个请的手势。 乔良赶忙点头跟上, 脸上一副期待中又带着点受宠若惊的表情。 没想到, 腾达竟然会请自己来做这款全新VR游戏的特约体验员。 虽说之前, 乔良也受邀体验过, 回头是暗, 但那已经是很长时间之前的事情了, 竞技款游戏, 比如, 使命与抉择, 和, 健身大作战, 乔良都没有获得这样的待遇, 甚至连新游戏的风声, 都没有听到太多。 他并不知道, 这是裴总特意瞒着他, 还以为是裴总有什么特殊的, 宣传, 或者营销方面的考量。 虽说替裴总想了很多的理由和借口, 但乔良心里对新游戏不请自己测试这件事情, 还是有点小芥蒂的。 怎么的? 我乔老师作为最懂裴总的人, 连提前体验一下腾达游戏的特权都没有了吗? 这实在是让人很难过。 所以, 这次乔良受到梦畅的邀请, 来持行工作室体验腾达游戏参与研发的第一款VR游戏, 才会如此的期待, 激动, 受宠若惊。 腾达的新游戏又需要自己了, 这会不会是某种非常积极, 正面的信号? 距离我正式转为腾达外部员工, 是不是不远了? 乔良不由地开始脑补, 即将走入工作区, 梦畅停下了脚步。 乔老师, 是这样的。 因为这次的游戏尚处于测试阶段, 现阶段的品质无法代表最终完成的品质, 后续也不确定会进行怎样的修改。 所以, 希望你能够对这个项目保密, 千万不要有任何的消息流传到网上。 如果可以的话, 希望你能够尽可能递手, 进行一些网上的讨论, 包括论坛, 粉丝群等等。 乔良一拍胸脯, 你放心, 我是一个有职业素养的人。 绝对守口如瓶, 一个字都不透露。 那个, 日常粉丝群聊天, 但是不说这款游戏的事, 行吗? 梦畅想了想, 点头说道, 可以。 虽然只是口头上的承诺, 但据梦畅的了解, 乔老师这个人说话还是比较算数的, 只要答应了的事, 都会努力去遵守。 而且, 梦畅最多也就是要一个口头上的承诺了。 否则能怎么办呢? 总不能再是晚期间, 把乔良给软禁起来, 不让他在粉丝群里说话吧? 那也太离谱了, 根本不可能做到。 所以, 要一个口头承诺, 对梦畅来说已经足够了。 哪怕乔老师在粉丝群里聊天, 但只要不说关于动物海岛的事情, 那就没问题了。 毕竟他让乔老师来试玩这款游戏, 主要目的是为了转移乔老师的注意力, 让他不要掺和到永舵轮回里面去。 唯动物海岛保密, 只是个顺带着的事情。 达成共识之后, 两个人继续往里走, 很快见到了林婉和叶之舟。 林婉, 叶之舟跟乔良彼此都认识, 见面之后亲切握手, 场面十分和谐, 融洽。 然而, 林婉和叶之舟看向梦畅的眼神, 却并不怎摸友善, 冷漠中还带着一点警惕。 虽然梦畅现在是宣传营销部门的负责人, 从身份上来说也算是腾达的一份子, 但林婉和叶之舟对他之前的行事风格和所作所为还是有所了解的。 虽然进入腾达之后, 梦畅正在逐渐地被裴总给改变, 但谁知道改变到哪个阶段了呢? 所以, 林婉和叶之舟等人对他还是处于一种天然的戒备状态。 梦畅非常敏锐地感觉到了自己跟这里的气氛格格不入, 所以打了个哈哈之后就准备开溜, 好了, 林总你们来接待一下乔老师跟他对接游戏体验的事情吧, 我先走了。 离开池航工作室以后, 梦畅长出了一口气, 还好, 一切顺利。 虽说有一点点小瑕疵, 但他的计划算是成功了, 乔老师未来一段时间肯定会全身心地投入到动物海岛的评测之中, 不会关注到, 涌舵轮回, 干掉了提成路上的一个隐患。 所谓的小瑕疵是指他的计划稍微引起了林婉的怀疑。 梦畅先给林婉打电话说乔老师想参与测试一下动物海岛, 在林婉答应了之后, 又打电话给乔老师说邀请他到持行工作室去参与动物海岛的测试。 就这样牵线搭桥上了。 可这个计划并不是天衣无缝的, 最大的隐患就是, 林婉、夜之舟和乔老师很熟。 但林婉, 乔老师和梦畅都不熟。 为什么熟人之间需要生人牵线搭桥呢? 这挺奇怪的。 梦畅给的解释是, 自己作为广告营销部的负责人, 刚好在下个月要做一个宣传方案, 跟乔老师和持行工作室有关系。 用这个稍显别角的借口, 算是糊弄了过去, 但很显然并不能完全消除林婉的怀疑。 当然, 这也不算什么大问题, 就算林婉对他的动机有所怀疑, 也不可能猜出这背后的真相, 毕竟梦畅和裴总的协议是绝对保密的, 不会有外人知道。 安排好了乔老师之后, 梦畅心里踏实多了, 准备回去继续思考哪里还有漏洞。 持行工作室中, 林婉给乔良在办公区找好了工位, 然后又拿过国外某品牌的VR眼镜交给他。 VR上有动物海岛的demo, 现在还处于开发阶段, 问题还是挺多的, 体验过程中如果发现什么问题, 可以随时向我们项目的主摄计时反馈。 林婉说道, 乔良立刻点头, 放心吧。 之前裴总就请我参与过, 回头是暗的内部测试, 当初我也是为这游戏的平衡性, 做出过巨大贡献的。 说起这个, 乔良一脸的骄傲, 他所谓的为平衡性, 做出过巨大贡献, 其实是他辛辛苦苦筛选出了游戏中最好用的武器, 然后被裴总砍了一个遍。 尤其是关刀等少数级把能降低游戏难度的武器, 简直是被砍的亲妈都不认识了。 那时候乔良也非常不理解, 甚至误以为裴总是在故意刁难自己。 但是浦渡一出, 乔良瞬间就理解了裴总砍这些武器的用意。 原来是为了凸显浦渡的强大, 让玩家能够更好地体验游戏内容。 所以, 乔良对于自己曾经为回头是岸做出的贡献, 一直颇为骄傲。 林婉笑了笑, 回头是岸? 那正好, 我们这个项目大概还有一个多月就能研发完成了。 到时候, 正好无缝衔接。 乔良愣了一下, 无缝衔接? 衔接什么? 林婉本来想说回头是岸的新DLC, 但是突然意识到不对。 自己不能说, 因为永多轮回, 这个DLC涉及到终点中文网灵感般作品的版权开发。 裴总明确说过不能泄密的。 好在林婉只说了一个无缝衔接, 其他的都没提。 这应该不算泄密吧? 林婉赶忙改口, 没石膜,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好了, 我还有事先去忙了。 你体验游戏吧。 有什么问题, 可以随时找我。 林婉说完赶紧开溜, 省得乔良察觉到异常, 袍根问底。 看着林婉离去的背影, 乔良有些困惑。 怎么是无缝衔接呢? 难道一个多月以后, 还有新的游戏给自己体验? 在终点中文网灵赶班作者们 都在疯狂修改自己作品的同时, 他们的读者群里, 有越来越多的读者 都在讨论同一个问题。 这群灵赶班的闲鱼作者们 到底是怎么了? 之前跟现在, 完全是两种不同的工作状态啊。 尤其是崔耿等三名作者, 这几天简直是高强度改文, 每天都得修个十来章。 而且, 这可不是普通的小修小补, 很多剧情上的内容都变了, 打磨得更合理, 更完善了。 估算一下, 这些人每天的工作时间 至少要达到五六个小时, 这还不算重新构思故事, 屡顺小说结构的时间。 如果把时间都算上的话, 估计工作时间要拉满八小时了。 对于这群贤鱼们来说, 工作满八小时 是多么离谱的一件事情。 而其他的作者们, 虽然修改作品的频率 没有这么频繁, 但要模式更新变多, 要模式筹备新书, 也全都摆脱了咸鱼的状态。 这到底是人性的扭曲, 还是道德的沦丧? 幸福感来得太突然, 甚至有点不真实了, 让读者们纷纷猜测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咸鱼一个接一个地集体翻身, 这背后肯定有什么特殊的原因。 如果一切待遇不变的话, 它们绝对不可能是 现在这个状态。 涨了稿费了? 不太像。 据我所知, 灵感般的买断稿费 已经是业界很高的水平了, 涨的可能性不大。 更何况, 如果真是涨了稿费, 崔耿和于飞 就该多更新或者开新书, 老是逮着老书 反复修改干吗? 修文又不给钱。 也许是新规定, 修文给钱了呢? 那其他作者干嘛不修文骗钱? 那, 还能是什么? 实在想不出来了。 可能是根据成绩给特殊的推荐位, 或者上其他的渠道。 要么就是, 有什么保底奖金。 网友们脑洞大开, 但基本都默猜到点子上。 毕竟终点中文网之前, 完全没有任何的版权开发作品, 所以网友们下意识地, 没有往那个方面去想。 他们所能想到的, 也无非是更好的推荐位, 更好的分销渠道, 或者更好的网站合约而已。 6月15日, 周五, 实行工作室。 乔良把昨天试完之后, 认真写好的体验报告, 和修改意见整理好, 发送给了持航工作室的主设计师蔡家栋。 目前的《动物海岛》只能算是半成品, 游戏内的角色、场景、 基础玩法等等都做得差不多了, 但作为VR游戏, 它最大的优势还完全没有展现出来。 因为角色、场景和基础玩法这些, 完全按照常规游戏开发就可以了, 做起来算是轻车熟路。 而设计中, 针对VR游戏模式进行的创新, 比如隔空取物、钓鱼、射箭之类的操作, 需要跟正在研发的手柄配合, 慢慢吊效。 手部动作幅度以及手柄震感等方面, 还需要慢慢完善。 但仅仅是试完了一下这Demo, 乔良也已经觉得很好玩了。 试完《动物海岛》VR之后, 给乔良留下最深刻印象的, 是他独特的美术风格。 这是一种在Q版基础上进行卡通渲染的美术风格, 各种色彩的饱和度很高, 用一种笔触感和大色块的方式, 描绘出偏蓝绿色的天空, 具有手绘材质的云彩和夸张的大气透视, 让人彷復置身于一副水粉画中。 乔良试完《动物海岛》VR使用的是某国外品牌刚出没多久的VR眼镜, 分辨率是2K。 如果是常规显示器的参数, 2K已经算是非常高清了, 普通人的肉眼基本不可能看到任何的像素点, 清晰度极高。 但在VR眼镜中, 即使上到2K分辨率, 也依旧难以消除乍格化效应, 也就是看东西仍旧会有大果粒的感觉。 但在进入《动物海岛VR》之后, 这种大果粒的感觉却因为这款游戏独特的画风而有所缓解。 乔良已经了解到, 痴行工作室正在设计开发的这款新的VR眼镜分辨率是4K的, 已经是目前技术水平能够支持的最高分辨率。 在这种分辨率下, 《动物海岛VR》将会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显示效果? 光是想一想, 都让人觉得非常期待了。 除此之外, 《动物海岛VR》里面的形象设计也让乔良印象深刻。 性格各异, 外观各不相同但都很可爱的擬人化动物, 行走时像喝了假酒一样七扭八歪的姿势, 还有游戏中许多充满设计感的建筑, 造型奇特的蒸汽科技风格的机器, 共同构成了一个独特而又新奇的世界。 戴上VR眼镜之后, 还真有一种穿越到了另外一个世界的感觉。 当然,在体验过程中, 乔良也发现了不少问题。 毕竟这款游戏目前还只是一个半成品, BUG很多, 也有一些设计上的漏洞。 乔良把自己有玩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一一记录下来, 全都整理好发给蔡佳栋。 表面上看起来是在做测试的工作, 但实际上还是有所区别的。 因为一般来说, 游戏测试只会严格按照设计稿来核对游戏内的功能, 验证这些功能是否完全符合设计师的设计方案, 一般不会对游戏的玩法设计提出意见。 而乔良则是以一个资深玩家的视角, 对游戏中现有的一些不合理的设计也提出自己的意见, 显然地位更高一些, 权限也更大一些。 又发过去一批修改意见之后, 乔良看了看时间已经是下午三点钟了。 今天是周五, 持勤工作室继承了腾达不加班的优良传统, 所以今天正点下班之后, 马上就是周六周日了。 乔良今天的工作已经结束了, 心满意足地拿了点零食和饮料, 然后偷偷地打开粉丝群。 我消失的这段时间, 粉丝们有没有想我呢? 乔良翻了一下聊天记录, 发现自己想多了。 粉丝们不仅没有想他, 甚至没有发现他消失了。 该聊啥还是聊啥, 聊天记录中完全没有涉及到 老乔或者乔老师这几个字。 乔良有点受伤。 果然, 这群人都是假粉丝, 只是一群无情的催更机器, 只有在催视频更新的时候, 才知道关心一下可怜的UP主。 不过乔良转念又一想, 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 可能还是因为自己经常潜水。 一年在粉丝群露面不了五次, 一有事还经常玩消失。 所以, 粉丝们平时不讨论, 他这个狗群主似乎也就变得很合理了。 好吧, 看看沙雕群友们最近在讨论些什么。 乔良决定, 还是不去纠结这个问题了, 把聊天记录翻到群友们近期的讨论内容。 终点中文网, 绝对有事。 灵感班的作者们, 一个个都打鸡血一样的工作好几个作者, 还在大修剧情这, 绝对不是闲鱼闷该有的行为。 这让我想到了老乔, 每次打鸡血一样的工作之后, 总会有新一期的风神之作。 谁能联系一下, 把老乔也送到灵感班去? 千万别! 这个灵感班一两周之前, 还是大型闲鱼培养敏呢, 老乔去了, 怕是如鱼得水。 我看是老乔太久默更新视频了, 最近腾达也没试磨大行星游戏, 把你们给先着了。 不就是几个作者在修文吗? 值得这磨大惊小怪? 当然值得, 你要知道, 腾达跟其他的公司可不一样, 每次搞事都是惊天动地的。 而每个看似不起眼的小异常, 可能都预示着一次搞事。 老乔人呢? 他肯定知道点内幕消息。 看着群友们的讨论, 乔良不由地摇了摇头。 这些人真是够闲的, 终点中文网上几个作者修文, 都能让他们怀疑腾达是不是要有大动作。 至于阴谋论到这种程度吗? 不过仔细想想, 这种想法倒是也情有可原。 因为腾达跟其他的公司不一样, 不管是在什么行业, 什么领域, 都是那么的特立独行。 随便搞点什么事情, 都能转足眼球。 正是因为腾达搞事太多了, 每次都能搞个大新闻, 所以有一批网友习惯性地关注腾达各个部门的蛛丝马迹, 就像是一群高强度工作的狗仔队, 明星的一举一动都能引发他们的八卦心理, 并分析得头头是道。 这时候, 乔良作为一个知道一些腾达内幕的人, 优越感就出来了。 我已经是玩到动物海岛VR了。 而大部分玩家甚至都不知道腾达正在跟持行工作室合作开发VR游戏。 这种感觉让乔良有点暗爽。 只可惜他得保密, 不能透露这个项目的具体情况。 乔良继续默默潜水, 看群友们一本正经地分析终点中文网灵感般作者, 咸鱼正后群消退事件。 有没有大佬认识腾达内部人员, 打听打听。 老乔不是认识裴总吗? 让老乔问句, 死群主都消失多久了? 你能找到他人? 估计是沉迷游戏, 或者出去浪了。 别指望这条咸鱼了还是, 他在这摸咸鱼下去, 都要被腾达抛弃了。 就是, 我记得之前老乔还受邀作为特别是玩员, 去是玩, 回头是按呢。 最近都不找他了, 显然是因为他太咸鱼, 失去了内部是玩的资格。 哎, 儿子不争气, 我这个做父亲的, 很心痛啊。 眼瞅着群里的讨论越来越离谱, 乔梁没办法再淡定地继续潜水了。 看看, 看看, 这说的是人话吗? 什么叫我被腾达抛弃了? 我乔老师是裴总的好朋友, 能被抛弃吗? 我跟裴总的关系, 容不得这种诋毁和污蔑。 你们满嘴跑火车, 说别的都可以, 但是绝对不能胡乱猜测我和裴总的关系。 乔梁立刻回复, 不要乱讲。 什么叫我被腾达抛弃了? 我现在, 就在试玩腾达的新游戏呢。 只是可惜啊, 有保密规定, 不能向你们透露。 嘻嘻。 乔梁一连, 发出几个非常得瑟的表情, 群里瞬间炸了。 卧槽? 哪位钓鱼大师, 真的把老乔钓上来了? 就知道老乔受不得这重击降法。 腾达新游戏, 已经到可以试玩的阶段了。 不对劲吧, 使命与抉择正式发售, 这学没过多久呢? 真有这模块。 什么游戏啊? 老乔你快点说, 否则诅咒你。 乔梁立刻回复, 哼哼, 那我也还剩二十厘米。 钓的是鱼, 磨的是什么, 就不用我多说了吧。 算了算了, 我继续去玩新游戏了。 你们这群玩不到游戏的人羡慕去吧。 再见。 发完在线之后, 乔梁光速把自己的状态改为隐身, 然后关闭了聊天矿。 看了看时间, 差不多也可以开溜了。 乔梁又不是正式员工, 不需要遵守八小时工作制的上班时间, 迟到早退什么的也完全没关系。 他起身收拾好东西, 准备回去好好享受这个周末。 乔梁虽然跑了, 但他的粉丝群却仍在激烈讨论。 他有好几个群, 经常冒泡的, 这个是核心粉丝群, 作为超级群, 可以容纳五千人。 这里面并不全都是看他视频的粉丝, 也有不少是腾达的粉丝。 因为乔梁经常能拿到一些, 关于腾达的第一手内部资料, 好几款游戏, 都是经由他解说之后才大火的。 所以很多腾达的粉丝也混了进来, 想从群里关注腾达的最新动态。 这些人平时都是出于潜水状态的, 但一带到什么蛛丝马迹, 立刻就像闻到血腥味的鲨鱼一样, 被其纷纷露出了水面。 擦, 装了逼就跑。 老乔你还是个人, 你至少说一下新游戏的类型再走啊。 这是人钱的事, 老乔该不会是在胡说八道吧? 使命与抉择, 才刚发售两个月, 新游戏就能试完了? 我怎么这么不幸呢? 老乔这个人虽然不怎么靠谱, 但是他从不说谎的, 说是在试玩腾达的游戏, 多半是真的。 那到底是什么游戏呢? 我一直期待着腾达做一款MMORPG游戏, 希望裴总能够满足我。 我还是更喜欢动作类游戏。 再来个, 奋斗, 一样的写实大作吧。 众人脑洞大开, 猜的游戏类型五花八门, 什么都有。 因为桥梁什么线索都没给, 甚至游戏类型都没说, 这要从何猜起呢? 但有一点是确定的, 腾达肯定在研发新游戏, 而且都到了可以试完的阶段了。 光是这一点, 就足以让大家猜得乐此不疲了。 就在大家七嘴八舌, 纷纷猜想的时候, 突然有人提出了一个全新的角度。 我突然有一个大胆的联想。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 《勇舵轮回》这个小说? 我是全程追完的, 本来都已经完本了, 但前段时间, 狗作者突然像打了鸡血一样, 高强度修改小说内容。 关键在于, 他修改的不诠释剧情部分, 有一些基础设定也修改了。 尤其是花费大量的篇幅, 描写战斗中对气息的控制, 对各种武器的运用, 还详细地描写, 主角招架敌人攻击时的动作和方位。 除此之外, 剧情上也有一些补充, 比如, 随着斩杀敌人越来越多, 手中的魔剑越来越弱, 主角的头脑也越来越清醒, 最终醒悟等等。 刚开始, 我还觉得挺多此一举, 因为修改的都是细节内容, 对整个故事的主线剧情, 没有太大的影响, 甚至这些新加入的战斗描写, 让人觉得有点拖沓, 影响了战斗的意境。 但是仔细一想, 这些修改, 如果是针对游戏的, 那就非常合理了。 战斗的细节描写, 服务游戏的战斗系统, 对剧情的补充, 可以更好地用游戏中物品的直言片语, 表达完整剧情, 让那些莫看过原著小说的玩家, 可以只通过游戏, 了解整个故事。 两个月的时间, 丛林开发一款大型游戏, 确实不太现实, 但如果是开发回头是暗的续作呢? 假设可以利用回头是暗中一些现成的怪物和场景, 那这个时间是差不多的。 除此之外, 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线索, 老乔被请去荡试完云了。 我们都知道, 老乔只去腾达荡过一次试完员, 试完的就是回头是暗。 这次又去荡试完员, 多半还是试完, 回头是暗的续作, 因为别的游戏根本不会请老乔啊。 这一通高强度的分析下来, 沙雕群友们全都震惊了。 除了刷666之外, 已经没有了别的语言。 大家纷纷表示, 大佬太牛逼了, 这都能联系到一块。 而且细评一下, 这个推理非常符合逻辑。 现在有三个已知条件。 《勇舵轮回》的作者, 在没有太多额外收益的情况下, 耗费大量精力, 对原著小说进行大修, 加入了大量关于战斗和剧情细节的内容。 乔老师透露, 腾达新游戏已经进入了可试完的阶段。 乔老师之前被腾达请去当试完员, 是为了试完, 回头是暗。 而这也是他唯一一次去腾达内部试完。 而且, 灵感班是裴总亲自设立的, 他搜罗了整个终点中文网的优秀作者, 让他们围绕腾达所拥有的IP进行创作, 《勇舵轮回》算是其中比较优秀的作品。 现在, 有一种可能性, 会把所有的已知条件全都串起来。 如果腾达真的考虑用《勇舵轮回》的剧情, 开发, 回头是暗的续作, 那就全都说得通了。 而且, 顺着这个方向继续深挖的话会, 得出一些更可怕的结论。 众所周知, 终点中文网灵感班的作品成绩并不算好。 具体有多不好, 那张丑了八计的宣传图上面列出的数据, 已经可以说明一切。 但即使是《勇舵轮回》, 这样成绩并不好的作品, 却可以作为回头是暗的正统续作开发。 这得让多少作者羡慕得眼红。 乔老师的粉丝群里瞬间炸锅了。 我这就去问问, 狗作者是不是真的? 回头是暗, 我到现在都还在玩, 如果能出续作的话, 我一定买包。 靠狗作者一直闷头改文, 这么大的事也不跟我们分享一下。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那就说得通了, 其他作者改文肯定是受刺激了, 看到优秀作品能版权开发, 所以又有动力了。 我在《鸽子精催梗》的粉丝群里, 我去问问他, 他肯定知道点什么。 很快, 这个消息就开始向终点中文网各个作者的粉丝群中, 甚至是全网扩散。 此时, 于飞仍旧在认真修改《勇舵轮回》的内容。 虽说已经是周五下午了, 但他并没有懈怠, 而是要争分夺秒。 因为到了八月份, 《勇舵轮回》就要正式开发了。 以腾达的效率来说, 是不可能拖延的, 开发档期会卡得很死。 这还剩不到一个半月的时间了。 在正式开发之前, 于飞肯定得把整个小说全部修改完毕。 而到目前为止, 虽然于飞也已经修改了很多内容, 但具体还要修改多少内容, 需要多少时间, 他自己也说不好。 《勇舵轮回》现在可是回头是暗的官方DLC, 裴总亲自设计, 还大改了游戏的战斗系统, 成功几乎是板上钉钉的事情。 到时候, 玩家们慕名而来, 看到原著小说写的漏洞百出, 那像画吗? 所以, 被争分夺秒, 绝对不能拖了后腿。 修改告一段落之后, 于飞拿出手机翻了翻, 立刻就被狂轰烂炸的消息给淹没了。 狗作者, 勇舵轮回是不是被官方清点, 要开发回头是暗的续作了? 续作的事是真的吗? 你最近改剧情改的这模型, 该不会真的是把同人写成官方剧情了吧? 全都是诸如此类的问题。 于飞愣了一下之后, 不由地露出一丝笑容, 果然就知道这是瞒不住, 哪怕自己不说, 这些人迟早也会发现端倪。 不过, 于飞稍微有点好奇, 他们到底是怎么发现的呢? 上午他翻了翻网上的讨论, 大部分人都还猜, 是不是给特殊推荐位或者渠道资源呢? 默认往版权开发这上面想, 这么短的时间内, 这些人是怎么转过这个弯来的? 于飞随便挑了个自己群的管理员, 回复道, 哪传来的消息啊? 管理员立刻回复, 乔老师说的呀, 他说, 他在体验回头是岸的星座, 这游戏都能试完了, 肯定已经开发一段时间了呀。 这个消息来源, 还是相当靠得住的吧? 所以是真的吧? 永舵轮回, 真的被官方清点, 要作为回头是岸, 发售了? 你可真沉得住气啊, 这魔大哥是也不早说, 游戏都快做完了, 还不吭声? 这次你的作品被改成游戏了, 其他作者们肯定都很羡慕吧? 你们灵感班是, 每期都会有一个作品, 被做成游戏吗? 于飞看得一头雾水, 停停, 这是哪个哪啊? 永舵轮回, 确实被裴总清点, 作为回头是岸的DLC开发, 可现在还没开始研发呢呀, 要等到八月份啊。 乔老师确定, 他玩的是这款游戏, 肯定是哪里, 有点误会。 于飞下意识地就想澄清一下, 告诉大家, 这个消息不准确, 永舵轮回, 其实是一个多月以后, 才开始开发, 现在根本都还没立想。 但是他刚打字打了一半, 猛然意识到一个问题, 赶忙又全都闪了。 不对啊, 不能泄灭。 如果他澄清了, 岂不是把永舵轮回, 版权开发的事情, 全都泄露出去了。 裴总可是说过, 这玩意在一个多月以内, 是要保密的。 现在大家都还只是怀疑, 显然没有实锤。 乔老师那边到底有没有泄密, 于飞不清楚, 但肯定不能从自己这里泄密。 否则自己跟别人的聊天记录, 绝对会作为实锤, 被传到网上。 裴总看了, 肯定要不高兴得。 但要是一口咬定, 没这事, 也不太好。 到时候对方反问既然没这事, 那你为什么要疯狂修文? 这怎么回答? 以网友们的聪明才智, 既然已经往这方面怀疑了, 那肯定是发现了许多蛛丝马迹, 现在矢口否认, 反而会起到反效果。 装销师也没用, 一样会被怀疑。 于飞仔细想了想, 似乎也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 只能回到, 这个就别多问了, 情况比较复杂。 你们的某些猜想, 甚至是错误的, 还是别瞎猜了。 他的意思是说, 乔老师肯定是搞错了, 永多轮回, 一个多月以后, 才会正式开始开发。 现在乔老师绝对不可能玩到这款游戏。 回完之后, 于飞关闭了聊天框, 决定不再回复了。 多说多错, 少说少错, 就回这么一句, 应该也算不上邪命。 至于网友们会怎么想, 那就是他们自己的事情了。 两人聊天记录的截图, 很快就被发到了永多轮回的书友群中, 又给发回了乔老师的那个大群。 石锤, 石锤了, 你看狗作者这个措辞, 这个态度, 显然是真的有事。 等一下, 你们到底是怎么看出来石锤的? 狗作者这不是说, 你们的猜想是错误的吗? 他说的是, 某些猜想是错误的, 就说明这个大方向没问题。 啊, 那具体哪些猜想是错的? 我看看聊天记录啊, 乔老师在这玩, 回头是暗的星座, 应该是真的。 这个星座, 是以永多轮回的剧情开发的, 应该也是真的。 那就只剩最后一句话了呀。 灵感班每一期, 都会有一部作品, 被做成游戏, 是错的。 也就是说, 不止一部作品。 对啊, 肯定不只是, 永多轮回。 啊, 不是还有几本书都在大修吗? 也就是说, 再大修的书, 可能都有版权开发的计划。 我刚从个字经的曲里回来, 他没有直接回复我, 但这躲躲闪闪的样子, 肯定是有事。 大家别再继续追问了, 显然这是要保密的。 而且, 版权开发的绝对不止这一部作品, 灵感班的作者们都知道。 我算是明白, 为什么这些作者, 都跟打了鸡血一样的, 如果只有, 永多轮回, 被改成了游戏, 他们可能还不会激动, 但这魔多作品, 都有版权开发的计划, 其他作者, 肯定特别受刺激啊。 对上了, 都对上了。 哎, 这魔一说的话, 当时终点中文网灵感班的那个宣传海报, 是不是另有深意? 有什么深意? 那张海报, 不就是简单地把灵感班一些书的成绩列出来了吗? 而且成绩还不好, 字节短出。 你这种思维, 只是在第一层, 如果上升一层呢? 其实这个海报是在展示, 看, 灵感班的这些书成季雀石垃圾, 但是它们, 都能版权开发, 做成游戏或者其他形式, 牛逼不? 啊? 竟然还能这魔理解? 肯定只能这魔理解啊。 那张广告, 可是铺天盖地, 网上和线下到处都是。 你想啊, 终点中文网的广告, 肯定得让那边的负责人把关, 就算做宣传的人, 不懂这些数据, 终点中文网的负责人能不懂吗? 但是这张海报还是放出来了, 一挂就是大半个月, 这不是足以说明问题了吗? 原来如此, 这海报就是在提前给灵感班宣传造势啊。 而且, 你们还记得这海报出来之后, 不少水军刷的内容吗? 哦, 我记得, 内容都差不多, 灵感班是大神摇篮, 灵感之园, 圆梦之地之类的, 格式都差不多, 可尬了。 现在想想, 这些水军们刷得是不是挺正确的? 就说, 作品被版权开发的概率, 还有什么地方能跟灵感班相提并论? 这些水军重负刷这些内容, 表面上是在高端黑, 实际上每一句都是大实话啊。 这不就是, 游戏制作人, 实的行为艺术士宣发吗? 通过不断重负一些夸张的广告词, 在网友脑海中形成固定印象, 起到很好的传播效果。 而且最关键的是, 这些并不涉及虚假宣传, 内容都是真实的。 网友们的聪明才智是无限的, 找到一个突破口之后, 众人群策群力, 很快就找到了更多的突破口。 之前很多看似毫不相干的事情, 就这样被一一地串了起来, 形成了一个非常完整的逻辑链条。 于是, 事实就变得很清晰了。 终点中文网灵感般的作品, 虽然成绩不好, 但却有极高的版权改编机会, 靠写同仁写成官方正统小说的《勇舵轮回》, 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灵感般的宣传, 显然也是侧重于这一方面, 表面上是在强调, 这些作品数据不好, 实际上却是在表达数据不好, 一样能版权开发凸显出灵感般的特殊之处。 而, 《勇舵轮回》, 作为第一批被改编的作品, 游戏都快要开发完成了, 乔老师作为回头是岸的资深玩家, 都已经被请去试玩了。 短短的一个下午, 网友们如同侦探一般抽丝剥茧, 通过种种蛛丝马迹拼, 凑出了自己认为的真相。 这个真相, 很快就如风一般的传播开了。 因为, 回头是岸, 本身就拥有大量的铁杆粉丝。 虽然它已经是一款两年前的游戏了, 但因为高难度游戏实在太稀缺, 而且, 回头是岸中普度等内容, 也给玩家留下了太多的梗, 所以, 仍旧有着极高的热度。 直到现在, 回头是岸的销量, 都没掉下发售次月的五分之一, 足以说明它的受欢迎程度。 所有的新老玩家们都在期待着它的续作。 而现在, 续作的消息出来了, 让人怎么能不激动, 不兴奋? 当然是要立刻跟大家分享, 这个好消息了。 网友们一讨论, 各大游戏媒体也纷纷跟进。 因为这些媒体都知道, 只要涉及到腾达新游戏这个关键词, 那点击量和阅读量绝对爆表, 讨论度和热度也绝对不会低。 许多无良媒体更是添油加醋, 标题党的标题一个比一个离谱, 为了吸引人来看, 无所不用其极。 而这些离谱的内容, 会在短短的一两天之内就充斥全网, 让这个消息扩散给更多网友。 情况瞬间变得一发不可收拾, 6月16日, 周六, 乔良在自己的住处, 点击鼠标翻越网上这些被传封了的报道, 一脸的黑人问号, 惊天猛料! 百万粉丝, UP主乔老师读家揭秘腾达新游戏, 回头是暗序作曝光, 永舵轮回原著小说, 抢先看, 灵感般的宣传海报, 看似毫不起眼, 却隐藏料如此巨大的惊天秘密, 最南国产游戏序作即将发售, 你准备好受苦了吗? 他完全猛逼了, 这都是哪个哪啊? 谁跟你们说, 我是玩的是回头是暗的星座了? 我是玩的是持行工作室的动物海岛VR, 啊, 这里头根本没有回头是暗什么事啊? 但是看这些媒体文章里写的, 自己俨然是消息泄露的源头, 甚至乔良都怀疑起了自己, 还以为是自己说漏嘴了, 特意回去翻聊天记录看了一下, 聊天记录写得清清楚楚, 乔良就只说了自己再试玩腾达的新游戏, 别的什么都没说, 压根媒体灵感般, 回头是暗, 啊, 但继续往下翻, 看到群里的讨论记录, 乔良明白了, 搞乌龙了, 这群人综合他之前, 试完回头是暗, 和永舵轮回, 小说大改的事情, 又经过了一系列错综复杂的推理, 以为他是在试完回头是暗的续作, 本来只是个猜测, 但是所有人都觉得非常合理, 于是传着传着, 就成了真的, 以讹传讹啊, 这找谁说理去, 乔良很无奈, 但他也什么办法, 现在站出来澄清, 反而给人一种预盖弥彰的感觉, 而且, 也没石磨必要, 考虑再三之后, 乔良决定, 还是不管了, 爱怎么讨论, 就怎么讨论去吧, 而且, 自己这也不算是泄密吧, 甚至都没有提及, 动物海岛V2的名字, 孟畅当时的要求是, 让乔良为, 动物海岛V2, 这个项目保密, 乔良觉得自己保密得很好啊, 网友们甚至根本不知道这个项目的存在, 只不过, 大家误以为乔良是在玩, 回头是按的续作了, 网友们脑补过度, 误会了, 总不能也算我泄密吧, 乔良想了想, 这时就算有锅, 应该也算不到自己头上才对, 于是继续心安理得地打游戏去了, 与此同时, 孟畅也在自己的住处查看这些报道, 他显然不像乔良那样淡定, 握着鼠标的手, 微微颤抖, 每一篇报道都在狠狠地扎他的心, 什么情况, 到底是什么情况, 这些消息, 到底是从哪流传出去的, 可恶, 明明过了这个周末, 就可以拿到保底提成了, 唯石膜, 冷静, 冷静下来, 事情, 好像还有转机, 找到泄密的源头, 裴总给我立字句了, 如果是公司内部泄密, 导致宣传效果爆炸, 那不论结果如何, 我都可以拿到三万提成, 这反而比坚持两周保底的两千块提成, 还要更划算了, 在这种危急关头, 梦畅的大脑, 反而变得清醒了, 他先是把裴总给力的字句找出来, 认真确定了一下上面的内容, 确实是这魔写的, 那魔, 接下来就是确定泄密的源头了, 梦畅很快找到了两个最关键的传播节点, 一个是乔良在自己粉丝群的聊天截图, 说他正在试玩腾达的新游戏, 另一个, 是于飞跟自己一个管理的私聊截图, 这应该算是内部泄密吧, 乔老师虽然不是腾达的工作人员, 但他在试玩游戏啊, 于飞是终点中文网的签约作者, 又是灵感般的直接参与者, 肯定算腾达的内部人员, 嗯, 但是乔老师也默示完《勇舵轮回》啊, 他是玩的是动物海岛VR, 这八杆子打不着, 算了, 不管了, 反正肯定是内部泄密, 梦畅决定了, 等周一的时候, 就去找裴总好好说道说道, 就拿着这张字句, 一定得把三万块签给要过来, 六月十八日, 周一, 裴迁刚到办公室, 梦畅就敲门而入, 裴总, 我首先声明, 这次的事情, 百分之一百是内部泄密, 绝对不是我宣传方案的问题, 我们当时可是有字句为证的, 梦畅挥舞着手里的小纸条, 颇像拿着欠条讨债的债主, 非常地理智气壮, 裴迁周末并没有关注这个事情, 大早上的还有点犯困, 一时之间, 还无法很好地跟梦畅的情绪同步, 他泡了杯茶, 说道, 别急, 慢慢说, 如果真是泄密的话, 我肯定信守承诺, 梦畅把这个周末发生的事情, 给讲述了一遍, 着重强调, 是乔梁和于飞两个人的泄密, 导致连锁反应, 让林赶般的宣传失败了, 经过一个周末的发酵, 灵感般作者们的作品, 被版权开发的事情, 已经吵得沸沸扬扬, 尤其是, 永舵轮回, 被作为官方续作, 开发成游戏, 让无数作者都眼红不已, 全都挤破头的, 想要进灵感般, 而梦畅的那张丑了巴基的海报, 之前积累的热度, 也全面爆发, 按照现在的标准评判, 这次宣传方案, 肯定是失败了, 都没坚持到两周, 一分钱提成没有, 但如果是泄密的话, 裴总就要按照字句上写的, 给梦畅三万块提成, 这是梦畅最后的希望, 裴谦默默地喝了口茶水, 你说他们两个泄密, 具体是怎么泄密的? 有证据吗? 梦畅立刻点头, 有, 我这有截图, 说完, 梦畅把手机递过去, 给裴谦看那两张截图, 裴谦看了看, 陷入沉思, 只是这两张图的话, 显然还完全不足以还原真相, 你坐在这里稍等一下, 喝点茶水, 我去打两个电话, 彻查这件事情, 如果真是内部泄密的话, 一定害你一个清白, 裴谦说的义正词言, 梦畅甚至有点小感动, 好的裴总, 我就在这等着, 裴谦说完, 推门出去了, 他打算给乔良, 于飞各自打个电话, 然后再问问那些了解内情的人, 全面还原真相, 总不能全都听信梦畅的一面之词吧, 毕竟梦畅现在, 为了提成无所不用其极, 添油加醋, 是很正常的事情, 倒不是裴总舍不得这三万块钱, 关键是, 如果莫泄密的话, 这笔钱也根本给不出去, 裴谦跟梦畅的协议, 在系统那边, 被视为一种特殊的雇佣协议, 给梦畅发的钱, 也是要系统认可的, 在这个特殊的雇佣协议里, 钱可以不按照常规方式来发, 但必须符合这个雇佣协议本身约定的条款, 换言之, 系统在这方面有特殊标准, 远比其他的雇佣协议自由度要高得多, 裴谦可以搞出很多骚操作, 但这些骚操作依旧不是绝对自由德, 要受到一些限制, 就像这次, 必须的是真的泄密, 这钱才能给, 不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裴谦很同情梦畅, 但没办法, 规定就是规定, 梦畅在裴总的办公室里, 焦急地等待着, 过了大约半个小时, 裴总才回来, 怎么样了, 裴总, 梦畅立刻站起身来, 极为关切, 裴谦倾可两声, 示意他稍安勿躁, 先坐下, 很遗憾, 我多方了解, 也跟两个当事人沟通了一下, 最终确认, 这并不算泄密, 乔老师只是说他在测试新游戏, 既莫提, 动物海岛, 也莫提灵赶斑, 和回头是岸, 这算不上泄密, 于非那就更算不上泄密了, 不仅没泄密, 反而还暗示网友们搞错了, 乔老师试完的不是涌舵轮回, 这次出问题, 主要是因为网友们理解错了, 产生了一些错误的联想, 用错误的已知条件, 推导出了正确的结论, 所以, 很可惜, 按照规定, 这笔提成不能给, 因为不是泄密, 裴谦看着梦畅, 一脸悲痛, 不过, 往好处想, 你这个月的基础工资, 有五千块, 听到五千块这个数字, 梦畅如, 一潭死水般的眼神之中, 又再度泛起了一丝涟漪, 啊, 五千块, 之前不是说底薪四千, 坚持两周, 就还有两千块的保底提成吗, 现在没了保底提成, 难道是看我太辛苦了, 所以多加了一千块作为鼓励, 梦畅突然有一点点小感动, 虽然这钱不多, 但是还挺暖心的, 裴谦愣了一下, 啊, 之前只提了一千块底薪吗, 抱歉, 我记错了, 我一直以为提了两千块来着, 那我们, 还是得按协议来办, 梦畅, 他眼神中的光芒, 又迅速地暗淡了下去, 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迷茫, 困惑, 难以置信的表情, 太气人了, 就算你记错了, 这时候不应该是将错就错, 单纯多给我一千吗, 怎么说出口的话, 还能再收回去呢, 故意的, 一定是故意来气我的吧, 梦畅沉默片刻, 裴总, 我不干了, 我要终止协议, 裴谦赶忙站起来, 别冲动, 有什么话, 咱们好好说, 别一言不合就散伙呀, 这样吧, 看你确实挺辛苦的, 我自掏腰包, 给你补一千块, 你觉得怎么样, 一听梦畅说他不想干了, 裴谦也稍微有点慌, 可别不干了呀, 你不干了, 我到哪找你这种宣传方面的人才, 外边的人, 我都信不过呀, 也就是梦畅背着巨额债务, 裴谦才能随便拿捏他, 用这种方式, 刺激他认认真真的给自己做反向宣传, 虽然梦畅到目前为止, 都没有什么太成功的宣传案例, 但他有一个很大的优点, 就是, 不会被腾达精神给腐蚀, 如果换一个人, 说不定很快就会全面敌话, 让整个广告, 营销部门, 都快速沦陷, 变得跟其他部门一样, 除了赚钱和扎培总的心之外, 毫无用处, 所以, 梦畅不能走, 广告营销部, 没有梦畅是不完整的, 为了留住梦畅, 培签也是下血本了, 这多出来的一千块系统, 可是不给报的, 只能自掏腰包了, 好在对于现在的培总来说, 虽然亏得不多, 转化的个人财产也不算很多, 但毕竟平时花式, 在公司蹭吃蹭喝, 还是攒下了一笔钱的, 个人的财产也已经超过三百多万了, 一千块完全能拿得出来, 这钱不多, 只是掏得有点不情不愿, 但为了更长远的利益, 为了留住梦畅, 这钱还是不能省的, 梦畅脸都绿了, 培总, 我意已决, 说什么都没用了, 因为这一千块, 梦畅算是彻底爆发了, 看看培总这说的是什么话, 孩子掏腰包给我补一千块, 槽点太多, 都不知道该从何图起了, 整个腾达都是你的, 那一笔, 一笔动辄几十万, 上百万的宣传经费, 不全都是你拨给广告宣传部的, 你想怎么花不就怎么花, 从宣传经费, 随便抠出来几块铜板, 不就把我未来很涨时间的底薪和提成都解决了, 需要你自掏腰包吗? 而且, 就算是你自讨腰包, 怎么好像一千块, 还让你挺纠结的, 整个腾达都是你的私人财产, 就不说现金流了, 楼都买了好几栋, 你这身价, 怕是得有几十亿, 别说是一千块, 就是当场拿出一千万来也不是什么难事啊, 结果拿一千块, 好像还下定很大决心似的, 装, 继续装, 奥斯卡不给你小金人, 我第一个不答应, 本来经过这么长时间的折磨, 梦畅对于前述的感知能力, 已经严重退化了, 或者说, 是变得更加敏锐了, 以前挥霍投资人的钱, 几十万, 上百万都不眨一下眉头, 十分潇洒, 但是, 现在也不知道为什么, 自己竟然为了这几千块的底薪, 纠结这抹酒, 他突然意识到, 这根本不是自己该有的人生, 不干了, 说什么都不在这受这种委屈了, 梦畅一脸坚决, 任你巧舌如簧我也绝对不会再被你忽悠了, 裴谦看到梦畅的表情感觉有点不妙, 怎么整个腾达集团唯一一个和我一条心的人也要离开呢, 来喝杯茶, 冷静冷静, 不要冲动, 你再考虑考虑, 未来时间还久呢, 我们签了十年的协议, 到现在为止, 才过去不到半年这才哪到哪啊, 梦畅本来端着茶杯, 想要喝一口, 一听这话, 立刻把茶杯放下了, 那我更要走了, 裴谦, 得, 又理解错了, 裴谦赶忙解释道, 我的意思是说, 经过我们的不懈努力, 现在你的宣传方案距离成功, 已经越来越近了, 说不定再过几个月, 就能拿到满提成了呢, 只是开局不顺, 几个月拿底薪而已, 就因为这点挫折, 就把未来十年的高提成也都给放弃了, 这未免太不明智了, 裴谦小之以礼, 动之以情, 希望能让孟畅打消跑路的想法, 然而孟畅露出一个礼貌的微笑, 满脸写着呵呵, 那意思是, 都骗我这磨好几个月了, 还真打算骗我十年, 虽说现在是失信人员, 确实不太好找工作, 但孟畅对自己, 还是很有自信的, 就算创业失败过, 老老实实打工, 每个月赚个三五万, 有什么难度? 在腾达这边, 虽然最理想的情况下, 每个月能拿二十万提成, 还债的速度大大加快, 但这个钱, 就像是驴子面前的胡萝卜, 光能看不能吃, 拿不到手上又有什么用? 更何况, 到外面去工作, 是会不断积累的, 刚开始赚的少, 说不定以后越赚越多, 也依旧有提前还玩钱的希望, 所以, 孟畅是打定主意要走, 任凭裴总巧舌如簧, 也绝对不会再上当受骗了, 裴迁也有些无奈, 看起来孟畅是铁了心的要走, 这一瞬间, 他稍微有一点点后悔, 当出签协议的时候, 违约责任应该定得更重一点的, 当初签订的协议, 在违约责任方面并没有定得太死, 只是约定了违约一方, 要按照原定债务额度的一定比例, 支付违约金, 三年期的违约责任最轻, 十年期的违约责任最重, 但最重的违约金, 也只是原本债务额度的30%, 当然, 孟畅欠了几百万, 这违约金也得有一百多万了, 但孟畅现在显然是处于一种狮子多了不养, 债多了不愁的状态, 几百万的债务本来就要选, 区区一百万违约金又如何, 但这也没办法, 因为当时裴迁做这个协议的时候, 就莫敢把违约金定得太高, 生怕把孟畅给吓退, 假如裴迁当初把违约金定为债务的十倍, 几千万, 那孟畅肯定会觉得这里头有一个巨大的阴谋, 压根不会签这个协议, 正是因为违约金莫纳摩多, 孟畅才上钩的, 所以, 现在后悔也没用了, 裴迁默默地喝了口茶水, 继续详心地说辞, 孟畅啊, 我觉得我们都需要冷静一下, 好好权衡一下利比, 你在我这里工作, 我可是给你免掉了债务的全部利息的, 这也算是你作为腾达员工的一项福利, 如果你到其他公司工作了, 这笔利息, 我肯定没有理由继续免除了, 对吧? 我也不多算, 按民间借贷最高利率, 那是欺负你, 但哪怕按照正常的银行商业贷款, 这几百万要是还上十年, 二十年, 你算算这利息是多少? 你确定要离开腾达? 赔签也不知道这笔钱具体是多少, 但贷款买房的都知道, 银行贷款看似利率不高, 可时间一旦延长到十年, 二十年, 那也是一个相当吓人的数字, 五百万的贷款, 最后光是利息可能就要还两三百万, 这一点都不夸张, 软的不行就只能来硬的了, 既然孟畅执意要走, 那裴签也不介意当个恶人, 孟畅, 想不到裴总竟然还有这一招, 太卑鄙了, 本来他只考虑了违约金, 觉得一百多万的钱, 咬咬牙也还能忍受, 但如果加上利息的话, 那就不能忍受了, 这样杂七杂八地算起来, 欠款几乎都要翻一翻了, 出去打工, 还债的难度陡增, 几乎变成了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孟畅摊坐在沙发上, 有些生无可恋, 裴总, 你一定要看着我死才高兴, 是吗? 我明白了, 从一开始, 这就是一个圈套, 你就是想让我这辈子, 给你白打工? 我不就是最开始想骗投资人点钱吗? 骗钱的创业者多了去了, 你怎么就逮着我一个人折腾啊? 孟畅也不装了, 有点破罐子破摔的意思, 裴谦一看, 这状态可不太对, 别自暴自弃啊, 他赶忙倾咳两声, 你误会了, 我绝对没有任何要坑你的意思, 我也是真心实意地为你好, 想让你早点还清债务啊, 孟畅表示呵呵, 裴总, 你说这话, 你自己信吗? 要不是你一直在捣乱, 我早就拿到高提成了, 裴谦, 这个锅怎么还能甩到我头上呢? 我不是一直在帮你吗? 简直是狗摇履动兵, 裴谦说道, 行, 前面那几次我也就不跟你计较了, 你就说灵感班这次宣传方案, 这也能怪到我头上, 跟我有关系吗? 梦畅张了张嘴, 一时语色, 好像, 还真跟裴总没关系, 仔细想想, 这次灵感班的宣传方案, 之所以起到了很好的宣传效果, 主要是因为, 许多巧合叠加在了一起, 产生了莫名其妙的化学反应, 乔老师和于飞的错误发言, 是一方面, 网友们的错误脑补, 又是另一方面, 通过错误的已知条件, 推导出了正确的结论, 而在这个过程中, 裴总确实是磨锅的, 因为裴总也没法操纵网友们, 如果裴总自己, 或者暗示其他官方人员, 泄露灵感班版权开发的消息, 从网上一定能够找到一些蛛丝马迹, 而裴总匿名放出消息, 又没有太多的可信度, 网友们肯定不会买账, 只有网友们, 全都自发地推理并, 相信这一切, 才会造成现在的局面, 换言之, 这个锅扣给裴总, 确实不合适, 之前几次就不说了, 这次裴总确实磨锅, 梦畅嘴角微微抽动, 那我更要走了, 如果你没有从中作梗, 反而全力支持我, 最终却依然失败了, 那就说明, 这件事情的难度, 已经远超我的想象, 成功的机会十分渺茫, 那我还坚持什么劲? 裴谦? 这梦畅还是个逻辑小达人, 不太好忽悠啊, 不过没关系, 加大忽悠力度, 甚至有必要亲自出马, 给他证明一下了, 裴谦想了想, 继续说道, 依我看, 不如这样吧, 下个月, 我亲自给你做一个宣传方案, 你就按我这个宣传方案去做, 保持一整个月, 我不敢保证, 但两周应该, 还是可以的, 如果我的方案也失败了, 那咱们再讨论散伙的事, 如果我的方案成功了, 坚持了两周, 帮你拿到了保底的提成, 那就说明, 是你做的宣传方案有问题, 你以后就别再提散伙的事情, 老老实实地沉淀下来, 思考后续应该如何宣传, 你觉得呢? 梦畅眨了眨眼, 完全默想到, 裴总竟然会这样提议, 现在的情况, 相当于是梦畅来抱怨, 说这个工作太难了, 你行你上, 结果裴总说, 我上我就上, 你好好看, 好好学, 我来证明, 不是工作难, 是你太菜, 本来梦畅不想留下来了, 但是听裴总这么一说, 他又觉得, 可以留一个月, 看看裴总是如何操作的, 如果裴总真的能完成反向宣传, 说不定真的能证明, 自己之前的宣传方法有问题, 到时候, 自己就可以学习一下裴总的宣传思路, 继续去追求, 那最高二十万的提成, 总之, 多留一个月, 看看裴总得操作, 不亏, 想到这里, 梦畅点点头, 好, 那我就再留一个月, 如果下个月, 你真能拿到保底提成, 而且让我心服口服, 那我就再继续干下去, 不过, 我有个要求, 下个月, 由我来指定宣传项目, 可以吗? 裴千不由得很惊奇, 哟, 这就学会反客为主了, 之前都是裴千给梦畅指定宣传项目, 在几个即将上线的项目中选择一个, 梦畅每次都选到错误答案, 现在梦畅也想过一把初提人的影, 裴千点点头, 没问题, 真正的猛士敢于直面挑战, 对于裴千来说, 腾达的所有项目都是他拍板的, 所有产业的负责人都是他任命的, 随便拿出一个项目, 都有信心想到合适的反向宣传方案, 虽然最终的结果多半是失败, 但坚持两周应该问题不大, 先想办法把梦畅留下来再说, 好说歹说, 总算是把梦畅给劝住了, 虽说最后, 梦畅到底还会不会继续闹散伙, 这取决于下个月裴千做的宣传方案, 到底能取得什么样的效果, 但下个月的事情嘛, 下个月再说, 连系统都难不倒我, 更何况, 你一个小小的梦畅, 其实, 裴千给梦畅的宣传任务, 只是相当于系统要求的一个弱化版本而已, 系统要求的, 可是全面亏损, 而梦畅的宣传任务, 只要保证某一个产业的宣传方案不起效果就行了, 裴千连更难的挑战都能应付的游刃有余, 这种简化版的挑战只要不追求最高难度的20万提成, 应该还是十拿九稳的吧, 事已至此, 想下个月的事情也没尸磨意义了, 还是专注当下吧, 梦畅的宣传方案算是全面失败了, 他可以甩手不干, 躺平拿提成, 但裴千不能, 可怜的裴总还得想办法收拾这个烂摊子, 现在的情况是, 外面传得沸沸扬扬, 网友们以及诸多游戏媒体, 都把乔老师试完的游戏当成了回头是岸的续作, 永舵轮回, 而且越传越离谱了, 乔丸等着玩, 永舵轮回的玩家们都有点魔症了, 甚至出现了在任何腾达有关的消息下面刷, 永舵轮回的症状, 比如官方微博分享一张全Gogk英雄的戴鱼屏超长壁纸, 底下都有玩家在刷, 懂了? 官方暗示, 永舵轮回的剧情将会是家常版, 至少是普通游戏的两倍, 官方微博再发一个妹子的COS照片, 底下又有玩家在刷, 懂了? 官方暗示, 永舵轮回, 里面将会有可爱的小姐姐, 会有恋爱养成系统, 再这样传下去, 怕是会越传越离谱, 鬼知道玩家们会脑补出些什么东西来, 未来这一个多月, 还有其他的项目要上呢, 万一这种热度持续下去, 以讹传讹之后, 产生更多的连锁反应, 给永舵轮回, 带来巨大的热度, 到时候这DLC还莫发售, 就先活起来, 那怎么办? 现在的谣言, 已经传得挺离谱了, 再传两个月, 鬼知道会发生什么可怕的事情, 稍微澄清一下, 让火热的关注度降一降, 让玩家们不要抱有那魔不切实际的期待, 尽快把这件事情的影响给平息下去, 这样下个月, 裴谦再做其他的宣传方案, 也能提前扫清一点点障碍, 具体如何降温呢? 裴谦想了想, 至少得给大家澄清两点, 第一, 永舵轮回, 并不是回头是暗的续作, 而只是一个普通的DLC, 体量上差得很远很远, 第二, 乔老师试玩的并不是永舵轮回, 准确地说, 永舵轮回, 压根都还没立项, 连文件家都莫新建呢, 正式开发要等到八月份了, 只要澄清了这两点, 玩家们, 不说大师所望吧, 热情肯定会骤降吧, 这就相当于去高档餐厅吃饭, 本来以为还有五分钟备受好评的大菜就要上桌了, 肯定会特别期待, 手机都拿出来, 准备好拍照发朋友圈了, 结果这时候, 服务员突然过来说, 不好意思, 即将上桌的不是大菜, 只是一道普通的前菜, 而且, 大菜还得再等半小时, 虽说还会惦记着这个事情, 但期待感肯定会大打折扣, 之前赔签不能澄清, 是因为这个行为会对孟畅的宣传方案产生影响, 到时候, 孟畅把事情搞砸了, 又要往自己身上甩锅, 但现在孟畅已经放弃了, 自然就不用在意这件事情对他的影响了, 眼瞅着孟畅马上要走, 陪迁赶忙把他叫住了, 吃痒就走了, 不是我说你, 你做事情, 总是顾前不顾后, 看到宣传方案失败了, 就拍拍屁股走人, 完全不在意可能产生的恶劣后果, 就拿这次的事情来说, 网友们对永舵轮回的关注度这么高, 甚至都快磨正了, 现在不抓紧时间处理, 以后等永舵轮回, 发售之后, 热度肯定爆表, 到时候你再做宣传方案将热度, 还来得寂寞, 为前一个项目, 做好善后工作, 也等于是给下一个项目, 扫清障碍了, 你这么不注重细节, 失败那不是理所当然的吗? 孟畅愣了一下, 有点猛逼, 他现在的表情, 有点像是被班主任教育的小学生, 裴总教训呢, 有点道理啊, 如果任由这件事情继续发酵, 网友们的情绪得不到宣泄, 热度肯定会越积累越多, 未来难免会发生一些未知的化学反应, 行家一出手, 就只有没有, 孟畅刚开始, 还以为裴总是拿自己开涮的, 说是给自己做宣传方案示范一下, 但裴总可是大忙人, 还有那么多产业需要安排, 哪能把全部精力都拿来给自己做宣传方案, 所以, 孟畅也莫期待太多, 但现在看裴总这对待细节的态度, 显然是要手把手地教自己了, 孟畅甚至有点受宠若惊, 一瞬间产生了裴总对自己恩重如山的错觉, 当然, 也只是一瞬间, 那, 裴总, 应该怎么做呢? 你尽管说, 我来执行, 孟畅非常虚心地请教道, 裴谦微微点头, 嗯, 如此可教, 这种态度才对吗? 只要孟畅懂得虚心学习, 还是一个可造制裁, 裴谦想了想, 要平息热度, 一定要尽可能做得简单, 干净利落, 说得太多, 很容易引发玩家们的脑补, 所以, 用腾达官方微博, 发个澄清说明就可以了, 主要就是澄清我之前说的两点, 永舵轮回, 只是个DLC, 而且八月份才正式开始立项, 这样一来, 玩家们就不会再持续关注这个事情了, 热度能慢慢地降下去, 要稍微简洁, 正式一点, 虽然腾达官方, 因为玩了太多次狼来了的操作, 而公信力堪忧, 但这次的声明可信度比较高, 玩家们应该会信的, 梦畅愣了一下, 裴总, 你确定这模作模问题? 裴谦反问道, 有什么问题? 啊, 没试摩, 梦畅只是隐约觉得, 似乎有点不妥, 但一时之间也想不出来, 到底是哪里不妥, 既然是裴总的方案, 那就去执行吧, 到底有没有问题, 一会儿就知道了, 十五分钟以后, 梦畅又来敲门, 裴总, 声明写好了, 您过目, 裴谦接过手机, 看了一下这条微博的证文, 腾达集团, 腾达游戏部门, 注意到, 近期网友讨论, 与各游戏媒体报道的, 回头是案续作相关内容, 存在来源不明的虚假信息, 为避免对广大玩家造成误斗, 特声明如下, 永多轮回, 并非回头是案的续作, 而仅仅是, 回头是案对一个常规, DLC, 二者在体量上存在巨大差异, 腾达游戏在未来一段时期内, 暂无开发, 回头是案续作的计划, 永多轮回, 目前尚未进入立项准备阶段, 正是立项设计时间为8月份之后, 而非网传的已经进入测试阶段, 希望玩家们能够甄别虚假信息, 不要上当受骗, 特此声明, 以正式听, 字数比较多, 所以需要用常微博来发布, 目前只是编辑好了, 内容存了草稿, 还没有正式发布, 梦畅也不确定, 声明这模写到底行不行, 所以得让裴总来拍板, 裴迁微微点头, 嗯, 写得还行, 虽然感觉有点刻板, 关话稍微重了点, 但这样也有好处, 玩家们肯定不会再觉得, 这是整活了, 攻心力方面会好一点, 不管这声明的潜词造句有没有问题, 至少目的是达到了, 可以了, 发吧, 裴迁说道, 梦畅接过手机, 按下了发送按钮, 裴迁观察了一下梦畅的状态, 发现他的情绪已经完全平静下来了, 不再像最开始那么激动了, 这是个好事, 来, 坐一会儿吧, 喝点茶, 裴迁打算再稍微安抚一下梦畅, 省得他回去之后, 情绪出现反复, 然而, 梦畅在沙发上坐下来之后, 却一直刷着刚发布的那条微博, 查看网友们的评论, 裴总, 你确定, 这是你想达成的效果? 过了几分钟之后, 梦畅问道, 嗯? 裴迁有些意外? 梦畅这话是什么意思? 他赶忙拿出手机打开微博, 发现这条微博才发出去几分钟, 就已经有了好几百条回复, 玩家们竟然这么热情, 多半都是一些很失望的情绪吧? 原本期待着, 马上就能玩到, 涌舵轮回, 结果现在, 却官宣了遥遥无期, 正常玩家, 肯定都会有一种非常失落的情绪, 玩家们应该都比较失望才对吧? 裴迁随手一划, 随机挑了几条评论查看, 啊? 只是个DLC啊, 不是续作? 太失望了, DLC的体量跟续作比, 可差远了呀, 续作至少十几个小时, DLC的话, 怕是四五个小时就到头了, 而且连立项都莫立项呢, 那等做出来的猴年马月去了, 别的游戏商说, 再做了, 是在兴建文件家, 你们倒好, 连文件家都还莫兴建呢, 哎, 算了, 近期还是先不关注了, 等游戏快做出来再说吧, 显然, 看到这个声明之后, 很多敲完等着玩, 涌舵轮回的玩家, 都有些失望, 本来以为, 最多再有一个月就能玩上, 现在却要至少再等小半年, 这哪里等得及呀, 不少玩家都表示, 近期不关注了, 关注了又玩不到, 这多蛋疼, 陪迁不由得面露喜色, 计划这不是挺成功的吗, 这一盆冷水浇下去, 至少, 涌舵轮回, 之前积累的热度, 是降下来了, 而且, 看现在的趋势, 玩家们对涌舵轮回的关注度, 肯定会持续下降, 这个热度想要涨起来, 至少要等三四个月之后了, 不错不错, 然而, 陪迁继续翻评论, 却突然发现, 有点不对劲, 因为高赞评论, 完全是另一种画风, 感到失望的, 都是假的腾达粉丝吧, 真正的腾达粉丝, 看到这个消息, 不应该是狂喜吗, 这表面上看起来是一个坏消息, 实际上却是两个好消息啊, 第一个好消息, 这相当于, 是官方时, 垂了灵感般版权开发的事情是真的, 而且, 永舵轮回的游戏, 是真实存在的, 已经立项等着开发了, 之前大家都只是怀疑, 这游戏是否存在, 现在官方时垂了, 这不是好消息吗, 无非就是多等一等, 但是好饭不怕晚啊, 第二个好消息, 这也侧面证明了, 近期有另外一款腾达的游戏要发售啊, 之前乔老师说他正在试玩腾达的游戏, 我们都以为是永舵轮回的续作, 现在看来是搞错了, 但这不也就意味着乔老师试玩的是另一款游戏吗, 永舵轮回, 短期内是玩不上, 但这款游戏, 不就可以期待一下了吗, 赔千金呆了, 竟然还能这么理解, 我在这跟你们说永舵轮回的事呢, 结果你们怎么拐了个弯, 拐到, 动物海岛, 那边去了, 这些玩家的脑回路, 反应可是够快的呀, 赔千抬头看了看孟畅又看了看手机, 显然, 这并不是他想要达成的效果, 孟畅一脸狐疑, 这个声明所起到的实际效果, 跟之前裴总所期待的效果, 好像并不一致啊, 看裴总这样子, 似乎, 可能, 也许, 是玩脱了吧, 就这种操作, 还想下个月拿到保底提成, 怕不是在做梦, 梦畅心中, 反而有些小窃喜, 看起来, 裴总也不是什么事情, 都擅长嘛, 开公司, 赚大钱, 裴总确实很擅长, 但返向宣传这个事情, 还真就很有难度, 就连裴总也无法很完美地驾驭, 一不小心就会翻车, 当然, 梦畅也只是怀疑, 并不敢完全肯定, 毕竟裴总之前给他留下的鸡威太盛, 偶尔的一次小翻车, 让他也不敢确定, 这到底是真的翻车, 还是裴总再逗自己玩, 如果对面不是裴总是个其他的什么人, 梦畅此时应该已经冷笑三声, 开始阴阳怪气了, 但裴总总是给人一种捉摸不透的感觉, 梦畅也搞不清楚这到底是裴总有意为之, 未来有更大的计划呢, 还是玩拖了, 他努力地观察裴总的表情, 想看出一点点端倪, 裴千轻可两声, 局面有点小尴尬, 他现在得说点什么消除梦畅的疑惑, 否则岂不是当场露窃了? 性感裴总, 在线翻车? 那就不太好了, 没时磨问题虽然有一点点小问题, 但都在我的预料之内, 我的处理办法, 你现在可能看不懂, 也不理解, 不过没关系, 等过段时间你就会明白的, 总之, 这都是为下个月的宣传, 提前做好准备, 裴千也想不到太好的说辞, 只能是睁眼说瞎话了, 希望可以足够理直气壮, 用自己的演技, 骗过孟畅, 裴千的演技, 果然已经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孟畅本来都已经非常怀疑了, 但看到裴总如此笃定的表情, 联想到裴总之前神出鬼没的神操作, 他又对自己的猜测, 产生了质疑, 突然, 孟畅有了一个想法, 他沉默片刻之后说道, 裴总, 我已经想好下个月要做的宣传方案了, 下个月要选VR眼镜项目做宣传方案, 如果你给这个项目做宣传方案, 还能坚持两周, 帮我拿到保底提成, 那我就承认是自己既不如人, 学艺不经, 以后继续留在广告营销部门学习, 深造, 裴总不是说一切都在计划之中吗? 我倒要看看, 这个项目, 你怎么宣传? 裴总这个声明, 虽然让网友们对, 涌舵轮回的关注度降了下来, 但网友们对另一款新游戏, 也就是动物海岛VR的期待感, 却瞬间拔高了, 在这种情况下, 给VR眼镜做宣传, 难度报表, 而且, 梦畅之前还在无意间, 埋下了一颗雷, 那就是乔老师, 虽然让乔老师去试玩, 动物海岛VR的行为坑了自己, 引发了一系列错综复杂的连锁反应, 但现在, 梦畅拍拍屁股不管了, 这个难题就留给了裴总, 可想而知, 只要等VR眼镜和动物海岛VR正式发售, 乔老师肯定会第一时间, 将自己的试玩心得公之于众, 对这款游戏大吹特吹, 以乔老师的影响力, 这VR眼镜和动物海岛VR想不活都不行, 倒要看看, 这种终极地狱模式, 裴总你能hold得住吗? 裴千震惊了, 好你个梦场, 尝本事了, 既然反客为主, 挑衅起我来了? 这能忍, 说到反向宣传的经验, 我比你高到不知道哪里去了, 为什么你会觉得我不行? 坚持一个月不行, 两周不是手到擒来, 我必须得证明给你看, 别的事情我可能不在行, 但这方面, 我是专业的, 裴千呵呵一笑, 没问题, 不就是VR眼镜的方案吗? 你好好看到时候, 我是怎么宣传的? 虽然裴千自己, 也没有100%的把握, 但凭借着自己对这个项目的了解, 凭借着手头掌握的所有资源, 甚至还可以自掏腰包, 反向宣传一番, 还能用引阵止渴大法, 有这么多办法, 裴千相信自己, 至少能坚持两周, 到时候, 不计一切代价, 一顿神级旧场操作, 必须让梦畅好好看看, 什么才叫真正的反向宣传, 把它留在广告宣传部, 送走了梦畅之后, 差不多也到中午了, 裴千吃完时, 合得工作餐, 在办公室里, 裹着小毯子, 稍微瞇了一会儿, 感觉下午在稍微理顺理顺各个部门的情况, 差不多就可以开溜了, 眼瞅着距离结算只剩一个月, 接下来才是硬涨, 现在嘛, 得稍微养精蓄锐, 没有精神, 怎么能好好烧钱呢? 然而裴千刚睡醒末多久, 手机就响了, 是小吃集市的负责人张亚辉打来的, 裴总, 有个事情要跟您汇报一下, 到目前为止, 小吃集市的所有前期准备工作, 终于全部完成了, 我们原定是在后天正式开始营业, 知道您挺忙的, 所以这边的事情也一直没有太多地请示, 现在马上就要开始营业了, 您看, 要不要过来看看, 指导一下, 省得到时候出现什么纰漏, 裴千正打算下午二点钟准时下班呢, 听张亚辉说完, 只能默默地叹了口气, 唉, 看起来今天又要加班了, 小吃集市这个项目, 从立项之后磨多久, 裴千就彻底当甩手掌柜了, 完全没有过问, 一方面的原因, 是他手头的事情确实太多了, 磨时间也磨精力关注, 但更重要的原因是, 他打心眼里觉得, 这个项目不是什么心腹大患, 因为这个小吃集市最开始的目的, 就是从冷面姑娘那边挖人, 之前冷面姑娘的负责人齐岩, 在帝都搞了一系列操作, 又是半地摊美食大赛, 又是聘请优秀摊主当顾问, 眼瞅着就要把冷面姑娘, 给重新带火起来了, 冷面姑娘要是火了, 那可不得了, 因为冷面姑娘是快餐模式, 可以搞连锁运营, 一家店火了, 齐岩必然会继续开更多分店, 这样的模式一旦滚起来, 那赚的钱就太多了, 陪迁可不想再重现墨鱼网咖, 和墨鱼外卖, 这些实体店的悲剧, 所以, 他集中生智, 当机立断, 搞了个小吃集市, 从冷面姑娘那边, 把优秀摊主全都挖了过来, 这样一来, 冷面姑娘那边, 没有了这些优秀摊主, 口味的改进, 将会变得非常缓慢, 而小吃集市这边, 又搞不成连锁模式, 赚钱的问题, 不用太担心, 毕竟在怎么牛逼的摊主, 每天接待的顾客量, 也都是有限的, 小吃集市, 一共就这么大点地方, 就算再怎么火, 还能翻天不成, 所以, 陪迁觉得, 这个项目还是稳的, 所谓的稳不是说他不会火, 而是会像无名餐厅一样, 即使火了, 赚的钱也不会很多, 完全在可接受范围之内, 虽说一直当甩手掌柜, 但现在即将开业了, 那还是得去看一看, 凡是不怕一万, 就怕万一, 过去看看, 也花不了什么时间, 一旦发现问题, 还可以让张亚辉他们, 在正式营业之前, 抓紧时间整改, 如果有可能的话, 陪迁也不介意让小吃集市, 延期个一两周开业, 反正距离结算, 还有一个多月, 延期也没什么影响, 还能少赚那么一两周的钱, 答应了张亚辉之后, 陪迁喝了杯咖啡, 提了提神, 然后就坐车直奔小吃集市, 到老工业区这边的路程不算很远, 但稍微有点小堵车, 所以大约40分钟才到, 虽说司机小孙的驾驶技术很好, 但一路上堵车走走停停的, 还是把陪迁给堵得有点头晕, 下车之后, 呼吸了一口新鲜空气, 才总算是缓了过来, 所以说一个发达城市, 不能没有地铁啊, 陪迁不由地感慨, 作为汉东省的省会, 二线城市, 荆州目前只有为数不多的几条地铁线, 连通了高铁站, 远大天地商场附近的核心商圈等人流量最大的关键位置, 但目前的地铁覆盖率, 还是远远不够看, 主要的公共交通方式, 还是以公交车为主, 近些年, 荆州乃至全国的经济都在高速增长, 私家车的数量也越来越多, 城市自然也变得越来越拥堵, 目前荆州还没有线好, 不过按照现在的趋势发展下去, 怕是离线好不远了, 为了疏解交通情况, 荆州这边也在规划, 新建高架桥和更多的地铁线路, 一年多以前, 荆州也公示了一批地铁线路, 虽然从拆迁到施工的效率很高, 但效率再怎么高, 这批地铁路线距离完工也还有很长的一段时间, 而且, 这批地铁线跟裴迁基本没有任何关系, 因为裴迁非常鸡贼, 在给实体店和其他各种项目选址的时候, 基本上都有意无意地避开了地铁线, 当然, 像GPL连赛的选址就没办法了, 整个荆州就这么几个大商场, 和是长期做比赛场馆的, 就只有远大天地的那个多功能厅, 不过这些都没有大碍, 反正只要树揽公寓这种涉及到买楼的大项目, 能够远离目前荆州的地铁线规划, 那就没问题了, 裴迁一边想着这些有的没的, 一边往小赤集市里面走, 然而刚走了没两步, 裴迁就被眼前的景象给震住了, 这地方是小赤集市, 裴迁之前莫来过这个地方, 只是听说小赤集市选址在了老工业区这边的一个农贸市集, 一听说老工业区和农贸市集这两个关键词, 裴迁就放心了, 脑补一下都能脑补出来大概是一个什么状态, 肯定是跟那种三四县城式的城郊或者小县城的菜市场一样, 又脏又乱又差, 说不定满地都是菜叶子, 当然,为了保险起见, 裴迁还特意到网上搜了一下这个农贸市集的图, 从图片上看, 这个地方的情况比他想象中的要稍微好一点, 还算是比较整洁, 卫生, 但也无非就是个菜市场而已, 所以裴迁也就彻底放下心来, 他想着, 就算梁清帆是建筑师, 能够化腐朽为神奇, 又能神奇到哪去呢? 结果下车之后一抬头, 裴迁差点以为自己来错地了, 小吃即是现在的这个状态, 跟之前的那个菜市场, 有一毛钱的相似吗? 整个是面目全非呀! 大量对比强烈的冷暖色组成的霓虹灯爬满了外墙, 大量赛博朋克风的设计, 让整个小吃即是似乎从整个荆州中独立了出来, 迈过这条街, 庞扶就进入了另一个世界。 各种各样的广告牌散发着红的、 绿的灯光, 错综复杂, 层层叠叠, 把上方的空间利用到了极致。 只不过, 因为现在是白天, 而且天空只是稍微有点阴沉, 并没有阴天或者下雨, 所以, 这些灯光给人的视觉冲击力并不算很强。 但通过现在的状态, 也能挠不出来晚上将会是怎样的情景。 赛博朋克的感觉绝对爆表, 而且这种不仅给裴谦一种很强烈的既视感。 这种既视感到底来源于何处呢? 裴谦仔细回忆了一下, 很快想起来了。 是, 美好明天的那个感觉。 这里面有不少店铺的店名, 还有招牌的风格, 都是按照美好明天的男女主角来地上世界吃东西时的那几幕剧情不仅来的, 虽然结构上并不完全一样, 但还是给人一种莫名的既视感, 旁扶这个地方在哪县过? 这些还不是最过分的。 最过分的是, 这些大玩具的价格不便宜, 咦? 今天包哥怎么莫来? 他之前不是一直都在的吗? 这段时间, 包序为这个小吃集市可以说是忙前忙后, 操碎了心。 他们三个人的分工非常明确。 梁青帆负责整个小吃集市的布局划分和大致风格的装修。 张亚辉负责联络各位摊主, 帮他们改进小吃口味, 让他们提前做好准备, 以及其他的沟通、协调工作。 包序则是负责完善整个小吃集市的运作机制, 提出各种需求。 而张亚辉和梁青帆一致认为, 是包序用他的游戏、设计理念, 给整个小吃集市注入了灵魂。 包序提出了很多非常大胆的构想。 很多构想实在是天马行空, 十分具有想象力, 让顾客在小吃集市中享受美食的同时, 还能获得一定的乐趣。 包序的功劳如此之大, 裴总来视察他却不在, 实在是有些可惜。 梁青帆说道, 依我看, 包序这是不打算跟我们抢功劳啊? 之前跟他一起旅游的时候我就发现了, 他其实是一个相当内敛, 相当低调的人。 对钱的兴趣不大, 对职位晋升的兴趣也不大。 可能维尔的乐趣, 就是打游戏和旅游了吧。 虽然他口口声声说, 自己一点都不喜欢旅游, 但不喜欢旅游的人, 能五次三番地往外跑, 还保持这种热情和活力吗? 我 härくēc明了。 我这种热情和活力, 对方是这种热情和活力。